养鸡场外新建的木屋旁 王八正副手静静看着眼前这个正在劳作的中年杂役 此刻 中年杂役李己正庞若无人地将木屋木板上的毛刺一点一点去掉 事实上 在他的视线中 这里也的确没有其他人 而在这种无人的状态下 一个人的本性和真实想法 才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王八静静看了很久 从天明到天黑 富有天明 天黑 观察对方出来时的惊喜和惶恐 随后迟迟没有得到赵剑石的寝食难安 最后杳无音讯地失望 直至绝望 一个人的情绪伴随着念头的改变 而不断地改变 一个人的念头伴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 不断变化 有表吉里 有有那外 在这样的观察中 王八渐渐明白了 一个外来念头的加入 如何才能在不违背其原本意志的情况下 与自身融洽 又如何能够润物无声地将不同的声音 画面植入对方的意识中 随后 他便开始在李己的身上 不断地尝试 一个月之后 看着木屋前形容哭稿的李己 王八终于停止了因神之力的运用 并且撤去了 他留在对方心中的种种念头 幻想 这一瞬间 李己似乎泄去了无穷的负担 明明什么也没有发生 他的脸上 却露出了一丝发自心底的笑容 甚至 当他自己察觉到 自己忽然笑了起来的时候 自己都有些困惑 王八微微摇头 最终 还是对人魁吩咐了些什么 随后便转身走入了养鸡场里 很快 人魁便悄然出现在李己的面前 主人有令 可以给你三个选择 一则 你今后便留在这里 为主人干活 主人保你日后受劲死 无疾而终 或者 送你回你的老家 给你留一笔银钱 足够你日后安享晚年 又或者 送你重回灵谷居 继续干杂役 尽管不明白 为何王先人带自己回来 却又没有看中自己 可此刻心中已经没有半点 修行念头的他 却是郑重下怀 犹豫了下 他立刻便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上仙 小的想回老家 你确定吗 外面如今香火到肆虐 你的家乡多半也难以幸免 确定要去吗 留在主人这里 虽不能让你踏上先路 却也能保你长命百岁 人魁面无表情地问道 听到长命百岁 李起的脸上 顿时闪过了一丝心动和犹豫 可最后 他还是坚定地摇了摇头 上仙 小的选择回去 哪怕是死 那也得死在故土 也罢 那便送你回去吧 你的家乡在哪 人魁说着 便照出了飞行法器 李起的眼里 不由地闪过了一丝怀念 在梦新庄 那可是个好地方 上仙若是到了那里 不妨留住几日 咱们那里的哥儿酒 与驴肉火烧那 可是一绝 人魁微微一致 玄机点点头 嗯 的确是个好地方 说吧 他便驾驭起飞行法器 载着李起往驻地外飞去 目送着人魁 和李起消失在天边的身影 王八的眼里 微微怅然 这个世道啊 人魁回来 已经是三四天后 王八从对方的炉顶 取出了记录着 人魁见闻的骨头片 不出意外 外面的确是很糟 人魁一路走来 诸多村镇 都有着香火道 信众的身影 甚至不乏看到一些 香火道修士 不过也许是因为 看出了人魁的傀儡身份 这些香火道修士们 也并没有刻意阻拦的意思 当然 也是因为人魁的行走路线 本来就避开了一些 容易引起纠纷的地方 等等 这里是 王八看到其中的一处 一闪即逝的景象 忽然一震 以他助击修士的墓里 即便只是闪过的一道画面 却也被其瞬间抓住 不过为了防止看错 他还是立刻 又将骨头片中的景象 重新放了一遍 果然便在一幅画面中 捕捉到了一片低矮的树木 这些树木 每一棵都只有丈许高 只不过 这并不是让王八注意的原因 而是这树木非常奇特 树干笔直 不漫不知 唯有在顶端生 长出一根根枝条 每根枝条上 都只长了寥寥几片树叶 而在树叶之上 赫然便是王八极为眼熟的 一滴滴无色球状水团 细细看去 每一棵树上 都足有上百棵这样的水团存在 那里 足足有二三十树这样的树 神华鹿 这么说 那些树就是 千神木了 王八几乎是一眼就认了出来 心中顿时动容不已 千神木乃是二阶极品灵直 极为稀有 在陈国境内 几乎没有出现过 僧国那边倒是有一些 想到人魁的一趟外出 竟然能碰上如此珍贵的宝物 不过王八很快就平静了下来 原因很简单 他在这些千神木周围 看到了一丝阵法的痕迹 显然 这里早已经被人占据 甚至有可能 这些千神木本就是别人种下的 难道是香火道的那些人 王八忍不住就想到 这很有可能 毕竟他曾从香火道修士的手中 得到过神华鹿 话而言之 这些千神木 是香火道修士种植的可能性极大 如果真是香火道修士们种植的话 他就更不抱希望了 毕竟连天门交那么大的势力 面对香火道的时候 都如此头疼 他不过 是一个战力孱弱的心境助击修士 毛都算不上 不过 他还是没忍住将这个地方 从看于图上找了出来 玉水城和孟星庄中间往南的地方 玉汤山的位置 这里距离东圣驻地并不算多远 以他如今的速度 只需要一个多时辰 便能感到 微微犹豫 他还是放弃了这个诱惑 而除了这片意外出现的千神木之外 倒是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了 至于离奇 人魁并没有记录下他的结局 之后的几天 王八没有再去东自居修行 主要是布禅这几日修行到了关键的时候 终于要开始冲刺练起七层瓶颈了 他便将修炼式让给了布禅 一旦布禅跨过瓶颈 便能迅速进入练起八层 距离助击也越来越近 说是这么说 实际上王八估计 以布禅如今的进度 恐怕还需要十几年的时间 才能顺利达到练起十层圆满 之后调和三圆 冲刺主击 这样的速度 在并非修行魔道功法的情况下 已经是极快 也就是灵基金华元元不断的攻击 才让布禅原本有些一般的天资 在潜移末化中逐渐变好 修行速度才能越来越快 再加上二阶灵直灵狐藤的辅助 他的进展几乎比得上昔日的赵风 不过 说起灵狐藤 王八便有些牙疼 也难怪张青牛当时舍得 将这猪二阶灵直卖给王八 主要是 这灵狐藤的生长周期 实在是太漫长了 七年时间 这猪灵狐藤 也不过是才长了一丈不到的藤 叶子七八片 别说灵葫芦了 便是花菇的都没有 也就是对布禅的修行确实有益 不然王八还真想找张青牛退灵石 而布禅闭关 灵田里的事情 自然也便落在了王八的头上 除灵草 抓灵虫等等 凡是加上了灵气 便都没那么简单 再加上他趁此机会 顺带研究 如何将二阶中品的 甲十五和甲十六 以及二阶下品的班山员 顺利血脉突破 不断地研究他们的身体结构 状态 一时之间 他忙得焦头烂额 中间他还尝试着 给甲十五和甲十六 进行血脉突破 遗憾的是 由于缺乏经验 尝试了几次军告失败后 他最终 还是没舍得继续折腾下去 准备再研究研究 至少等有个确切点的方案 比例之后 再进行尝试 这一日 他正在甜头拔草 神石忽然一动 王八的脸上 不由得露出了一丝亚议 这家伙 上次才拈走了 怎么这次又来了 来人潇洒俊朗 一身白衣 正是东启宇 他从飞行法器上落下 人还没到 声音变质 王道友 忙吗 呵呵 在下又来了 王八从田间缓缓站起身 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地 看向对方 而东启宇 对王八的态度 却是早就稀以为常 笑嘻嘻地 孤作苦相道 哎呀 道友莫怪 你也知道 我需要大量零食 才能冲击天道筑基 只好后颜来 你 你筑基了 原本还插颗打混 笑眯眯的东启宇 在感受到王八身上的 威压之时 面容顿时僵住了 看向王八的目光中 更是难掩震惊 和难以置信之色 这个养鸡老 竟然筑基了 怎么可能 他哪来的筑基丹 东启宇的心中 忍不住震动 实在是因为筑基太难了 不光是本身的难度 也是因为筑基丹难得 东盛筑地这边 左道修士有小千号人 也不过两年前的延迟之外 也不过是两年前 小幸得到一枚筑基丹的 蒙然刀和一位单修罢了 其他人 要么是压根 没有达到筑基的门槛 要么到了 也没有筑基丹的辅助 他倒是有筑基丹 但他的精气神三元之一 尚有神这一项 没有圆满 纵然服用筑基丹强行筑基 成功的可能性 也不足三成 况且 他对外一直都是以目标 是天道筑基的形象示人 非道不得已 他并不愿意使用筑基丹 而延迟 蒙然刀 以及那位单修 这些人无意不是 左道修士中的风云人物 和他们相比 只会养鸡的王八 虽说不至于多卑微 可在左道修士中 却也并不发见 若不是灵基对他有大用 他根本懒得 和这样的陆陆之辈打交道 甚至还主动低头 然而 他万万没想到 就是这么一个 他骨子里完全瞧不上的人 却偏偏筑基成功了 眼睁睁看着一个 不如自己的人超过自己 这一刻 内心受到冲击的东起雨 脸上的笑容都变得勉强起来 有什么事吗 王八却并没有回应 而是面色平静地反问道 嗯 道 前辈 恭喜前辈了 尽管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可如今王八已是助击修士 他也不得不低下头 不敢再多嬉皮笑脸 态度恭敬了许多 晚辈想从前辈这里 采买一些灵机 不知道前辈这里还有没有 斟酌了下 王八却给出了 对方一个意外的回答 什么价格 东起雨文言 顿时忍不住抬起头 眼中闪过一丝惊喜之色 旋即连忙道 五块 五块零时一只 数量多多一扇 盘散了下 王八开口道 你在这等我一会 说吧 便走进了养鸡场里 东起雨顿时惊喜地 捏紧了双手 他没想到 来了那么多次都没结果 这次居然这么顺遂 等了一会 他便看到王八从大门里走出来 手中提着一只储物袋 尽管他早已迫不及待 却还是努力地压下了内心的激动 接过储物袋 目光快速扫过 一千 一千五 两千 足足两千只 东起雨顿时惊喜无比 如此数量 应该足够了吧 对了 我这里还有一阶下品的灵规 若是用作灵石的话 效果比起灵机还要好上一些 我可以给你便宜点 你要吗 王八看着东起雨激动的神情 忽然开口问道 然而东起雨却是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多谢前辈 这里已经足够了 玄机他立刻迫不及待地掏出了储物袋 从中输了一百块中品灵石出来 急忙塞到王八手里 似乎生怕王八反悔一样 前辈且忙 晚辈还有事 就先走了 嗯 抱拳行礼 说吧 东起雨便急匆匆踏上了飞行法器 转眼便消失在了天边 王八看着对方离去的背影 目光中却露出了深思之色 只要灵机 却不要灵规 卖灵机给东起雨 王八心中并没有太过纠结 纯粹就是缺灵石了 曾经他害怕东起雨背后另有麻烦 以至自己被牵扯其中 哪怕只是一丁点的可能 他也不愿意掺和 毕竟自己在天门教 根本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 一旦出了问题 根本没有转环的余地 所以他压根不想和东起雨 有任何关联 干脆变连灵机也不卖给他 之前若不是情况特殊 需要临时来购买法术 他根本不会理会东起雨 可此一时比一时 如今他已是筑机修士 也因为擅长培育灵机 而入了部分天门教高层的眼 陆元生虽然看他似乎很不爽 却也只能捏着鼻子 给他培育灵机的资源 甚至为了不浪费这些资源 而给了他筑机单 让他筑机之后继续培育灵机 这种情况 只要王八自己不作死 同时不断地给出新的进展 证明自己的价值 在灵机培育达成目标前 他还是很安全的 这也是他敢于和东起雨交易的 最大原因 没什么风险 又能将手里的灵机 除掉换成灵石 何乐而不为 只是唯一让王八感到不安的是 东起雨最近来得 似乎太过勤快了些 上一次来 似乎才两个月多吧 感觉似乎很着急一样 联想到对方大量购入灵机 他又忍不住 想起了白宇之前说的 陆元生出入金单之后 必定会拿外面的香火道 开刀立威 他隐约感觉到 后面的日子 似乎又要动荡起来 果然不出所料 半个月之后 他的天门令上 刷新了一条新的任务通知 召集五大驻地的左道修士 前来朱砂香火道修士 并以朱砂的功绩进行排行 排行前三的 皆有助机单奖励 除此之外 助机修士 不管是左道还是较内 只要外出朱砂香火道修士 便能获得诸多宝物 血丹子的进阶把二阶血原子 优质二阶人魁 优质双修炉顶 二阶古元 二阶法器 二阶丹药等等 看到这些奖励 王八能想象到 五大驻地的修士们会 何等的疯狂 因为有些奖励 甚至连他都忍不住 生起了外出的冲动 不过好在 他十分清楚自己的精良 一路马不停蹄 冲上住激进的他 除了养鸡和御兽之外 其他无论是法术 还是战斗意识 或者是其他修士技艺 都属于修士中的垫底 顶多能靠着境界 欺负欺负练器修士 真的让他和助机修士动手 他还是只能靠假食物他们 为此 他特意求见了白羽 放心 我已经和北长老打过招呼 你和你的道理 皆不用参与此次任务 也不会扣你们的机会 王八还未开口 白羽便已经看出了他的来意 多谢白前辈 不过 白羽也立刻看出了什么 语气之中充满了惊讶 你 助机了 正是 拓白前辈的福 扶下了那颗助机单后 一番艰难之后 总算是侥幸突破 王八脸上露出笑容 拱手行李道 却没想到 白羽微微侧身 避过了这一礼 你已入助机 咱们便是同辈 受不得你的大礼 况且 此单乃是陆长老所赐 我也只是中间过个手而已 另外 也不必叫我前辈 以道友互称便可 说吧 白羽的语气中 带着一丝感慨 没想到东圣驻地这边 你却是走在了 大多数人前面 王八文言 也心有气气然 昔日他刚入天门教的时候 不过才刚刚接触修行 踏上炼气一层没多久 如东启雨 蒙然刀这些人 便已经是炼气十层的存在 如今东启雨 还在炼气十层打转 他却已经先一步成就助机 就更不用说金矿这些人了 只能说修行之道 意识高低并不能代表什么 从白羽这边 得到了他想要的保证 王八又耐心地等待了一阵子 终于等到了不禅回来 感受着不禅身上 还有些没收敛起来的法力波动 王八的脸上 忍不住露出了笑容 恭喜师妹了 师兄 不禅眼中的喜悦和思念 已经浓郁地划不开 自从结尾道旅以来 两人还从未分开过那么久 小木屋自然便又摇晃了起来 数日之后 又到了传送镇开启之日 大量其他驻地的修饰 涌进了东圣驻地 而王八则是一个人 传送到了剑涛驻地 在涛生方式里转了半天 这才在人烟稀疏的一处巷子里 找到了他的目标 天门吊叫那位 屈指可数的灵厨 包钞 也许是因为大量的修饰 赶往了东圣驻地 生意本来便不算多好的包钞 如今更是门可罗雀 此刻正无聊地在手里抛着刀 远远见到了王八 包钞顿时来了精神 老远便打起了招呼 哈哈 王道友 又来治灵机精华 泽泽 也不知道 你都从哪弄来那么多的灵机 灵规的 每次帮你干活 那是又高兴又害怕 实在是太累了 王八却面带微笑地走过来 那倒不是 这次来是想跟你学灵厨的手艺 一听这话 包钞顿时 脸色就难看了下来 去去去 你小子 和你说多少次了 这是老子看家的本事 传给了你我还怎么活 听到包钞的粗话 王八却面色不变 静静地看着对方 包钞嘴里骂骂咧咧 但是骂着骂着 声音却渐渐小了 他隐隐察觉到了不对 这个王道友 似乎和上次见到他的时候 发生了某种变化 很快 他立刻反应了过来 到底是哪里发生了变化 助击 你助击了 他忍不住瞪大了眼睛 见王八笑而不语 他心中顿时 一个机灵 慌忙躬身行礼 前辈恕罪 前辈恕罪 晚辈一时糊涂 冲撞了前辈 还请前辈看在晚辈之前 给您制作灵机精华的份上 饶过晚辈 以练气的身份 当面咒骂助击修士 即便是当场被斩了 天门教也不会因此 太过责难助击修士 当然 王八的目的不是这个 他笑着 拦住了对方的行李 包道有多虑了 我来此只为了学习灵厨之法 不知可否应允 这 包超听到这话 脸上顿时露出了挣扎之色 他虽然害怕助击修士为难他 可更舍不得自己的本事 被人学走 毕竟天门教乃是魔道教派 靠服用制作后的零食 来修行的人 仍是极少数 市场就那么大 销汇了别人 抢了自己的生意 而没了这个生意带来的资源 他的修行 也注定无以为继 如此 生不如死 王八却是看出了对方的顾虑 笑着道 不如这样 我给你五十块中品零食 作为述修 同时 我还保证 绝不在天门调内 和你抢生意 这 这 包超的脸上 顿时露出了异动之色 五十块中品零食 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哪怕是他 虽然收的价格高 可刨开成本 一年忙活下来 其实也远没有那么多的零食进涨 关键是 王八还承诺了 不在天门调内 和他抢生意 这样的话 倒是一下子解决了他的心结 但他还是不放心 咬牙鼓足勇气道 前辈 您方才说的话 能以心魔力士吗 王八微微一笑 这有何难 说吧 便直接以心魔为事 发下毒咒 总之 我王八若是在天门调内 为他人制作零食 修行之时 必遭心魔暴乱 神魂崩裂 法力穿体而死 誓言之毒 连包超听的都汗毛直立 不过他也终于放下了心 当下便恭敬地抬手侧身 还请前辈跟我来 灵厨之厨 和凡人的厨子并不相同 善防 包超立在一处砧板前 仿佛变了个人 对王八认真道 王八这时 倒也没有再摆出 鸡修室的架子 实际上 他本来也没有什么架子 只是为了能够让对方 将灵厨的本事交给自己 他才特意如此做 他当即认真竖起耳朵听着 而包超则继续道 凡间的厨子 是为了满足食欲和味觉 而咱们灵厨 则是在尽量保存 和激发灵石最大效果的同时 剔除道对修饰无用 或者有害部分 缩短修士们服用灵石 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 算是一种辅助修行的手段 这和炼丹也不同 炼丹是调和草木金石之气 从而衍生出种种效果 虽然也会考量其中的毒性 但效果才是它们最高追求 这也是为何服饰丹药 几乎都有单独的原因 不光是蕴含的一种灵气的缘故 也是因为诸多丹药的丹方 在创造之初 便只考虑了效果 前辈若是有接触过丹道 应当能看到许多丹方材料里 往往都有咱们无法吸收的 金石矿物之数 王八文言顿时恍然 他还一直以为 那些丹药里面都是灵草灵药 却没想到 其中竟还含有金石之类的东西 也难怪会有所谓的丹毒了 这时 他忽然想到了一个东西 忍不住开口询问道 那包师傅 我之前服用过血法丹 却为何没有察觉到 其中有丹毒存在 血法丹 前辈还吃过这个 包抄文言诧异地看了眼王八 不过随即点头道 前辈问得好 原因很简单 这血法丹虽说是丹 可实际上 凝聚血法丹的那个阵法 用的便是类似咱们灵草的手段 所以 与其说是丹 倒不如说是 人体血肉之精华 实则与灵机精华 别无二样 听到这话 王八顿时微有不适 毕竟他自己便服用了两颗 尽管所有的丹力 都被赵峰的养魂珠全部吸走了 可毕竟是他服下的 但他却很快察觉到了另一个问题 可当时血迹阵法之中 也有其他修饰存在 这些修饰体内 多半也是有单独存在的吧 血迹阵法炼化了他们 那么血法丹 不是也会有单独吗 这边是我说的 灵厨的手段 便是尽可能地提出 一切对修饰不利的部分 包括单独 或者是其他 说到这里 包抄忽然反问道 说起血迹大震 前辈知道 为何会有这种阵法出现吗 王八当即摇头 这他怎么会知道 包抄也不意外 脸上随即露出了一丝 奇怪的表情 相比起珍贵稀有的灵物 人这种万物之常 天生灵性的存在 随处可见 却是天然的修行资粮 因此以人为识 甚至圈养人足 这在远古之时 乃是诸多魔道宗门教派的 惯常手段 听到这 王八心中 虽然早就对魔道教派的 凶残有所认识 却还是忍不住 生出了一丝冷意 而包抄却是继续的 但 这些魔道修士 在大量食用人足之后 却发现 总是容易受到心魔洗肉 而且神智失常 乃至神魂 都有崩散的趋势 大家 怎么也找不到其中的原因 只发现 唯有在吃大量的人后 才会有如此症状 有一部分修士 于是放弃了以人为识 搜罗相对常见的 普通灵兽 灵米 剔除了其中的杂质 将之血肉晶圆 纯化而出 炼制成容易吸收的灵食 而还有一部分修士 实在是太过穷困了 也只能想尽办法 解决神智失控的问题 他们借鉴了前者的思路 经过多番的尝试 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于是 血迹阵法便问世了 之后 其实衍生了诸多变阵 但归根结底 却还是一样的 包抄看向王拔 想必 前辈也猜出了 灵初的由来了吧 魔道修士 王拔试探着道 正是 咱们灵初一脉 实则 便是从远古魔道修士的道筒中 剥离出来的手段 奉行的 便是掠夺灵兽 乃至灵直之精华 归诸己身 包抄的眼中 闪过了一丝狂热 咱们也不像是阵法师 单师 气师 服师 有着系统的知识体系 和进阶体系 灵初实际上并没有准确的品阶之分 全看对处理的食材有多熟悉 处理的手段 和对纯化之法的把握 当然 咱们也是有自己的评判标准的 在食材的品阶越高的情况下 对精华的保留程度越高 那么 这位灵初的手艺便越好 当然 前提是 不能有杂质和无用的部分存留 王八文言点点头 那 我如今该从何学起 包抄文言一笑 侧过身去 露出了身后几大桶 奈蛤蟆模样的灵兽 这些是不入阶的灵兽善尾蛤 前辈要做的 便是将他们每一根骨头 每一丝肌肉 每一块皮肤 全部一个个分类清楚 看着水桶里一只只交叠在一起 长满了肉瘤 甚至流淌着毒浆的癞蛤蟆 王八瞬间毛骨悚然 他忍不住看向包抄 怀疑这个家伙 是故意在报复他 真的 他什么都不太怕 唯独害怕这种 浑身长满了瘤子的恶心东西 每一次看到这玩意 他感觉自己 便像是被人施展了定身术 或者是雷击术一般 要么就吓得僵住不动 要么就吓得跳脚 他甚至忍不住 就想把赵峰送给他的那块玉佩给用出来 把眼前这些脏东西 全部灭得干净 还好 他忍住了 要不 咱们换一种灵兽吧 灵机行吗 我这有 很多 王八强忍着施展法术的冲动 对包抄道 然而 包抄却是坚定无比地摇头道 没有比这扇尾哈 更适合新手入门的灵兽了 即便是如今 我也常会拿他们来练手 前辈一旦熟悉了他的身体 绝大部分的一切食材 便都能很快地掌握 听到这话 王八咬着牙看了包抄一眼 随即干脆地关闭了触觉和视觉 心中顿时好受了些 包抄却似乎是猜到了王八的小动作 提醒道 对了前辈 为了能更好地掌握扇尾哈的身体 您最好还是无敢与神识一起并用 仔细体会 王八 为了灵机精华自由 拼了 转眼 便是两个月之后 见涛驻地 涛生方式外围的一处扇房里 呼 王八手指上的一抹法力 悄然消散 面前 一张巨大的木桌上 摆满了一根根骨头 一丝丝肌肉 而这些 实际上都来自于同一只扇尾哈 只不过 王八切割分离的 实在是太细了 一个巴掌大的扇尾哈 却硬是铺满了整个桌子 不过 这扇尾哈身上的器官组织 确实也有够复杂的 难怪包抄说 熟悉了这一只 大部分的一阶灵兽 都不是问题了 王八暗暗感叹 两个月的苦心钻研 心无旁骛 以他助击修士的身份 自是已经将这扇尾哈 研究得极为透彻 如今他闭着眼睛 都能将扇尾哈的每一个部位 分得明明白白 细致入微 但 这也只是学会了 凌处手艺的最基础部分 甚至连第一步都算不上 按照包抄的说法 当他通过解剖的方式 熟悉了扇尾哈之后 便需要用法力 在保证扇尾哈活蹦乱跳的情况下 分离出其指定的一个 极为微小的器官 而之后 更是要求能再眨眼的功夫 以法力将尚尾哈分解除 他现在手动解剖的效果 总之 他必须要对食材 熟悉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才算是完成了第一步 而第二步 便是学习对食材的处理 学习如何才能尽可能地 保留食材的精华 第三步 这些 同样也是极为繁琐和漫长的过程 而这些东西 即便是兽元面板 也无能为力 因为压根不存在什么瓶颈 也没有什么功法和法术 完全靠自己练习 哦 也不是 第三步会用到纯化之法 到时候兽元面板 说不定也能派上用场 除此之外 却全都是笨功夫 这也是绝大部分 修饰记忆的真实情况 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和精力在其上 所以 除非天赋过人 或是修行天赋太低 突破没了指望 不然大部分的修饰 在早期的时候 对修仙记忆都只是浅尝辙止 他们更愿意将精力 放在修行法律上 只要修为境界提升上去 等兽元多了 这些记忆再慢慢补上就是了 而且 高境界的高屋建林之下 对这些记忆的理解也不同 更加节约时间 就比如王八 身为助击修士 比起练气修士多了神识 能更好地观察熟悉尚伟哈 这才能在短短两个月 完成灵厨的基础部分 换做普通练气修士 光这个部分 可能就要花费个小一年时间 也正是这样的经历 让王八原本升起地 学习其他记忆的心思 淡了许多 实在是太好时间经历了 这两个月时间 他除了观想阴神 修炼阴神之力外 为了能更快熟悉尚伟哈 连法力的修行都暂时停下了 结果到现在为止 别说让他制作灵机精华 他连鸡毛都没碰过 这还是属于 极为冷门的一种记忆 若是换成了丹师那种 更加博大精深 乃至深不见底的职业记忆 恐怕还要夸张 那是真的靠天赋才情 靠心智毅力的 等学会了灵厨的手段 就暂停下来 还是专心修行吗 王八心中暗暗做了决定 若不是学会灵厨 掌握制作灵机精华的方法 对他的修行也算是有利 能方便很多 他连灵厨都想放弃了 不过他还是和包超说了一声 之后坐着传送阵 回了东盛铸地 两个月没回东盛铸地 养鸡场旁边的灵米 也差不多到收获的时候了 回到东盛铸地 王八立刻便察觉到了 铸地内气氛的凝重 甚至在路边能看到一些 缺胳膊断腿的修饰 在长须短叹 失败账了 王八心中忍不住一惊 这两个月 包超和他一个叫一个血 全都十分投入 沉浸其中 压根没有和外界交流 因此他完全不清楚 如今天门教和香火道的情况 可按照他一路走来看到的情况 显然天门教与香火道的交锋结果 并不理想 反正触目所及 不管是左道修饰 还是身着红黑袍的天门教修饰 全都神情肃穆 紧皱眉头 这让他不由得心生不解 他对香火道还算是比较了解的 来陈国的这些香火道修饰 全都是在万神国内 受尽排挤的阴神一脉 由于失去了庇护的神知 得自阴神的功法和术法 全都无法使用 他们的实际战力 显然是要比正常的香火道修饰 要弱上不少的 而天门教这边传承繁多 各种手段同样诡异莫测 再加上主场作战 按说 怎么也该是香火道的人 被压着打才是 想不明白 王八也没有多纠结 第一时间便回到了养鸡场 却发现 灵天里的灵米 已经收起来大半了 布禅正在其中忙着 见到王八 回来也不和我说一声 挽着袖子 忙碌着的布禅灰头土脸 有些狼狈 王八却毫不在意的 也挽起袖子 走进了灵天里 跟着布禅一起忙碌了起来 一直忙到了天黑 总算是将灵米收集完成 王八还好 布禅的法力 却是已经彻底耗光了 整个人都疲惫不堪 但是心情却显然极好 尤其是以温热的灵泉水冲洗之后 更是疲惫进去 湿漉漉的头发 娇艳欲滴的面庞 整个人在摇曳的烛光下 散发着迷人的光彩 师兄 你也洗个澡去 呵呵 等我施展的静衣术 一番云语 木床上 两人互拥着 说着一些梯极的话 不过很快 话题便跑远了 这么说 是四大宗在外围堵着香火道的修士 逼着香火道的人和天门窖打起来 结果天门窖的人竟然没打过 王八听到这个消息 顿时忍不住瞪大了眼睛 没错 布禅点头道 我听到的消息是这样 据说那香火道 而且还都各有一门三阶绝技或是法器 那个白前辈倒是出手了一次 不过也只是和其中一个打平 还有一个剑魔道的 助击修士烟运据说也很强 就在昨日 据说还展了几个香火道的修士 不是这个问题 王八却忍不住摇头道 天门窖有原因即数的战力 金丹更是有二三十个 来此的香火道修士 到现在也没有出现过金丹真人 哪怕是天门窖下面的人不争气 天门窖这边 随便一个金丹出手 便能解决 为何还要任由 他们横行 不产原本没有细想 如今文言也反应了过来 师兄的意思是 天门窖的金丹们 在忌惮着什么人 东圣宗或者四大宗的金丹 王八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东圣宗在曾经的成国五大宗中 属于实力弱的 即便如此 宗门驻地被夺之前 也有七位金丹 其他四大宗 想必也不会比这个数字少 也就是说 四大宗联合起来 少说也要有三十位金丹 这个数字 已经和天门窖之平 甚至是略高一筹了 虽然还有明道患这个原因修士 独一荡存在 但东圣宗宗主那里 似乎也掌握着 触发神兽翻明暴动的手段 以此为牵制 天门窖很难将自己的 全部实力发挥出来 如此情况下 天门窖 其实隐隐落入了下风 所以 天门窖的金丹真人 根本不敢随意外出 单个外出 容易被抓住破绽 一起行动 也容易爆发大战 而真的要是爆发大战 估计也不是 双方想要看到的 所以 他们也只能通过下面人进行博弈 借此寻找机会 王八很快便看清了 如今天门窖 依然和香火道僵持的根本原因 显然 不是天门窖没有实力 消灭这群香火道的修士 而是天门窖真正要应对的 根本就不是他们 香火道 完全是双方合力 推出来的一个博弈场 算了 咱们也不外出 这些和咱们也没什么关系 思来想去 王八最终摇头道 他虽然厌恶天门窖 但也不得不承认 如今 他在天门窖中 其实还是相对安全一些的 至少他不需要 直面那些香火道修士 也就少了很多的危险 但他并未有所懈怠 反而在第二天 便又开始了忙碌的状态 练习用法力解剖尚伟哈 给甲十五和甲十六 以及班山员 制定血脉突破计划 检查灵机 灵规 通灵鬼丘等灵兽的繁殖情况 以及 最关键的修行 两个月没怎么修行 生死之余 却也多了几分新的体验 他加大了灵机 灵规精华的食用量 心中暗下决定 以后绝不能随意暂停掉修行 毕竟 在他的心里 一直有一个念头 只是这个念头 他吸取了在东圣宗时的教训 始终不敢去细想 唯有默默地提升自己 等待着水到渠成的那一日 玉汤山 山坳之中 隐蔽的阵法之下 一个浑身烟红 腰间挂着一道弯月一般的法器 身上散发着神秘诡异气息的中年修士 正静静地站在阵法前 目光平静地 看着外面不远处的一棵棵低矮的树木 那些树木长相奇特 笔直的树干上没有一个叉枝 只有顶端的位置长满了枝条 枝条上为数不多的树叶 承载着一棵棵无色水团 正在这时 一个长相粗犷 同样浑身烟红的壮朔修士闯了进来 见着中年修士顿时大怒道 正原话 你为何坐视我的士修 被那天门叫的贼子击杀 中年修士听到声音 眼眸微转 嫌弃地看了眼壮朔修士 你还有个领头的样吗 我有没有领头的样 还用得着你说 正原话 我早知道你个老小子 向来看我不爽 暗中给老子使盘 你等着 等我凑多了传送阵需要的灵石 回了阴神殿之后 我定要将你这般行径 告知给上面 壮朔修士 立沧海却是怒声道 正原话却吃笑了一声 那你不需要浪费这个灵石了 上面的人 要不要多久就会赶来 立沧海闻言一愣 眼中闪过一丝错愕 三接的使者过来 他们不用守着神殿吗 哼 自然是要守的 正原话复守道 可是 守护神殿 又如何比得上 迎回梦主 立沧海盾石浑身一震 眼里露出了难以置信之色 梦主 你是说 你是说 没错 大长老不久前发现 梦主留在神殿中的神像脸上 出现了一丝轮廓 这代表着什么 不用我再和你说了吧 梦主要复苏了 有人炼成了 阴神大梦经 第二层 立沧海盾石满脸震惊 随即 他陡然想到了什么 之前那个叫孙岩的家伙 传给的一个姓王的凡人 是他吗 正原话微微摇头 这却是不知道了 咱们被派来这里 不就是为了找到他 夺回阴神大梦经吗 不过十几年前 那个东圣宗 被天门叫灭了 按说 一个凡人 多半也很难在这样的巨变中活下来 所以 我倒是觉得这本功法 多半是被天门教的人找到了 孙岩给那个姓王的凡人 也才十几年时间 能在十几年时间练到第二层 一般的三阶 恐怕都做不到 那个天门叫的教主 好像就是四阶修士 丽沧海忽然开口道 看来 功法多半 就是落在了他的手中 正原话也面色微沉地点了点头 落在原因修士的手里 几乎是最坏的结果了 但 即便是 真的被原因修士占据 他们也必须 要不计一切代价 夺回功法 等等 你别让那么多劝 你还没回答我 为什么做事我的士修 被那个耍剑的给杀了 丽沧海忽然反应了过来 顿时怒目圆灯 正原话无语地扫了对方一眼 说你蠢真实 一点也不委屈你 这里的四个小宗门 逼着咱们和天门叫的人交手 咱们之前打的天门叫 也打得太狠了 万一他们这个时候 出动三阶修士 咱们必死无疑 还不如表面上吃点亏 让他们的三阶修士 没那么急着出手 到时候 只要等到咱们这边的人到来 有道理啊 丽沧海闻言认真地 思索了一阵子 顿时连连点头 正原话也不理这个傻子 转过头 目光再次静静看着外面 他隐隐感觉到 接下来 恐怕不会再像之前 那般小大小闹了 东圣驻地 最顶端的一座巨大的宫殿里 依惜能看出 宫殿昔日的金碧辉煌 和辉红华丽 只是如今 却只放了一个个蒲团 简陋而朴素 最上首处 天门叫教主宁道幻政 盘坐在蒲团上 闭目养神 下方靠近他的位置 几个蒲团上 也都坐着人 很快 一道道身影 从大殿之外走了进来 或倦戒 或猖狂 或冷肃 或谐淫 或傲然 或正气凛然 陆元生也位列其中 排在后方 这些人纷纷落座 直至将大殿里的蒲团 全部站满 宫道幻终于睁开了眼睛 金光四射 煞时间 所有人只觉得 大殿似乎有那么一瞬间 都暗淡了下来 全都恭敬地低下了头 教主圣安 宫道幻坦然受之 还顾众人 随即道 今日将诸位长老换来 乃是为了商讨 近来我教语陈国 武东僵持之事 下方却是一阵沉默 剑下面无人开口 宁道幻眉头微皱 目光看向人群的最后 元生 你来说说如今情况 被点到名字的陆元生 连忙起身 抬手先向宁道幻行礼 遵教主令 随即他清了清喉咙 低声道 如诸位所知 自上次御水城一战之后 除了东盛宗外 陈国的其他四宗 也都不再掩饰对我教的敌意 这几年来 分别从东西南三的方向 封锁香火道蔓延之势 兼闭清野 横空所有凡人和城池 迫使香火道 只能转向我教的方向 为防武宗实施对子之策 在双方惊丹不出的情况下 我教在之后 迅速开展了 对香火道的肃清计划 然而 这股香火道却颇为诡异 本来已经快要清完 可几年前却不知道 从哪又忽然冒出来 一群实力颇为凶悍的二阶修士 尤其是为首的郑元化三人 我交住基地子 陆师弟出关不久 便已经斩获了不少香火道修士 虽说贼手未除 却也算是一桩功劳 岂是陆师弟所说的无能 况且 香火道虽麻烦 但此时也不过是戒选之极 我教真正之极 不在这香火道 而在陈国 毕竟是大进属国 一旦我教真的 与武宗全面开战 声势之大 必定被大进所知 一旦其出面制止 咱们平白暴露了实力 也毫无收获可言 不过 若是能寻得机会 断其意志 截其所有 说不定也能震慑其余人 令其不敢与我较争锋 只是未得机会之前 如今之事 恰是最好 青年道人的话 顿时让陆元生面色稍缓 宁道幻也微微汗手 不过这时 却有一位老玉开口道 哼 北师弟此言 莫非是有必胜的把握吗 这陈国和咱们之前 在大楚朝拿下的一门一派可不同 大楚三大宗不合 以至下面的小国宗门 也各个心怀鬼胎 貌合神离 只要咱们小心谨慎 分拆瓦解 自然能够占据一地 安然修养 可陈国武宗 却与咱们之前 所遇到的极为不同 灭掉东圣宗之前 谁能想到其他四宗 会为东圣宗出头 在咱看来 与其在这和陈国武宗死磕 突然耗费弟子和资源 不如撤回大楚 另寻小国图谋 毕竟 咱们都是修士 可不是那些凡人的军队 一宗一国之土 若是无法给咱们带来好处 不如丢掉 老玉的话 却是得到了底下 不少长老的点头 青年道人则是无奈道 胡师姐 我可没这么说 只是就是论事而已 哼 老玉冷哼一声 而宁道换闻言 则是不置可否 又抬眼 看向陆元生 你觉得呢 陆元生连忙抬手道 胡师姐和北师兄 所言皆有道理 是我着眼太低 只顾着眼前的香火道了 听到这话 宁道换摇头道 你倒是滑头 两边不得罪 陆元生连忙露出了善笑 宁道换也没有责怪 只是环顾众人道 诸位可还有什么想说的 底下众人皆是不语 宁道换也不意外 随即开口道 我算是听明白了 北长老的意思是 若是咱们没有把握一击而下 那便干脆维持现状 胡长老的意思是 与其守着这东盛驻地 不如回大楚 另寻机会 只是 不谋万载者不足谋一时 眼下风灵州局势 已经越发明朗 如胡长老所言 大楚内部三大宗不合 旗下诸国 也同样各有局语 而东南香火道 也不断侵袭大楚 大旗之地 咱们留在那里 固然容易 却也早晚要被香火道的人吞掉 要么往西入大境 要么往北入大烟 宁道换眼中金芒闪动 大烟魔巢 皆是虎狼之辈 诸位真的有信心 能在那里立足脚跟吗 所以 咱们看似有很多的选择 可实则唯有入大境这条路可走 诸位觉得如何 善 教主所虑甚是 是我等目光短浅了 底下众长老 纷纷动容道 宁道换微微抬手 底下顿时为之一镜 既然如此 那么和武宗这一仗 就免不了 只不过 怎么打 什么时候打 打谁 这些 却要本教主说了算 袁生 是 陆袁生得到示意 连忙起身道 诸位师兄师姐 师弟不久之前收到消息 西海海岸那边 上一次长生宗出手 镇压两州移民 似乎也惹来了不小的麻烦 大境四宗 估计很快就要自顾不暇 咱们的机会 就要到了 这一刻 底下的众位长老 终于反应了过来 目光忍不住就在陆袁生 和青年道人身上 来回草过 显然 这是一出教主亲自安排好的戏 就只等众人入套了 只不过 眼下可以作为借口的理由 都已经被堵死 众人也无可奈何 当下纷纷拱手 我等 皆从教主之命 带众人散去 大殿之中 便只剩下了宁道焕和陆袁生 陆袁生走到宁道焕身前 俊秀的脸上微露喜色 总算是说服了各位长老 宁道焕冷哼了一声 不是说服 是他们知道 今日不得不答应 你以为他们真的不知道 如今的局势吗 哼 一个个看得可透彻了 只不过近年来夺取的资源 暂时还够他们耗用 都想着再进一步 根本不愿意节外生枝 陆袁生闻言 顿时心中凛然 知道自己小瞧了 这些便宜师兄师姐们了 你这边准备得如何了 宁道焕寻问道 山海宗那边 案子都已经买好 只等机会来临 陆袁生连忙道 嗯 你办事稳重 我十分放心 宁道焕微微汗手 随即似乎想到了什么 对了 灵机的培育进展如何 成树那边培育的 二阶中品灵机 我已经采集了 翻明原神一部分 灌入其中 目前来看 咱们的方向没错 契合度很高 如今这只灵机 已经可以短暂地 提升到二阶极品 二阶极品 还不够 让这个成树继续培育 至少要培育出 尚品的来 越来越好 是 陆袁生连忙点头 差点忘了 还有东盛东那边 宁道焕又想到了什么 他们那么想夺回翻明 不会让他们如愿的 陆袁生立刻表态道 不 还是满足他们一下吧 宁道焕的眼中 闪过了一丝冷意 两个月后 王八看着眼前一念之间 便被切割分离的 扇尾蛤器官 总算是呼了一口气 终于搞定了 有了之前手动解剖 扇尾蛤的基础 在神识的帮助下 他花费了两个月时间 总算能够在一瞬间 以法力将扇尾蛤解剖完成 并且精细程度 丝毫不逊于之前的手动 而这也就意味着 他终于完成了第一步 接下来 便是要去剑掏驻地 找到包钞 学习第二步了 王八道也没急着走 安心地等最新一批 真鸡和灵龟们孵化出来 随后给他们存入寿源 越是往后 这些灵兽想要提升品阶 便越是困难 这两个月下来 虽说多了不少 一阶极品灵兽 也许是因为起步高的缘故 倒是又多了几条二阶上品 但不得不说 在陆地上的战力 实在不如人意 王八拿这些通灵鬼丘 和甲石武搭 一对一的情况下 却被二阶中品的甲石武玩客 要不是王八眼疾手快 通灵鬼丘的胆 都要被啄出来 王八对此倒也早有预料 并没有什么失望的情绪 反正相比起灵机的培育难度来说 通灵鬼丘的培育难度 简直不值一提 完全是顺带的事情 而且质量不够数量来凑 十几条二阶上品通灵鬼丘 一起放出来 甲石武加上甲石六两只 二阶中品灵机 照样抱头鼠窜 而灵鬼那边 碧水灵鬼的族群 又稳定壮大了不少 这便是灵鬼相比起灵机的优势 尽管孵化周期长 但是增长却极为稳定 不像是灵机 海量的一阶下品灵机 到了一阶中品 就直接断崖式下跌 以至王八都筑机了 却还是只能吃着用一阶下品 灵机制作的灵机精华 很快 又到了传送阵开放的日子 王八便也带了一批灵机 回到了剑韬驻地 前辈请看 这就是扇尾蛤的处理之法 剑韬驻地 扇防 包抄将砧板上的扇尾蛤处理之后 展现给了王八 王八见状 飞快将包抄的手法 以及讲述的要点记下 和第一步相比 第二步的处理之法 倒是难度降低了许多 只需要熟记不同时 才对应的处理办法 之后熟练的对应处理 便算是完成第二步 飞禽走兽 鱼虫草果 甚至是不同品阶 对应的处理办法都不一样 比较麻烦的是 对应食材的处理材料配置问题 比如说扇尾蛤 温入品阶的扇尾蛤 由于皮肤毒囊里含有毒素 但这些毒素 同样也蕴含了很多的精华 这就需要再用特制的处理液 在保留精华的同时 进行初次除毒 而这种处理液会 根据食材的种类 品阶 属性等情况 用不同的零料进行炮制 包抄很快便走了 王八则是按照包抄讲的内容 开始了处理液的配置 喧花叶三浅 柳磷子二两 赤果五颗 不出意外 当他将扇尾蛤芬割后的身体 泡入配置出来的处理液时 处理液里立刻冒起了泡泡 失败了 王八摇摇头 内心并没有什么波动 反倒是认真的沉下心 仔细琢磨 到底是哪个步骤出了问题 处理液偏红 应该是赤果放多了 泡沫较多 应该是放了铁骨草的问题 他迅速在纸上记录了结果 同时分别按照 处理液内零料的比例和种类 进行对比参照实验 再试试 半个月后 王八看着面前处理液里 静静地浮在液面的上尾蛤芬体 终于尝出了一口气 呼 总算是成功了 旁边 他记录了厚厚一叠纸张 这些都是 他做的实验数据 有了第一次成功 王八很快便掌握了其中的诀窍 最重要的是 直觉可能不准 但数据不会骗人 之后 他便开始用自己带来的灵机 灵规做实验 有了不同的实验对象 在进行大量的实验 很快他就找到了 在处理不同零售时 配置处理液的规律 而这些规律 哪怕是包超 也没有提到过 以至于一个多月后 当他看到王八轻松配置出 与扇尾蛤完美契合的处理液时 也不由地吃惊不已 前辈 之前有学过这个吗 包超随即解释道 我的意思是 前辈配置处理液的手法虽然生色 但这其中不同零料的配比分量 却是拿捏得极为到位 便是我 也不见得会比前辈做得更好了 王八笑了笑 也没有多解释 包超也不以为意 想了想 又拿来了一只王八 从未见过的兔子灵兽 笑呵呵道 前辈不妨再用这只钻地兔试试 王八除了扇尾蛤 和灵机灵规外 还没有用别的灵兽尝试过 顿时见脸欣喜 结果钻地兔 神识一扫 只是眨眼间 便已经大致了解了 这钻地兔的身体结构 和成分构成 这钻地兔 乃是一阶中品灵兽 浑身上下 倒是没什么特殊的 唯有其两颗兔齿 颇为不凡 坚硬程度 甚至超过了一般的 一阶中品法器 其中蕴含的精华 自不必说 王八当即法力如刀 迅速涌入兔子体内 仅仅是三四锡的功夫 便轻松将一只钻地兔 分割得明明白白 肉 骨 皮 毛 血管 眼珠 牙齿 随后 九香六两 灵胶二斤 龙千五千 随后 他信心满满地 将钻地兔的每一个部位 依次放入处理叶中 果然 处理叶并没有出现 第一次配置时 冒出的泡泡 王八正想让包超 再拿一种新的灵兽 出来试试 就在这时 原本平静的处理叶 却忽然泛起了 诡异的五彩之色 他眼疾手快 连忙挥袖甩去 处理叶被泼洒了出去 在半空中陡然炸开 不过被王八的法力 怎么会这样 我明明是按照方法配置的 包超却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 笑着道 前辈勿急 此次配置处理叶的关键 就在这钻地图的牙齿上 这牙齿看似与正常的灵兽肉身相似 实则不同 近乎矿物 需要的处理方法自然也不同 王八道也没有太急 只是之前行星满满 眼下顿时有种被打脸的感觉 闻言顿时若有所思 隐隐知道 问题出在哪里了 包超又道 这天地之间 灵兽 灵质种类之多 数不胜数 总会遇到稀奇古怪的东西 其处理叶的配置之法 自然也不能一概而论 所以 尚需多看多事 积攒经验才行 王八点点头 并没有因为对方修为境界低于自己 而心生轻视 等包超走后 他便取了方式 自掏灵石 买了十来只各种各样的灵兽 又顺带和这里灵兽铺子的店家 打探了一些消息 咱们见掏驻地地处燕国 可不是北方那个大燕朝 咱们是在大楚朝的西北位置 咱们这儿啊 盛产各种灵兽和灵药 就在这外面的深山里 不过不能往深处去 那里据说有三阶灵兽坐镇 您若是想去瞧瞧的话 我这倒是有地图 见到王八住机的身份 灵兽铺子的店家 自然是热情无比 给的价格 也是内部价 王八倒也没有拒绝 接过了地图 到了声线 便回到了善房 一个月后 他顺利地将手头所有灵兽 都挨个试了一遍 果然又发现了一些 与之前并不相同的规律 也就是说 不同的种类间的灵兽 对应的处理业配置 并没有一条完全共通的规律 最多只是相似 但本质上 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不过 按照我目前摸索出来的 这些规律 绝大部分的灵兽 应该也足够处理了 当然 最好是再多找一些 不同的灵兽 进行比较 完善手里的规律 想了想 他还是摸出了 灵兽铺子店家 送给他的地图 看了起来 坦白说 他确实是有些信仰难耐了 从一个凡人 一路修行到筑基 除了去孟星庄完成任务外 他还从未自己单独外出过 虽说出于安全考虑 裸在天门教里 是目前的最优解 但也难免有 竞技私动的想法 况且 剑涛筑地 已经被天门教经营多年 靠近筑地的位置 并不会有什么危险 且他如今也已经筑基 危险性就更低了 犹豫再三 他最终还是做了决定 离开剑涛筑地 出去看一看 最好是能抓一些 不同的灵兽回来 当然 在此之前 他还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不光是买了几张 二阶中品的攻击 防御俘虏 还特意把之前 得自相火到 赤发修士的 二阶下品飞行法器 也炼化了 不过 在顺带整理自己 带来的几个储物袋时 他却发现了两个 之前在征伐静岳府时 得到的储物袋 当时他陷于修为境界低 无法炼化 不过如今 他已经是筑基修士 神魂强度也很高 当即尝试着炼化 这一次 倒是没有任何的阻碍 便轻松破开了 第一个储物袋里 放了一小堆零食 以及一些修行资源 王八大约看了眼 差不多有个二三十块 中品零食 而这些修炼资源中 王八除了认识一种金沙铁外 倒是都不太熟悉 金沙铁是修炼一阶强力法术 金锋极剑术 所需要的东西 看这里的资源 足够把这门法术练到圆满了 只不过再强的一阶法术 在二阶法术面前 也是脆弱不堪 王八并不准备再浪费时间 修行这个 将这些东西收起 他又打开了第二个储物袋 这一次 倒是让他颇为惊喜 里面存着一套 看起来似乎从未动用过的 二阶下品真类法器 旁边还有专门的炼化之法 和运用之法 一共二十八根 能够节阵对敌 威力堪比一般的二阶中品 鸢尾无形针 王八拿在手中 越看越是欢喜 炼气进食 他也得到过一套真类法器 还曾下过一番功夫练习过 因此 对真类法器的运用并不陌生 虽然他一个男修用着一看 便是女修的法器 有些不大好看 也远没有那些用法剑的修饰 看着光鲜 但对于没有掌握什么法术 纯靠灵兽在前面顶着的他来说 这套法器 却是再合适不过了 阴人 偷袭 防身 法力催发之下 这二十八根冤尾无形针利时 便会化作无形 寻常修饰的神石 很难捕捉到 主打一个防不胜防 除此之外 这第二个储物袋里 还放了几张二阶俘虏和一堆灵石 王八自然全都笑纳了 除了这两个储物袋 他还翻出了之前 从香火到修饰那里得到的一面人皮骨 和一只阴气缭绕的黑色毯子 借助神石 他倒是很快找到了 这人皮骨的使用方法 很简单 以神魂为锤 鸡荡人皮骨 便能造就强大的神魂攻击 使用的神魂越强 产生的神魂攻击也就越强 但这面人皮骨最多也就能承受 铸鸡前期的神魂强度 产生接近铸鸡中期的神魂攻击 再强的话 人皮骨估计便会骨面崩碎 沦为废弃 但对王八来说 也足够了 而那个黑色毯子 王八也在得自香火到修饰的 金纸踏本中找到了用途 竟是阴神一脉 蓄养阴鬼的器具 收容鬼物 链养之后 炼化为本命阴鬼 不过王八打开后 却发现其中并没有阴鬼 也只能遗憾收起 毕竟他修行到目前为止 除了香火到的阴鬼外 他还从未接触过野生鬼物 好在有了这冤尾无形针 他总算是多了一种手段 将之炼化 并且好好地操练了一番 他这才带上贾十五等灵兽 离开了剑韬铸地 除了灵兽铺子店家给的地图外 王八之前还去了方氏的书方里 购买了附近的地图 以及燕国大部分地区的详细地图 和邮寄之类 对比之下 倒是并没有什么错落 不过灵兽铺子给的地图 在剑掏住地方圆百里的位置 却明显更为详细 甚至标注了一些 一阶灵兽出没之处 当然 二阶灵兽便不要指望了 天门教的几大方式 基本只售卖一阶的各类资源 二阶都属于是可遇不可求 与二阶有关的东西 几乎都很珍贵 灵兽铺子的店家也就练气景 虽说并不需要他亲自动手 但也不可能随意拿出 如此珍贵的地图来送人 要想得到二阶的法器 灵兽 丹药 功法等等 要么自己离开驻地 去外面夺取 要么完成教内的任务 获得功勋后去教内宝库中兑换 要么和一些掌握着 二阶记忆的修士 打好关系 私下交易 反正 对于二阶资源的态度 天门教显得极为保守 这也是天门教 用来掌控助机修士们的手段之一 要想获得资源 那就必须跟着天门教往死里干 这些且不多提 一阶灵兽 对于王八来说 也足够了 反正他只是待在教内久了 也想出去走动走动 顺带抓一些没见过的灵兽 若是价值高 便用来培育 扩充他的灵兽种类积累 若是价值一般 正好可以当作他配置处理液的实验素材 翻着地图 他很快便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字眼 顿甲巨头龟 当即精神一阵 驾驭着二阶飞行法器 越过了剑韬驻地的巨大剑山 便往围绕着剑韬驻地幽深的群山森林之中飞去 也许是因为天门教针对香火道的行动 吸引了大部分的修饰 王八飞越剑山之后 开始还偶尔看到几个天门教修饰的身影 越往深处飞 人烟便越是稀少 相应的 一些野兽活动的踪迹 也逐渐多了起来 王八神石彻底放开 覆盖了方圆树十丈有余 不过让他失望的是 一路行来 他压根是一只灵兽都没碰到过 这和他想象中的遍地是灵兽 着实差距不小 但随后想想也能理解 毕竟修饰们手段众多 真要是抓起灵兽来 很难有落网之余 而这里距离剑韬驻地并不远 利益驱动之下 自然是被搜刮得干干净净 王八倒也没有太过失望 目光落在陌生而兴起的灵木之间 心中却是难得充满了愉悦 神魂都隐隐有种雀跃之感 说到底 修饰也是人 宅久了也憋不住 很快 在地图的指点下 王八以剑山 以及周围的一些标志性地形为参照 找到了盾甲巨头龟的栖息地 让王八有些诧异的是 盾甲巨头龟的栖息地 竟然并非是他所想象的湖里 而是一条穿过森林的溪溅 这里颇有种前世热带雨林的感觉 水气蒸腾 极为潮湿 王八在里面仔细搜刮了很久 没有看到盾甲巨头龟 估计这里的灵龟 早就被修饰抓干净了 不过却是看到了一只之足 有手臂大小的黑色马黄 王八飞快地从记忆中 思索出了这些黑色马黄的信息 这是一阶下品鳞虫 极蟹黑黄 鸟兽鱼虫 只要能汲取出血液来 便都在它的食谱范围内 它亲眼看着一头雾闯进来的猛虎 被极蟹黑黄悄无声息地附住 随后眨眼之间被吸成了皮包骨 而诡异的是 这只猛虎对此竟浑然不绝 哪怕是被吸成皮包骨 依旧保持着意识 四处寻觅着吃食 劈啪 王八双指轻轻一捏 将一只以它为目标 从上方树叶上坠落的 鸡血黑黄捏爆 血色之水四溢 灵气也随之消散 挺弱的呀 王八有些失望 这种灵虫战力寻常 对于绝大部分修饰来说 都没什么用处 估计也是由于这个原因 根本没有抓捕它们的人 王八虽然想不出 这些玩意有什么用 但是出于习惯 还是将这里的鸡血黑黄 搜刮了个遍 以它神识的覆盖范围 这一片的鸡血黑黄 就算没有断了根 但想要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估计也要个十几年 收拢了鸡血黑黄之后 它便循着地图 继续往深处兴趣 只不过这一次 没有了具体的目标 它前行的速度 便慢了许多 但也细致了许多 随着它的越来越深入 它倒是长了不少见识 诸多它昔日 从书卷中看到的灵草 灵兽 终于在现实中看到了活的 它来者不惧 只要是看到的灵兽 灵草 灵料等等 全都纳入囊中 不过让它遗憾的是 也许是因为靠近 剑掏驻地的缘故 周围早就被搜刮干净了 以至于它一只 二阶灵兽都没有看到 它还想着 拿二阶灵兽试试手 当然 主要战力还是甲十五 甲十六它们 毕竟它当下 除了一些二阶俘虏 和一套冤尾无形针外 二阶的手段 实在是太过前缺 这也不能怪它 短短十几年的时间 冲上筑基 缺乏二阶手段 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并且 方式里二阶的法术传承 也极为稀少 王八倒是去看过 可惜寥寥的几种 和它的像性都不太符合 即便练了 对它的提升 还不如一套二阶法 起来的明显 它之所以想要离开筑地 心里也是抱着 看看外界有无此类资源的心思 毕竟进入筑基后 修行速度就算是再快 也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这就意味着 二阶的法术 还是很有必要学会的 当然 如果获取的过程实在凶险 那就没有必要了 百余里的路程 如今对王八来说 并不需要花费多少时间 尽管一路搜罗 耽误了时间 但它很快便来到了一处山剑前 隔着山剑 王八隐约能看到 对面明显比周围 高出一大截的高耸森林中 有巨兽身影一闪即逝 面色不由地微微肃然起来 对面 便是围绕着剑涛驻地的 三大险地之一的穆森岛 高大的树木独树一帜 在周围一片森林中 鹤立鸡群 犹如一座坐落在森林里的岛屿 顾尔德明 穆森岛 其中不乏二阶的灵兽 甚至有人 在其中 还看到过三阶灵兽的存在 由于其内有天然阵法存在 一旦闯入 很容易便陷入其中 不得而出 其他两大险地也类似 也因此 不论是之前的剑涛门 还是之后的天门轿 只能圈地为敬 不敢轻易闯入 好在 这些灵兽 似乎也被这天然阵法困住 除了偶尔有灵兽幸运逃出 基本上 对剑涛驻地 也没什么影响 双方也就维持着 井水不犯河水之势 王八自然也没有勇气闯进去 隔着山间看了一会 他便又拿出了地图 仔细地琢磨了一番 三大险地 几乎将剑涛驻地团团包围 但彼此之间 也各自留了一条狭长的缝隙 犹如通道 让剑涛驻地的人 也能够通过这条通道 前往外界 而根据燕国的地图 离开三大险地的包围后 要不了多远 便会遇到大量的凡人城池 此外 还有散落的一些散修聚集地 以及不定时开启的鬼市 所谓鬼市 乃是散修们 为了躲避东门修士清查 但同时又能保证互通有无 而不定时出现 又转眼消失的一种特殊方式 根据王八在剑涛驻地的一些游记中 所知道的 这种形式的方式 以大储巢治下几国最多 只因时局动荡 一个稳定的散修方式 很难不被大宗门当作肥肉 给暗中吞下 出于自保 这种鬼市也就多了起来 虽然鬼市里真正的好东西 肯定比不上教派宝库 但也不乏有二阶 甚至是三阶的宝物流出 甚至有顶尖修士主持的鬼市里 出现过四阶真品 王八没那么贪心 若是能遇见几样他 能够用上的二阶宝物 他便心满意足 仔细权衡了一番 他最终还是折返绕道 避开了穆森岛 往更深处的通道飞去 见涛驻地通往外界的通道 远比想象的要长 再加上通道两侧 一侧是巨兽横行 弥漫着危险气息的穆森岛 另一侧 则是远比四周 要幽暗得多的深山秋鹤 哪怕王八知道 两侧显得 只要不闯入 就不会有什么危险 可心中还是忍不住 泛起紧张之感 不敢有丝毫地保留 他的神识全力展开 一路飞行 不过饶是如此 一道陡然闪过的身影 还是惊得他 猛然加快了飞行法器的速度 神识卷过 才发现 是一头二阶下品的雪花马 莽身之上 有一道道雪花纹路 因此得名 见此 王八顿时来了兴致 若是他自己一个人面对雪花马 自然是有多远躲多远 虽说有二阶法器在手 不一定把不过 但还是那句话 没必要 不过他身上带着一大票 二阶零售 那就没必要怂了 当下率先叫出了一支 二阶下品的幻影机 感受到幻影机身上传来的 令他不舒服的气息 雪花莽顿时 露出了一丝警惕 和跃跃欲试之色 同品间的灵兽 他还真没怕过谁 身体盘住一根巨大的树木 盲口微张 露出了其中的血腥底色 只不过 当他看到甲十五 甲十六 班山园 以及六支二阶下品的 其他幻影机 挨个出现时 他就瞬间猛了 短暂地待之后 他毫不迟疑 身体犹如触电一般 扭头便往森林深处游去 但王八之所以 喊出那么多的灵兽 就是防止他逃跑 甲十五和甲十六 当先冲出 身为二阶中品灵兽 且本就以速度擅长的 两支幻影机 几乎是眨眼之间 就追上了雪花莽 一前一后 堵住了雪花莽的去路 雪花莽毕竟是森林中的一霸 顿时也被激起了凶性 张开了血盆大口 一口砸向了甲十五 甲十五轻松避开 雪花莽顿时 趁机逃了 甲十五愣了愣 以他很难撑得上智商的脑子 完全无法理解 为何这头小蛇 刚才还凶巴巴的 怎么转眼就溜了 好在甲十六及时跟上 一爪子就压住了雪花莽的尾巴 王八也趁机参与了一把 控制着鸢尾无形针 瞬间扎穿了莽身 破坏了一部分的身体结构 不过雪花莽实在太大 这样的穿刺伤害 对于修士来说 或许足以致命 但对他来说 却是能够接受的小伤 这让王八的参与感 直线下降 在一群零兽的参与下 雪花莽不出意外地 被王八收进了零兽带领 开玩笑 一头二阶零兽 不管是自己留着培养 还是用来售卖 那都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只是杀掉 实在是太过可惜 不过王八的好运 似乎也就到此为止了 之后的一路 除了偶尔遇见一些 一阶零兽外 就再也没有 见到过二阶零兽 但这才是常态 剑掏门和天门教的 常年搜刮 残留的零兽 本来就不多 能够遇见一头雪花莽 已经是极为幸运的事情了 不过很快 从神世中感受到了 一丝异样的王八 轻轻停在了 一株大树树关前 低下头 目光落在了 其中树叉间的一个鸟窝上 鸟窝并不算大 只有双掌大小 其中有四颗拇指大小的鸟蛋 不过其中的三颗 都已经裂开 里面空空如也 唯有其中一颗 王八隐约能透过其洁白的蛋壳 看到其中的小家伙 正不时地动弹一下 也许是还没长出羽毛的翅膀 也许是他的嘴巴 这并不是关键 关键是 王八在鸟窝里 还发现了几根白钟 带着一抹金黄的羽毛 这上面 赫然是二阶的气息 不过也许是脱落的时间有些久了 气息有些模糊 王八也不能确定具体的品阶 鸟窝周围散落的鸟屎痕迹 也似乎证明着 鸟蛋的父母 已经离开很久了 王八自然不会客气 小心地将鸟蛋收进了储物袋里 看这颗鸟蛋的情况 距离孵出也不会太远了 虽说没有母鸟孵化的情况下 这颗鸟蛋竟然也能自行孵化 实在是有为常识 不过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王八也早已见怪不惯 在之后 它便再也没有什么像样的收获了 好在 远远的 它隐约看到了森林的边界 只要越过这里 便能 阴神府中 阴神之力陡然跳动 咻 两道黑色身影 分别从一左一右杀出 然而 就在这两道黑色身影 即将触及王八的这一刻 马车大的避水灵龟 瞬间跃出 挡在了王八的身前 拼 碰 两道身影 撞击在避水灵龟的龟壳上 只留下了两道不深不浅的痕迹 旋即两道身影爆退而去 咦 幽暗的森林之中 传来了一声惊疑 出来 王八面若寒霜 一袖一甩 一支二阶下品的幻影机 犹如闪电一般 射进了声音来远处 同时立刻催动飞行法器 腾出了极大的距离 幻影机的速度 似乎也超出了那人的意料 很快 一道身着红黑道袍的身影 便迅速腾空而起 幻影机虽也能飞 但飞行对它来说 并不是擅长的领域 追之不及 很快便落了下来 与此同时 之前的两道身影 也终于露出了身形 神石扫过 竟是两具筑击死魁 是玄魁道的人 王八眼眸微微眯起 二十八根冤尾无形针 悄然落入了地下 从遭遇突袭到 短暂的反击 王八虽说本身 没什么特别的手段 但是在灵规和灵机的配合下 竟也不落下风 当然 主要是他早就 隐约察觉到了对方的身份 并没有立刻换出 甲十五和甲十六的缘故 否则刚才让幻影机逼出 对方的时候 多半就能伤到对方 而这位玄魁道的助机修士 也露出了一张干瘦的脸庞 目光有些忌惮地 打亮着王八 他忽然开口道 你是教内之人 王八也不废话 直接激活了手背上的天门印 下一秒 手背之上 立刻浮起了一道暗红方印 毫无规律地闪烁着幽暗的光芒 感受修士的面色 顿时缓和了下来 脸上挤出了一丝笑容道 哼 这可不就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 恕罪恕罪 在下旋溃道送不平 为此通道镇守 我还倒是外面的伞修偷偷跑进来了 主要也是道友见着眼神 哼哼 自己明明是从剑掏驻地的方向往外走 怎么也不可能是外面的人偷偷跑进来 如此还对自己出手 压根就是冲着谋财害命去的 只不过一击不成 立刻就转变了口风而已 果真不愧是魔道教派的作风 坑别人狠 坑自己人也一样狠 但脸上却也不得不虚语为一道 哼 原来是宋道友 在下王八 之前一直跟着血骨道白语道友修行 极少出门 道友不知道也是正常 顺手晾了一下白语的传音符 扯起虎皮当大骑 反正他如今确实是在白语的领导下 钻研灵机培育 哪怕是白语知道了 也说不出个什么来 而听到血骨道白语 宋不平顿时面色骤变 又见到白语的传音符 听到了白语的声音 看向王八的目光里 明显要忌惮了许多 脸上笑容微致 旋即便如老菊一般绽放 语气也立刻清静了很多 哎呀呀 这可不就是不打不相识吗 我玄愧道与血骨道 向来轻如兄弟 既是白语师兄的朋友 那便也是我送不平的朋友 这样 王道友 微微思存 他略有些肉疼地 从袖中摸出了一个 二T脚模样的东西来 道友外出 想必也是冲着那些鬼市去的 我这恰好有一个 练气境的入室令 便送给道友了 想入鬼市 一般上点档次的 都需要有推荐人 得到推荐后 才会得到入室令 凭此方能进入鬼市 王八倒是也知道这点 不过他本也没想过 进太有档次的鬼市 先熟悉熟悉再说 而且 练气境的鬼市里 多半也没有他想要的二节宝物 再加上 也不是太信任对方 当即晚聚到 宋道友客气了 练气境的鬼市 也没有我想要的 道友可不要小瞧这个鬼市 这个鬼市我养了很久 规模不算太小 每次都有 十数位练气散修参与 在东河城那一带 名气渐长 道友到时候一鼓作气 拿下这些散修 搜刮进所有的东西 之后转手一卖 那收获可以不小 宋独平笑呵呵道 这也算是在下 对道友方才出手的一分歉意 王八文言心中顿时微冷 他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想的是去鬼市里 购买宝物 而宋独平想的 却是将这些 练气散修们 吃干抹尽 推而广之 是不是这些鬼市的背后 都会有这些 大宗门的身影呢 平日里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纵容散修们 汇聚壮大 等到成长到了 可以收割的时候 便直接雷霆出手 这一刻 原本王八想要外出的心思 顿时有些动摇了 他去外面 可不是为了跳进虎口 可惜啊 毕竟这些鬼市后面 也有一些三阶 甚至是四阶在支持 他们可不会给咱们机会 宋独平这时却感叹道 王八文言心中微微一动 忍不住问道 敢问宋道友 什么样的鬼市 咱们不能碰呢 宋独平见王八 似乎已经忘却了 方才被他偷袭的事情 顿时笑容更加热情和善起来 对王八的问题 也是知无不言 这倒是简单 你只需要记住 他接连说了几点注意事项 又说了一些 在鬼市中买卖的潜规则 这些东西在书卷中很难被记录 往往都是修士们的个人经验总结 若不是宋独平主动说出 王八真要是去了鬼市 恐怕还要吃不小的亏 王八暗暗记下 只觉得受益匪浅 这就是大势力的好处啊 他忍不住暗暗感叹 尽管天门教是魔道教派 教内修士大部分也是互相提防的状态 但不得不说 大势力总归 是有不少个人难以企及的优点的 个人虽然在其中会受到约束 但也能够借助势力 提高眼界 加快个人的成长 资源 消息 秘星 功法等等 随意一向 也许就能省去寻常散修多年 乃至一辈子摸索 只可惜 以天门教的做派 终究如赵峰曾经所说 道不同 不相与谋 了解了鬼市的特点 对鬼市终于有了全面清晰的认识后 王八便立刻和宋木平告辞 对方硬是把入室令塞给了他 王八想了想 倒也没有拒绝 只不过接手之后 便立刻使用了一张封禁符录 阻断了这个入室令可能与外界的联系 尽管在入室令上动手脚的可能性不大 但他还是多做防备 驾着飞行法器 很快便飞离了茫茫无际的森林 然后是低矮的丛林 草原 又飞了一两百里 他才终于看到了人烟 李三湾 乃是一处寻常小镇 应有金兰江 经此连折三次 形成三道弯 故而得名 王八收敛了修饰气息 信步走在小镇上 燕国的山川 人情风貌与陈国截然不同 此地水网纵横 最常见到的 便是小舟摇鲁和水乡少女 充满了江南气息 这也是他走进小镇后的最大感受 和修士们相比 时间的每一点流逝在凡人的身上 都体现得更加鲜明 也更加充满了烟火气息 转了一圈 他的神石微动 旋即便停在了一个屠户摊前 大兄弟见着眼神 是要来两斤金肉 还是 话音未落 迟到的求须屠户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忽然抬起头看向王八 随即神色之中 闪过一丝异色 原本热情客气的表情迅速消失 取而代之的 是一抹凝重 微微犹豫 旋即粗声道 朋友 还请到后院聊 善 王八见状 却是并不意外 跟随着对方 走进了重满了桃树的后院 很快 走进后院 求须屠户便终于不再掩饰 不着痕迹地 同王八拉开了距离 随即完全不似凡人屠户一般 笨拙地以修士之力拱手 粗声粗气 气势十足道 咱家五海 这位道友 敢问来这 有什么要指点呢 与此同时 院落的四周桃树 忽然微微晃动 隐隐间 竟似乎连成了一座阵法模样 只不过这个阵法 哪怕是在王八这个不懂藏的眼里 也错漏百出 王八估摸了一下 这其中似乎有些迷阵的效果 效果的话 顶多算得上是 一阶下品 不过 这倒是和图护模样的修士 修为境界 颇为相近 在王八的眼里 隐约能看出 五海丹田之处 散发的法力气息 强度 大约也就是在 练气一层 二层左右 虽然很弱 但不得不说 王八真的 很有安全感 当下也客气地抬手 正准备说话 便见方才气势十足的五海 立刻警惕地后退了一步 随即发现自己 似乎有点反应过激 露了底气 连忙露出了一丝尴尬的笑容 可 倒有物怪 近来常有邪修 才不咱们散修 咱家略有些紧张了 王八文言 打量了对方 看来燕国不管是邪修还是散修 日子都不好过呀 当即露出了体量之色 特意退后几步 客气道 在下 身符 乃是宋国修士 顺着这金兰江一路南下 行走四方 以耽误修行 因为修行姿才不足 故而特意上岸 想要与此地的修士互通有无 竟还有这种修行之法 五海文言目露金色 随即脸上便浮起了一丝戒备 想都没想地拒绝道 这 咱家也只是练气二层 平日里修行 也不过是采些昏心血气 艰难度日 恐怕帮不上道友什么忙 王八也不意外 毕竟初次见面 有戒心是正常的 他本来也不指望 真的能和这个屠夫交换什么 当即扶起笑容道 敢问道友 这附近可有方式 谁知一听这话 五海的脸色顿时更加警惕了起来 这倒是没有 李三湾这里只是普通的小镇 寥寥三两个修士 哪会有方式开在这里 王八健壮 立刻便明白了 此地多半有方式 而且对方必有隐瞒 不过看样子 但想问出点什么 多半是不太可能了 心中微微一动 因神府妙语之中 一滴阴神之力 瞬间化作了一道流光 紧接着 又有十数滴阴神之力消失 与此同时 他的眼中一抹烟红 一闪即逝 而五海的眼里 也同样如此 五海脸上微微挣扎 玄机微微一致 之后忽然疑惑地开口道 道友竟是与诸道兄有救 王八也不知道具体情况 他只是在对方的神魂之中 植入了自己是其最信任的人的 至交好友这个念头 这还是他从之前的 宋不平身上得到的灵感 不过对于具体的信息 其实他完全不知 错不及防之下 他也只能挤着笑容默认 五海却是面露无语道 道友既是与诸道兄相熟 方氏之事何须问咱家 他可是有不少鬼事的入室令 咱家知道了 诸兄又闭关了吧 王八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只得连连点头 五海顿时露出了仗义之色 拍着胸脯大包大懒道 也罢 深道友放心 若是别人 咱家绝技不会告诉他 不过既然是诸道兄的朋友 那这个忙咱家帮定了 当然 这个 五海笑黑黑抬起手 搓了搓油腻的手指 王八暗暗无语 不过还是从储物袋里 找出了两块下品零食 多了多了 五海顿时瞪大了眼睛 惊喜地快步走了上来 嘴上说着多了 手上却是迫不及待地摸了上去 摸着两块下品零食 五海笑得合不拢嘴 同时看向王八 也明显热情了许多 但不知为何 高兴的同时 他隐隐感觉 哪里似乎不太对劲 似乎自己忽略了什么 但他仔细去想 却又怎么也想不起来 而五海的表现 也让王八忍不住暗暗皱眉 这样的家伙 就算是手里掌握着方式的信息 估计也不会是什么高层次的方式 不过对方说的那个猪道兄 倒是让他起了心思 五海在遭梦术的影响下 对王八并不设防 在王八的旁敲侧击下 很快便将所谓的猪道兄的情况 合盘托出 这个猪道兄 全名猪剑义 是附近一个筑基散修的弟子 其身家雄厚 实力惊人 且人脉广阔 组织了不少炼气劲的鬼市 据说也受到一些高层次鬼市的邀请 手里头有不少的入室令 五海曾经在本地的鬼市里 幸运地与他交谈过几次 深深为弃折服 原来五海最信任的人 却是他 王八大致摸清了情况 在感叹五海 竟然如此信任一个实际上 并没有深交的朋友的同时 心中也不由地暗暗感叹 造梦术的可怕 造梦书下 被植入念头的人 就如同身处梦境一样 会自发地将一些不太合理的地方 自动脑补 比如 明明王八之前说 自己是与英国毗邻的宋国修士 但是五海却自动忽略了这一点 将王八脑补成朱建义的朋友 明明朱建义手上 掌握着不少方式信息 自己这个朋友 没有去找朱建义 反而来找他 他虽然起疑 却又脑补成了 朱建义正在闭关 总之 这个梦就如同泥潭一样 将五海的真实意识困在其中 而他自己浑然不觉 不过 若是五海本人提前设防 或是神魂强大的话 遭梦术想要达成这样的效果 却并没有那么容易 王八暗暗庆幸之余 也吸取了教训 争取下次漏洞更少一些 深道友 你放心 本月附近金河城的鬼市 还需要数日才会开启 不需要入施令 有咱带着 就能顺利进去 五海见王八没怎么开口说话 以为对方不太信任自己 连忙安慰道 不接 那就多谢道友了 王八笑呵呵道 同时又耗费了一些阴神之力 将造梦术的持续时间 又往后延长了一些 微微有些心疼 这些阴神之力 可是要花不少时间 才能练回来呢 不过他也安心地 在李三湾这里待了下来 以灵机精华 和灵规精华进行修行 这些年的积攒 这些东西 倒是还剩下了不少 数日之后 王八跟在五海身后 沿着金兰江 往李三湾之外 飞奔了数十里之后 才在一处江面平缓处 停了下来 随后 便在王八略有些 亚异的目光中 五海不舍地从袖里 摸出了一张皱巴巴的黄纸 避水符 王八大致认出了 这符路的效果 五海抬手将黄纸 往水中丢下 就见水面忽然从中滑开 似有无形力量 将将水截开 快 这符撑不了多久 五海大喊道 随即便主动 跳入了其中 王八神石扫过 暗暗准备好避水灵规 随即也跟着跳了进去 其实以他的法力 足可以凭空断水 或者让避水灵规 制造出一条道路 不过眼下也不适合这么做 两侧截面上的鱼虾 在身侧飞快掠过 两人很快便落在了水底 五海法力微薄 脚底下沾了不少泥子 王八倒是完全没有 这方面的问题 落到了水底 王八才看到了一处洞口 洞口处 隐隐有无形水墓挡住 走 五海穿过了水墓 当先走了进去 王八微微沉吟 随即也穿过水墓 很快 他便发现 里面果真是别有洞天 洞内已经完全被凿空 洞顶被布置了 诸多的夜明珠和烛火 竟是映照的洞内 明亮无比 洞内已经有几个修士的身影 其中两位 约某有练齐六七层的样子 似乎是此处方式的掌管者 而另外寥寥几个修士 正从储物袋里 不断地拿出一些东西 摆在面前 显然 王八和五海来得有些早了 见到五海 这些修士中 倒是有人冲其微微汗手 而看到王八这个生面孔 却是都不由地露出了警惕神色 不过见五海与王八 似乎颇为熟悉 也都没有说什么 当初 我便是在这个方式里 遇到了朱道兄 他也是这里的组织者之一 不过如今却是很少来了 五海目录感慨道 说着 走到一位修士面前 讨价还价了半天 这才不舍得掏出了半块零食 买了一张崭新的黄纸 王八扫了一眼 发现正是避水服 深道有可以看看 也许就有能用到的 五海建议道 王八也正有此意 他从未逛过伞修的方式 自然好奇不已 不过让他失望的是 转了一圈后 他发现这些伞修的手里 确实没什么好东西 摇摇头 正准备将一只记录了一门 一阶法术的御检放下 忽然听到了五海有些惊喜的声音 猪道兄 猪道兄 猪道友许久未见了 猪道友来此 莫非是又有好东西了 可记得拿出来给大家瞧瞧啊 不光是五海 鬼市里的修士们 有不少人都对这个猪建议颇为熟悉 纷纷打起了招呼 呵呵 诸位好久不见 蒋道友 再下来此 确实是有好东西 不过也不知道 道友看不看得上眼了 一个长相算不上多俊朗 却也颇有阴气的蓝衣青年修士 大步走了进来 身后还跟着几个低阶练器修士 目光扫过洞内的修士们 虽觉得王八面生 倒也没有多想 很快便越过王八 可熟视寒暄了起来 五海被人群挤到了旁边 连话都没能说上一句 却还是满眼激动地 向对方打着招呼 见王八还站在原地 连忙道 沈道友 你怎么也不去 和诸道兄说上两句 说着 便要拉着王八过去 王八担心露线 避之不及 连忙道 这个 暂时不必了 五海一愣 顿时有些狐疑地看向王八 王八见状心中危景 正打算立刻重新给对方 添加新的念头 却见五海恍然道 我知道了 以你们的交情 倒也确实不必如此 玄机面露新线之意 似乎是觉得 为什么他就没有这个好运的 王八闻言并没有放松警惕 又悄悄观察了五海一阵子 确认阴神之力仍在起笑后 这才暗暗输了一口气 其实他倒也不是害怕 金河鬼市里面 修为最高的 也就是那个刚进来的朱建义了 也不过是炼气八层 这种实力 王八有信心 无靠法器和灵兽都能拿下 但他此来并不想闹出什么风波 只是单纯看看 有没有可以换取二阶资源的地方 否则 万一招惹了背后有大背景的势力 那就得不偿失了 好在五海也没有再多关注他 转而一脸仰慕地 看着修士人群中正 谈笑风生的朱建义 满眼的羡慕和向往 这种感觉 王八着实无法体会 而一阵寒暄后 朱建义取代了之前的 两位鬼市掌管者的身份 站在了洞内的上方 面向众人 双手虚压 诸位 且听再下一句 洞内顿时安静了下来 朱建义见状颇为满意 开口道 前段十日 加时修为又再进了一步 话音刚落 下方的修士们 便响起了各种羡慕 和感叹的声音 什么 短短时间内 竟然又有突破 令真修果真是天纵奇才 这是好事啊 没错 咱们金河城的亏 有令真修和高真修作证 不然早就被那些 狗日的宗门给互害了 这些狗玩意 抵御别国不行 坑咱们自己人 却是一个比个狠 哼 在人家宗门弟子眼里 你刘飞龙可不是什么自己人 可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 我就说说也不行嘛 人群中王八听到这些话 心中微微凝重 看来 这金河城内 应该也就只有两位主机修士 但朱剑义的师尊 令真修 似乎修为进展颇快 估计境界颇为高深 倒是不能小觑 朱剑义见此当即道 当然 在下要说的并不是这个 而是随着家师的修为提升 一些昔日还算有用的宝物 对他老人家来说 却是已经用不上了 顾念咱们落足金河城的散修 修行不易 便决定将这些东西 便宜授予大家 这也是我此来的目的 朱剑义话音刚落 周围修士们 顿时激动无比 善 并前辈悲天悯人 慈悲心肠 真乃道德真修 朱道友怎地也不早说 我这零食可没带够啊 是啊是啊 哎呀 朱道友 能否捎代 我这就回去取零食去 朱剑义闻言却是慷慨笑道 二位道友 信义闻达经合成 即便不够 我也冤心道友 这话顿时又引来散修们的一阵喝彩 王八对此却很平静 一个炼器竟拿出来的东西 哪怕是助击修士淘汰下来的 他也看不上眼 让他看中的 主要还是朱剑义这个人 能接触到很多高层次鬼市 说不定也接触过助击层次的 王八想要的 便是这种层次的鬼市信息 所以他打算 等此次鬼市交易结束后 他再去找这个朱剑义 不过 当他看到朱剑义 从储物袋中取出来的东西时 却不由得心中微微一震 血丹子 不 不对 只是看起来像而已 王八忍不住神识扫过 朱剑义手中的血红丹丸 很快便面色微变 血红丹丸里 赫然有一只白胖胖的大肉虫 身体微微起伏伸缩 在其中酣眠 足处不时挠动自己的身体 看起来颇为灵动 蛊虫 还是什么 王八心中 飞快从自己 以往看到的一些 游记见闻中看到的知识 与眼前的东西相对异 不过一般书卷记载的 也都是常识 这种明显涉及到密心的东西 显然不会有记载 等等 这虫子 为何没有神魂气息 王八忽然面色微变 明明神识扫过 可以清晰地 看到这虫子的存在 可是偏偏 他察觉不到 一丝对方的神魂气息 要知道 任何的生灵 皆有神魂 只不过寻常生灵的神魂 太过微弱 体现不出来而已 但只要是正常活着 那就都会有神魂在 这只虫子 明明身体 还在起伏伸缩 显然是有生机的样子 却丝毫没有神魂气息 就仿佛是神魂湮灭的死魁一样 王八顿时就来了兴趣 而周围的修士们 却是更加识惑 纷纷激动了起来 竟是能增长法力的赤元丹 不知诸道友做何家 诸见一环顾众人 有些为难 诸位 这赤元丹 家师一共给了我二十例 不过这洞里 除了我们几人之外 却还有二十二人 若是大家都要的话 哪怕是一人一客 也显然不够 对剩下的两位也不公平 诸道友 你就干脆改成拍卖 一些手里有灵石的修士 当即复合 而大部分的修士 却不由得咬起了牙 它们都是散修 修炼的传承都不一定完整 更别提什么记忆了 各顶各的穷 平日要么靠着 劫略更弱的散修 或者是苦哈哈 在凡间积攒修为 哪有灵石买赤元丹 这样的珍贵丹药 见状顿时都心生无奈 然而就在这时 朱建议却是凯然道 改为拍卖这事 勿要再提 家师令我将他的慈悲心 普会给朱卫 我若是改为拍卖 岂不是将家师的话 失弱而戏吗 在下不才 虽无家师这广阔心胸 但也愿为语异 我这还有一些家师 赐予我修行的赤元丹 我便取出两颗 朱卫也莫要嫌我抠搜 我也缺啊 听到朱建议略带自嘲的话 众修士的眼里 非但没有效 反而各个钦佩不已 朱道友高义 在下果然没有看错人 朱道友当真是难得的厚道君子 底下修士们 几乎无人不夸 此丹一人一颗 每颗仅受两块零食 朱卫 若是要将此丹 转给已经有了的人 可莫怪在下翻脸不认人 毕竟此事关乎家师发愿 还请朱卫理解 朱建议又道 听到这话 心中正有这种打算的人 顿时便惜了心思 毕竟谁敢得罪朱建议呢 人家后面可还有朱姬真羞撑腰 这可是金河城这一片的天 很快 除了寥寥几个 实在是拿不出零食的修士外 几乎人手一颗赤原丹 王八和吴海 也都各自拿了一颗 强压下捏碎丹药 研究其中的白胖虫子的冲动 王八又耐心地等待了一阵子 后面 朱建议倒也拿出了一些宝物 不过这些东西 并没有背下手脚 价格也谈不上便宜 修士们也不是傻子 写赚了一颗赤原丹后 大部分人便纷纷告辞 似乎是迫不及待 想要回去练化此丹 吴海倒是想要和朱建议聊些话 可惜还没来得及开口 对方对他微微一笑后 便直接离去了 王八和吴海说了一声后 也连忙跟了上去 已经踏上一剑一 接下品飞行法器的朱建议 察觉到了王八大拉拉跟上来 虽有不解 可毕竟距离鬼市不远 还需要维持形象 连忙笑呵呵 回声拱手 这味道 朱建议的眼眸里 一丝不易察觉的烟红 一闪即逝 微微挣扎之后 他便说出了 让身后几个低阶修士 微微有些讶异的话 师弟 你怎么来了 师弟 朱建议身后的几个低阶修士 面面相去 都认出了王八方才也在洞内 只是完全不知道 令真修什么时候 又收了新弟子 不过他们毕竟地位较低 也只以为是令真修暗中收的弟子 还未昭告 只不过朱建议身为师兄早已知情 连忙向王八行礼 耗费了远比吴海要多的阴神之力 王八面色镇定自若 心中也只是稍微有些慌 毕竟一回生二回熟 骗人这种事干多了 也就没什么心理负担了 镇定地对旁边这些低阶弟子 随意挥手 众人却是没有一个感觉有问题 朱建议倒是微微皱眉道 师尊他老人家派你来 是不放心我吗 看了眼周围有修士 经过向他打招呼 他回忆笑容后 旋即便招呼着几人离开 确定周围无人之后 朱建议这才对王八道 师弟 你大可回禀师尊 这些日子 我已经将子虫布下了好几个方式 不会耽误他老人家修行的大事 果然有猫腻 王八道是并不意外 但也并不太关心 只是子虫之说 却让他心中 微微升起了几个猜想 不过他也不敢耽误 以朱建议的神魂强度 王八对他的影响 远远比不上五海 说不准什么时候 便摆脱了造梦树对他的影响 他连忙将周围几个低阶弟子支开 单独和朱建议聊了起来 在造梦树的影响下 他很快便得知了 附近一些出现过 二阶宝物的鬼事信息 也知道了对方的身上 便有几枚这类鬼事的入室令 不过 就在他问起了子虫的时候 朱建议的脸上 却出现了一丝挣扎 子虫自然便是师尊手里 那只二阶殷石虫的子虫 他们 他们 不对 你是师尊的弟子 怎么会不知道殷石虫 你是谁 朱建议眼中瞬间清明 猛然察觉到了不对 反掌便是权力一击法术 何妨鼠辈 胆敢对我出手 岂不知我师奈金合成第一阵秀 简直是找死 然而下一秒 朱建议瞬间愣住了 他呆呆地看着自己引以为傲 炼成后 在金合成附近 无往不利的一阶攻击法术抓换手 竟瞬间将在了半空中 随即一股远超自己的法力 硬生生将这道法术 催枯拉朽般碾碎 感受着王八身上的气息 那种熟悉的压迫感 朱建议的眼中 原本的镇定瞬间将住 取而代之的 是一股震惊和恐惧 你 柱 柱姬 毫无疑问 在助击修士面前 在强大的炼气静修士 也如土鸡挖狗 不堪一击 更何况 这个朱建议 在炼气修士中 其实也极为寻常 不过这一刻 随手一到法力 便轻松拿捏了对手的王八 却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舒爽 这就是击溃敌人的感觉吗 王八心中忍不住有些回味 虽说助击修士 击溃炼气静修士这种事 在别的修士身上 都不耻于提起 但没办法 从踏上修行之路开始 寥寥几次面对敌人 王八就从来没有 单靠自己赢过对手 全靠灵兽给力 除此之外 身在天门教中 以他左道修士的身份 也一直是谨小慎微 如履薄冰 压根就没有体会过 其他修士 在外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作威作福的感觉 如今随手一到法力 便轻松拿捏住一位 炼气八层的修士 他也终于理解了 为何教内许多左道修士 成天出去 宁可当劫修 也不想待在天门教的做法 他真的很难回去 给天门教的人卑躬屈膝 察觉到这样的心态变化 他立刻镇静心神 将心头的杂念并起 眼下 他还无法离开天门教 他也不想屈服于此 但赵峰所言的龙蛇之变 他却一直牢牢记在心里 时机未到 如今 他也只能屈身手份 以待天时 心中念头看似繁复迭起 实则不过一念之间 随即他一手伸出 纯凭法力 凝出一只大手 便将反应过来 想要逃走的朱剑翼 压在地上 同时 二十八根冤尾无形针 直接击穿了不远处 刚查觉到不对 还没来得及 走的几个 跟随朱剑翼的低接弟子 王八虽没有立刻杀了他们 却是瞬间击溃了几人的法力 防止他们传递出消息 前 前辈 朱剑翼此刻怡容尽失 满脸慌张惊恐 再无半点之前 在鬼市内的慷慨人意 正着脖子 惊慌失措到 晚辈方才有眼无珠 有眼无珠 还请前辈饶了晚辈 晚辈家中尚有余资 愿奉给前辈 我是 我是也就在金河城内 我深受重视 他定然也会给前辈好处 求前辈千万不要杀我 不必拿他压我 王八面色冷漠 俯视道 我问你答 你放心 若是说了谎 待会我会问那几个小家伙 若是答案不同 你知道结果 是是是 朱剑翼一听有希望 被压制的身体 顿时艰难地 连忙疯狂点头 王八并没有半点不忍 他虽然不知道 这鹰石虫有什么用 但暗藏在丹丸之中 显然也不会是什么好事 这个朱剑翼想来 也不会是良善之辈 王八自己也不算什么大好人 但是对这样的人动手 他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这个鹰石虫 有什么用处 他先抛出了第一个 让他比较好奇的问题 朱剑翼闻言犹豫了下 旋即察觉到 身上的力量迅速加大 慌忙喊道 我说 我说 旋即语速飞快道 这是我试的本命灵虫 分为子母 母虫只有一只 子虫有99只 子虫被不清楚地修饰 吞下炼化之后 不会死去 反而会顺着修饰法力 寄生道修饰丹田之中 借助修饰的法力逐步成长 待长成之后 便会吞掉修饰的法力 精血 元气 回到母虫身边 反哺母虫 之后便又恢复成幼虫状态 我试 也能借此吸收一部分 我就是给师尊散布子虫吧 好邪门的修行之法 王八文言 暗暗吃惊 也就是说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这些灵虫每隔一段时间 便会吞噬掉99位修饰 之后带着这些修饰的身体精华 反补给母虫和那个令真修 以如此方式修行 也难怪这个令真修修为进展颇快 难道这鹰食虫 就没有什么缺陷吗 王八忍不住问道 实在是这个鹰食虫修行法 虽然邪门 但未免也太过逆甜 理论上 只要不断地哄骗散修 解散修数量足够 这个令真修便能稳定地提升 直至迈入金丹镜 乃至是原因景 若真如此 天门叫的众多传承 在这样的灵虫面前 都显得黯然失色了 朱建议犹豫地看了眼 不远处瘫倒 在地的几个修士 知道这些人 多半扛不住住基真修的手段 随即咬牙道 自然是有的 这鹰食虫除了能够帮助修行之外 没有半点战斗能力 而且 若是子虫反补得太过频繁 母虫得到壮大后 便会反过来压制师尊 且若是一下子吸收得多了 也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变化 王八文言微微点头 这才对吗 如此损人利己 且堪称逆天的修行之法 若是没有什么限制 那才是不合理 随后他问出了自己 真正关心的问题 我若是想要想进入 你们这里有二阶宝物交换的鬼市 可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之前他在宋布平那里了解到 燕国的诸多鬼市 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 不同地方的鬼市 想要进入其中 除了入侍令之外 还会有各自不同的要求 就比如这个金河鬼市 若不是有人带着 任谁都不会想到 随意移出江边水底 竟然就是鬼市的入口 这便潜藏了一个要求 那便是必须熟人带着才行 高层次的鬼市 自然要求更多 这也是为了防止 被别有用心的人混入其中 当然了 这种方法的效果 见仁见智 反正王八从宋布平那里得知 这燕国隔几年 就会有一两个鬼市 彻底消失 朱建一听到这话 微微一愣后 似乎一下子反应了过来 前辈 前辈 是宗门中人 您是来剿灭鬼市的 王八闻言不知可否道 你不用管 我只问你有没有 有 自然有 朱建一心中念头飞快转动 旋即咬牙道 不过 晚辈却是无法说出 无法说出 王八冷笑一声 他可是掌握着一门搜魂术 虽说只是一阶法术 却极为实用 炼器进食 他陷于修为不够 还需要其他的手段辅助 如今他已是助击真修 想要对炼器修饰运用 却是容易得多 只不过 他恰好拿住了对方 暂时不需要施展而已 前辈误要误会 不是晚辈不愿意配合 实在是因为 晚辈在得到入室令的时候 就已经以心魔为室 若是将入室要求告知给别人的话 立刻变心魔反噬而死 朱建一剑王八眼神冷了下来 连忙惊慌地解释道 哼 王八却是完全不信他的鬼话 真若如此 这方式岂不是压根都没有别人能进吗 无非是病急乱投医 以为咬死了这一点 便能拿捏住他罢了 王八可不是好糊弄的人 对方的心思 他自视一眼看穿 当即便准备施展缩魂术 朱建一却是立刻感受到了 王八眼里的冷漠 眼见着他探出来手掌 心中顿时打击 集中生智之下 他连忙道 前辈 我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若是真能说出来 哪怕是心魔反噬而死也就罢了 可如此 岂不是耽误了前辈的大事 我 我可以带前辈去 而且 我有办法能让前辈进入鬼市 我可以对着心魔发誓 绝对不会坑骗前辈 听到这话 王八拍向他头顶的手掌 终于在他的炉顶处停住了 朱建一紧张地 只觉大脑一片空白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才终于听到了一句 如同天降甘露一般的声音 好吧 那你发誓吧 朱建一闻言顿时心中一松 整个人只觉得大汗淋漓 如释重负 更是忍不住大口大口的喘气粗起来 然而下一秒 他便感觉到头顶忽然被人一拍 旋即意识迅速消失 在他的意识彻底消失之前 他的脑海里只剩下一个想法 草特么的 全骗人 王拔收回了手掌 面色有些不太好看 不管朱建一说的有多诚恳 他也不可能将自身安危 寄托在别人的口头保证上 所以搜魂是必然的 只是他没想到 这个朱建一居然说的是真的 当他问起对方一个名为玲珑鬼市的地方 进入鬼市的要求时 对方刚要开口 就立刻面容挣扎了起来 眼看着就要猝死 王拔立刻便中断了询问 换了一个鬼市询问 也同样如此 问了一会 收获寥寥 无奈之下 他也只能结束搜魂 竟带着对方苏醒 同时 他又去搜魂了其他几个低阶修士 却并没有什么收获 询问的过程中 他也得知了 这几人都不是什么好鸟 当下便想起了一个从未做过的实验 环顾四周 这里倒是一个好地方 荒无人烟 微微迟疑后 他还是给其中一人存入了寿源 这是他早就想做 而一直没有机会做的实验 汲取人族的寿源 会出现晚寿源的现象 那么如果给修士存入寿源呢 很快 他便发现寿源的兑换比例 差不多是1比4 王八一年的寿源 可以兑换4年给对方 存入寿源后 这个修士的身体 很快便自发 开始汲取周围的微薄灵气 令王八动容的是 渐渐地 对方的身体 竟然涌起了一丝 王八极为熟悉的气息 他在冲击助击 王八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个 只有练气三层的修士 尽管 对方的修为境界 明明依然是练气三层 可身上的气息 却分明是在冲击助击时 才会生发的独特味道 在他的身上 弱小与强大同时存在的反差 给人一种极为矛盾的感觉 很快 这个修士身体中的助击气息 越来越盛 越来越明显 不 更像是灵兽 生命层次在发生蜕变 王八却立刻察觉到了不同 而也许是气息的壮大 这个被存入了寿源的修士 竟缓缓从被搜魂后的昏迷中醒来 旋即察觉到了异常 忍不住瞪大了眼睛 看着自己的双手 他隐约感觉到 自己似乎掌握了 某种强大的力量 这种力量 甚至让他心中 升起了无限的信心 猪剑亦算什么 令真修又算什么 有了这个力量 我能 下一瞬 他忽然瞪大了眼睛 脸上漠然浮现了一道道裂纹 仿佛承受不了 那股忽然升起的力量 不 刹那间 他的身体犹如一道烟花 猛然炸开 早已经在神识中 察觉到不对劲的王八 立刻卷起最近的一个 低阶修士和猪剑亦迅速飞开 两个还在昏迷中的修士 顿时被爆炸淹没 等到爆炸结束 王八面色正重的孤身飞回 却只能看到 四周散落的些许残肢 兽缘存入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王八心中充满了震惊和不解 他本想着 哪怕是由于自己 和对方是同族 会有晚兽缘的情况出现 多半也就是会出现 给对方存入兽缘 结果对方兽缘反而减少的情况 可万万没想到 对方在获得了兽缘之后 身体竟然很快 飙往二阶的层次月前 简直就是一步登天 但不知道又出现了什么问题 月前忽然失败 对方法力瞬间失控 直接爆炸 这样的变化 着实超乎了王八的预料 但斟酌了一下 他还是忍着恶心 将地上的残肢收起 这些东西 也许能帮助他了解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 只不过 眼下的情形 却并不合适深究 感受到远处天边 隐隐有修饰感来 王八不再犹豫 将朱建义和锦盛的 一个低阶修士抓住 随后驾驭飞行法器 化作了一道流光 消失在了原地 今何城 城中最为繁华的河流 一艘小舟自顾自漂流 从河流中央缓缓飘过 无人摇鲁 也无人看顾 唯有一身如是打扮中年人 正如渔夫一般 坐在周边垂吊 他面容方正鼓桌 气度严谨 颇有种精学大家的风态 河岸街道上人来人往 却仿佛对他视若不见 只是却在这时 他眉头忽然微醋 轻轻放下手中的鱼竿 坐直了身体 目光似有所感地往城外看去 昌驱 林武 卢杏 一瞬间全都死了 建义是遇到什么强敌了吗 想到这里 他本就严肃的面容更加肃然 缓缓闭目 旋即不一会儿便睁开了眼睛 还好 紫虫都没事 不过 金河城这一片 究竟是谁那么大的胆子 敢动我的人 他的眸中闪过一抹怒意 伴随着怒意的滋生 四周的河流 顿时剧烈地摇荡起来 一时间 沿岸的船只顿时被波浪卷散 一些躲避不及的凡人 也被这波浪卷入水中 孩童 妇女的哭嚎声 挣扎声 求救声 中年如是的脸上 怒意渐渐消散 化为了平静 他无声地注视眼前这一幕 看着波浪中的孩子渐渐飘起 看着岸边湿透的男女 哭天枪地 面如古井 毫无波澜 如同一尊高高在上的神灵 俯瞰着凡俗众生 而四周 却似乎没有任何人 看到他的存在 逐渐一缓缓睁开了眼睛 感受着眼前的一抹亮光 他迅速回忆起 之前发生的事情 很快心中 便忍不住扶起了一丝疑惑 我竟然没死 难道是师尊救了我 一想到这 他立马瞪大了眼睛 挣扎着坐起 旋即往四周看去 然而 看到四周景象的瞬间 他却吓了一大跳 这是一处无名树洞 看到洞壁上的木纹 他一眼便认出了这种树洞 正是金河城这一片特有的大柳木 而关键并不是这个 关键是树洞的墙壁上 竟然摆满了各种残肢断手 碎肉血块 以他的见识和狠辣 本不至于此事态 可关键是 这些残肢断手 虽然已经血肉模糊 他却凭借着强大的记忆力 立刻认出 这正是跟随他的几个修饰的手脚 而那个不守信用的柱姬真修 此刻脸上蒙着一块怪异的面罩 正拿着其中的一只手指 不知道在琢磨着什么 看到这一幕 朱建义瞬间汗毛直立 跟随师尊令真修多年 他不是没有见识过 残忍变态的魔道修士 可这些人虽然残忍变态 但也顶多就是为了修行不折手段而已 至少不会拿着一个残肢 翻来覆去的琢磨 而这个陌生的柱姬真修 却似乎乐在其中 颇为投入 这一刻 朱建义的心中 对这个柱姬真修的忌惮和恐惧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他暗暗下定决心 若是能够侥幸活下去 他绝不会再去招惹这样的人 不过仔细一想 自己好像压根没有去招惹他 完全是他主动来惹自己的 想到这里 他顿时觉得一阵委屈 他招谁惹谁了 真是的 醒了 却在这时 一个让他心惊胆战的声音忽然响起 朱建义立刻便辨认出 这声音正是这个正在研究着 段子的柱姬真修的 他不敢有任何多余的想法 立刻挣扎着站了起来 玄机躬身道 多谢前辈不杀之案 这短短的时间内 他就已经回顾未来了 自己既然没有被立刻当场杀死 那就说明自己还是有价值的 而且多半是和鬼事有关 既然如此 那么说不准好好表现的话 还真有可能拖到师尊赶来 只因他们几人都有神魂气息 留在师尊那里 其他人都死了 如今想必也已经引起了师尊的警觉 而只要等到师尊降临 这个柱姬真修 必死无疑 这一点 再没有人比他更信任自己的师尊了 毕竟 他曾经亲眼看到 师尊镇压其他铸鸡散修的风采 一个字 恍若神人 这些想法在心中一闪即逝 然而紧接着 朱建义便听到了一句 让他瞬间头皮发麻的话 哦 那倒是不用谢 毕竟你还有用 不过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 我在你身体里留了点东西 这个不守信用 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铸鸡真修 将断指丢在了一旁 随后扯下脸上的面罩 冲着他微微一笑 朱建义心中顿时又惊又怒 可他敢怒不敢言 连忙暗暗试图调动法力 然而让他惊异的是 对方竟然丝毫没有阻止自己 法力迅速运转全身 然而让朱建义困惑的是 他丝毫也没有 察觉到任何的异常 难道他在骗我 可看到对方似笑非笑的目光 朱建义直接就将自己的想法给掐死了 助击修饰的手段何等莫测 想要控制自己 又怎么会被自己一个炼器静修饰发现 肯定是藏得太深 靠他自己压根察觉不了 想到这里 他的心中顿时忍不住 生起了浓浓的绝望 这时 这个助击真修却又开口道 当然了 你要是配合我 那都好说 我不是试杀的人 也只是来鬼市与人交易而已 只要完成交易 我便会放了你 听到这话 朱建义忍不住 看了眼四周的残肢断手 血肉失快 对不是试杀的人 又有了新的认识 虽然对来鬼市与人交易 这些鬼话嗤之以鼻 但朱建义 却还是忍不住 生起了一丝希望 毕竟 能活着 谁想死呢 当即迟疑着道 前辈 您 您能保证吗 哼 你觉得呢 对方反问道 然而听到这话 朱建义却反倒是多了一丝信任 毕竟 若是真的要骗自己 直接一句 能保证便是了 想到这里 朱建义咬咬牙 终于说出了一个 能带着对方进鬼市的办法 云龙谷 位于金河城 三江城 丰平城 三城交界处 也是俗话中的 三不管地带 道匪横行 鱼肉相礼 以至于周围的百姓 全都远离这里 渐渐荒芜人烟 但谁都不知道 这里 却有一座修士的鬼市 每月只于望月之日开放 唯有符合要求的修士方能进入 这一日 云龙谷中 却是来了两道身影 其中一个青年修士 身着蓝衣 英气的面容之中 却带着一丝未缩 而另一位修士 看起来年纪约莫三十许 外表寻常 穿着一身躁色道袍 两人立在一处山寨前 任由一众山贼喝骂 仿若未闻 青年修士这时微微低头道 身前辈 这里便是玲珑鬼市的入口 每月只在望月之日开启 为期三日 也是赶巧 咱们刚好碰上开启的日子了 不过进去之前 还需记得晚辈说的 待会进去之后 不管晚辈让前辈做什么 前辈都务必照做 造一修士点头道 明白 咱们便进去吧 造一修士 正是王八 他看着不远处的山贼 也不由得暗暗赞叹于 这鬼市管理者的奇思妙想 谁能想到修士们的鬼市 竟然会藏在这凡人山贼的山寨之中 恐怕那些大宗门的人 也很难想到这点 也因此 这玲珑鬼市建立了数十年 也从未出现过岔子 很快 朱建义便主动走到了山寨前 和一个五大三粗的债主模样的凡人 交谈了几句 随即对方便 领着他们去了污秽不堪的地牢里 不过地牢并不是目标 越过地牢 来到了最后的水牢 在王八诧异的目光中 朱建义使用了一张避水符 当先下了飘着一只只老鼠尸体的水牢里 王八微微无语 旋即直接法力一荡 将水牢里的水隔开 便迅速落入其中 果不其然 便看到朱建义 正在一面黑曲曲的洞口前等着他 倒是和金和鬼市有些像 王八开口道 朱建义却摇头道 只是现在看着像 前辈跟我来 说吧 便当先走了进去 王八暗中捏紧了灵兽袋 尤其是避水灵龟的那个袋子 随后也走了进去 让他意外的是 里面并没有像金和鬼市那般别有洞天 里面就一个东西 传颂阵 看到这个 王八终于忍不住 暗暗吃惊了起来 传颂阵 可不是谁都能够有这个实力架设的 至少 也要金丹镜的三阶阵法师才能做到 能够动用三阶阵法师 这个鬼市的背景显然不一般 传颂阵四周亮着 唯有中间处有一片凹槽 看起来有些暗淡 王八估计 应该是放置零食的地方 朱剑义也不敢让王八掏这块零食 当即从储物袋中 肉疼地摸出了二十块下品零食 传颂阵迅速亮起 王八便和朱剑义 一起走进了传颂阵中 光芒闪过 幽静的洞里 便又只剩下一座 散发着点点光芒的阵法 而与此同时 王八只觉得微微一晃 还没看清周围的情况 他便听到了一阵吵杂的交谈声 传进了耳朵里 二阶下品法器三阳法剑 只要一千二百六十块下品 福禄 福禄来看一看了 一阶上品 几品都有 赤元丹 赤元丹 十块下品零食一刻 最新消息 飞蛇宫少公主下山 欲要搜罗卢顶 女修望望注意 少公主的具体路线可来寻驾 最新消息 依照姓剑修从北方 一路连挑诸多筑记真修 无日就要到燕国 想要拜师地速来寻驾 这是一处很奇怪的地方 像是屋子 又像是一个石洞 不过空间很大 而在这片空间靠墙的位置 几乎都有一位修士模样的人占据 这些人几乎都是炼气精 大部分面前都摆放着一些物品 犹如香肩即逝一般 不过虽然看着简陋 这些物品的种类 却又极为丰富 随意扫过 都是炼气精修士能够用到的法器 服录 丹药 书卷预检 傀蕾 灵财 灵石等等 甚至是一些灵兽 几乎涵盖了修士们 正常需要的绝大部分物资 王八的目光 习惯性地在灵兽的身上停顿了下 很快便转向别处 这些灵兽都很常见 在他的灵兽袋里都有 不过飞快地看了一圈 却发现 摊位上的东西 几乎都是一阶 即少有二阶物品出现 他心中不经起疑 但想到之前朱建一说的 他还是按下了心中的不安 而朱建一进来之后 目光扫视了一番 旋即便直接往一个角落的摊位走去 在一个不发一言的老修士摊位上 花费两块零食 买了一个预制手把剑 又在一个女修摊位上 花了三颗零食 买了一把梳子 将这两样东西 和入室令 全都放入了一个单独的储物袋里 随后走到了一个 兜售法器的中年修士面前 开口道 道友 这件法器多少零食 这法器乃是二阶下瓶的宝贝 只要1260块零食 中年修士笑呵呵道 朱建一立刻便开始了讨价还价 整个过程 王八隐隐能看出一丝走流程的感觉 最终 两人似乎终于达成了一致 朱建一 梳子和入室令的储物袋 交到了对方的手上 中年修士轻轻拨开储物袋看了眼 面色不变地点点头 随即不着痕迹地 又掏出了一个储物袋 递给了朱建一 朱建一随手将储物袋拿给了王八 中年修士随即便看向了王八 眼神中似乎带着一丝戒备和警惕 王八同时还察觉到 四周传来了几道若有若无的视线 前辈 朱建一同时也传音给王八 王八不动声色 神石一扫 就见储物袋中别无他物 只有一张写着心魔誓言的特殊纸张 只需要牵上神魂气息便能成事 大致扫过 内容无非是保证 不会对玲珑鬼市另有用心之类 一旦违反 生死盗消 王八用神石反复研究了一遍纸张 确定没有吝藏手段后 他这才在上面落签 很快 这张特殊的纸张便迅速燃烧起来 而在燃烧的这一刻 中年修士似有所感 看向王八的眼里 警惕之色微微缓解 随后说了一句让王八有些无法理解的话 初见 三个 初见义却似乎明白其中的意思 当即便带着王八 往传送阵走去 这就回去了 王八心中略有些疑惑 初见义将临时投入到传送阵 调整了下 便带着他直接踏上了传送阵 很快 在眼前一阵变化之后 王八惊讶地发现 眼前的景象 竟然并非是在水牢底下 而是俨然又一个洞窟方式 只不过和之前方式的热闹不同 这里的方式却显得安静许多 人数也少了许多 让王八提高警戒的是 这里除了不少练器高阶修士外 竟然还有少许助击修士 这里便是真正的玲瓏鬼士 朱见义在一旁解释道 玲瓏鬼士的要求 便是必须要有熟人带着 同时签下心魔大事 才能真正进入 方才那句话 便是传送阵的节点调整密令 其实是一套密语 每次使用都会有变化 只要按照他说的密令 才能传送到这里 王八恍然 原来方才那个鬼士竟然只是打掩护 真正的玲瓏鬼士 竟然还需要以传送阵 进行二次传送才能到达 难怪这么多年 从未被宗门中人抓住 显然 朱见义之前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得到这个密令 这让他不由地感叹 散修之不易 看似自由自在 随心所欲 实则修行之路 远比宗门弟子要难得多 不光是传承残缺 修行资源紧缺 还要受宗门势力的处处打压 连和同道交换修行资源 都如此费尽心思 可见散修之难 也不知道 陈国是否也是如此 王八随即将这个念头压下 迫不及待地便走动起来 朱见义也不敢离开王八 低着头跟在后面 很快 王八便在一个摊位前停了下来 这只班山员 什么价格 摊位上拴着几只灵兽 其中赫然有一只浑身充满了肌肉的猿猴 目露凶光地看着王八 听到王八的寻驾 顿时露出了发黄的獠牙 冲王八发出了威吓的低吼声 王八不以为意 这只班山员应该还未成年 身上的气息也还只是一阶极品 和他自己养的那只整日打坐不同 这只班山员暴躁异常 若不是外貌接近 两只猿猴简直不像是一个品种 四十块 中品零食 摊主是个容貌接近青年的筑机修饰 不过具体的境界 王八也不太能感受清楚 他懒洋洋地回了王八一句 便不再说话 这价格大大超乎了王八的预料 要知道 他之前在掏声方式的时候 讨价还价半天 最后还花了六十块中品零食 才买下来 没想到 这里竟然如此便宜 不过王八并没有表现出 太过热切的样子 不动声色道 道友这里 还有其他班山员吗 青年筑机修饰文言 有些诧异地看了眼王八 见他似乎确实有意 神情微微正色了一些 道友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 我这里倒还有几只 听到这话 王八顿时心中一震 他早就想要培育班山员了 毕竟这个种族攻守兼备 而且天赋一禀 只是天生品杰差了一些 一旦将品杰培育上去 绝对会成为王八手中的重要战力 只可惜 之前一直没有找到第二只班山员 培育之事 自然无从谈起 不过他还是按捺住自己的心情 面色平静道 若是有年轻母猿最好 不知道有 这里可有 自然是有的 青年筑机修室当即道 我这儿的都是年轻的猿猴 喂养得极好 一旦成年 度过小天雷节的可能性 远比野外的要高 听到这话 王八不置可否 他又不是傻子 恰恰相反 在御兽房诸多书卷的熏陶 以及长期以灵机 灵归为材料的实验下 他如今在灵兽方面的积累 就算是 放在原来的万兽房中 恐怕也仅次于昔日的万兽房长房 这并非是 他在灵兽方面有多少天赋 只不过是相比于寻常修士 他练手的机会更多 也更懂得总结归那而已 许多灵兽相关的知识 其实一旦掌握了核心原理 之后便能游刃有余 就比如青年修士说的 他的班山猿喂养得好 度过小天雷节的可能性 远远比野外高 这不能说没有道理 只不过对于班山猿来说 充足的食物虽然重要 可更重要的却是 班山猿在野外遭遇的战斗和魔力 更能发挥出 这个物种的潜力 这些精力 才是班山猿 能否度过小天雷节的关键因素 当然 王八养的那只不算 那属于作弊 王八斟酌了一下 开口道 听道友的意思 你那还有一些班山猿 不瞒道友 在下正在修炼一门法术 正需要这类灵兽 若是不多的话 在下想都要了 不知可否便宜一些 都要 青年助机修士微微一愣 玄机面露喜色 态度也顿时热气了起来 这自然是好 我这上有五只班山猿 算上这只 一共六只 两共四亩 道友既然都要 那在下 便也干脆给个便宜价格 每只38块中品零食 一只38 六只便是228块 王八心中默算了下 发现自己储物代理的零食 还差了不少 随即便提出了 以其他物资代替 青年修士自然接受 对于修士来说 修行的物资 实际上比零食更重要 只不过 零食相对更容易流通一些 王八随即取出了一些 他觉得对二阶有益的东西 不过让王八意外的是 对方竟然看中了 一盆零机精华 一盆零机精华 差不多是 一千只下品零机浓缩后的成果 若是按照试价 算上零食制作的费用 一盆零机精华 也差不多价值 二三十块中品零食 不过那是试价 王八的实际成本中 零食制作费用占了大头 王八自无不可 反正他 要不了太久 就能学会制作零机精华 再加上这几年下来 他也攒了不少 当即便以两盆零机精华 抵掉了两只班山员 又用了 几张他从静岳府 修士储物代理得到的二阶福禄 抵掉了一只 之后付清为款 他满意地将六只班山员 收入了零售代理 离开前 青年助机修士 却和王八 互留了一道传音符 在下若是再遇上班山员 到时候还来找道友 王八自然答应 灵长类零售的培育 比起零机的要求要高一些 零机可以尽轻繁殖 但是零长类这么做 却容易出问题 这就需要大量的母代零售 所以短时间内 他对班山员的需求量很大 修士都在售卖丹药和符禄 这也是修士们最常消耗的资源 不过王八却并不是太需要 而且这些丹药和符禄 他都看了 说实话 无论是质量还是档次 都远不如天门教内流传的那些 显然 没有传承和资源支撑的散修 其就算掌握了一些修士的记忆 却也很难将这项记忆链的多好 所以看了一圈 他便微微有些失望了 正当他觉得这玲珑鬼市 徒有虚名时 脚步却微微一顿 不由地停在了一个 售卖各种预检 金纸和书卷的摊位前 见王八停下脚步 摊主立刻便吆喝了起来 西式功法 强力法术 奇门秘技 修士百意 老到这摊位上应有尽有 只看道友有无缘分 一听就感觉一股凡间江湖骗子的味道 王八倒是没有在意 自顾自便蹲在了摊位前 开始挑挑剪剪起来 对于知识的重视 让他在看到这些书卷的时候 天然便充满了清静感和好奇心 而这位摊主倒也没有信口雌黄 小小的摊位上 倒确实有不少的珍惜功法和法术 其中一门苍浪剑绝 让王八忍不住心动 这门功法 人水似玉绝 一样 以水灵根为主修 其他系辅修 不过讲究的 却是将其他系融入水系之中 法力一出 便自带不同属性混合的效果 威力不凡 而且最关键的是 能够修行到精丹境界 唯一让他有些纠结的是 这门功法颇为极端 一旦修行之后 再想转修其他功法 便需要花费极大的功夫重修 而且 这是一本以预检成代的传承 价格颇贵 王八问了一嘴 在得知这门功法 竟然需要一百块中品零食 并且不讲价后 他便果断选择了放弃 又翻看了一会 功法这一片 都没有什么合适的 倒是一些记载着游记 笔记 修行心得体会 修饰百意的杂书 让他忍不住欣喜不已 当即就花了百来块下品零食 统统拿下 这些东西 相比于能够直接带来 战力的法术 以及关乎未来的功法 显得无用 在无人重视的情况下 价格自然高不上去 正准备走的时候 却又看到了一门 让他心动不已的法术 金风欲露绝 名字看起来像是功法 实则却是一门 颇为奇特的 二阶强力法术 其就其在 这门法术 需要将修行者 本来掌握圆满的一门 一阶金属性强力法术 转化为二阶水鼠术法 暗和金生水之理 王八不由地便想起了 自己之前掌握的 金风极剑术 这门金风极剑术 便是一门金属性 一阶强力术法 王八当时 由于不了解法术内情 买下之后 只能无奈修炼 不过 后续由于像性不合 威力平平 他便也没有再花费时间在上面 却没想到阴差阳错 反倒是正巧合了这 金风欲露绝的修行要点 当下王八自然毫不犹豫 花费了二十多块中品零食买了下来 可惜这是原本 若是踏本金属 价格就要便宜得多了 不过饶是如此 王八也心满意足 等他把金风极剑术 炼至圆满之后 再转为金风欲露绝 他便也算是掌握了一门二阶强力法术了 恰好之前从静岳府修士储物代理 他收缴了不少的金沙铁 正好可以将金风极剑术炼成 唯一可惜的 这法术属于攻击法术的范畴 不是他更为钟爱的防御性法术 又转了转 发现这里再无他想要的东西后 他便升起了离开之意 只不过刚要走 却忽然听到了一个略有些讶异的声音 在不远处响起 朱剑逸 你怎么在这 朱剑逸 你怎么在这 骤然听到这个声音 不管是王八还是朱剑逸 都瞬间震住了 不过相比于朱剑逸的慌乱 王八却从容了许多 毕竟 在惊险的情况 他都遇到过 当即便立刻传音给朱剑逸 让他随机应变 同时直截了当地提醒对方 别做傻事 而有了王八的安抚和警告 朱剑逸的内心 在一番激烈的斗争中 终于还是松开了捏紧的拳头 抬起头 满脸惊讶和喜悦地迎了上去 高师叔 宁静也在 是来采买丹药的吗 那道声音的主人 乃是一位微胖老者 他闻言 目光轻轻闪动 玄机微微汗手 嗯 正巧丹药用完了 你师父呢 也来了吗 没有 师尊他老人家 应该还在金河城里 他老人家刚出关不久 高师叔 是要去找师尊吗 朱剑逸回答有条不紊 简单寒暄了两句 微胖老者目光 看向王八 面露疑惑 这位是 这位是晚辈 在外结识的一位朋友 朱剑逸连忙回道 哦 微胖老者 也没有过来认识的意思 只是越过朱剑逸 和王八笑着微微点头 算是打过招呼了 王八 也礼貌地点头回应 两人很快便和微胖老者作别 踏上了传颂镇 看着两人在传颂镇中消失 微胖老者 面色微沉 高师叔 老夫可不信高 这个朱剑逸 明明认识我 却故意这么喊 显然是提醒我 让我去金河城找令熙文 看来是出事了呀 想了想 他倒是并没有急着走 反而自顾自在附近又转了转 一番讨价还价后 买了一些丹药 这才施施然从传颂镇离开 旋即不紧不慢地 朝金河城的方向飞去 他和令熙文虽然相熟 但实际交情也就那么回事 况且一个小辈而已 犯不着这么伤心 说不定人家师父自己都不着急呢 很快 一座城池便出现在了天边 回去时远没有进入鬼市时那么麻烦 等王八从一处传颂镇里走出来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竟是在一处江水的底部 避水屏障之外 能看到一条条鱼儿在水中悠游 两人很快便从水中飞出 在朱剑逸这个本地人的引领下 飞了一个多时辰 便又回到了之前的落脚点 朱剑逸这才发现 树洞之下 竟然还有一个之前跟随他的低阶弟子还活着 在朱剑逸有些紧张的目光中 王八直接将这个低阶弟子带到了树洞里 一阵让朱剑逸心惊胆战的惨嚎之后 王八面色微冷地从树洞里走了出来 前 前辈 朱剑逸心惊肉跳 王八面色微缓 问道 最近 还有什么鬼市是开着的 朱剑逸见状 心中顿时松了一口气 连忙道 附近暂时是没有了 玲珑鬼市二层的话 半年才会开启一次 眼下还有一个多月才到 玲珑鬼市二层 王八面鹿一货 没错 前辈应该也能看出来 这玲珑鬼市的背后 有金丹真人撑腰 所以 咱们今天去的玲珑鬼市 实际上只是第一层 这一层 大部分是炼气修士 和少量的助击修士在 而第二层 则基本上都是助击修士 不过晚辈只是炼气境 从未去过 前辈倒是有机会 也许是心虚 朱剑逸连忙将自己所知道的东西 全都说了出来 王八闻言若有所思 他就觉得奇怪 这个玲珑鬼市 搞得神神秘秘 甚至还有传颂阵之称 仅仅为了给炼气修士 提供交易之所 也未免有些暴殖天物 原来这玲珑鬼市 还另有乾坤 倒是不愧起玲珑之名 想了想 王八又问道 远离这一片的鬼市呢 朱剑一皱眉思索了一阵子 忽然想起了什么 开口道 对了 若是前辈并不是想要 攻占散修鬼市的话 倒是可以去南方须离郡 那里有须离宗管辖的方式 虽然价格比一般的鬼市高不少 但是种类齐全 也很安全 须离宗 王八闻言 微微沉吟 他倒是听宋不平提起过 这是燕国之内几大宗门之一 宗门内有数位金丹真人作证 不过根据宋不平的评价 这须离宗看似大度 愿意给散修们一条活路 实则与天门教剥削 左道链气修士 并无不同 都是以高物价 收割底层资源 许多老实胆小的散修 不敢去鬼市里交易 怕被大宗门包抄 便心甘情愿地 任其放血宰割 等到这些散修们穷困潦倒 实在无法再提供更多的价值后 便暗中出手 将这群散修反手卖给天门教 成为左道修士的补充来源之一 不过近些年 虚离宗也察觉到 自己的行为等同于养虎为患 于是终止了和天门教的交易 但实际上 虚离宗的一些高层 出于个人利益的缘故 依然在暗中进行这样的操作 这些事 身为通道镇守的宋不平 自然是一清二楚 王八想了想 直接否决了去虚离宗的建议 去虚离宗不行 对了 你知道苍蓝鬼市吗 苍蓝鬼市 便是宋不平暗中扶植的 一个小型鬼市 交易人数 也就是在十几人的样子 和之前的金河鬼市 倒是差不多 王八也是刚才因为虚离宗 而想到了宋不平 又间接想到了 对方送给他的苍蓝鬼市入市令 想着 要不就去那边的方式里瞧瞧 也许能有什么收获 朱剑一闻言 顿时压抑道 苍蓝鬼市 前辈是从哪知道的 剑王拔面露冷色 他连忙慌张解释道 晚辈的意思是 这个苍蓝鬼市 离咱们这里不近 而且知道的人很少 晚辈也是因为之前 为了给师尊散布子虫 这才无意中了解到的 所以才有些差异于 前辈竟然也知道 随后介绍道 这苍蓝鬼市 未处苍蓝城 就在咱们金河城的北方上游 附近倒是也有个大型的鬼市 近期可能也要开启了 不过那里 时常有外来修饰进出 鱼龙混杂 不太安全 就去那里吧 王拔直接拍板道 去那 朱剑一闻言 顿时愣住了 怎么 有问题 王拔面试了他一眼 朱剑一顿时惊慌地低下头 没 没有 晚辈这就给您带路 只不过那里晚辈不太熟悉 无妨 我有苍蓝鬼市的入室令 王拔白手道 听到王拔的话 朱剑一的眼里 顿时生起了一丝不甘 只不过很快 便被他隐藏了起来 两人原地修整了一会 主要是打坐恢复法力 这时 王拔又进了屋里 很快便又传来了一阵 钻心裂肺的惨嚎声 朱剑一咬了咬牙 最终极为小心地 在自己盘桌的下方 留下了四个字 苍蓝鬼市 当他抬起头 却猛然看到 王拔那张似笑非笑的眼神 正静静地停留在他面前 看着他 而让他惊悚的是 屋里却仍然持续着 那位低阶修士的惨嚎声 幻术 是什么时候 这一刻 朱剑一恍然醒悟 他随即面色苍白地低下头 就见自己 明明是在盘坐的地上 留下了字迹 可在看去时 这四个字 竟赫然写在了他的衣角上 这一刻 他的内心充满了惊恐和不解 到底 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然而 他的疑惑和不解 终究得不到解释 他只看到一只手掌 朝着他拍下 然后 什么都没有发生 他茫然地抬头 看向王八 眼神里充满了困惑 这特么 到底是要让他活 还是要让他死啊 但很快 朱剑一就察觉到了异常 身体 似乎涌起了一股奇特的力量 这股力量 就仿佛是天地造化 竟让他自然而然地 开始吸收周围的灵气 然而奇怪的是 灵气的吸收 并非是丹田 而是肉身 等等 这种感觉 怎么像是师尊冲击铸银时候 朱剑一瞬间浑身站立 既经又喜又慌 难道 他要铸鸡了 可是 他还没有搞到铸鸡丹啊 和之前那个完全沉浸在 力量暴涨假象中的 低阶修饰相比 练气八层的朱剑一 经验无疑丰富得多 立刻就察觉到了不对 肉身的壮大 实在是太快了 和肉身相比 原本占据绝对优势的 丹田法力 渐渐开始落后 如此情况下 两者顿时逐渐往 失衡的方向飞快发展 朱剑一立刻就想要 阻止肉身继续壮大 然而四周的灵气 却越发疯狂地 往他的身上涌去 更让他绝望的是 王拔毫不犹豫地 取出了大量的动撞物 塞进了他的口中 这些东西刚进嘴巴 就迅速被身体吸收 丹田内的法力气旋 趁机抢夺了不少的灵气 情况顿时有所好转 正当朱剑一心中 忍不住泛起劫后余生 甚至对王拔多了 有些感激的时候 他便惊恐地看着对方 又取出了大量的灵石 同时布下巨灵阵阵棋 煞时间 周围的灵气 立刻更加疯狂涌动 肉身在如此丰沛的 灵气滋润下 气息迅速攀升 眨眼间 朱剑一就感觉到 自己的肉身 犹如失控了一样 一股难以抑制的力量 从内向外 咔嚓 他的脸上 迅速浮起了一道道裂纹 早已预料到 这个情况的王拔 迅速撤退 朱剑一惊恐地伸出了手掌 目光中带着绝望和后悔 救 我 救我 随后 碰 尘埃落定 和上次相比 也许是因为朱剑一的 境界高了不少 爆炸的威力也更加惊人 周围已经几乎 看不到什么残肢穴块了 但这一次 王拔的收获 却远超上次 和我猜想的差不多 兽源的存入 实际上也出现了 软兽源情况 他的兽源减少了 不过 也发生了肉身的突破 只是也许是因为 他的炼气境界 没能跟上的缘故 他的肉身直接失控 引发了法力的紊乱 导致爆炸 按照这个猜想 如果对一个炼气 实际圆满的修饰存入寿源 也许有一定的可能性 帮助对方铸鸡 不过 这一点还有待验证 快速地整理了心中的所得 王拔看了眼朱剑一 残留在原地的些许痕迹 回想起对方 临死前眼里的不解 他微微摇头 也许朱剑一永远也想不到 自己实际上 在之前的玲珑鬼事时 就已经察觉到了不对劲 只不过 他当时还有些不太确定 回来之后 他立马搜魂了 之前留了活口的低阶修饰 很快就知道 和令真修同在金河城的高真修 实际上是个光头修士 并非他和朱剑一见到的 那个微胖老者 这个时候 王拔就已经知道 朱剑一还是反水了 不过他还是顺手 套出了苍蓝鬼事的位置 也算是弥补了损失 但他还是给了对方 最后一次机会 故意将自己要去 苍蓝鬼事的决定说出来 看他的反应 主要是这个朱剑一 脑子里对鬼事门到十分熟人 确实是一个 他当下极为需要的人才 然而 结果自然是让他失望了 王拔也只能无奈地选择 将他的最后一点价值 也榨取出来 那就是 用来做兽员 存入实验的材料 可惜了 再次摇摇头 王拔旋即 孤身踏上了北上之路 途径李三弯 王拔并没有停留的打算 只不过李三弯本便很小 他从吴海家的上空飞过 却还是看见了下方的吴海 但他随即便忍不住 疑了一声 吴海的神魂 怎么不见了 李三弯 上空 二阶下品的飞行法器上法力吞吐 王拔丽在法器上 眉头猥琐 吴海是他来到燕国后 认识的第一个修士 通过对此人施展 造梦术 他这才能够顺利地 接触到了这里的 地头蛇猪建议 进而得以进入玲珑鬼市之中 不过他之所以停下 却并非是顾念旧情 实际上 也并没有什么旧情 无非是利用而已 关键是 他清楚地记得 这个吴海明明 不久前分别时 还是个正常人 怎么短短时间内 就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失去神魂 这就意味着 此人哪怕生机俱在 也不过是个活死人罢了 可看吴海此刻的模样 却又和常人无异 若非助击修士 神识敏锐 能够感知神魂 恐怕炼器进修士看到了 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难道是 他吃了那颗藏着 英式虫子虫的丹药的原因 想到这里 王拔犹豫了下 便取出 从朱剑一身上得到的储物袋 里面还有十几颗 还未被散布出去的 伪装成赤元丹的 英式虫子虫 王拔直接捏碎了其中一颗 一个无形的白胖虫子 顿时挣扎着扭动身躯 两个大鳄不停地开合 似乎要咬住 捏住他的手指 然而王拔的无感 却完全感觉不到 这个虫子的存在 若不是神识能够清晰看到 说不定就要任由 这只虫子逃走了 只是单单看着虫子外表 王拔也完全看不出来什么 想了想 他还是收起英式虫子虫 随即催动飞行法器 直接落在了吴海的院子里 吴海感受到修饰的气息 立刻警惕地看向天空 不过在看到是王拔后 微微一愣之后 顿时露出了惊喜之色 神道友 你怎么来了 不得不说 第二层的英神之力效果 确实非凡 哪怕是隔了这么久 吴海依旧沉浸在 王拔植入的念头中 无法自拔 当然也是因为 对方境界太低的缘故 和凡人比起来 也强不出太多 王拔当即笑呵呵地 和对方打了招呼 心中却顿时觉得疑惑 英神之力 是直接作用在神魂中的 按理说 造梦术仍然起效 那就说明 对方的神魂自然还在 可是神识却不会骗人 他确实无法感受到 对方神魂的存在 那种感觉 就仿佛眼前的吴海 不过是一具 仍旧在活动的空壳一般 神道友 你不是和猪道兄 一起离开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呀 吴海好奇道 王拔却没有心思 继续和他玩扮演的游戏了 心念一动 直接以法力将对方拍晕 吴海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 就直接倒在了地上 王拔当即双指点 中对方的小腹处 法力探出 随即他很快便惊诧地发现 对方的神魂 竟然好好地呆在其身体内 并没有任何受损 或是消失的情况 奇怪 王拔顿时满心疑惑 明明吴海的神魂 没有任何的问题 可为什么 他却完全感受不到呢 只有在以法力 进行对其身体检查的时候 才能感觉得到 想了想 他继续贯注法力 法力迅速在吴海的身体里游走 对方的身体 察觉到一种法力的入侵 顿时开始自发抵抗 却被王拔一个念头 直接压垮 然而 法力游走了半天 除了丹田里 那只白胖胖的 鹰食虫子虫外 他也没有看到 任何异常的地方 莫非 王拔眉头微皱 旋即干脆 直接动用法力 探入对方的丹田之中 试图抓取那只 同样感觉不到神魂的 鹰食虫子虫 吴海的丹田 顿时传来了一种 不堪重负 即将崩溃的感觉 王拔眉头紧皱了起来 他虽然对吴海多有利用 但却清楚地知道 吴海也只是一个 寻常的底层散修 平素做过的最大坏事 也不过是卖给凡人的肉食 都被他吸走了气血 导致肉食的营养很少而已 若无必要 他并不愿意违背自己的本心 肆意伤害这样的人 一地而处 若无搬运寿源的能力 他和吴海 恐怕也没什么差别 而如果继续 以法力 抓取那只 殷石虫子虫的话 对方哪怕是不死 丹田也要崩塌 从此修行无望 当然 以吴海的天赋 多半老死之前 连炼器中层都未必能炼成 但这并不是他 随意破坏别人丹田的理由 当然 他也并没有打算放弃的想法 不知道为何 他现在隐隐感觉到 这殷石虫子虫 似乎对自己 有着极为特殊的作用 只不过他一时之间 也没琢磨明白而已 犹豫了下 他最终还是咬咬牙 从储物袋中 取出了一些灵机精华 以法力将其中的灵气 金元等等 全都堵入对方的丹田之中 受到如此浓郁的灵气的刺激 吴海的丹田 顿时犹如酒汉缝甘铃 贪婪地吞噬起来 在王八法力的护石下 吴海的法力气旋 顿时迅速壮大起来 尽管由于吴海的意识 出于昏迷 无法压缩法力 但王八还是费了一番手脚 直接将对方的法力压缩了一遍 很快 吴海身上的气息 并焕然一新 隐隐达到了 炼气三层的强度 而伴随着法力气旋的壮大 丹田也受到了滋润 被动扩张 王八的法力 也终于可以顺利地 在其中抓取出 那只鹰食虫子虫了 只不过之前灵机精华的未入 这只子虫 似乎也受益肥浅 原本白胖的身躯 体表竟然出现了 一道道深浅不一的斑纹 显然成熟了不少 尽管这只子虫拼命躲闪 却还是被他以法力抓住 直接抽取了出来 子虫在王八的手中 拼命扭动身躯 不过王八的注意力 却完全不在子虫的身上 而是震惊地看着吴海 没有了子虫的继父 他竟然再度清晰地感觉到了 对方身上的神魂气息 是鹰食虫子虫 是他掩藏了修饰的神魂气息 这一刻 他终于明误 为什么自己会觉得 这鹰食虫子虫 可能对他有用处 因为这鹰食虫子虫 完美地解决了一个 对他来说极度重要的问题 祭灵迁 左道修饰 为何只能受尽天门教的压迫 却始终不敢离开 就是因为祭灵迁 迁上留下了 左道修饰的神魂气息 一旦九诏不回 天门教的玄魂道 就会循着神魂气息 直接咒杀此人 以此为恫吓 无人敢轻易离开 不 不光是左道修饰 根据于长春西年所言 天门教教内修饰 所有人的神魂气息 都掌握在玄魂道 和教主宁道患的手中 一旦被察觉到不对 就会立刻进行咒杀 这才是天门教统治的基础之一 威吓之 利诱之 而现在 这个不起眼的英识虫子虫 却能改变这个现状 此时此刻 王八的心中 泛起了久违的波澜 在这个小小虫子身上 他终于看到了 自己脱身的希望 看到了赵峰所言的 成龙之鸡 没错 他无时无刻 不再想离开天门教 纵然 以他如今的修为境界 待在天门教里 其实地位并不低 可他无法忘却 自己性命终究寄托在 别人手中的事实 这也一直让他寝食难安 只不过之前 他并没有脱身的希望 所以他之前 连想都不敢去想 只是一门心思 提升修为境界 袭击于他日 能够等到出现变化的时候 而如今 这只小虫子 却给了他一丝可能 一个能让他主动离开的可能 想到这里 他立刻迫不及待地 将这只子虫 丢进一罐灵机精华中 然而 让王八无语的是 这只子虫掉进精华后 却笨拙无比 纵然有口气在 也完全不懂得如何进食 寄生 原来如此 他隐隐明白 为何那个金河城的令真修 为何要派朱建义 特意将这些子虫 伪装成丹药了 看来 只有寄生在生灵身上 才能成长 王八思索了下 当即便从灵兽带里 取出了一只一阶上品 皇后灵龟 随后将殷石虫子虫 堵入灵龟体内 不出意外 灵龟身上的神魂气息 也没了 不 准确地说 似乎被遮掩了许多 稍微注意点 以神石进行查探的话 却还是能够察觉得到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王八心中忍不住疑惑 左思右想 他能想到的可能性 便是皇后灵龟的神魂强度 已经超过了 殷石虫子虫 能够掩藏的极限 所以才会出现 神魂气息掩藏了 但是又没有完全掩藏的情况 而等殷石虫子虫 进入灵龟体内后 王八便立刻 以法力进行查探 就感觉到 这殷石虫子虫 进入灵龟的身体后 很快便在灵龟的 龟背脊骨中心处 栖身下来 如鱼得水一般 而灵龟却毫无所觉 看来灵兽也可以 王八当即给灵龟 灌注了灵机精华 上品灵龟 对灵机精华的吸收度很高 消化的速度也极快 灵龟在不断吸收着 灵机精华的同时 王八能够清晰地感知到 殷石虫子虫 似乎野兽匪浅 逐渐成长 不过想要等殷石虫子虫 完全长成 扫射下四周 思索了一番 他没有再逗留 直接便踏上飞行法器离开 殷石虫子虫的出现 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惊喜 但距离逃避寄灵签的约束 却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比如 子虫现在 只能够掩藏炼气 低阶修士的神魂气息 而他却是筑机修士 神魂强度 远不是炼气修士能够比拟 此外 掩藏神魂气息这个办法 到底能不能躲过 玄魂道的人的探查 这也是一个值得验证的问题 还有 他若是 真的将殷石虫子虫 放进自己的身体里 一旦被寄生 反倒是 会将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 那就还不如 安心在天门教狗着了 总之 想要离开天门教 并没有那么容易 而他现在的目标 便是一一验证这些问题 寻求解决的办法 秦河城 若是有林脉师 从金河城上方看 能够清晰地看出 金河城四周的灵气 被认为疏理银宝 汇聚到了 城南城北两个地方 而城北的位置 灵气的浓郁程度 明显超过了城南 就在这里 坐落着一座庭院 庭院去折通幽 有甲山水池 亭台楼阁 看起来无比的低调内眼 然而此刻 金河城的城主 一个炼气四层的修士 正站在一位 如是中年人面前 低着头 冷汗层层而下 所以 金河鬼市结束之后 建议和其他四人 就都失踪了 而你 却丝毫找不到 建议失踪的原因 中年人坐在藤椅上 鼓捉方正的面容上 流露出一丝冷意 这 是 是的 令真羞 还请您再给晚辈一些时间 三天 只要一天 晚辈定然把当日 参与金河鬼市的人 全都找回来 一一询问 金河城城主 忙不迭道 然而听到这话 中年人摇了摇头 你实在是 太让我失望了 城主顿时面色惨白 西蒙 一个管家模样的老头 从黑暗中走出 来到中年人的身旁 恭敬道 老爷 人已经带来了 中年人手指轻轻点在藤椅上 没有开口 不过管家老头 却已经明白了意思 对着身后招了招手 很快 便有一个壮硕修士 拱着腰 走了进来 见到中年人 连忙拱颈地下腰形里 晚辈石流 见过令前辈 中年人微不可查地点点头 说说 是 壮硕修士连忙伸出手掌 一道水镜随即浮起 一张张面孔 在水镜上依次浮现 令前辈 这就是当时参加鬼市的人 除了诸道胸外 一共17人 中年人却开口道 戴城主 你来认认吧 是 金河城城主闻言 先是一乐 随即反应过来 连忙走到了石流的身旁 认真辨认了起来 这位是白鱼镇的赵平安 他只有练器三层 应当不会是他 这位是大王庄的王小宇 这位是 很快 金河城城主 便从中筛选出了两张面孔 这两人我都没见过 无法确定 一旁的管家西蒙 却忽然指着其中一张面孔开口道 这个我认识 是昌水城的人 实力普通 应当没这个本事 那就只剩下这个了 中年人终于开口 目光落在了水镜中 仅剩下的一张面孔上 若是王八在 便会惊讶地发现 这张面孔 赫然便是他自己 而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 忽然从城外远远传来 令熙文 你徒弟托我来向你求援了 中年如是眉头微皱 旋即看向天边 只见一道流光飞快袭来 李渠 不过他并不在意这个 而是在意对方说的话 李渠 你在哪里看到建议了 老夫大老远跑过来给你送信 你小子居然一口茶水 都不给 一道微胖身影 从天空中落了下来 不过他也知道情况不同 当即道 在玲珑鬼市 当时你徒弟后面 还跟着一个助击前妻修士 咦 就是这个人 你们已经知道了 微胖老者诧异地 指着石流掌中的水镜里 王八的面孔道 中年如是听到助击修士 双眸微微眯起 刚刚知道 不过也不算晚 然而仅仅是一瞬间 中年如是 忽然面色一变 建议 死了 梁亭里 中年如是那张 似乎万年不变的面孔之中 终于露出了一抹怒意 伴随着这抹怒意 周围的空气瞬间凝制了 四周众人顿时静若寒蝉 而一旁的微胖老者 也察觉到了气息的变化 却是目光震惊地 看着中年如是 心中犹如惊涛掀起 助击后妻 怎么可能 他不是七八年前 才刚晋升的中妻吗 相比起练气境 分成了十个层次 助击净只分为前中 后三个阶段 但每一个阶段 却都需要花费 极大的时间去修炼 动辄便需要花费十几二十年 当然 零根资质强大的人 这个过程会减少很多 之后还有所谓的助击圆满 但那只是一种特殊状态 助击后期修饰 一旦将自身状态打磨到极限 便称得上是圆满了 可不管怎么说 七八年时间 就从助击中期突破到了助击后期 这样的速度 也未免太过惊人了 想到这里 威胖老者对中年如是 原本还有些轻视的心 顿时烟消云散 取而代之的 却是一丝正中 玄吉更是主动开口道 令道友若有需要 尽管吩咐 修饰的世界从来如此 目强欺弱才是主旋律 感受到威胖老者传达的善意 中年如是倒也并未拒绝 怒意难掩 古井步波的眼眸中 迸发出一丝杀意 多谢李道友 此人先杀了我的几个童儿 又胁迫建议去了玲瓏鬼市 之后才出了鬼市不久 建议就被其杀害 显然此人多半是冲着鬼市去的 既然如此 咱们就和各大鬼市先打好招呼 若是见到此人 即刻通知我 若能抓到此人 令某必有后报 一旁的管家西蒙连忙点头道 老爷 西蒙这就去办 金合成城主 也没有放过这个表现的机会 立刻表示 周围各大城池的鬼市 由他来联系 而威胖老者也开口道 李某与不少鬼市的管理 都有点关系 若是真遇上 虽然他们不一定会拦住此人 不过让他们通风报信 应当没有问题 那就多谢了 终年如是客气地抬手感谢道 威胖老者连忙侧身毕过 很快 众人便四散去 寻找凶手踪迹 梁亭里 只剩下终年如是一个人 他的眼中 方才的怒意 此刻却荡然无存 念无表情的脸上 仅有一丝冷静和思索 按照计划 建议应该还要 再去一个小型鬼市 才会将所有的子虫散布出去 这么说的话 建议的储物代理 应该还有十几二十只子虫 他死了无妨 可是这子虫丢了 却是麻烦了 殷石虫母虫 终身也只能产下九十九只子虫 子虫若是死掉了 也无法再补充 可以说是死一个就少一个 这才是让终年如是最为愤怒的地方 殷石虫子虫 关乎他的修行 他绝不允许出现任何的差错 必须要将这些子虫全部追回 王八一路沿着金兰河往北去 中途遇到了几个城池 明显能看出越往北 这些城池便一个比一个荒凉 而这些城池里 也大多没有修饰存在 即便是有 在王八看来 甚至都比不上李三弯的五海 肉眼可见的弱 但这才是正常的 这个世界真正天资纵横之辈 只凭自己一个人 便能诚心问道的 也许有 但绝对不多 大部分人 唯有通过和其他同道一起修行 积极总结学习 弥补相互之间的不足之处 才有望先路 这就是宗门的价值 一代代前人的积累 会让宗门的势力越滚越大 一旦哪一代碰巧遇到个 精彩绝艳的领头者 便能立刻再上一个台阶 而后人也会因此得意 相比之下 寻常散修一无资源 二无前人经验 又没有靠谱的人指点 再加上宗门势力的打压 想要超越宗门修势 可能性微乎其微 所以这些城池里 散修修为 实力都很雷入 这才是常态 王八也没有浪费这个时间 越过这些城池 便往苍蓝城飞去 又飞了一阵子 他终于又看到了一座城池 他目里惊人 很远便看到了城池上 写着的苍蓝城三个大字 王八当即在城外 落下飞行法器 稍作掩饰后 便如凡人一般 走进了城池里 转了一圈 相比起李三弯 这样的一个小镇子 苍蓝城无疑要雄过许多 想要在这么宽广的地方 找到一个修士 还是比较难的 不过王八自有办法 他找了一个本地人 先聊了一阵子之后 便知道了 这里的势力布局 城主 王八想了想 直接找到了这里 最为显眼的建筑 站住 这里是城主府 一个凡人侍卫 抽刀贺令道 王八也懒得用阴神之力了 直接凭借肉身 一个跳跃 便轻松越过了围墙 落进了城主府里 顿时便看到一群 身穿重甲的卫士 直搁握紧 迅速将他重重包围 这时 一个样貌 还算周正的彩衣女 修横着吊烧煤 似乎听到了动静 从花园里走了出来 声音尖锐波噪 哪来的毛贼敢闯城主府 不过 当他看到王八的时候 却顿时愣住了 修士 请你家主人出来一见 被这么多人围住 王八却仿若未见一般 面色平静道 也确实很难有什么感觉 毕竟除了一个 练习二层的女修外 全都是凡人 但这样的态度 却一下子激怒了 这个彩衣女修 当即不快道 我家主人 岂是你想见就能见到的 玉琪 不要胡说 正在这时 一个轻悦的声音 忽然从花园深处传来 彩衣女修连忙回过头 主人 王八虽然早就从神识中 察觉到了此人 不过还是 微微侧头 看向了花园深处 很快 一道身穿金色长袍 犹如天神下凡一般的 俊朗青年男子 从花园中 缓步走了出来 举手投足之间 充斥着雍容华贵的味道 周身流光运转 令人不可直视 彩衣女修见状 顿时忍不住目录爱意 王八却忍不住 微微皱眉 那么的 这个什么狗屁城主 才练弃四五层的修为 可这迈向未免 也太过骚包了 关键是这么点路 还要走那么久 太浪费他的时间了 想到这里 他心中不耐 直接伸手一抓 法力涌动 迅速在这个俊朗 青年男子面前 凝聚出了一道法力大手 往前一抓 青年男子面色大变 连忙叫躲闪 然而 助击修士出手 又启示 他一个练弃中层的小修士 能够躲开 法力大手 就像是抓小鸡一般 直接将对方 捏在了手中 随后像扔沙包一样 丢到了王八的面前 周围无论是那个彩衣女修 还是其他人 看到这一幕 眼睛都快瞪出来了 彩衣女修 更是瞬间面色苍白无比 连话都不敢说出来了 这时候 他就算是再交恒 也能看出来人的强大不凡 远不是他所能触及的 想到自己方才 居然敢呵斥这样的存在 他的心头就一阵阵发亮 温和的扶住 惊慌失措 形象彻底没了的青年城主 不好意思 打扰了 我问 你答 王八脸上带着一丝 歉意的笑容 口中却是简练无比 青年城主在危急关头 却是瞬间明白了 王八的意思 忙不迭点头道 我说我说 前辈需要知道什么 我都说 附近有哪些鬼市 近期开放的有吗 王八直截了当道 见识到了王八的 一言不发就开干的风格 青年城主顿时从心地 将自己知道的东西 全部合盘托出 当然 涉及到高层子鬼市的一些东西 他受限于事约 也无法说出 不过王八并不放心 特意又用了阴神之力 验证了一下 最终 他才确认了 青年城主并没有说谎 而且毫无隐藏 除了苍狼鬼市 还有罗夫鬼市 玲珑鬼市 燕国和宋国两国散修 偷偷合办的尼侠鬼市 等等 这里 为何也有玲珑鬼市 王八忍不住打断道 青年微微一愣 玄机理所当然道 玲珑鬼市便不厌 宋两国 这里自然也有 不过听说各地的玲珑鬼市 一层 二层并不互通 唯有到了鬼市第三层 各地玲珑鬼市的人 都会出现在一个地方 这才算是热闹 还能互通 王八顿时有些心惊 能做到这一点的 岂不就像是天门礁一般了 不 以传颂阵 将各地的修饰汇聚到一起 这样的难度 显然比天门礁 只有五个驻地 要难得多 很显然 玲珑鬼市的背景绝不简单 并非是朱建义所说的 有金丹真人之称 或许 有原因真君都说不定 这里的玲珑鬼市 何时开启 王八不由地问道 望月之日 都是这个时候 青年城主 也丝毫不敢藏着 王八立刻道 带我去 玲珑鬼市 一般开放三日 今日 正好还在时间内 青年城主也不敢拒绝 在交代了一阵子之后 便在王八的催促下 很快找到了 本地的玲珑鬼市入口 不过这一次 也许是因为他之前 已经发过誓言的缘故 王八倒是 不需要再发誓了 很快便顺利地 进入了鬼市一层 王八扫了一眼周围的环境 微微点头 这里的确是和之前 在金河城附近的 那个玲珑鬼市不一样 不过王八转了一圈 却并没有他预想中的收获 只收获了一门 比较少见的 二阶特殊法术 托神竹 据说的自一个 已经没落的宗门 可以将门下弟子 一缕神魂 寄托在特制的烛灯之上 若门下弟子还活着 则灯烛长明 若是烛火熄灭 便代表着这弟子 神魂泯灭 王八立刻便想到了 祭灵谦 两者倒是有 异曲同工之效 只不过 托神竹 是为了确认 门下弟子的情况 而祭灵谦 却是为了控制弟子 倒是正好可以用来测试 殷石虫子虫的效果 所以 王八当时变果断花了 半盆灵机精华 买下了这门法术 他也渐渐认识到了 灵机精华的好处 和一般的灵石相比 一阶下品灵机精华的效果 在练习阶段 几乎可以视为丹药 哪怕是二阶修饰 也同样可以使用 而又没有丹药的单独 自然极受修饰的欢迎 除此之外 王八便再没有什么收获了 想了想 他对青年城主道 耀东 你知道 怎么才能上灵龙鬼是二层吗 青年城主名为刘耀东 相比起朱建义 他无意要识趣的多 从头到尾都极为配合 当然也或许是因为 见识到了王八实力的缘故 他当即傲然回道 您若是问别的城主 估计还真不一定知道 不过晚辈恰好就了解 进入玲珑鬼是二层的方法 只是这鬼是二层半年才开一次 下一次要一个多月后了 持续半个月时间 王八文言遗憾地点点头 看来果真是和其他的玲珑鬼是一致 青年城主 却是直接将进入玲珑鬼是二层的方法 告诉给了王八 王八把方法记在了心里后 便直接和刘耀东 一起离开了玲珑鬼是 罗夫鬼是 还需五日开放 尼侠鬼是也差不多 前辈要不在城主府烧祭几日 等待这些鬼是开放 王八文言却摇了摇头 随手给刘耀东 加固一下阴神之力后 便直接找了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藏了起来 思来想去 暂时也没什么事情 他便干脆将金锋极剑术 和一堆金沙铁都拿了出来 闲着也是闲着 倒不如趁机把法术好好提升一下 很快 他便沉浸在了法术的修行中 时间悄然流逝 三日后 王八盘坐在一处树洞里 在寿源面板的帮助下 面前最后一点金沙铁 也已经彻底消耗殆尽 而他的金锋极剑术 也顺利地修行到了圆满状态 所谓圆满 并非是指威力横并不变 而是在相同品质数量法力的施展下 威力已经很难再有变化 若以金丹修为施展 自然远比助激进施展来得强横 但这是法力变化带来的 而并非是法术本身的原因 接下来 便是要将蕴含着金沙铁的金属性法力 以金锋玉露绝 转化为二阶水属玉露法力 王八取出金锋玉露绝 将之细细研读了几遍 兽缘面板上 很快便出现了对应的项目 可消耗项目 金锋玉露绝法力转换 综合资质 根骨 修为境界 折算需要27年 不愧是二阶强力法术 以我现在的资质修为 居然还要耗费27年 才能修炼成功 王八微微有些吃惊 虽然27年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但一个正常的筑基修士 其实兽缘也就在200年左右 200年时间看似不少 极为紧凑 大部分修士 能在80岁前踏入筑基 就算是进展喜人 之后筑基进的前 中 后三期 若是顺利的话 每一段少说 也要花费20年时间 如此 寿缘已经去了大半 再加上每层之间的平景期 200年的寿缘 顿时就显得极为捉襟见肘 而这些还是理想状态 实际上 绝大部分底层修士 都难以稳定地保证 自己修行的资源 耗费的时间 还要更长 这也就意味着 想要练成二阶强力法术 若非天赋一禀 就是身家雄厚 王八两个都不沾 正打算以寿缘 将这门法术练成 忽然飞来了一道传音符 刘耀东求见 王八看了眼传音符的内容 面露疑惑 感受了下阴神之力 发现仍然在生肖 微微思存 他还是选择了接见 很快 他便看到刘耀东 恭敬地走了进来 前辈 晚辈有要是跟您汇报 说吧 什么事 是 方才不久前 南边的金河城城主 亲自来晚辈这里 听到金河城 王八顿时眉目微宁 心中不由地便想起了 被自己击杀的朱剑影 隐隐有些心虚 而刘耀东则是继续道 他给了晚辈一张画像 和几张传音符 让晚辈一旦看到画像上的人 就立刻告知给他 晚辈看了之后 才发现 画像上的人 竟然是前辈 觉得此事不太对劲 于是特意来此和前辈说一声 说着 从秀中取出了一张画像 王八目光扫去 果然发现正是自己的面孔 不由地心中一沉 虽然不知道自己 究竟是在哪里出了岔子 暴露了身份 但很显然 这多半是朱剑影的那位 师尊令真修的手笔 想到这里 他暗暗皱眉 对付练器进修士 王八没有丝毫的压力 但是对上助击修士 他就有些犯处了 毕竟他突破至今 除了和宋不平短暂交手后 便停手的经历外 就再也没有和同街修士斗争的经验 心里也不清楚 自己手中的灵兽们 究竟能否和这位令真修较量 不过 一般的助击前妻 应该没有问题吧 王八暗暗衡量了一番 只是按照之前朱剑影 对其师父的描述 对方显然已经是助击中期修士 但以法力修为而论 恐怕变远超王八 微微思索之后 他最终还是做出了一个决定 再有两天 参加完罗夫鬼市和尼侠鬼市后 便立刻撤回天门将 回到剑涛驻地 先躲过这一波再说 反正他这一次收获也不算小 虽说他可以以法力短暂的调整面容 达到伪装的效果 但谁知道 会不会有什么奇特的法术 能够找到他 人生地不熟 走为上策 当下平退刘耀东后 他便直接以受缘 开始了法力的转化 半日过去 感受着体内水属法力中 已经有二分之一 都转化成了更加浑厚沉重 又隐隐带着金属性法力 风锐味道的水属玉露法力 王八缓缓输了一口气 随即心念一动 走出树洞 树洞外面的半空中 立刻浮起了一滴滴玉露状水滴 旋即煞时间 犹如流星坠落 呼啸而下 一小部分越落越沉 触及地面的时刻 顿时在地面上 留下了一个个深不见底的小孔 而还有一部分玉露状水滴 在王八的控制下 时而凝聚时而分散 凝聚时明明 只是一滩水珠 却好似泰山落下 重于千军 落在地上 顿时发出一声震耳轰鸣 连地面都隐隐晃动起来 分散时 则如一道道利刃 可分金断玉 轻松就将方圆百丈之内的 一切高大事物 结为两断 这门二阶强力法术的威力 让王八不由地满意地点点头 虽说限于筑击前期的法力 这门二阶强力法术 尚无法展现出其完整的威能 不过单以威力而论 比之冤尾无形针 也只是略寻一筹 这已经是很高的水平了 毕竟法器的威力 一般来说都远高于法术 但相比其法器 法术的操控 却更加灵活和随心所欲 若是 将冤尾无形针藏入这些玉露之中 在攻击那些没有防备的修士 王八却是又想到了一个主意 当即便尝试起来 一开始还很难 毕竟法器虽说威力强大 但是运转起来 肯定没有法术这么得心应手 不过由于是以授元 对法术进行转化的缘故 他对法力的掌握却是极快 一心二用之下 他逐渐掌握了玉露藏针的手法 一般没有防备的修士 只会注意到玉露的强大威能 费尽心思挡下之后 便会被冤尾无形针所刺中 可惜对修士 产生效果的毒极为罕见 便是天门教理也没有 不然倒是可以在冤尾无形针上脆毒 王八略有遗憾 趁着还有点时间 他又将托神竹修炼了一番 也许是因为涉及到神魂 这门法术所需要的时间 丝毫不亚于金风玉露绝 但在寿元消耗的帮助下 他还是很快就掌握了这门法术 只不过法术学成之后 却还有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托神竹所用的蜡烛 乃是由百香风的风蜡制成 这百香风虽说只是一阶灵虫 可是却不太容易见着 但一时之间 他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只能等两大鬼市开放的时候看看 很快 两日时间转眼急过 罗浮鬼市和尼霞鬼市 终于到了开放的日子 罗浮鬼市 乃是燕国西北部 除了尼霞鬼市之外 规模最大的鬼市 即便是附近的玲珑鬼市 也颇有不如 其地处一座山峰之上 与燕国北部诸多山峰并无不同 被云雾遮绕 外人若无指引 根本找不到进入的入口 这一日正是开放的日子 一道微胖老者的身影 却是早早地来到了此地 正是李渠 一番动作后 很快便有一个身着灰衣的助肌修士 闻讯赶来 从云雾之中步步走出 看到李渠 这个灰衣修士 脸上微微诧异 竟是李道友 今日 怎么这么早便来此地 哼 在下 也是受人之托 却是有事要讨扰张道友了 李渠微微抬手 笑呵呵道 灰衣修士闻言 并没有立刻点头 而是客气道 李道友实力不凡 连你都解决不了的事情 在下恐怕也 非是难事 也并不为难道友 此事乃是金河城令西文令道友所托 只因其弟子 被移住姬修士杀害 令道友欲要情之以泄丧徒之恨 李渠连忙道 灰衣修士闻言 不禁促眉道 况且李道友该知晓 我罗夫鬼市 向来不参与修士间的争斗 我即便是管事之一 却也不敢触犯此条 还望见谅了 不不不 李渠却是胸有成诸道 道友不必多虑 令道友的意思是 若此人恰好来到罗夫鬼市之中 道友见到此人 只需要将此消息传给他便可 我们万万不会 在鬼市中与其发生冲突 道友也无需担心受到影响 且作为回报 令道友这边不久前 刚练了一炉石火真元丹 也愿意分润给道友一瓶 石火真元丹 张信辉一修士 却是微微一正 旋即忍不住动心起来 石火真元丹乃是二阶丹药 对于助击前期突破到中期的瓶颈 极为有效 他在助击前期的瓶颈中 已经耗费了太久的时间 若是有了这石火真元丹 说不定便能更进一步 而他要付出的 却不过是给对方发一条传音符罢 当前 前提是 此人真的会来罗夫鬼市 微微沉吟 他终究还是敌不过丹药的诱惑 开口道 不知此人相貌 修为如何 听到这话 李渠心头不由地暗笑 他就知道对方是扛不住这样的诱惑的 当即便将王八的画像 和他们根据一些情况了解到的信息 告诉给了灰衣修士 灰衣修士结果这些材料 看了一眼 随即点点头 也不说话 便直接转身 又一步步走回了云雾之中 李渠见状也不以为意 衣袖一挥 很快便消失在了原地 而与此同时 苍蓝城附近 树洞前 前辈 咱们是先去罗夫鬼市 还是 刘耀东恭敬地恭着腰问道 就先去罗夫鬼市吧 王八没怎么想 便开口道 刘耀东顿时点头 正要下去准备 却又被王八叫住了 这两个鬼市 哪个更经典 这 自然是尼侠鬼市 刘耀东微微思索便开口道 尼侠鬼市在咱们北边 是在阴宋两国的交界处 而罗夫鬼市 却在东南方向 距离咱们很近 那就先去尼侠鬼市吧 想了想 王八最终道 这里 便是尼侠鬼市 刘耀东站在一处城墙前 对王八道 看着城墙下密密麻麻的摊位 王八的内心在大受震撼后 也颇有种无语的感觉 和他想象中的隐秘位置不同 尼侠鬼市 赫然就光明正大地开在了宋 燕两国的交界处 在交界处的城墙两边 犹如乡间集市一般 不少修饰在摆摊 或者是采买资源 邀和声 叫卖声 此起彼伏 简直比凡俗即逝 还要有烟火气 这让习惯了 之前那些恨不能藏进地底的鬼市风格的王八 反倒是莫名有种不安全感 这里 不怕被大宗门盯上吗 王八忍不住问道 刘耀东却见怪不怪道 这里地处两国交界 位置比较敏感 两国大宗门都害怕因此产生不必要的摩擦 因此 此地也就成了两国境内为数不多的 能够堂而皇之地 摆在台面上的鬼市 由于这里是两国资源交换最为密切的地方 能够交易到许多平日里难得遇见的好东西 所以 有许多散修不远万里来到这里 就算是一些宗门修士 也会悄悄来这里交易 当然了 为了保证宗门的利益 尼侠鬼市也只能每年一开 每次开三天 错过这三日 那就只能等一年之后了 王八文言微微汗手 尽管还有些疑惑 但是大致也能说得通 周围不时有身穿制式法袍的修士 木带巡视地看着四周 一旦发现有人搅乱鬼市 便会毫不犹豫出手 很快 王八的目光便被一个个摊位所吸引 这些摆摊的修士 许多人都气息晦涩 连他都分辨不出具体的修为境界 王八经不住询问起了刘耀东 刘耀东这个地头蛇 倒也的确知道了很多 当即解释 原来在这里摆摊的修士 需要在鬼市管理处那边 交一笔摊位费和押金 交了之后 便能从其中借得一件隐秘法器 清单之下 正常都无人能看出其身份 修为来 王八立刻便去了鬼市管理处 想要办理摊位 卖不卖货无所谓 主要是看中了隐秘法器 带来的安全感 不过让他失望的是 由于今天是开始第一天 所有摊位都已经被租赁了出去 作为与摊位绑定的隐秘法器 也已经全部解空 倒是刘耀东让王八吃惊不小 或许是地头蛇的缘故 他在一些炼器修士中 倒是颇有人脉 竟然搞到了两套次一点的隐秘法器 虽然挡不住住机修士的窥探 但是却能躲避炼器修士 王八也没有拒绝刘耀东的好意 顺手也待在了身上 算是聊胜于无 但不得不说 这尼侠鬼市的确是给王八开了眼界 卖什么的都有 诸如法器 丹药 俘虏这类主流修士三件套外 还有各种奴隶 盗兵 傀儡 灵兽 术法 灵药 灵料 灵财 灵石 特殊资源等等 甚至有一位修士 竟然都受有关其他鬼市的隐秘消息 但这还不算夸张 最夸张的是 一个据说是一宗之主的中年修士 准备将自己的宗门上下 连同宗门驻地带上弟子 全部打包授出 只为求得一颗 能够凝聚精丹的三阶丹药 玄缘还真丹 于修士而言 破镜成道 长生不死 才是最大的夙愿 宗门若是跟不上脚步 反倒是拖累 这次洪飞此举虽然狠了点 却也不是修士本心 一个围观的助击修士点评道 顿时引来了一些人的负荷 王八文言 忍不住暗暗摇头 此言 他实在是难以苟同 不过人格有志 他也不会去争辩什么 反正异地而处 若他是一宗之主 纵然觉得宗门是拖累 顶多也只是会退位让贤 自己孤身去求所大道 绝不会拿着弟子门徒 来做近身之姿 不过让王八意外的是 居然真的有人出家 向着司弘飞 买下了其宗门 只不过 人家并不需要宗门驻地 只要其内的门人弟子 司弘飞却惊喜非常 当即就和那个买下其宗门的神秘修士 洽谈了起来 看着这一幕的王八 眼神微眯 不出意外 这个神秘修士 多半是魔道中人 而这个宗门的门人弟子的结局 也可想而知 只不过 他并没有什么阻拦营救的想法 人贵有自知之明 他知道自己没这个能耐 这种事情 想管也着实没什么本事去管 看了一番热闹 王八也没有浪费时间 一个个摊位扫了过去 这些摊位虽然没有特意区分层次 但是只看摊主售卖的东西 就隐约能看出 摊主的修为层次 王八很快便在一处 售卖法器的摊位上停了下来 其他人正围着法器 挑挑拣拣 跟摊主寻驾 王八的神识 在一众一揭 二截法器上扫过 隐隐能够察觉到 旗上的血腥之气 显然来历并不算干净 不过这在散修之中 倒也正常 敢问这件法器 是什么价格 王八指着摊位上的一件法袍问道 摊主是个看不出年纪的女修 正冷着脸 和一个练气修饰讨价 文言扫了一眼王八 察觉到王八身上的筑机气息 立马飞快地谈完价格 同时 脸上换上了一副笑容 倒有好眼力 这件法袍防御力 在二级中品中 绝对算得上市顶尖的了 是我这里最好的一件法器 价格也不贵 只销130块中品零食 王八文言 顿时微微沉吟 这个价格的确不算贵 若是放在陈国 估计还要贵上个 本买卖 价格低限也属正常 王八身上零食不多 之前的几个方式里 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不过他的储物袋里 还有不少的灵机精华 和灵规精华 当即取出了一些 和女修商量了一下 女修感受了下 灵机精华的效果 顿时眼睛一亮 随即便干脆地 以这件二级中品的法袍 换了四盆灵机精华 倒有这零食倒是非凡 我以往也服侍过一些 不过里面并不纯正 掺杂了不少灵料 虽然灵机并不逊色 但其中蕴含的生机气血 却差了极多 女修由中道 王八闻言却不意外 它的灵机精华 乃是以大量的灵机作为原料 除了炮制的时候 需要灵料添加 之后极为纯粹 而市面上大部分制作灵石的 很难像王八这样可以 大规模产生大量的灵机 进行制作 为了保证产量 自然会添加一些 其他对修饰无害 且同样能够提供灵气的灵料 只不过 无论是炼化吸收的速度 这一点 即便是昔日豢养了不少灵机的东圣宗 也很难做到 毕竟纯化真机血脉的集血丹 输为难得 而单靠灵机可怜的繁殖效率 繁育灵机 也实在不靠谱 东圣宗这么多年来 能够攒下这么多灵机 已经算是培育有方了 所以 对大部分人来说 灵石终究只是辅助修行的资源 主流的修行资源 仍然是丹药和一些灵药 和这个女修互留了传音符后 王八收起了二阶中平法袍 便立刻将之初步炼化 随后 他便又一个个摊位逛了起来 快 那里有人在买猪鸡丹 什么 这都有人卖 什么价格 赶紧去看看 听说不只是猪鸡丹 还有其他的二阶丹药 人群莫名就急切了起来 不少炼器竟修士们 匆匆便往一个方向跑去 王八也跟着看了看 听着摊主一颗颗介绍着丹药的效果 顿时长了不少见识 才知道 丹药虽然大部分有单独 但也有一些小众流派 专门研制没有单独的丹药 只不过 这些丹药的效果 确实很难比得上常规的丹药 因此 对于资源局促无比的散修来说 几乎没有几个人会买 王八也兴趣不大 因为除了一些效果特殊的丹药外 修行用的丹药 其效果虽然比灵机精华好一些 但也有限 关键是 丹药的价格贵 而灵机精华的成本 却低得多 王八自然首选灵机精华 看了一阵子 古怪东西的摊位 他都会上去看了眼 倒也收了一些有趣的东西 比如二阶的灵植种子之类 还有不少比较实用的普通法术 这些法术并不会占用他的法力 即便是攻击法术 也很难超过 金风玉露诀 这样的二阶强力法术 但也能在修行中起到作用 充实他的底蕴 反正可以用兽元速成 他自然不会放过 可惜的是 他一直没能遇上合眼的功法 不过在购买术法的过程中 他还意外地 在买来的一堆杂书中 翻到了一本《班山园图谱》 他好奇地打开翻了翻 顿时惊喜不已 这是一本御寿修士撰写的随笔 主要记载了班山园这个种族的一些特点 和他在豢养班山园时 总结的经验 比如说 班山园中 有一类猿猴 和其他容易暴躁的童族完全不同 天生性格沉静 喜欢盘坐 日日尝试以肉身吸纳天地灵气 然而 这类洗净的班山园 却是其种族之中天生的王者 因为他们善于学习 善于运用自身的肉身 因此 一旦他们成年后 度过小天雷劫 再步入二阶之后 就能够快速成长 甚至能在重重磨练 和自身天然的修行下 突破种族的限制 成为二阶中品零售 王八看到这里 立刻便想起了 自己买回来的第一只班山园 那只猿猴 正如书中描述的那样 每天就像是个老僧一般 静静地打坐 没想到 他竟然是班山园一族天生的王者 而王八看到后面 却是又惊又喜 因为这本 一处不起眼的位置 记录了班山园 在成功成为二阶零售后的 培育思路 王八本就认真研究过班山园 也针对班山园的情况 撰写过一个血脉突破的方子 算得上是半个行家 对比对方的培育思路 他顿时灵感平生 根据班山园的情况 迅速调整了之前的方子 随后便将一些需要的灵财 灵药等物资 列出清单 让刘耀东一起帮着找 刘耀东当即发挥了 其人脉广阔的优势 发动通道 一起帮忙寻找起来 接下来 王八在一些售卖灵兽的摊位上 也收获不小 许多王八从未见过 只在宋 燕两国有踪迹的灵兽 让他眼界大开 花费了不少的灵机精华 这才拿下了不少 不过大多都是一阶灵兽 二阶灵兽的价格大都很高 之前的班山园之所以便宜 也是因为班山园 存在小天雷杰的限制 致死率一半一半 价格自然上不去 正常的二阶下品 少说也要八九十块零食 上品和几品灵兽 王八却并未见到 显然要么是太过稀少 要么是早就被人抢先买走了 当然 一届灵兽他也很满意了 能极大的充实他的灵厨经验 也能让更快掌握灵厨修行的第二步 又过了一阵子 刘耀东从人群中挤过来 给了王八一个惊喜 前辈 晚辈刚找到了和您说的很像的百香风 您得看看 是不是这样的 王八当即跟着他 走到了一个售卖灵虫的摊位 果真在其中看到了一窝百香风 好在灵虫除非是有特殊效果的 价格一般都不贵 而且毕竟是一阶的 他当即便花费零食 买了下来 刘耀东也顺带把王八之前 交代买的灵财全都买来了 王八满意的点点头 有了这些东西 只差把他留在养鸡场的一些物资取出来 便能给班山员进行培育了 等培育完成 班山员应该就能成功迈入二阶中品 之后再存入足够的寿源进行催熟 度过小天雷劫后 也许还能更进一步 又逛了一阵子 他意外地在一个摊位上 看到了一件二阶上品飞行法器 顿时毫不迟疑地出手将之拿下 飞行法器对于他的重要性 丝毫不下于防御法器 打不过就跑的前提 就是要速度够快 能跑得掉 所以王八拿出了所有的积蓄 以至于除了还剩下一些灵规精华 留作自己修行 以及一些他自己用得上的法器 俘虏 修行物资等之外 他身上是一颗零食都掏不出来 好在 他来之前便想要达到的目的 也都达成了 甚至还远远超过他的预期 正打算等到之后 有人结束摆摊 他也能摆摊卖一些灵兽回回险 王八却忽然一正 迎面走来的一位身形微胖的修士 也顿时面露诧异 微微停滞之后 两人都没有开口 王八客套地露出一丝笑容 微微汗手 旋即往对方走去 步履从容 而微胖修士须发斑白 脸上也同样露出了一丝碰巧 遇见一个眼熟的陌生人的笑 往王八的方向走过去 两人就这么擦肩而过 错开的瞬间 王八脸上的笑容便消失了 旋即立刻便做了一个决定 走 立刻走 因为他已经认出了这个微胖修士的身份 赫然便是 之前他和朱建义 在玲珑鬼市中遇到的那个高真修 这个时候遇到这个人 巧合得有些不正常 顿时让他心中 生起了一丝不安的感觉 他感受了一下 发现对方并没有跟在身后 旋即立刻便挤入人群 之后往鬼室外走去 而与此同时 另一个方向 李渠轻轻摸了摸手掌上 一抹微不可查的灰点 眼中闪动着一丝笑意 任你奸华似鬼 却也难逃射脚香的粘负 尼侠鬼市 从鬼市中走出去 王八便看到 还有不少修士 正从四面八方赶来 王八并未停留 立刻便取出了 刚买来的二阶上品飞行法器 迅速炼化了之后 直接便往天门窖的方向飞去 而他刚离开不久 微胖老者 也从鬼市中 湿湿然走了出来 正是李渠 他看了眼四周 旋即放出了一条 形貌奇特 头生独角的黑犬 黑犬鼻子微动 随即低汪了两声 听到黑犬的声音 李渠的眼中 微微闪过一丝亚异 呵 此人反应倒是挺快的 旋即自信满满 不过区区助击前妻修士 我已经暗中在你身上 撒了射脚香 在射犬的追踪下 你逃不了 言罢 他也立刻取出了一件 二阶下品的飞行法器 戴上黑犬 往王把离去的方向 飞速追去 一个时辰后 李渠面色微微认真了些 此人速度倒是挺快 看来倒是要拿出点真本事了 随即从储物袋中 取出一张福禄贴上 速度顿时加快了一些 半日之后 李渠面色微微有些难看 不应该啊 他一个助击前妻修士 怎么可能到现在都追不上 又是半日 李渠立在半空中 面色苍白的同时 也隐隐发黑 苍白是因为法力的消耗 而发黑 则是因为他飞了这么久 居然还是没能追上此人 混蛋 这小子的飞行法器 至少是二阶中品 不 甚至是上品 不然我不可能追不上 李渠恨恨骂道 他还准备抓住对方 带到令熙文面前 请对方炼制一炉丹药来着 如今看来 确实有些不太可能了 不过就在这时 射犬又低声汪了几下 声音沙哑 嗯 他都位置不动了 李渠听到射犬的声音 先是一愣 旋即大喜 他定然是以为脱离了险境 所以才如此大胆 却不知道这射脚香 无色无味 无形无智 除了这射犬外 即便是金丹修士 也未必能察觉得到 甚至能持续多年 到时候抓了此人 夺了他的飞行法器 哈哈 何该我有此机缘 想到这里 李渠顿时精神一震 连忙吞服了几颗丹药 勉强恢复了一番 旋即飞快往王八的方向飞去 很快 他就越过了草原 低矮的树丛 李渠一开始 并没有意识到什么 然而 当他看到无穷无尽的 高大树木形成的森海之后 他顿时愣住了 天 天门教 那人 是天门教的修士 李渠忍不住就是一个哆嗦 天门教 在燕国境内 绝对是散修们 避之不及的存在 其他的大宗门 虽说没一个好惹的 但好歹 还顾及脸面 并不会随意出手对付散修 然而 天门教却不同 这群魔道凶人 平日里极为低调 却时不时会出来掳掠散修 或是炼成人魁 或是制成谷元等等 可谓是凶残成性 而燕国的大宗门 互相之间各有忌惮 却是任由天门教做大 最终也只能捏着鼻子 承认了天门教在燕国的地位 散修们也忌惮天门教 纷纷撤走 因此 在靠近天门教的位置 几乎形成了真空渠 最近几个月 倒是极少有天门教修士出现 他们正松了一口气 却万万没想到 这个杀害了朱建义的助基修士 竟然就是天门教的人 想到这里 他虽然对王八不屑一顾 可出于对天门教的忌惮 他还是不得不从此地撤走 犹豫再三 他随即还是发送了一枚传音符 半日之后 一尊身影从天边急速飞来 玄机在李渠的面前骤然停止 如此动静之间的转化 充分展露了 其对法力的绝对掌握 来人 正是金合成助基后期修士 令熙文 李渠见状 经不住暗暗惊诧 对令熙文的重视 不由得又更上一层 态度也越发客气 连忙将情况告诉给了对方 令熙文的脸上第一次 露出了难看的表情 也就是说 杀害了小徒的凶人 竟是天门教修士 李渠点点头 应当如此 设犬是不会骗人的 令熙文文言 眼里的愤懑之气 几乎要溢出来 四周的风都随之变得暴躁 不过很快 眼中虽有不甘 他还是渐渐平息了心情 摇头道 走吧 李渠顿时面露不甘 就这么走了 咱们都追到这里了 天门教师大 既然如此 也只能放弃了 令熙文深深看了眼 被无穷森林秋和围绕的方向 眼中带着一丝憋屈 十几二十只子虫固然重要 关系到他的修行 可为了这十几二十只 英识虫子虫 便贸然去找一位 天门教修士的麻烦 他还没有不知道那个程度 心中再是不甘 他也只能忍住这口恶气 好在 虽然少了一部分子虫 但还有其他子虫在 他最多也只是修行稍慢了些 影响虽有 但还能勉强接受 不过目光扫过 李去身旁的二阶摄犬 他却忽然开口道 此兽聪明 在下甚爱之 不知道有可否割爱 令某愿以一鲁土圆丹换之 李去文言威愣 旋即犹豫了下 当即点点头 不过他还是目录不舍地 拍了拍摄犬的脑袋 不舍地帮助摄犬 擦了擦起头上的独角 随即道 令道友静静惊人 摄犬能对道友起到作用 此事最合适不过了 今日便将此受赠与道友 何须担要 令某文文言 微微诧异地看了眼对方 倒是没想到 对方竟然如此爽利 原本一直客气的疏离态度 也终于有所松动 正色道 道友谬赞了 不过道友若是不急着走 不妨到金合成 与我等坐而论道 道友为小徒之事奔走多日 在下还尚未好好感谢道友 客气了 客套了两句 李渠却并未推辞 跟着令某文 一起回了金合成 你瞎鬼市 三日开放之期 转眼即逝 边界城墙脚下 一位未修士也渐渐散去 鬼市的管理者 也收拢了布置的隐匿阵法 随后便迅速消失 半日之前 还热闹非凡的鬼市 此刻便已经只剩下 城墙两边凌乱不堪的草地 以及残留的少许修士 正在这时 宋伯的方向 一道急速流光 犹如划破长空 迅速朝着城墙处飞来 很快 这道流光就在城墙上方 瞬息停下 露出了其中 带着一丝冷峻和沙发的修士身影 若是王八在这 定然会认出对方 此人 竟是数年前与王八词别后 就在没有了消息的 陈国东圣宗 前任外门大弟子 赵峰 却没想到数年时间 对方竟一路从陈国南下 到了燕国境内 只不过和昔日 与王八词别时连身体 都变得虚幻相比 如今的赵峰 却与活人无异 身上不见血迹 却带着一股浓浓的血气 他立在半空中 尚未说话 目光扫过城墙两边的零万场景 赵峰的脸上 顿时露出了一抹汗色 可惜 紧赶慢赶 却还是错过了此次鬼市 想到这里 他目光扫过四周 旋即也不见任何的动作 整个人便消失在了原地 在出现时 已经是在一个 练器二层修士的面前 你可知 附近还有什么鬼市吗 我 我 前 前辈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修士 却是直接被赵峰身上的 浓郁冲天的血气所震撼 话都说不利索了 赵峰微微皱眉 此人竟是吓得直接瘫倒在地 摇摇头 赵峰又出现在了另一个 练器五层修士的面前 这个修士 倒是比之前的好了很多 见赵峰出现 连忙攻身行李 随即直接道 前辈 我不太清楚鬼市的情况 不过 我知道有人清楚 赵峰微微沉默 旋即开口道 带路 是 一个时尚后 刘耀东满脸呆滞的 看着眼前的冷峻修士 脸都白了 那么的 怎么最近总是有 助机修士来和和他 随着两日前王八的不辞而别 因神之力 也渐渐失去了效果 他也就从造梦术中清醒过来 还没来得及赶到后怕 结果就被一个往日里 结交的狐朋狗友给坑了 愣是带回了一尊 更加吓人的大佬回来 这一刻 刘耀东想把这个修士 杀了的心都有了 可惜这尊大佬一看就不好惹 他也不敢造次 听到对方的要求后 他连忙就派着胸脯 将玲珑鬼市的事情 说了出来 前辈找到我 那就算是找对人了 晚辈交友还算广阔 据晚辈所知 咱们燕国西北部 近期也就剩下着 玲珑鬼市的二层 还算热闹了 不过却是要等到 一个多月后 前辈若是着急的话 可以先去南部看看 那里一些小型鬼市 虽说大多都是 练技修士再版 不过数量还是比较多的 如此 那就等上一个月吧 冷峻修士淡淡点头 刘耀东立刻想给 自己几个大耳瓜子 怎么那么爱闲白呢 直接说不知道不就完事了吗 不过木已成舟 再加上真教 他在住机修士面前撒谎 他也不敢 也只好捏着鼻子 给冷峻修士 准备了府中 最最顶级的住所 同时有美碧服饰 零酒相伴 却都被赵峰拒绝了 对方只是在府中 随意找了个地方 便闭门不出 一副苦修士的模样 刘耀东见状 顿时安下了心 反倒是多了一次安全感 他交的朋友太多了 一眼就能看出 一个人的大致性格 知道这种苦修士 只要你不动什么歪心思 就多半不会有什么事 与此同时 天门叫 剑涛驻地 扇房中 王八轻轻擦去了 头上并不存在的汗水 看着眼前 被他炮制过的 诸多灵兽器官 组织 脸上终于露出了 一丝满意的笑容 而旁边的包超 看着王八的眼神里 却难掩震撼之色 第二步 竟然这么快就达成了 这才半年时间不到啊 包超的内心 是无比震撼的 他自问自己 也算是在灵厨一道上 颇有天赋的人 可是昔日求学灵厨时 虽然他知道 助击修士有神识的帮助 对灵石石材的处理 必然要强上许多 可是也不至于如此夸张吧 关键是 这位王前辈对石材的处理 实在是太过精细准确 而且 即便随手拿来一只一阶灵兽 处理起来也无可挑剔 比起他来 也丝毫不逊色 然而 他深知自己在第二步下的经历有多大 也正因为如此 他才更加感到震撼 由衷赞叹道 前辈于灵厨上的天赋 简直就是为灵厨之道而生一般 王八听了这话 也不知道该不该高兴 这是天生 适合当厨子的意思吗 不过内心 对于这个结果 却并没有什么意外 说白了 灵厨之道 其实就是一个 通过大量训练 从而达到熟能生巧的职业 再加上他本身 也善于总结归纳 能在不同的食材中 找到相似的处理规律 这就让他能够在短时间内 快速掌握了第二步 没有赞了 包师傅 第二步完成了 这第三步 又该怎么做 王八平静了下心情 旋即便回到了正题 他特意喊包抄过来 可不是为了在包抄面前显摆的 包抄微微私存道 第三步 设计的东西就又有些多了 不过 大致却是可以分为器具 纯化法印 控火这三大象 随即他便认真解释道 灵厨器具便是烹制灵石所需要的容器 不同品阶的灵兽 对应着不同品阶的器具 不同的种类 对应的也不同 譬如 灵规和灵机的处理器具便不同 纯化法印也是如此 不同的食材 器具 其对应的纯化法印也不一样 甚至是打出的手法 法力的灌注评刺也不一样 而最后的控火 某种程度上和炼丹极为相似 也需要大量的练习 随后 包抄便给王八 讲解了具体的细节 同时借给了王八 一整套一阶的灵厨器具 这类器具并不复杂 但由于灵厨在修行界极为少见 对应的器具 都需要专门请练骑石打造 所以极为稀少 王八如今临时捉襟剑肘 暂时也没有余力 去请练骑石打造 当下便接过包抄的灵厨器具 以灵机开始练习了起来 其中 纯化法印的学习 倒是借助寿源面板 成功学会 只有控火这一项 却有些为难 毕竟他的火属灵根 已经被其他三系转化吸收 如今对一些灵火火种 虽也能操控 却毕竟没有之前那么得心应手了 不过好在影响不大 在连续几日的失败后 他终于成功制成了 大约一小勺分量的灵机精华 包抄长了长 给出了一个评价 纯度已经接近六成 很不错了 应该是控火这边差了点 没能达到百分百纯度 王八对此也有些无奈 但也知道 控火算是一个 需要不断练习的过程 只能通过勤家修炼来完成 他又修炼了几天 很快 又到了这个月 传送阵开放的日子 想到有两月没有看到不禅 再加上确实囊中羞涩 于是便向包抄借了点零食 作为传送阵的使用费 回到了东盛铸地 两个月没有回到东盛铸地 王八发现 东盛铸地内的气氛 却是越发充满了凝重和死气 路边倒是没怎么看到 那些缺胳膊断腿的修炼 反倒是经过方式时 看到远处的木楼居 乃至灵水独院中 都有不少物涉钱挂着白帆 神石扫过 昔日人满为患的石洞居内 更是石室九空 见到这一幕 王八微微叹息了一声 左道修士 在天门教中的定位 就是消耗品 平日里受尽天门教的剥削 为天门教贡献了毕生的心血 最终还要被天门教 亲手送上死路 燃尽最后一点价值 若非他还算是掌握着 一些天门教所需要的记忆 哪怕他是助击修士 恐怕也难逃这一走 心中对于离开天门教的念头 越发迫歉 他当即赶回了南湖湖畔的养鸡场 远远就看到了 布缠在打理着灵田 两月不见 两人自然是如胶似漆 不过王八心中有事 很快便交给了布缠一个灵兽袋 这是百香风 必须要采集百种灵植开出的花 才能酿造出极为珍稀的百香蜜 不过我要的不是这个 而是其中的蜜蜡 布缠虽有不解 不过他对王八向来言听计从 当即便接过灵兽袋 好 等半年后这一批灵米输了之后 我就 不 半年时间太久了 要尽快 王八认真地盯着布缠 并没有说任何多余的话 但从王八的语气里 布缠却顿时察觉到了什么 美目微正 看着王八 眼里闪过一丝震惊 布妥玄其便迅速 掩去了眼中的波澜 重重地点了点头 放心 师兄 我一定会捣好的 对了 身负之前发了一道传音符过来 说他已经赶回来做任务了 不过他在外围被香火到的人堵着 进不来 问我们怎么样了 王八文言 顿时想起了那个如弟弟一般家伙 点了点头 他现在怎么样了 走了那么久 以他的修行速度 如今也快要住机了吧 他没说 只是让我们不要担心 布缠摇头道 王八道也并不意外 身负就是这么个人 遇到什么事都 从来只愿意自己扛 只不过 现在就算身负 真的需要他帮助 他眼下也无计可施 在天门教里 他还能请白羽帮忙 可是在外面 香火到的人可不认白羽 无奈地叹了口气 又和布缠问起了如今的局势 布缠忧心忡忡道 筑地这边情况确实不算太好 前段时间在陆原生长老的调度下 见魔道 徒生道的筑姬真修大发神威 倒是顺利斩了香火到的文圣 本以为能救世扫清剩余的香火到残党 却没想到 突然又冒出了两个香火到的金丹真人 一下子打死了不少教宗真传 就连白羽前辈都身受重伤 要不是陆原生长老及时出手 恐怕当场就要身语 又冒出来两个金丹真人 王八文言顿时皱眉 立刻便想到了 他曾经从香火到修士纪灵那里 搜魂得知的万神国 以及阴神一脉 这两个香火到金丹真人 不会就是阴神一脉的人吧 想了想 却觉得颇有可能 不过白羽再次负伤 倒是让他有些同情 上次设服东圣宗时 他就被突然爆发的叶灵鱼一顿收拾 当时王八一度以为 他会被叶灵鱼击杀 好在白羽还算是命大 侥幸逃了回来 这次看来也是如此 那之后呢 王八问道 之后除了陆原生长老是不时会隔空出手 牵制那两个香火到的金丹真人外 住地内的金丹长老们 却依旧始终没有露面 教主也是 不禅倾促眉头道 我怀疑 教主和长老们是不是在谋划着什么 王八也是相同的想法 不过他对此并不是太在意 大致又了解了一番情况 他便将养鸡场里的灵鸡和真鸡 灵龟们一扫而空 只留下了少量作为种鸡 重龟 接下来的日子 他大多数时间会留在剑韬铸地 一方面就近练习灵厨控火之法 另一方面 他也准备着手班山员的进阶事宜 班山员一旦顺利地晋升二阶中品 他便打算去剑韬铸地周边 找个隐蔽点的地方 帮助他度过小天雷劫 若是顺利的话 班山员也许能够突破成为 接近二阶上品的灵兽 甚至 说不定有可能进阶为二阶上品 以班山员攻守兼备的能力 一旦突破 哪怕仍然是二阶中品 也能立刻取代偏刻严重的甲十五 甲十六 以及避水灵龟 成为他手中战力最强的灵兽 至于通灵鬼丘 虽然是二阶上品 但在陆地上的战力 反倒还不如假十五 等这些忙完 他便可以安心去研究 英式虫子虫 隐藏自身神魂气息的能力 即便涉及到一些需要采买的东西 他也可以去燕国 鬼市交易 也不必那么担惊受怕了 毕竟一只二阶上品的灵兽 足以横扫大部分的铸鸡中期修饰 他的安全系数大大增加 也不必如前些日子 那么小心谨慎 连一个铸鸡中期的微胖老者 都能把他给吓跑 想到那个微胖老者 王八心中倒也并不慌张 他的速度那么快 对方应该追不上 所以那位微胖老者 应该不清楚 他实际上是在剑韬铸地中 就算知道 以散修的谨慎 估计也不太敢对他如何 按下心中的思索 他又去了趟房市 转了一圈 可惜并没有什么收获 房市里售卖的 几乎都是一节宝物 对他来说 已经没什么效果了 而教内宝库 以他现在仍是左道修士的身份 显然也无法兑换 思来想去 他还是带着几坛黑金桃铃酒 去血骨店 见了白羽 当王八见到白羽的时候 忍不住微微一惊 看得出来 白羽的状态的确很不好 他的面骨上不时有血肉 血管滋生 显然已经对血骨 失去了部分的掌控 见到王八到来 血肉的滋生顿时更加频繁 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如何 不过见王八取出了黑金桃铃酒 他还是微微汗手 似是表达了满意 随即将一坛铃酒一饮而尽 喝完铃酒 白羽开口道 看在这坛酒的份上 我还是和你说一声吧 成树那边 即将培育出二阶极品灵机了 王八文言顿时已整 这么快 他玄机面搜微变 一下子意识到了什么 道友的意思是 陆长老那边 白羽点点头 不错 昔日你在我的介绍下 得到了一次 和成树等人一起培育灵机的机会 这是因为陆长老也不清楚 到底谁才能够达成目标 所以便干脆大撒网 你的培育速度其实不算慢 不过成树却显然底蕴更深 而教内只需要一位 能够培育出高品阶灵机的修饰 便足够了 所以 不出意外的话 成树那边一旦培育出极品灵机 之前教内对你的优待 便会停止 到时候 你恐怕也免不了去前线走一走 听到这个消息 王八顿时心中威震 他如今虽然已经是助击修饰 甚至手中 还掌握了一门二阶强力法术 可真要是去前线和香火道修饰对阵 他却半点信心也没有 毕竟 连白宇这种老牌铸鸡真修 都差点死在战场上 更别提他了 更遑论香火道修饰里 还有两尊金丹真人 一旦被这些人 发现自己修行了 阴神大梦惊 绝对会不计代价地 把他抓回去 所以 他去战场上的危险性 绝对远超其他天门调修饰 想到这些 王八顿时心情沉重 心里也不由得 多了一丝难言的紧迫感 和白宇简单聊了一阵子 他便立刻回了养鸡场 和不禅叮嘱了一番 他便从不禅那里 取了几十块中品零食 又在传送阵 即将停止开放之前 赶回了剑涛驻地 之后 为了更方便培育 班山园和灵机 灵规 他在剑涛驻地外围圈了一块地 削了一笔零食后 此地便算是他的属地 以驻机修饰的手段 建造一个零食居所 也变得简单了很多 他又去买了一个 一阶极品阵盘 能够互助属地 随后 他便给后买的六只班山园 存入了寿园 同时也给他最早买来的 那只未来的班山园王 准备好了血脉突破的材料 金河城 城北庭院 梁亭里 啪 啪 正手之黑子 和李曲手谈一局的令熙文 忽然重重 将手中的黑子拍下 脸上闪过一丝 难以抑制地怒火 猛然起身 看向了远处 该死的魔道修士 该死的剑袖 也难怪他会如此失态 只因他方才感觉到 又有一只殷石虫子虫 失去了消息 不出意外 应该是近来忽然肆虐的 魔道修士所为 但归根结底 却还是要怪那个 突然从宋国跑来的 赵姓剑修 前不久 燕国西北的苍蓝城 忽然传出消息 在宋国驻击修士中 未封敌手的赵姓剑修 在此落足 顿时便引来了 诸多驻击修士的关注 其中 尤其是一些魔道修士 因为据说这赵姓剑修 在宋国斩杀了不少强大修士 身家丰厚无比 而魔道修士 自然也不会错过这样的肥养 于是最近一段时间 燕国的西北部 甚至他们这里 都不乏出现魔道修士的踪迷 这些魔道修士 向来百无禁忌 对修为低下的修士 更是肆无忌惮地下狠手 将低阶修士身躯 炼制成僵尸 或者是抽取神魂 炼入法器之中 反正怎么把修士的 价值榨干怎么来 以至于令熙文 在周边修士们体内 豢养的英识虫子虫都遭了殃 短短十余天 便损失了三十多只 除了几只运气不错 在宿主死亡的同时 侥幸逃了回来 算上前段时间 被天门教修士抢走的 那十几二十只 以及曾经损耗了的几只 如今还算正常的子虫 仅有四十只不到 这个数量 已经极大影响了 他的修行进度 可他对此也无可奈何 魔道修士神出鬼没 一击击走 他便算是想管 也压根管不了 只能愤怒地感受着 母虫身上传来的痛苦情绪 而李居在一旁 看似见怪不怪 早已习惯 实则目光闪动 心中若有所思 他之所以留在这里 其实也不过是 想要探究 令熙文如何能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接连突破 毕竟一位修士 既能分心炼丹 又能把修为提升得那么快 实在是太过不可思议了 这样的人不说没有 但几乎不可能是散修 所以 令熙文此人定然有大秘密 只可惜 这段时间以来 他却并没有什么收获 不过看见令熙文的失态 他反倒是 有了一些猜想 前几日 他也这么失态过 随后便传来一些 低阶修士被杀的消息 令熙文此人薄情寡恩 罪是淡漠 怎么可能会为 这些人失态 对了 之前那个朱建义也是如此 莫非 令熙文能够修为 进步的如此之快的秘密 就藏在这些人的身上 他不由地 便想起了那个 截杀了朱建义的天门教修士 一个大胆的念头 忽然经不住 说不定也藏着令熙文 能够快速提升修为的秘密 我受缘无多 若是不能在十年内 突破到住击后期 今生恐怕再无希望 那个天门教修士 境界也不过是住击前期 气息并不太稳 显然突破境界 也不会太久 却是我难得的机会 值得一博啊 心中越想 便越是觉得机会难得 只可惜 那个住击修士 进入了天门教后没几天 就一直没有动弹 他也无从下手 很快 见令熙文心情不太好 李渠便趁机告辞离开 回到自己的修士 他轻轻一拍零售袋 竟又有一只个头小点的射犬 从零售袋里跳了出来 慢点慢点 李渠摸了摸射犬的脑袋 喂了一块零售肉 随后小心地从储物袋中 取出了一点黑色粉末 正是他之前送给令熙文的射犬时 悄悄从射犬脚上 采集下来的射角香 射犬不光能闻到 自己头上的射角香味道 还能对其他射犬的射角香产生感应 这也是射犬最为神奇的地方 当然 知道这一点的人并不多 李渠也是机缘巧合 才得到了这两只射犬 这也是他之所以舍得 将射犬白送给令熙文的原因 舍不着射犬 套不着秘密 试完了零售肉的射犬 嗅了嗅黑色粉末 旋即便接连汪了几声 李渠文升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 看来这小子还没出来 你就在这守着 一旦嗅到动静 立刻通知我 剑涛驻地外围 刚圈起来没多久的属地里 王八袍制着班山园血脉突破的材料 班山园二阶下品 突破为二阶中品的材料 并不容易获得 其他的辅料也就罢了 在鬼市里多转转 还能凑齐 可主料三阶仙玉猴桃 三阶五香仙花 二阶玉蕴海棠 却都是极为少见的珍宝 前二者更是连金丹真人 都未必能搞得到的宝物 也就王八之前 趁着培育灵机的时候 向白宇提了要求 这才侥幸从天门教理 获得了这些东西 如今 成树即将培育出二阶极品灵机 王八的地位自然不复从前 也不可能再有机会 拿到这样的资源 所以 对待这一次班山园的噤声 王八显得尤为正中 由于囊中羞涩 他便自己制作了一批灵机精华 纯度不高 但是对于班山园来说 也已经足够 接连给他卫视灵机精华 同时给他慢慢存入寿源 让他的肉身强度 能够与其年龄大致吻合 除此之外 他还特意制作了一批活化血脉的药膏 每日给班山园全身进行涂抹 好在班山园的智力还可以 王八给他擦一遍后 他便学会了 每日自己给自己抹 之后 便是最为关键的几个步骤 将以三阶仙玉侯桃 三阶无象鲜花为主要材料的灵材 进行熬制 制成灵药 给班山园大量服食 同时以二阶御运海棠制作的药域 给他泡澡 就这样 一天天过去 半个月过去 班山园王的身上 却并没有什么变化 正当王八心生失望 以为这一次要失败的时候 终于 这头酷爱打坐的班山园身上 气息终于开始发生改变 越发凌厉 强横 伴随着气息的逐渐壮大 他身体体型 却不增反减 原本已经够得上王八的肩膀 可是如今却反而 直到腰的位置 身上原本强壮的肌肉 也似乎为敏了一般 不像是圆 反倒是像猴了 而身上的毛发 也变得赤红 唯一不变的 是他始终神情平静 一有空 便找个高高的地方 闭目打坐 其专注的状态 令王八都忍不住侧目 终于 又过了十余天 班山园的气息 终于稳定了下来 王八以灵光浮测试了下 果然 班山园顺利地 晋升到了二阶中品 不得不说 血脉突破除了柜 真的没别的缺点 比起寿元突破越到高阶 越不太明显的效果 强出了太多 当然了 两者耗费的代价 也不可同日而语 与此同时 其他六只班山园 在存入寿元后 也都逐个步入了二阶下品 并且 王八在给他们 逐步存入寿元催熟的同时 以灵机精华和其他的材料 强大他们的肉身 确保在小天雷杰出现的时候 他们都能达到 自己最为圆满的状态 反正一个也是杜劫 再加上六个也是杜劫 王八准备将他们一并带上 先让他们杜劫 让未来的班山园王 观摩观摩 积累下经验 为了将几只班山园 加以区别 王八还特意给班山园王 取名物元王 其他的班山园 则是分别按照物一 物二排序 前两只是公的 后四只是母的 物元王得到了 这个王八赐予的名字 似乎颇为开心 难得的没有盘坐 而是在王八身边 打撞玩耍 这些日子的相处 物元王和王八的关系 越发轻易 即便他不带着零售圈 在王八面前也颇为温顺 王八时不时会 和他玩一些训练的游戏 两者默契度日渐提升 当然 这也是因为 王八毕竟 身安御兽之道 除了真心之外 也用了一些小技巧 甚至其他六只班山园 虽然和王八还不是那么亲近 但在他的面前也低没顺耳 至少看起来还算乖巧 不过王八也知道 这只是假象 物元王是他打小开始养 养了几年 才有如今的感情 而另外几只不过是因为 惧怕王八 以及零售圈的制衡 这才不敢轻易地呲哑 一旦 他把零售圈放开 恐怕立刻就会暴露出 凶残的本性 甚至直接反手攻击自己 不过这并不要紧 他穿着二阶中品法袍 加上绑定了替死神通 避水公灵龟的 防御力堪比一般的二阶上品 面对这些小猿猴 基本上也不会阴沟里翻船 很快 当最后一只班山猿身上的气息 终于趋于稳定 王八当即迫不及待地收拾好东西 带着这些班山猿 飞快地越过剑掏 驻地外围的无穷森林 三大险地 低矮的丛林 草原 与此同时 金河城一处无人修饰里 忽然响起了一阵低沉的犬吠声 很快 一道身影便从外面走了进来 听到了犬吠声 顿时面露惊喜 他终于出来了 燕国 西北部 金兰江和无尽森林的交界处 王八举目望去 方圆十余里内 无有人烟 往东南 是诸多荒凉山河 往北 是江流湍急 无人赶在旗上的金兰江 往西南 便是剑掏驻地之外的三大险地 如此位置 偏僻而隐秘 寻常修饰 也几乎不会来此 就是这里了 王八深吸一口气 旋即便立刻在附近布下了阵盘 虽然只是一阶阵盘 但也好过没有 之后 他便将六只班山园和物园王 全都画了出来 班山园们 出来陌生之地 全都抓耳挠腮 好奇地打量着四周 唯有物园王 只是目光一扫 便温顺地来到王八的身边 王八轻抚了下物园王 随后催动灵兽圈 将六只班山园 全都喊了过来 随后 便给物易当先 存入了寿园 随即王八 便将其他班山园和物园王都拉走 紧张地看着物易 心中忐忑无比 终于到了验证他猜想的时候了 说实话 对于小天雷杰 他还是颇为重视的 毕竟小天雷杰名字里带着小 可那也是天雷杰的一种 是修士们在修行之路上 最为惧怕的一种劫难 正常而言 修士也只有在铸鸡境 迈向金丹境 才会有雷杰出现 这个时候的雷杰 一般只有九道 坊间传为一九天杰 是修士遭遇的天雷杰中 最弱的一种 而小天雷杰 一般只有一道 一道天雷劈下 要么生 要么死 虽然连修士最弱的天雷杰都比不上 但要知道 这一道天雷 劈的可是一头尚未达到二杰的灵兽 这也难怪班山园数量稀少 实在是生存率很低 许多刚成年的班山园 还没来得及下崽子 就被直接劈死了 当然 越是这种情况 班山园的潜力便也越大 战力比起一般的同阶灵兽 要超出不少 毕竟能在一阶就遭遇雷杰的灵兽 说真的 王八翻遍了万寿房的诸多点击 与之相似的 也是屈之可数 飞快地将心中的念头抹平 王八随即将目光落在了物意的身上 物意茫然不解 似乎并不明白 这是在干嘛 不过很快 寿元催熟下 他隐隐察觉到了不对 不安地嘀吼了两声 随即焦躁地在不远处来回走动 其他的班山园 也有种坐立不安 大祸临头的感觉 王八察觉到了 空气变得凝重 心头隐隐有种压力缓缓浮现 让人感觉喘不过气来 而与此同时 物意茫然第一个抬起头 看向天空 王八也心有所感 随即抬头看去 只见物意头顶上空 隐隐有一团小小的乌云汇聚 乌云之中 肉眼可见的电闪雷鸣 在迅速酝酿 死 物意感受到头顶的天威 却反而被激起了 流淌在班山园血脉中的凶性 自开满是黄牙的嘴巴 仰天咆哮 就在这一刻 哄 似时感受到了挑衅 一道水蛇一般粗细的天雷 疏忽从云端探出 直直劈中了物意 只这一下 就立刻将物意劈得皮开肉绽 浑身焦黑 甚至隐隐传来一阵肉香 然而让王八欣慰的是 尽管看起来受伤不轻 可是物意非但没有死 反而精神亢奋 冲着乌云怒吼 似乎在说 你特么的 可随即却面色微宁地看向天空 不对 为什么雷云还没有散开 反而 里面的威势更加强大了 可小天雷杰不是只有一道吗 难道是因为 我帮物意受援突破的缘故 小天雷杰也发生了变化 思索间 天空中的雷云发出了阵阵轰鸣 哄 第二道天雷 已经瞬息间落下 再次劈在了物意的身上 死 物意一声惨嚎 皮毛炸开 血肉崩裂 露出了其中的森森白骨 看得王八 忍不住眼角直抽 太可怕了 这就是天雷杰吗 这种恐怖的力量 压根不是他一个助击前妻所能抗衡的 甚至他站在远处 光是感受到天雷劈中雷以后的余波 就让他有种窒息的感觉 好在 终于结束了 经历了两道雷杰 物意虽然看起来凄惨无比 但身体内传来的浓郁生机 令王八都有些震惊 显然 物意通过了 然而很快 王八的面色再度一变 还有 天空中 乌云竟然还没有散去 电闪雷鸣间 又一道更加粗壮的天雷 直接轰在了物意的身上 原本生起的浓郁生机 瞬间被击地崩散开来 甚至连物意脖子上的灵兽圈 都被直接击碎 然而令王八震撼的是 即便被连续三道天雷击中 即便浑身几乎看不到什么血肉 可恶一却仍然呲牙咧嘴 仰天怒吼 桀骜不屑 这就是班山员骨子里的本性 但王八却总算是常常出了一口气 因为天空上的那朵乌云 他连忙走到了物意身边 从物意的身体中 他再度感受到 有极为纯粹的生机在苏醒 而物意身上的血肉 也在迅速生发 成长 这就是万事万物都具备的特点 一切皆有两面性 代表着绝对毁灭的天雷之中 反倒是蕴藏着最为精传的生机 只要度过劫难 便会迎来收获 比如说 自由 物意猛然睁开眼睛 暴力的双眸里 充满了凶力和狡猾 随即暴起抓将王八 然而 王八却面色平静 似乎并不意外 一旁 一道更快的身影冲了出来 身形小巧 然而却直接将刚刚度过小天雷劫 气息勃发 俨然已经迈入二阶中品的物意 一拳砸倒 正是物元王 他的脸上带着一丝少有的威严和凶狠 冲着物意滋涯 物意怒吼着爬起 体内蕴藏的强大力量 让他信心爆棚 丝毫不将物元王放在眼里 当即便冲了上去 然而迎接他的 却是物元王一个灵活的闪躲 随后单脚一阵 地面顿时晃动 物意猝不及防下 身体顿时失去平衡 被物元王抓住了机会 直接过肩摔 重重摔在了地上 碰 地面再次震动 扬起了漫天尘埃 随即便是物元王 犹如雨点一般 急促地连续冲拳砸在了物意尚未愈合的胸口 血水蹦践 白骨都断了几个 完全是一面倒地压着打 这也让物意终于反应过来 再打就要被打死了 连忙对物元王俯下了脑袋 王八在一旁看完了整个过程 对物元王顿时更加满意 物意虽说刚度过雷劫 受伤且状态还没有达到巅峰 但双方无论是战斗意识 还是对法术的利用 都存在着极大的差距 恐怕物意就算是休养一段时间 达到巅峰状态 也依然不是物元王的对手 不愧是他看好的灵兽 当即走上前去 又给物意加了一条新的灵兽圈 有了灵兽圈的限制 物意顿时又老老实实了起来 王八倒也并没有生气 物意的反应实在是太正常了 灵兽虽说有灵 但毕竟还是兽的范畴 自然还是会遵循本能形式 在实力暴涨 又没有灵兽圈控制 并且和王八这个主人相处也不久 还未建立足够的亲密关系的情况下 他自然会选择对王八动手 王八随即便将他收进了灵兽带领 之后 他又给剩下的几只班山猿 陆续存入了寿员 天空中 乌云汇聚 再度响起了阵阵轰鸣 苍蓝成城万 赵峰轻轻招手 一道剑光 无声无息地落入了他的手中 远处天空中 一个浑身散发着邪义气息的修士 目光惊悚地看着赵峰 似乎是震撼于赵峰的强大 只是 他再也没有机会开口了 下一秒 身体瞬间裂开 犹如破碎的布匹一般 飘飘洒洒地落向了地面 刘耀东立在苍蓝成城头上 满脸震撼地看着赵峰 击杀了来犯的魔道修士 眼里充满了敬仰和崇拜 他还没有看清楚赵峰是怎么出手 战斗就已经结束 可他看到这一幕 还是忍不住震撼于赵峰那 令人高山扬指的修为境界 和深不可测的斗战之能 实在是太过强悍了 至少迄今为止 在他看到的 没有任何一个助击真修 能从赵前被手中逃过 而且 他只出一剑 压下心中的震撼情绪 刘耀东见赵峰转身回来 连忙恭敬地走上前 前辈辛苦了 如今这些魔修应该不敢再来了 听说被您杀的都逃到了南方去了 赵峰对于刘耀东的恭维并不在意 开口问道 玲珑鬼市的事情怎么说 刘耀东连忙到 晚辈已经托人搞定了一块入室令 到时候进了其中 晚辈再带着前辈去二层 赵峰这才微微汗手 随即便准备 回到自己在苍丸城的修士 不过却在这时 似乎感受到了什么 赵峰身形忽然一致 旋起扭头看向天边 目露凝重 刘耀东不明所以 也顺着赵峰看的方向看去 却什么也看不到 前辈 有人在杜劫 只是 很奇怪 赵峰仔细感受了一番 却眉头忍不住皱了起来 他和王八辞别之后 却并没有走多舍的道路 而是以养魂珠重塑真身 虽说因此迈入金丹庆的难度变大了 因为需要大量的资源 来强化养魂珠 但是得意于此 对于天地的变化 他的感应极为敏锐 他方才隐约察觉到了 距离此地不算太远的地方 似乎有天雷劫发生 然而让他感到奇怪的是 这雷劫似乎十分雷弱 并不像是 助击突破金丹时的那种 这让他不由地 生起了一丝好奇 毕竟他如今已经走到了 助击境的极限 之后若要突破金丹 也要遭遇雷劫 若能提早近距离感受一下 对他来说也是颇为有益 想到这脸 他也没有迟疑 和刘耀东丢下了一句话 便立刻化作了一道剑光 向远处飞射而去 刚风呼啸 李渠立在飞行法器上 不时地追问摄犬 王王 得到了摄犬的回应 李渠顿时放下心来 脸上顿时露出了欣喜的神色 还好 还没走 说吧 立刻又加快了法力的灌输 然而 二阶下品的飞行法器 毕竟速度有限 很快就到了极限 感受着令他觉得着急的速度 李渠忍不住按骂 这个法器 真的是太拖后腿了 上次若是能有一件 二阶上品的飞行法器 早就拿下那个小子了 对了 这个小子估计用的 就是二阶上品飞行法器 李渠心中 忍不住暗暗盘散了起来 待会我一和他照面 先封住他的去路 随后立刻动手 绝不能给他反应的时间 等抓了那小子 就先把飞行法器夺下来 免得这次再被他跑了 之后 再夺了他所有的储物袋 摩修向来不信任任何人 所以 令熙文最重视的宝贝 肯定就在他的储物袋里 然后就杀了他 离开 不对 暂时不能杀他 万一杀了他 被天门教知道 可就麻烦了 不如抓起来 到时候 等我离开了燕国 再卖给其他的摩修 如此 两全其美 又在心中 反复推演了一遍情况 确认自己的计划 没有任何的疏漏 毕竟 这可是天门教的修士 虽说是个刚入住基 没多久的家伙 但他绝不敢有丝毫的情事 胆大心细 这才是 他从一届小散修 混到了如今境界的最大原因 很快 他便看到了一片荒凉山壑 只要越过这片山壑 就到了目的地 天边 隐隐有雷声阵阵 李渠也并未多想 驾着飞行法器 便飞快越过了山壑 远远的 他便看到了天边 一团乌云消散 他来不及细想 便看到了目利所及的 一点黑影 在那 李渠心中惊喜 旋即立刻压低了飞行法器 整个人贴着地面 迅速往黑点处飞去 又有雷云了 一道剑光 在半空中疏忽停止 露出了兆风面带 困惑的身影 他忍不住 朝西南的方向看去 尽管他什么都看不到 可是来自身体的感觉 却让他隐隐察觉到了 来自那个方向的 雷若天威 只是让他困惑的是 这天雷劫 未免也太过奇怪了 一会冒出两三道 一会冒出两三道 不恰当的比喻 就像是一个人的尿尿 断断续续的感觉 卡着实在令人觉得不是 而且 其威势 也完全不像是 修士的金丹杰 他是见过原来 东圣宗修士 渡金丹杰的 完全不一样 如果说他 本来是想看看 这雷劫能不能 对他有所启示 现在他的心里 则完全是对 杜劫之人的好奇 究竟是什么人 在这里杜劫 这杜的 又是个什么玩意 想到这里 他难耐心中的好奇 顿时神魂法力运转 整个人再次化作一道见光 轻松破开了钢峰 呼啸着往西南边飞去 没过多久 他便看到了一条 江流湍急的大江 从高原上砸落下来 溅起无数的浪化 没有任何的停留 他搜得越过了这条大江 随后没多久 便看到了天边一团雷云 在缓缓消散 到了 剑光再次停滞 露出了赵峰的身形 他好奇地 看向雷云下方 随即却不由地心中一震 雷云下方不远处 他隐隐看到了一个 有些熟悉的黑点 石碟 赵峰一贯没有什么表情的脸上 第一次露出了恶然之色 还来不及错愕和惊喜 就在这时 他默然灵觉一动 体内养魂珠迅速转动 剑目一宁 仿佛穿透了漫长的距离 瞬间窥见了远处地面上 一道微胖身影 正以极为隐秘的姿态 呼啸着往那个黑点处冲去 而黑点却依然停留在原地 毫无所觉 是柱鸡中期修饰 糟了 刹那间 赵峰想都没想 化身一道飞剑 击射了出去 看着被雾云云压在地上 死死无法动弹的雾云 王八也颇绝无语 明明这些家伙 已经见识过前面同类的结局 可是无一例外 都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觉得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自己一定能做到吧 王八也只能这么想 不过目光扫过旁边的一头 斑山园残区 王八还是忍不住目录遗憾 尽管王八已经将他们的状态 调整到了极限 可这毕竟是杜杰 天威难测 而且 这小天雷杰也发生了变化 从一道变成了三道 威力增加了一些 最终 还是有一头母的斑山园 没有撑过小天雷杰 被劈散了神魂 身躯也没有再恢复过来 这也让王八自觉找到了漏洞的想法 瞬间熄灭 天道茫茫 又岂会这么容易被自己找到漏洞吗 斑山园强了 对应的天雷杰也自然变得强了 这是上天对斑山园这个种族的考验 王八能够将他们的状态调整完善 却无法真的逆转考验的难度 这不由得让王八有些担忧起了物元王 物意他们还只是下品而已 就要遭遇三道雷杰 而物元王已经被他培育到了二阶中品 其对应的雷杰想必不会弱 所以 王八犹豫了 觉得是不是要再调整准备一阵子 再去渡截 不渡截肯定是不可能的 毕竟哪怕王八不再给他存入寿源 要不了多久 物元王也会自己达到成年的时间 到时候 照样会有雷杰产生 随手将被揍趴下来的物武套上灵兽圈 然后直接丢进了除袋椅 同时取出一小坛灵机精华 给物元王服用 用来补充体力 同时保证好状态 然而就在这时 阴神府妙宇中 阴神之力 陡然快速转动了起来 有危险 王八瞬间警觉了起来 神石扫过 方圆数百丈 竟在灵台之中 同时 他目光迅速往四周扫去 然而让他疑惑的是 他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难道是有什么强大修士 无意中路过 正当他疑惑的时候 神石之中 忽然察觉到了一道身影 陡然贴着地面 标射了过来 神石扫过对方的 故意扭曲了面容的身形 王八却立刻凭借着人的气息 认出了对方 是他 那个高姓修士 王八立刻便认出了 此人正是他在 玲珑鬼市和尼霞鬼市中 都遇到的那个威胖修士 尽管他知道 对方应该不姓高 但他也不知道 对方具体的姓氏 只是此刻他的心中 却是充满了不解 他怎么会知道我在这的 但这样的念头 也只是一闪即过 既然察觉到了危险 王八自然不敢废话 想都没想 立刻便换出了飞行法器 哼 之前布下的阵法 瞬间被威胖修士给撞碎 王八借着这个功夫 立刻催动飞行法器 然而下一秒 他面色瞬间大变 一道漫天 朱王法器从空落下 竟将王八直接兜住 朱王不算多坚韧 但想要破开 却也需要费一些时间 而王八此刻 却恰恰最缺时间 该死 哈哈 你逃不了 我先断了你的飞行法器 看你还怎么走 威胖修士说话间 袖中立刻飞出了一道锤行法器 直接就朝着 王八和脚下的飞行法器 砸了下来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却后发先至 冲到了王八的面前 细弱的双臂 直接挡在了王八的身前 双掌前顶 哄 锤行法器轰然砸落 却硬是被突然冲上来的 物元王 生生扛住 物元王手骨之上 顿时发出了咔咔声响 冲杀过来的威胖修士 面色一正 难以置信地 看向物元王 而身后的王八 也终于缓过神来 无暇顾及物元王的伤势 他一咬牙 趁着威胖修士错愕之际 立刻从灵兽袋中 取出了甲十五和甲十六 让他们处理猪王法器 没有再换更多的灵兽 身处猪王之中 灵兽太多会影响到他 竟还有这样的灵兽 威胖修士盯着物元王 目露惊喜 他完全没想到 这个天门教的修士手里 居然还有如此珍贵的 二阶中品灵兽 哈哈 这些都是我的 威胖修士大笑的同时 立刻又放出了两颗 二阶天雷子 碰 碰 爆炸声中 雾元王浑身血肉淋漓 然而却纹丝不动 硬是扛在了最前面 看到这一幕的王拔 咬牙从储物袋中 取出了一件物品 人皮骨 旋即奋进所有的神魂 在骨面上用力一敲 动 一声明明没有声响 落在威胖修士的耳朵里 却仿佛有无穷的声响炸开 他的动作瞬间停滞 威胖修士的眼里 顿时闪过了一丝惊慌 他没想到 这个平平无奇 一看就是刚入助击不久 竟然还有这一手 竟是十分罕见的神魂攻击 不过他旋即一咬舌头 神识一清 连忙就要再次操控锤形法器 越过那只猿猴 砸向王八 然而迎面面对的 就是一颗颗玉露一般的漫天水滴 从珠网的缝隙中 飙射出来 雕虫小剑 威胖修士 嘴角浮起了一丝宁笑 身体表面 立刻升起了一道屏障 想要将这些水滴挡住 然而 在接触到水滴的一瞬间 威胖修士 陡然面色俱变 操 是强力法术 然而 水滴来得太快 水滴毫无悬念地 击破了威胖修士身上的屏障 威胖修士 这才反映过来 面带精具地 连忙催动身上的防御法器 水滴绵绵不绝 撞击着防御法器 撞得法器上的宝光 都瞬间黯淡了下来 但这毕竟是二阶中品防御法器 总算是堪堪 将这些欲露水滴挡住 水滴破碎 威胖修士 还没来得及露出庆幸的笑容 然而瞬间 他便察觉到了不对劲 却也反应不及 秀 二十八根鸳尾 无形针从破碎的水滴中 再度击射 钉入了威胖修士的身体里 一瞬间 四周安静了下来 威胖修士 看着一脸后怕 和劫后余生的王拔 张了张嘴 眼睛里充满了不甘 难以置信和不解 你 你之前为什么要逃 他恨哪 你特么那么强 你都会使用强力法术 你特么之前 遇到我还跑什么 你特么有病吗 你特么误导我了 你知道吗 然而满腹的话 他终究什么也骂不出口 伴随着二十八根鸳尾 无形针从他的身体里透体而出 他的身体 犹如没有骨头一般 瘫软在了地上 眼里 渐渐失去了光彩 秀 一道剑光落在了王拔的面前 脸去了光芒 随即露出了赵峰那张 充满了震撼表情的面孔 没想到 师兄你这几年经历竟如此丰富 迁移到一处无人的旷野上 王拔和赵峰席地而坐 交谈着阔别数年后的各自所得 王拔听着赵峰简短地叙述自己的经历 也不由得由衷感叹道 他之前击杀那个威胖修士 虽然意外于对方的不堪一击 却也惊魂未定 乍然见到赵峰出现 还以为又有强敌 差点就要出手 在看清对方相貌的这一刻 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毕竟若是在东盛驻地外见到赵峰 还情有可原 可在剑涛驻地外见到 未免也太过离奇和巧合 但世间之事也确实巧合无比 赵峰一路向南 走了不知有多远 却恰好来到了天门礁在燕国的驻地附近 实际上 要不了多久 哪怕是没有遇到王拔 赵峰也定然会知道 剑涛驻地的存在 而不得不说 赵峰这几年的经历 也的确称得上是丰富二字 和王拔一直窝在天门礁 也就最近住击之后 才壮着胆子出来 活动不同 赵峰的经历 无疑要丰富许多 由于其并无肉身 纯以养魂珠内的神魂凝聚 没有太多的防护手段 因而一路上 备受许多魔修的窥视 谁都想将之降伏 收为助力 却没想到 赵峰渐心通明 且分魂之后 从养魂珠内成长的神魂 极为纯粹 因此 遇见到之上的静静 可谓是一日千里 加之本身修为战力便极高 含有敌手 一力破万法 因此一路走来 再多的魔修 也是鲨鱼而归 而他也另有奇遇 恰好获得了神魂凝体之法 如今他已经无惧 那些专门针对神魂的手段 只带养魂珠品阶再进一步 再度过雷劫 他便能借此成就金丹 等到金丹圆满 他便可以彻底摆脱养魂珠的束缚 也有希望窥见原因大道 虽然赵峰说得轻松简略 不过王拔却能够想象出其中的艰险 毕竟天门教内虽然剥削严重 但至少保证了修士们在教内的安全 而赵峰行走在外 哪有什么安全可言 恐怕也就赵峰这种 见修不惧强敌 欲战欲勇之人才能适应 我之经历与师兄相比 却是无趣得多了 王拔感叹道 赵峰对王拔的话 却难以苟同 微微摇头道 个人之法 皆有不同罢了 道士师弟 虽在天门教这污泥之中 可气息却难得纯正魂厚 根基更有剔透无瑕之感 尤为难得 相较之下 我倒是更容易嫌 说着 他便不由地想起了 方才见到的那震撼一幕 时隔短短数年 他万万没想到 王拔的进步竟如此之大 非但迈入了助击修士的行列 甚至还掌握了 一门二阶强力法术 在一位助击中期修士的 促然袭击之下 虽说是有灵兽挡在前方 给王拔争取到了时间 但王拔那一手 二阶法术的精妙运用 陆里藏针的手段 却还是惊艳了他 陆里藏针看似简单 但越是简单的套路 便越有效 而没有极深的法力控制 想要做到法器和法术的 完美配合 根本不可能 别人就算想要 复制王拔这一手套路 那也绝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至少 助击修士那么多 能掌握二阶强力法术的 又能有多少人 光是提升修为的时间 都嫌不够 要拿来的精力和资源 去学这些 大部分也就学个普通法术 以法器来取代 还是取代不了法术的价值 那个死在王拔手中的 助击中期修士 恐怕就深有体会 而说起方才被偷袭 王拔此时虽还有些后怕 但也有些疑惑 说来也奇怪 此人明明是助击中期 却 却好似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 虽然有些自夸的嫌疑 但王拔确实觉得这个高真修 也未免有些出乎意料的不堪一击 助击中期和助击前期比起来 那可不是名字的差别 而是两者在法力的浑厚程度上 的确有明显的差距 按说已助击中期修士的法力强度 王拔即便手握二阶强力法术 可是想要破开对方的法力屏障 却也需要耗费大量的法力 之后再想破开对方的防御法器 几乎不可能 然而让他意外的是 对方的法力屏障 在他面前却是一触即破 犹如纸糊的一样 赵峰文言微微摇头 解答了王拔的疑惑 这便是散修和宗门修士的不同 相较而言 大部分散修的根基都很薄弱 无论是法力强度 术法手段 还是弓法 都远远比不上宗门修士 这也导致了大部分散修 哪怕是迈入了助击境 也大多是取巧侥幸而已 平时或许可以让这境界更高 以境界压人 一旦遇上你这种根基浑厚 堂皇浩荡的修士 自然是一触即溃 依我这几年遭遇的情况看来 散修之中 助击前期的修士 除非有什么诡异手段 不然基本上都不会是失地的对手 中期的话 加上这些灵兽 失地应该也可以无拘大部分的 庸陆散修 不过 到了助击后期 哪怕是散修 失地也千万要注意 这个境界 弱得很弱 强得极强 即便我如今自觉 已经走到了助击境的极限 遇上一个陌生的助击后期修士 却也不敢说自己必胜 听到赵峰的解释和告诫 王八恍然之余 也微微点头 表示记在了心里 不过心中却还是一阵恍惚 一直以来 身处遍地高阶修士的天门教 加上之前一直一心提升修为 几乎没有亲自与人动手 所以他一直觉得自己太弱太弱 尽量避开与同阶修士的争斗 然而万没想到 自己如今在助击境界中 不知不觉间 竟然也算得上是个小高手了 连一个助击中期的修士 促然之下 竟也死在了自己的手里 这让他不由得恍惚之余 也有些欣喜 不过失地也不要掉以轻心 你在应对对手的时候 却还是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 赵峰似乎看出了 王八心里的飘飘然 毫不客气地出言打击道 王八也没有气脑 二人之间的交情不在乎这些 文言连忙讨教 赵峰也不令指点 将他在方才交战中 暴露出来的缺点 一一指出 一定要注意 隐藏自己的气息 不够警惕 对敌情不明 时刻准备换出法器 以攻对攻 抢夺时间 一番指点 甚至赵峰亲自教了王八一套 隐秘气息的法术 无光术 此术能够极大的收敛气息 虽无法改变显露在外的境界 却能让人误判你的实力 说话间 赵峰的身上一看 就让人觉得 心中警惕的锋锐气息 瞬间变得不起眼了 这种感觉 简直比刚才的那个 微胖修士看起来 还要平凡拥怒 哪怕王八没怎么接触过 其他的助记后期修士 在看到赵峰的时候 心中也油然升起 他也不过如此的感觉 心中顿时惊异不已 比起直接隐藏自己的境界 这种法术 却另有妙处 简单说 你是会忌惮一个身高矮小 但一身健子肉的敌人 还是会忌惮一个身形高大 但却一副被九次掏空的敌人 比喻虽不恰当 但无光束 便是起到了这样的效果 让人一看就知道 自己虽然有境界 但是实际却很弱 绝大部分人 至少同街在看到这种人的时候 都不会太过重视 还是师兄你高啊 王八忍不住竖起大拇指 实在是太阴了 没想到赵师兄这样的剑修 居然也会玩这套 不过王八却很喜欢 赵峰文言 呵呵笑了笑 若没有点小伎俩 如何能躲得过那些修士的鸣枪案件 你趁早练好 行走外界 也算是多了一重机会 王八认真点头 在赵峰的静心指点下 他很快变入了门 没花多长时间 就掌握了师展的诀窍 师弟果真是天赋异禀 赵峰见状 忍不住目录惊异 他当初学这个法术的时候 可以用了数月时间才掌握 然而师弟 却只是转眼间就学会了 显然在术法一道上 确实有着过人的才情 唯有王八自己清楚 是怎么回事 当前授援1.4年 作弊而已 只可惜 我这几年 却是始终没有找到 能够解决寄灵迁的办法 赵峰忽然叹息道 王八闻言 倒也没有太过失望 他如今的灵兽代理 便藏着一只寄生在一阶 上品灵归身上的 殷石虫子虫 这只殷石虫子虫成长很快 如今已经完美隐藏了 灵归的神魂气息 反正王八是感受不到 只等多神竹制作完成 他便可以测试一下 殷石虫子虫 究竟能不能真的彻底隐藏 一旦确认有效 他离开天门教的念头 便有了落实的可能 想了想 一人计短 两人计长 他干脆将这只灵归换了出来 让赵峰亲身感受了一下 竟有如此奇异的灵虫 能隐藏神魂 赵峰见到这只被寄生的灵归 也禁不住露出金融 因为即便是他 也完全察觉不到 这只灵归身上的神魂气息 不过 在听到殷石虫子虫需要寄生 才有这样的效果后 微微皱眉 可曾听说过第二丹田 第二丹田 王拔面路疑惑 师弟不知道也正常 这是一位修行界前辈高人 提出来的一个设想 乃是为了解决修行者的 迫近艰难问题 赵峰道 这位前辈 便观无数修士修行之难 发现很多修士 明明天赋不错 却还是困顿在瓶颈之前 无法突破 其原因便是底蕴不够 根基不够 便想到另造丹田 在第二丹田中重修一遍 之后二者合力 由于系出同源 便能一起冲关 自然便能轻松迈入更高境界 听到这个设想 王拔也不由得面路金融 忍不住问道 那这位前辈成功了吗 成功了 昔日东圣宗的藏书中 便有与之类似的功法 可惜修行难度极高 再加上我当时并不需要 所以虽说知道 却并没有细看 赵峰面路遗憾 随即道 师弟不妨多去各大鬼市里看看 也许就能碰上这样的功法 以第二丹田寄生此虫 应该能解决师弟的困扰 王拔点了点头 心中也多了一份希望 若是能够找到 开辟第二丹田之法 便解决了王拔的后顾之忧 到时候便能任由 殷石虫子虫寄生 隐藏神魂 不过让他还有些犹疑的是 这殷石虫子虫 毕竟还有母虫存在 若真的以殷石虫子虫寄生的办法 脱离天门教 却还需要解决 那位金合成的令真修 当然 这是之后要考虑的事情了 有赵师兄在 想必也能解决 对了 师兄你之前 说要体悟雷结 王拔不由地看了眼 旁边捧着灵机精华服用 同时身上血肉模糊 涂满了药膏的物元王 方才若不是物元王跳出来 挡住了那个助击中期休士 他恐怕在遭遇 对方的瞬间 就被那个锤形法器 砸成重伤了 之后被二阶天雷子 炸得浑身爆裂 物元王也还是坚守在最前方 给王拔争取到了出手的时间 此次能胜 物元王鞠躬至尾 只不过 他也因此身负重伤 尽管在灵机精华 和王拔之前准备的灵药的使用下 伤势好转了不少 但这种状态下杜劫 显然太危险了 赵峰看了眼物元王 眼中闪过一丝赞叹 等他恢复了再说吧 这只灵源 确实是护道之宝 王拔闻言点点头 也便准备将物元王收起 然而让王拔意外的是 物元王却第一次表示了反对 两只长着灰毛的手掌 不停地指着天上 你想现在杜雷结 王拔微微皱眉 隐隐读懂了他的意思 物元王似乎听懂了王拔的话 连忙点头 眼中更是充满了坚定之色 可是你现在的状态实在是 吸 吸吸 物元王急得抓耳挠塞 不行 王拔果断拒绝道 他并不想让物元王冒险 不光是因为他在物元王的身上 耗费了大量的珍贵资源 也是因为物元王方才的表现 让王拔心底 真正接受了这只小猿猴 然而物元王的反应 却是让赵峰 多有些看不下去了 师弟 要不你就让他试试吧 万物有灵 想必不会主动赴死 赵峰开口道 听到赵峰的话 王拔面露迟疑 然而万万没想到 物元王竟然恭敬地跪在王拔的面前 毛茸茸的双掌 何时叩手 见到物元王如此作态 王拔终于松动了 罢了 这是你自己选的路 王拔叹息了一声 犹豫了一下 又给物元王滴入了一滴 原本留给不禅的神华路 同时又给了他不少灵机精华和灵果 随后 在物元王全部吸收后 他才终于 悄然在物元王的身上存入了少许的寿源 下一刻 天空变得昏暗起来 一缕缕乌云 开始在物元王的上方汇聚 王拔和赵峰全都主动退开 其他被放出来的灵兽 也有如大祸灵头 慌忙逃到王拔的身后 那只被寄生了的灵龟 在感受到天空中的茫茫天微之后 也吓得缩进了龟壳里 而王拔和赵峰的注意力 却全都不约而同地落在了天空上 和之前相比 乌云中汇聚的力量 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 这让王拔稍微放了点心 很快 乌云汇聚 旋即一道水蛇般粗的银色雷结披下 清河城 城郊 李三湾附近 令西文虚立半空 此刻竟单手掐着一尊 如同死狗一般的绿衣修士的脖子 鼓捉的脸上露出一丝冷色 总算是让我抓到你了 该死的魔秀 绿衣修士此刻还未死去 身上还带着注击后期修士特有的法力波动 只是眼底却带着一丝惊恐和震撼 你是五金门的那个长老 你不是已经死 死了吗 魔崽子倒是有点眼力 是从我出手的法术认出来的吗 令西文听到对方竟然叫破了自己的根底 眸中顿时闪过了一丝诧异 不过随即吃笑一声 认出来又如何 你死了 就不会有人再知道了 至于五金门 手掌一捏 堪称是浩瀚的法力波动 便直接将绿衣修士的身体捏成了一个肉团 随即令西文的手掌中 忽然裂开了一道缝 一只长相怪异的人面虫子 飞快地从缝中爬出 察觉到了肉团 顿时便惊喜地爬了上去 损失起来 令西文见此 面容上没有丝毫的表情 只是静静地看着肉团一点点消失 子虫的接连损失 让他心里充满了对魔修 和那个肇性见修的怒意 这次 他终于抓到了 在金河城附近 抓捕散修的魔修 不如此无意泄粉 不过就在这时 人面虫子忽然停住了进食 背部的人面 竟然发出了令人惊悚的尖叫声 有子虫在恐惧 感受着人面虫子传来的情绪 令西文鼓捉的面容上 顿时闪过了一丝冷意 看来还有魔宅子 他立刻伸出了手掌 人面虫子不舍地看了眼肉团 随后 还是爬进了缝中 令西文随手 便将一只长着独角的黑犬换了出来 将那团修饰捏成的肉团 丢给了黑犬 黑犬眼馋地嗅了嗅 可闻到了人的气息 却并不敢实用 看到这一幕的令西文 微微摇头 和你的原主人一样 都是有贼心没贼胆 李渠的心思 他早已冻落观火 只不过 眼下也确实需要一个 助击修士给他打下手 不然 他早就把对方 当作鹰食虫的食物了 就如同那个高真修一样 不过就在这时 射犬却忽然狂吠了起来 令西文先是一愣 旋即察觉到了射犬的意思 眼睛不由地一亮 你闻到了熟悉的味道 是天门礁的那个小杯 他离开天门礁了 哄 毫不迟疑地 披在了下方的雾元王身上 雷光闪动 天地奇音 仿佛在雾元王的身上 都染了一层神秘的暗影色 噼里啪啦 雾元王的身上 发出了一声声炸裂的声响 血肉在雷击之下 迅速变得焦虎崩碎 然而雾元王立在雷光之下 却凛然不惧 一如从前一般 盘坐在地上 任由雷光洗礼 第四道了 不远处 王八默默地记着雷击的次数 前三道雷劫 连雾翼他们都能渡过 雾元王自然没有任何的问题 甚至身上的伤口 都在雷劫中 被激发了生机 迅速地恢复 然而 这第四道雷劫 却威力抖增 连一旁观摩的兆风 都不由得面露正中 这一道雷劫的威力 快比得上金丹杰的第一道了 王八顿时更加忧虑 修饰杜劫 尚还能依靠法术和法器的帮助 而雷元王杜劫 却只能依靠自己的肉身 可想而知 难度之大 关键是 雾元王也只是二阶中品而已 纵然肉身强悍 可只凭肉身 据接受金丹杰程度的雷劫 还是有些勉强了 但此刻雷劫 已经进行到这个地步 再想停下 已经不可能 要么成功 要么生死 王八也只能期望雷劫 能够到此为止 但 王八既然将雾元王 强化到了二阶中品 雷劫对雾元王的考验 自然也随之强化 很快 第四道雷劫之后 乌云非但没有消散 反而孕育的力量 更加惊人 这一次 雾元王没有再继续盘坐下去 而是站起身来 双掌做出撑天的动作 眼眸之中 所有的瓶颈都已消失 取而代之的 是一抹根植在 班山源血脉深处的暴力 和不服天地的倔强 谢 第五道雷劫 当头披下 犹如一道银色匹链 轰然乍响 然而 面对如此惊人的雷劫 雷劫元王双脚踏地 不退反进 雷劫劫中 雷劫元王的瞬间 血肉横飞 传来阵阵交响 森森白骨之上 隐隐有电光流动 然而遭此重创 尽管身体之中 气息微弱如烛火 可雷元王却双眸 灿然若神 目光炯炯 接住 就在这时 赵峰忽然抛出了一样东西 丢给了雷元王 雷元王抬起了 指圣手骨的手掌 勉力接住 看了一眼 随即毫不犹豫地将之吞下 王八看了一眼 只是大约看到了 那是一颗暗金色丹丸 却也看不出是什么东西来 那是 雷光莽的内丹 赵峰盯着雷元王 头也不回道 雷光莽 三接灵兽 王八不由地双眸微瞪 三接 也就是金丹层次 而三接灵兽的内丹 那就等同于金丹真人的金丹了 如此珍贵的东西 赵峰竟然说给就给 然而 东西已经被雷元王扶下 王八就算想要推辞 也没办法了 师兄 你这也太贵重了 客气什么 我之前得到的东西 大多被我用来 交换养魂珠的晋升材料了 否则也能给你写 赵峰却是道 王八文言也能理解 想要将本就是三接的养魂珠 再进一步提升 所需要的资源 对于助激进的修饰来说 无疑是海量的 不过他也没有心思 再多客气什么 天空中的乌云 竟依然没有消散的意思 再度酝酿起来 第六道 赵峰面色也变得凝重无比 雷云之中蕴藏的威压 让他都不由地凛然 而王八的目光 也越发紧张起来 好在 似乎是那枚三接内单产生了作用 物元王身上的伤势 恢复得极快 只是眨眼间 身上露出的白骨上 便已经生出了血肉 而物元王 却依旧是一声不吭 只是眼中的光芒 却是越来越亮 灿若星辰 天空之中 酝酿已久的雷云里 无数雷霆之声哄响 谢 物元王猛然双掌拍中地面 地面轰然震动 在他的脚底 吐石崩裂耸出 犹如崛起的山峰 竟将物元王直直 送上了天空 仰天怒吼 双臂张开 拍打胸前 随即双腿用力一蹬 冲向了雷云 与此同时 雷云之中 终于有一道雷霆踢下 雷光 瞬间淹没了半空中 高高跃起的小猿猴 雷霆闪动 犹如一片雷池 王八目光紧紧地看着半空 而赵峰也看着天空 似乎隐隐有所触动 很快 雷池终于渐渐消散 一道闪动着电光的身躯 从半空中跌落了下来 赵峰心念一动 化作一道剑光 瞬间便接住了 雷云王的身躯 然而在接触到 萦绕在雷云王身躯外边的 电光时 却不由得微微一致 他顿时目露惊异地 看向雷云王 王八也紧跟着赶了过来 剑撞连忙道 师兄 怎么样 没事 还活着 只不过暂时昏过去了 赵峰法力游走 迅速消灭了身体中的麻痹感 旋即将浑身上下一片焦黑 几乎看不出曾经模样的雷云王放下 忍不住再次感叹道 师弟培育灵兽的本事 昔日万寿房的皇长老比之拟 恐怕也有所不如 师兄过誉了 王八给雷云王位下灵机精华 随后又以法力将之带动全身 他没觉得自己 真如赵峰所说的那般厉害 而赵峰也没有停着 从储物袋中 取出了一些 他从其他修饰身上收获的疗伤灵药 递给了王八 王八将之敷上 也许是雷光莽媒丹的效果 又或许是赵峰给的疗伤灵药效果非凡 没多久 王八便看到雷云王体表焦黑的皮肤渐渐脱落 露出了其中的新生皮肤 皮肤上 一根根毛发迅速生长 只不过和之前有些灰扑扑的毛发不同 新生的毛发上 却多了一丝悠悠的荧光 半日后 一只长相与之前盼若两猴 一身银色毛发的雷云王 出现在了两人的面前 而雷云王也终于睁开了眼睛 拂一睁眼 王八便好似看到了 两道电光映入眼中 二节上片 赵峰在一旁忽然开口道 王八闻言心中一阵 目露惊喜地 以灵光浮测式了下 果然如赵峰所言 而刚刚苏醒的雷云王也颇有灵智 先是对赵峰叩手 旋即便收敛了身上不时冒出来的电光 乖乖地跳到了王八身边 赵峰赞赏的微微汗手 看来此缘灵智已开了 王八也点点头 心中充满了意外的惊喜 灵兽开智极为不易 但一旦开智 便有了踏上修行之路的可能 物源王本就灵性十足 在王八的培育下接连晋升 如今灵智已经和七八岁的孩童 无有区别了 只要继续培育下去 早晚能够在他的指点下 踏上修行之路 不过 灵兽修行之法倒也少见 想要得到恐怕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只能以后有机会再说了 虽然如此 王八也极为满意了 多了一只二阶上品的物源王 他行走在外的安全性 自然又高了不少 至于赵峰 他也并没有奢望 对方能够一直在这里陪着自己 毕竟他深知对方的道 乃是自由自在的修行之道 不会停在这里多久 当然了 在赵峰离开之前 王八还准备请他帮忙出手 拿下那个金合成的令真修 毕竟对方身上还有殷石虫母虫 不拿下他 王八实在是不放心 择日不如撞日 他连忙开口道 师兄 待会可否陪我去找 就在这时 赵峰却忽然抬头 看向远处 王八微微一愣 旋即也察觉到了什么 连忙朝赵峰看的方向看去 只见天边处 陡然有一道身影 风驰电掣般飞来 甚至带起了阵阵呼啸 王八神色微紧 他莫名感觉 这道身影 似乎就是冲着他来的 赵峰眯起了眼睛 气息再度收敛 给人的感觉 甚至还不如他身旁的王八 而王八的感觉 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哄 一道气息浩瀚的身影 舒然停在了两人的面前 气浪翻卷 笑声震震 来人面容鼓捉 神态冰冷 然而诡异的是 他的身上 竟完全察觉不到神魂的气息 有如死尸一般 他的目光 先是扫向赵峰 助击后期 随即便毫不停留地掠过赵峰 落在了王八的身上 目光森然 就是你杀老的徒儿 是金合成的令真修 这一刻 王八瞬间瞑目了对方的身份 只是没想到的是 对方竟然非但是助击后期修饰 气息还如此惊人 灵台之中 景声大作 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怖之感 袭上心头 而感受到威胁 身后的物元王 忽然一个跳跃 越过王八 冲着对方呲牙 二节上品 令西文目光扫过物元王 鼓捉的面容上 闪过一丝亚异 随即便化作了一丝冷笑 好东西 可惜跟着你 着实浪费了 说吧 大手一张 法力狂勇而出 扑向王八 一道道经文幻象 出现在令西文的身后 似乎带着无上的威严 连刚刚杜劫的物元王 都瞬间身体一致 然而就在这一刻 令西文却只觉得汗毛直立 仿佛自己被一种 极为可怕的存在 盯上了一般 他猛然回头 旋即瞳孔皱缩 是他 那个看起来就很弱的修饰 看走眼啊 他竟是见修 无数念头 在他脑海里翻滚 这一瞬间 一道惊艳的 甚至令他感到 惊恐的剑光无声亮起 刹那间越过了两者之间 本便极短的距离 直接便刺在了他的身上 他甚至都来不及躲闪 危急时刻 他只能立刻激发了法力屏障 甚至连防御法器 都没有来得及激活 然后 他便惊恐地看着那道剑光 犹如烧的赤裂的铁棍 捅进雪中 冰雪消融 古着的面容 甚至没有来得及 露出更多的情绪 眼中的光彩 便已经暗淡下来 到了此刻 他还是没有想明白 燕国这里 究竟何时出了 这么一位堪称恐怖的剑修 但恍惚之际 他似乎又隐隐想到了什么 从送过来的 赵姓剑修 是他 碰 尸体从高空中坠落 一本黯淡的书册法器 以及一件二阶极品飞行法器 也随之跌落在一旁 王八走过去的时候 已经看不出对方的模样了 尸体被整齐地断成了两截 面容血肉模糊 看着尸体的惨状 回想起树西之前 这位令真秀的惊人风采 王八心中止不住地震惊 一尊铸鸡后期物 似乎已经达到铸鸡圆满 令王八都感到心颤的强大修饰 竟然也完全吃不住赵峰的意见 这一刻 他终于明白了赵峰说过的 铸鸡后期修饰 弱得很弱 强得很强势 什么意思了 铸鸡后期的水 实在是太深了 原本王八心里还有些沾沾自得 觉得自己 已经可以在铸鸡修饰中称雄 然而如今这一幕 却让他瞬间清醒 看来 我要走的路 还很长啊 王八感叹了一声 玄吉立刻忍着恶心 翻找起对方的身体 果然就在对方的丹田位置 找到了一只长相怪异奇特的人面虫子 只不过 人面虫子状态极度违靡 似乎主人的身死 对他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这就是殷石虫吗 似乎和子虫并不像 不过对方身上 毫无神魂气息的特点 却还是让王八 一下子就认了出来 抓在手中 顿时生起了一丝不真实感 念叨了好一阵子的殷石虫母虫 王八这个时候也走了过来 看了一眼地上的令西文尸身 并没有太过在意 疑惑地问王八 对了 刚才你想说什么来着 王八文言微微一致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玄吉摇摇头 没 没什么 他玄吉举起手中的殷石虫母虫 师兄 这个我就后颜留下了 赵峰看都没看 留着吧 你用得着 这个人修为不低 身上应该还有些好东西 你也都留着 王八却坚决地摇了摇头 知道赵峰如今也急缺大量的资源 更何况若不是赵峰 以这位令真修的强大 他也拿不到这殷石虫母虫 不过赵峰却道 方才观摩此缘杜绝 我心有所悟 这就回去整理下收获 这里便由你来解决吧 到时候你来苍蓝城 咱们一起去玲珑鬼市 王八文言也只好点头 随即赵峰便迫不及待地 化作一道剑光 消失在了王八的面前 看着对方离去的身影 王八摇摇头 旋即收起了令真修的储物袋 灵兽袋 和跌落的两件法器 然而让他失望的是 也许是因为令真修的神魂 更强于他 他并没能破开令真修的储物袋 可惜 他又拿起那本书册法器 和飞行法器 却发现也是如此 奇怪 王八只好强行将之 收入自己的储物袋中 只是他没有发现的是 一道无形无质 甚至连神石 都未曾察觉到的虚影 从书卷法器上脱离 随即悄然漂浮在王八的身后 该死的剑袖 旷眼 实体旁 虚影飘忽 隐隐能看出人形轮廓 正是令熙文的残魂 此刻悬浮在王八的身后 看着远方早已消失的男身影 令熙文一贯古井不拨的心中 也不由地生起了一丝难掩的后怕 差点 差点就没了 若不是我向来留有后手 早就分割了一部分神魂 在五金书上 又以五金书为掩护 隐蔽了神魂 恐怕 这该死的剑袖 想到方才那个剑袖 饶食令熙文素来孤傲 此刻也不得不承认 这是他见过的 最为惊艳的铸鸡剑修 哪怕他 还是昔日的五金门长老时 虽贵为金丹真人 遇见这样的修士 也会郑重几分 毕竟这般的人中之节 任后宁丹的可能性 几乎达到了七八成 只是 他无论如何都没想到 自己不过是来收回 属于自己的东西 却偏偏就倒霉地 遇上这么个煞心 最可恨的是 对方藏得实在是太隐蔽 连他都只是察觉到 对方有铸鸡后期的修为 却完全没有 察觉到 对方竟然能爆发出 如此惊人的手段 三十年苦功啊 就此付诸东流 令西文咬牙切齿 回想起他来到 金河城后众活的这三十年 好不容易在 殷石虫的帮助下 苦心经营 费尽心思 非快提升到了 助击后期 结果 却一招幻灭 饶使他见惯了风雨 经历过诸多大起大落 此刻也还是忍不住 一阵心痛 有殷石虫在 再加上他本来 金丹真人的底蕴 未来至少在原因之前 他的修行道路 十年便能重回金丹 到时候 不管是复仇 或是重掌五金门 都不在话下 形势一片大好 然而 先是自己特意收下 用来散布子虫的弟子 被天门教修士击杀 导致部分 殷石虫子虫丢失 之后便是这个 赵姓剑修道来 引得燕国魔修 闻风而动 牵连了金河城附近 一大片散修 以至于他苦心 留在这些散修身上的 殷石虫子虫 也一个个被牵连而死 最终 为了保存足够的 殷石虫子虫 他不得不重新将目光 盯上了眼前 这个天门教修士 却又恰好撞在了 那个该死的 赵姓剑修手上 回想种种 他对这个罪魁祸首的 天门教修士 简直就是恨之入骨 想到这里 令熙文的残魂 看向眼前的 天门教修士 心中顿时闪过一丝狠力 你害得老夫沦落至此 老夫夺你身躯 继承你的一切 也何该如此 玄机立刻便冲向了 王八的眉心 只要夺射了此人 纠战雀巢 说不定便能借此 混入神秘的天门教中 到时候再重新 炼化殷石虫 说不准 还能活出 更为精彩的第三世 听闻那天门教 还有原音真法 他或许也能有望 一窥原音大爆 心中想着这些 令熙文的残魂 已经冲进了 王八的眉心 然而 就在冲进去的这一刻 令熙文陡然察觉到了不对 神魂就仿佛 来到了一片烟红戒雨 目之所及 只看到这界域之中 竟坐落着一座庙宇 庙门大开 当中坐着一尊无面神像 神像隐隐浮现出了一丝轮廓 这 这是什么情况 灵台里 怎么会有一座庙 饶式令熙文前前后后 修行了三百多年 见多识广 不知遇到过多少稀奇古怪的事 却也从未见过 如此诡异的事情 就在这时 庙宇竟忽然震动了起来 与此同时 庙门处陡然传来了一股 极其诡异的犀利 令熙文甚至都没反应过来 便瞬间被吸了进去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竟然重新凝聚了身体 跪在了神像前 而让他心生惊恐的是 原本的无面神像的嘴部位置 竟然裂开了一张嘴巴 嘴巴之中 赫然长着密密麻麻的尖锐牙齿 他眼睁睁看着自己 不受控制地飘了起来 主动将自己的身体 送到了这无面神像的嘴边 然后 咔嚓 无面神像尖锐的牙齿 在他的手臂上 用力咬下 半条手臂连同手掌 瞬间便被无面神像咬下 用力地咀嚼 在咀嚼的同时 嘴角还露出了一丝诡异无比的笑容 明明没有眼睛 面部也没有任何的其他器官 可令熙文却只觉得 神像似乎在盯着他 盯着他的喉咙 这究竟是什么怪物 为什么一个住机修饰的灵台里 有这么恐怖的东西 这一刻 在神像面前丝毫无力的令熙文 亡魂大冒 什么纠战雀巢 什么众活第三世 这些筒筒都被他甩得老远 此时此刻 他的心里唯有一个念头 逃 逃出去 想到这里 他的心中顿时 闪过一丝狠力 没有任何的犹豫 神魂凝聚的身躯 陡然爆炸了开来 无面神像 似乎也没有预料到 令熙文居然有如此魄力 竟也没有反应过来 而借着这股爆炸 令熙文的残魂 顿时恢复了控制 尽管他只剩下了头颅 却还是立刻拼了命地 往庙宇外逃去 阴 庙宇中 无面神像发出了一声怒吼 然而 他似乎并不能脱离所在的神作 只能眼睁睁看着令熙文的残躯飞走 不过 他随即便被散落在庙宇内的残肢 吸引了注意力 他张大了嘴巴 一股犀利 便将四周的令熙文残躯收拢 随后一口吞下 呼 伴随着一阵恍惚 当令熙文冲出灵台 看到外界的天光时 心中陡然升起了一丝 劫后余生的狂喜 回想起方才 不 他甚至都不敢回想刚才的经历 太可怕了 简直比那个剑修还要可怕 那个赵姓剑修虽然很强 但是强得明明白白 可是这个天门教修饰灵台里的东西 却诡异地 让他难以抑制地 升起一丝发自心底的恐惧 这种恐惧 甚至是他在看到这个天门教修饰的时候 都忍不住产生了一种畏惧感 在这种恐惧面前 甚至生死之间的大恐怖 都显得渺小 呼 刚风吹过 令细纹残魂 陡然一个哆嗦 不好 神魂太过残破 必须要快点夺射 不然就会被这天地间的刚风吹散了 他连忙看向四周 在看到那个天门教修饰的时候 他瞬间心中一跳 连忙掠过 这种煞心 他躲都来不及 哪敢再去招惹 然而举目望去 四周除了这天门教修饰外 就只有一些灵兽 压根就没有第二个人 而以他现在神魂的残缺程度 若是不立刻进行夺射 必然神魂消散而死 这无论如何 都是他无法接受的 情况危急 多年的修炼带来的心性修为 却让他越发冷静 他目光扫过这个天门教修饰身旁的几只灵兽 顿时心中一动 修饰是没指望 可是 灵兽或许还有机会 想到这里 他立刻将目光落在了其中最亮眼的猿猴身上 和班山猿倒是有些类似 不过一身银色毛发 同时也是二阶上品灵兽 看起来便非同凡响 不行 这只猿猴灵兽周身 似乎有雷霆之力营绕 而且神魂也颇为强大 我夺舍不了 神魂最是惧怕雷霆 他立刻放弃 旋即又将目光落在了一旁的一只 浑身碧蓝的灵龟身上 然而 这只灵龟身上的气息 却也让他选择放弃 仅有一阶上品 而且其中 似乎还被殷石虫子虫寄生 他一旦选择了夺射这只灵龟 要不要多久 就被殷石虫子虫 吸干灵力精血而死 神魂的强度 却弱得十分明显 正好一公一母 这天门叫修士 看来擅长培育灵兽 令熙闻暗倒 很快 他便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残魂瞬间撞进了 那只弓灵机的脑袋里 弓灵机微微一致 旋起两只眼睛快速眨动 隐隐变得灵动了许多 只不过很快 弓灵机的眼眸里 那四灵动又迅速收敛了起来 仿佛再度恢复成了曾经的呆愣 王八甩了甩头 他刚才隐隐感觉自己的灵台 似乎闯进去了什么东西 不过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那个东西似乎又跑了出去 环顾四周 在看到那位令真修的尸体时 他微微眯起了双眼 心中隐隐有了猜想 收拾好东西 他换来了物元王 给 这是给你的奖励 王八笑着将一坛灵机精华 和一筐灵果 交给了物元王 物元王咧开了嘴 露出了里面的大黄牙 随即小心地将这些东西抱在怀里 来 你也有份 看了眼一旁缩着脑袋的碧水灵龟 虽然是用来培育英式虫子虫的试验品 不过他也还是拍了拍他的龟手 随后将一堆灵果塞到他嘴里 甲十六早就凑了上来 王八摸了摸他的鸡头 顺便摸了把小腹 回去赶紧给我下蛋 随手给他塞了把鸡料 最后 他拍了下反应有点迟钝的甲十五 也给他喂了鸡料 等几只灵兽都吃完了 他才将这些小家伙 全都收紧了灵兽带里 回首又看了眼令真修的尸体 王八的脸上浮起了一丝 大有深意的笑容 旋即一挥衣袖 踏上了飞行法器 直奔天门椒飞去 剑涛驻地外围 蜀地 当贾十五从灵兽带里 被放出来的时候 看到周围的环境 尽管尽力掩饰 却还是不由地流露出了一丝 不易察觉的好奇 贾十五 不 令细文的心中 对天门教自是好奇无比 虽然曾使金丹真人 在燕国一方宗门的五金门中 也仅在两三人之下 可在天门教这等庞然大物面前 却也算不得什么 而由于天门教的神秘作风 燕国修界大部分宗门 对天门教都所知甚少 连他也不例外 不过如今夺射了这灵机 却是给了他一窥天门教的机会 只是看了一圈 他也并没有看出什么来 只能看出 这里似乎并非是在天门教的核心地带 再多的 却是受限于雷弱的神魂 无法感知到更多 必须要想办法恢复神魂 而且 这只灵机明明是二阶中品 怎么兽缘这么少 只剩下大约十几年 体会着身体的状态 令西文暗暗皱起了眉头 只不过 他立刻便察觉到 一只灵机露出这种表情 未免太过奇怪 又连忙恢复了之前的呆愣模样 但神魂雷弱 兽缘极短的问题 却还是营绕在他的心里 无法散去 前者还好说 以他的底蕴 想想办法 还是有机会恢复的 可后者涉及到兽缘 却着实超出了 他眼下的能力范畴 而最让他感觉严重不适的是 灵机的身体和人体完全不同 虽然也能够吸收灵气 但却并非转移到 丹田中进行炼化 而是直接用来蕴养肉身 转化为 蕴藏在身体里的灵力 肉身虽然强大了 但是却没有法力可用 而没有法力 自然也就无法使用法术 不过仔细体会了一番 他倒是发现 凭借肉身中蕴藏的灵力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 代替法力 具体的效果 却需要他仔细尝试一番 只是那位天门教修士 就在旁边 他暂时也不敢展露出异常 生怕被对方察觉 不过就在这时 令熙闻敏锐地察觉到 那个天门教修士 忽然朝他看了过来 眼神里 似乎还带着一丝疑惑 令熙闻心中顿时一领 他为什么会看我 是我哪里表现得不对 他微弱的神识 连忙扫过四周 就发现周围的灵机们 全都在飞快地 着实着地上的鸡料 相比起周围的灵机 只有他一个人 一只鸡是站着不动的 确实是太过显眼了 而就在这时 那个天门教修士 忽然面露疑惑到 奇怪 食物怎么也不吃 是不喜欢吗 看来得给他添点灵虫了 令熙闻闻言 瞬间眼前一黑 心中再无金丹真人的矜持 顿时忍不住破口大骂 哥哥 大骂归骂 感受到对方投来的 狐疑目光 他还是立刻强忍着 心中的恶心 勉强着实了一口地上的鸡料 出乎意料的是 味道居然还不错 只不过 他很快便认出了 自己刚才吃的是什么玩意 鱼骨头 该死的摩羞 居然给老夫吃这样的东西 令熙闻心中称怒 但未免被对方察觉 他还是硬着头皮 又啄了一口 该死的摩羞 等老夫重回巅峰 定然将你碎尸万段 哥哥 一边着实 一边暗骂 直到他看到对方 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木屋里 并且升起了阵法屏障后 令熙闻这才松了一口气 停止了进食 看着身边灵机们 埋头着着激谣的呆傻模样 令熙闻冷哼了一声 和这些灵机一起进食 对他来说 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但大修士能屈能伸 这一点 他还是能够做到的 想到这里 他又连忙琢磨起了 今后要做的事情 夺射了灵机 既是坏事 也是好事 坏事自然是修行难度大幅提升 比起之前在金河城的情况 确实要难得多 但好处倒也不是没有 藉由这个天门教修士 他得以以灵兽的身份 进入天门教 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或许有机会 能够接触到天门教的核心传承 且相比之前神魂消散的结果 这已经是极大的改善了 不过 兽源的问题必须要解决 否则灵兽想要晋升 本就困难 这么短的时间 压根无法得到改变 令熙闻心中暗暗思索 提升兽源 办法无非几种 要么找到天地灵药 或者是炼丹试炼旧的珍惜丹药 能够弥补损失的兽源 要么 便是寻找能够延年益寿的 功法修行 减缓兽源流逝的速度 不过对于修士有用的功法 对于灵兽来说 却几乎无法使用 这一条路短时间内很难进行 要么 就靠灵兽晋升挺接 从而使兽源得以提升 不过灵药什么的 压根也没希望 哪怕是他昔日贵为一宗长老 也没有收藏过这等珍惜灵药 靠灵兽晋升挺接 时间不够 也几乎不可能 此来想去 修行延年益寿的功法 反倒是成了其中 最为可行的方案 不行的话 也只能靠我自己 一点点摸索了 灵兽修行之法 实在是太过稀少 主要是正常 也不会有修士 会夺涉灵兽 没人会拿自己的修行 开玩笑 他也是被逼无奈 毕竟寿源只剩下十几年 对于一只鸡来说不算少 可对于一只二级中品的灵机来说 却着实太过可怜了 该死的魔秀 灵兽文忍不住又咒骂了一声 不过就在这时 他的耳边 却忽然响起了一个 有些类似于傀儡说话时的僵硬声音 丁 你已激活多子多福系统 宿主只要繁衍更多后代 便能获得寿源 当前寿源 十七点二年 灵兽文 这是什么东西啊 微弱的神识 迅速扫过四周 却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存在 他又故作不经意的目光 扫过四周 却并没有什么收获 然而令兮文不敢有丝毫的松险 压低着脑袋 着实着地上的脊梁 仿佛完全没有听到那声音 然而就在这一刻 他的视线角落处 却悄然多了几行字 当前寿源 十七点二年 当前子四数量 零 寿源提升 零 令兮文匪夷所思地 看着视线中多出来的这几行字 这一次 他终于忍不住 用神识 用灵力来感受 然而让他震惊的是 无论是神识还是灵力 完全无法感知到 视线中的那几行字的存在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系统又是什么 它是从哪猫出来的 令兮文的心中 充满了茫然和不解 他隐隐察觉到 这似乎是一种狠心狠心的东西 不过通过字面意思 他还是很快回过了位 多子多福 只要我身后代 就能得到寿源 这怎么可能 他是落魄了 可不是变傻了 身后代就能得到寿源 这合理吗 这很不合理 而且 能够随随便便给他寿源的 又是何等存在 这样的存在 又为何会看上他 反正左思右想 他都觉得不对劲 最主要的是 他也完全不相信 这世上竟然能有这种 天上掉线饼的好事 唯一让他很是忌惮的是 这位神秘的存在 竟然能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制造出这些文字 其手段太过诡异神秘了 远远超出了他的认知 到底是谁 如此手段 哪怕是原因修士 也未必能做到吧 令兮文暗暗皱眉私存 而就在这时 似乎感受到了他心中的疑惑 耳边再次传来了那个 有些耳熟的僵硬声音 本系统万界唯一 为上界修士 培育先议专用系统 宿主是否保留 提示 如选择否 本系统将自动与该宿主结绑 另寻宿主 否 等等 领导关键 令兮文忽然又迟疑了 假的也便罢了 可万一 万一是真的呢 他忍不住便想起了 当初刚刚夺舍了 金河城令兮文的时候 恰好便侥幸遇到了 极为罕见珍惜的英石虫 正是这波好运 让他在短短三十年里 从一个练器三四层的小修士 飞快提升到了助击后期 会不会 这一次也有这样的运气 尽管他依然不明白 什么是系统 尽管对于什么万界唯一 他也不是太明白 可这都不要紧 如果真的 如这个系统所言 只要自己能够繁衍后代 就能获得寿源 那就意味着 他终有一天 会踏上修行的巅峰 而眼下 也可以解决他寿源短暂的难题 而在这样的诱惑面前 是一事又能如何 反正 他已经山穷水尽 又能有什么 值得那等无上存在惦记的 想通了这些 令熙闻却又有些迟疑了 若他道屈未毁 便是强行灵性那些凡俗女子 乃至试炼气静女修 倒也无妨 可他如今是灵机 这又该如何繁衍后代 这机何人也 想到这些 令熙闻纵然贵为金丹真人 一时之间 也有些茫然 而就在这时 好巧不巧 哥哥 不远处 一只机关冲血帐红的弓针机 忽然跳上了一只母真鸡身上 看到这一幕 令熙闻瞬间如遭雷劈 整个人 整只鸡都僵住了 鸡 是何鸡 我 我 令熙闻迟疑了 大修士确实能屈能伸 可这他妈 根本不是能屈能伸的事啊 让他一个堂堂金丹真人 哪怕是盗屈被斩 神魂残破 落魄到只能夺舍灵机 去做这种事 他简直宁可去死 半赏后 他笨拙地跳上了一只 一阶上品灵机的背后 学着方台那只公真鸡的样子 犹豫地咬住了这只母鸣机的机关 弄了半天 甚至强行用爪子将其按住 也始终不得其法 忍不住环顾四周 又低头看了眼神下的母鸣机 他忽然脑子里闪过了一个 让他有些晕眩的猜测 这母鸣机 不会还没成熟吧 看了看对方头顶粉嫩的机关 又看了看周围母鸡头顶上 一小撮暗红的机关 令熙闻一度倒心断崩了 最终 还是三百多年的修行积淀下来的意志 让他撑住了 这一次 他找上了一只 明显便是身经百战的母鸣机 也不在乎 到底有多少只公鸣机 给他戴帽子 一回生二回熟 他利索地 跳上对方的后背 按赏后 母鸣机一脸不解地扭过脑袋 圆圆的眼睛 盯着有些僵硬的令熙闻 似乎在说 你特么隔着站岗呢 然而令熙闻此刻也是满脑子茫然 接下来 该干嘛 就这样就行了 是的 他虽然贵为金丹真人 但还真的不了解灵机的繁衍知识 他甚至今天才第一次看到 公鸣机和母鸣机是这般交配的 一旁的一只公鸣机 似乎都看不下去了 跳到了一只母鸣机身上 终于 观看了整个过程的令熙闻 恍然大悟 原来竟是要调动圆阳 当然 公鸣机灵性母鸣机 完全是由于发情的缘故 但令熙闻无论如何 都难以对母鸣机产生兴趣 所以 自己操控圆阳 便是最合适的办法 很快 他便顺利地将身下的母鸣机搞定 只是母鸣机 一脸忧怨地看了他一眼 便乖乖离开了 令熙闻终于忍不住干呕了一阵子 但玄机目露坚毅之色 经过这一番前所未有的魔力 他只觉得自己的道心 越发坚定起来 而他完全不知道的是 在他的眼底 悄然闪过了一丝烟红 王八轻轻收回了 留在木屋外的神石 面色复杂 他没想到 身为助机后继修士的令真修 居然如此拿得起放得下 为了受缘 居然连激动 没错 他早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原因就在于 令真修死后留下的储物袋和法器 全都无法破解 尤其是两件法器 其中蕴藏的神魂静置 依然浑厚无比 而这只是让他怀疑而已 真正让他确信令真修没死的 还是之前他察觉到 似乎有东西闯进了灵台庙宇中 不过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 这个东西又忽然闯出去了 王八立刻便反应过来 这个闯进他灵台的东西 很有可能便是令真修的残魂 而自己的身上既然没有问题 周边又没有别人 那么要么令真修的神魂已经消散 要么就是令真修的残魂 占据在了灵兽的身上 所以 他才特意给灵兽们发放吃食 趁机靠近 就是为了在不引起对方警惕的情况下 进行查探 而他的查探方式也很简单 那就是以阴神之力植入念头 灵兽由于灵智不全 阴神之力只能简单地塑造幻想和改变武感 反而难以有效植入念头 唯有拥有灵智才能顺利植入 而王八简单测试了下 结果便发现 连灵智已开的物源王 都没有受到阴神之力的影响 反倒是灵智很低的假食物 却受到了影响 从这一刻起 王八便知道 假食物已经不再是假食物了 不过由于原本的假食物之力低下 脾气暴躁 因此 王八一直都没取下他脖子里的灵兽圈 所以 倒也并不惊慌 也许是受天门教的影响 他反而开始细细思索起 该如何才能将令真修残魂的价值 全部榨取出来 一直到回了鼠地 他才终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真机的繁殖问题 他已经解决 但是高品阶灵机的繁殖问题 却一直是他比较头疼的地方 这些灵机 品阶越高 下的蛋合 孵出来的灵机便越少 除了假食物这一脉 属于幻影机 具备战斗力外 普通的灵机说实话 十分鸡肋 数量上不去 对他来说 就没有太大价值 还不如灵规 虽说孵化周期长 但稳定产出 而令真修的出现 却给了王八灵感 他于是便给占据了 假食物身体的令真修 植入了两个念头 一个 是他参照自己的寿源面板 制作出来的多子多福系统 另一个 则是他给对方 植入了对方 只剩下17.2年寿源的幻觉 实际上 假食物的寿源王八 从来没有汲取过 身为二阶中品灵兽的他 寿源差不多还有200年 王八打定了主意 只要对方按照系统的指示 和母灵机繁衍下一代 他便及时调整寿源幻觉 不花一块零食 主打一个榨干为止 当然 实际上对阴神之力的消耗 并不小 就这两个念头 便耗去了他近半的阴神之力 令他不得不花费时间 及时服用灵规精华 进行补充 而且他今后 估计要不定时补充阴神之力了 毕竟想要维持 对令真修的长期洗脑 阴神之力不能停 但有一说一 令真修的求道之心 还是深深震撼了王八 他本以为令真修会抗拒 甚至是 察觉到不对劲 脱离阴神之力的蒙蔽 直到他亲眼看着对方 毫不犹豫地 跳上了母灵机身上 这等破裂 王八微微摇头 钦佩无比 不愧是能以散修之身 修到住击后期的存在 想到这里 他从灵兽袋中 取出了阴石虫母虫 此次外出 哪怕是帮物猿王杜劫 顺利提升到二届上品 也比不上得到这只灵虫 这只灵虫 才是他此行最大的收获 鼠地 木屋里 王八坐在有些粗糙的木床上 手中拖着一只长 像怪异无比的人面虫子 正是鹰石虫母虫 这只鹰石虫母虫 被取出来的时候 明显比之前的微米状态 要好了一些 只不过在看到王八的时候 背部的人面 明显露出了警惕和戒备的意思 王八也不在意 以灵光服测试了下 发现对方竟是二阶极品灵虫 王八顿时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鹰石虫母虫 连身为助激后期的 令真修的神魂气息 都能够隐藏 想必用来隐藏我的神魂 也是可以的 不过 也有几点需要考虑 第一 根据猪剑易说的 鹰石虫母虫 若是在短时间内 得到子虫的大量反补后 会对宿主产生不利影响 甚至会反噬 第二 此虫乃是令真修的本命灵虫 令真修肉身陨落 按说它也应该死去 不过却只是受了重创而没有死 到底是因为令真修的神魂还在 还是因为此虫相对于修饰 其实是平等独立的呢 结合第一点 如果以此虫为本命灵虫 会不会宿主的最终结局 就是被其吞噬掉 不一定是这样 但这一点必须要注意 第三 此虫若是真的被我炼化为本命灵虫 其能否继续提升品鉴 否则 哪一天我的境界提升了 它却还是没有变化 神魂气息自然也就无法遮掩 会不会重新被天门教的人察觉 不过这一点眼下倒是不着急 第四 不需要此虫后 身为本命灵虫的它 还能否被舍弃掉 对我又会有什么损伤 或者 若是运用第二丹田之法 此虫能否被我收入其中 并且产生隐藏神魂的效果 虽然基于英诗虫母虫 对神魂气息的强大隐藏能力 可是王八也同样忌惮于此虫的不确定性 在不解决掉此虫的安全问题前 它绝不会冒险将之炼化 神识扫了眼目屋外面 它又看了看 那只被英诗虫子虫寄生的一阶上品灵龟 和前些日子相比 这只一阶上品灵龟似是并无变化 身上的灵力波动似乎还要更加强烈 然而王八记住神识 却隐约察觉到 这只灵龟的背部似乎空了一些 开始了吗 王八若有所思 显然英诗虫子虫在修饰 灵兽体内寄生也是有一个过程的 而现在 终于到了子虫收割的时候 当然 这还需要一点时间 收回神识 王八想了想 将英诗虫母虫放到了一小罐灵机精华前 英诗虫母虫 似乎感受到了灵机精华的浓郁灵气 背部的人面顿时露出了异动的神色 不过在看到王八的时候 还是充满了警惕 不敢丝毫动弹 王八见状 干脆在小木屋里不下一个小阵盘圈住 让英诗虫母虫 自己和灵机精华放在一起 英诗虫母虫试探了一阵子 很快便扑进灵机精华中 口气飞快张合 吞噬着灵机精华 倒是鼻子虫强得多了 子虫只能寄生 完全不会进食 见此情况 王八也不再多管 准备等这只英诗虫母虫恢复状态之后 再将之炼入灵兽的体内 看看会不会如他猜测的那样 而这次外出 除了令真修的英诗虫母虫外 倒是还有些收获 王八取出了一只灵兽袋 和一只储物袋 这两样东西 全都来自于那个高真修 首先翻开灵兽袋 结果发现灵兽袋里 只有一头长着独角的黑色小狗 这是什么灵兽 倒是从未见过 王八面露诧异 不过这黑色小狗一被放出来 就冲着王八 发出了低沉的呜吼声 显然是知道 自己的主人 已经被王八给斩杀了 因此充满了强烈的敌意 犬类灵兽 大多数都比较忠心 是为数不多 不需要怎么驯化 便能配合修士的灵兽 一些宗门 据说会特意培养犬类 灵兽作为护宗灵兽 由于犬类灵兽的忠诚 哪怕是身为主人的人类修士 受尽而死 他也会一直守护着宗门 王八喜欢这只黑狗的忠心 但不喜欢他冲自己叫唤的样子 不过 这只黑狗也是二阶下品灵兽 杀了倒是有些可惜 先留着吧 等以后若是遇到同类 再给他进行配对 随手拿了一个二阶灵兽圈套住 之后便丢进了灵兽袋里 随后 他便打开了高真修的储物袋 入木便是不少鬼市的入市令 以及一小堆 特意装在盒子中的中品灵石 中品灵石 大概有个二三十块 对于一位住基中基的修士来说 可以说是极为贫困了 毕竟随便一个二阶宝物 可能都需要大几十块中品灵石 之后 便是二阶中品的锤形法器 以及一件破损了的 二阶中品防御法器 还有一件二阶下品的飞行法器 品质都很刺 王八甚至都提不起 留下来自用的兴趣 他直接收了起来 准备到时候去玲珑鬼市的时候 顺得卖掉 除了这些 这位住基中期修士的储物代理 便着实乏善可陈了 几张品质低劣的 二阶下品服录和一些一阶服录 丹药 以及各种王八 完全看不上眼的破破烂烂 伏笔 丹炉等等 似乎这位高真修 也想着修炼一些修士技 不过看着上面九味拆封的样子 显然他早就放弃了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精致 王八随意看了看 发现都是一些 最为常见的一阶术法 和一本看起来便是三流的功法 难怪这家伙那么弱 简单翻了翻 王八直摇头 倒是有一张精致上 记录了一种名为 射犬的培育之法 让他眼睛一亮 射犬 只要被附上 其头上独角的射角箱 便能隔空感应对方的位置 王八立刻反应了过来 原来那种长着独角的黑色小狗 就是射犬 有如此追踪之能 倒是极为实用 这下 王八倒是对那只黑色小狗重视了先 不过黑色小狗对他敌意很深 他一时之间 也想不到什么好的办法驯服 简单收拾了下 却在灵兽袋中 看到了一颗拇指大的结白鸟蛋 鸟蛋上 已经浮现出一道裂纹 王八稍一回忆 立刻便想起来 这正是他之前在剑掏驻地 通往外界的通道中 无意中发现的鸟窝里的那颗 这是要孵出来了 没有母鸟孵化 居然也能像龟蛋那样自行孵化 实在是太过神奇了 王八嘖嘖撑其的同时 也连忙将鸟蛋取了出来 以他的敏锐无感 立刻便听到了其中的细微鸣叫 透过薄薄的一层蛋壳 甚至能看到其中小家伙的身影 王八立刻便找了一堆干枯的杂草 围成一个草窝 将鸟蛋放在了里面 为了防止他无意中跑出来 还特意在草窝旁边加膏 又观察了一阵子 见鸟蛋里又渐渐没了动静 王八犹豫了下 并没有动鸟蛋 在他的感知中 蛋里的小家伙生机浓郁 应该不会被困死在蛋里 又收拾了一阵子 他随即便又忙碌了起来 既然准备去玲珑鬼市二层 那么零食是少不了的 而他眼下 即便算上高真修的那二三十块中品灵石 也实在少得可怜 唯有多炼制一些灵机精华和灵规精华 去鬼市里兜售 换取灵石和他需要的东西 由于还不够熟练 他连续忙碌了几日 终于在玲珑鬼市二层开放前一天 顺利地将他培育出来的大部分下品灵机 以及部分灵规 全部做成了灵石 整整十盆精华 纯度还不错 大部分都达到了八成左右 最后两盆甚至达到了九成 当然 这其实仍未达到灵厨的要求 什么时候 他能顺利炼制出百分百纯度的灵机精华 和灵规精华 就说明这两种灵石的制作 他算是彻底掌握了 也就真正算得上是一位灵厨 毕竟 灵厨诞生的目的 便是尽可能地减少灵石中的杂质和有毒成分 提高对灵石的利用效率 而王八还尚未达到 可惜 若是能炼化天地间的灵火 也能弥补我对活法的欠缺 纯度说不定也能达到百分百 王八暗暗可惜 限制他的 无疑就是控火能力 可惜之前灵根资质提升 火灵根被瓜分 导致他运用其火焰尤为僵硬 尤其是细微处的操控 往往不够圆润 这在灵石的制作中 自然是差之毫厘 没有一千里 他这还算是好的 若是在炼丹石中 光是这控火能力差 就直接决了炼丹石之路 接下来 王八便不再耗费精神 而是在木屋里 静心打坐了起来 由于多了一个令熙文 需要以鹰神之力蛊惑 他必须每天都要抽出一定的时间 炼化精华 观想鹰神神像 继而补充鹰神之力 不过离开鼠地之前 他倒是意外发现 那只被令真修灵性了的母灵机 竟然下蛋了 一共下了八颗蛋 不过其中只有两颗是受精蛋 尽管如此 王八也十分高兴 令真修灵性的 是一阶极品灵机 而他 他本身是二阶中品 按照经验 孵化出来的灵机 多半会是二阶下品左右 二阶灵机极为难得 他这几年的培育 总共就十来之左右 这么短的时间内 便增加了两只 王八顿时欣喜无比 我的方法果然有效 当下心中微动 鹰神之力 立刻便有了变化 而与此同时 令熙文在看到 那个该死的天门叫修士 走近被自己授予了 原扬的那只母灵机 心中顿时紧张了起来 该死 这个魔修 不会是想要吃灵机蛋了吧 很快 心中的担忧成了真 这个该死魔修 竟然真的拿走了其中六枚灵机蛋 而且在他的眼面前 将六颗灵机蛋敲碎 火焰生腾 六颗鸡蛋蛋液迅速凝固 撒上了葱叶 被做成了蛋饼 令熙文的眼睛瞬间红了 哥哥 沙子之仇 不共戴天 嗯 等等 令熙文陡然反应了过来 面色难堪 不对 我是人 不是鸡 该死 这灵机的身躯 竟然在无形中 影响了我的认知 难怪几乎从来没有人会夺射灵手 令熙文隐隐恍然 显然夺射灵兽这种事情 看似简单 可失则却暗藏大坑 因为灵兽身躯 竟然会潜移默化地 同化自己的意志 不知不觉间 他便将自己带入到了灵机的视角 甚至真的会觉得 那些鸡蛋是他的后代 不行 我是人 是金丹真人 不是鸡 他当即强忍着 内心本能产生的心痛 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不过 他很快又察觉到了不对 他吃了我的后代 我的兽云 岂不是就无法提升了 该死的魔秀 待我重回巅峰 必将你碎尸万段 令熙文气得咬牙切齿 却也只能发出咯咯的叫声 而王拔虽然给令熙文植入了认知 但对方到底在想什么 他也无从知晓 不得不说 一接几品灵机的鸡蛋 单从灵气量来说 已经丝毫不下于一块下品零食 而且最主要是味道绝美 可惜布馋不在 不然倒是可以一起吃 忍不住便想起了布馋 可惜他如今忙于脱身的事情 实在是没有时间回到东盛驻地 也不知道让他换养的百香蜂 有没有做出风蜡来 就在他要离开之前 他又意外发现 木屋里的那颗鸟蛋 终于孵出来了 可灵机们刚孵出来 便长满了绒毛不同 这只小鸟浑身光秃秃的 只有后背上 有一撮湿答答的明亮黄毛 让王拔稍稍注意的是 这只小鸟的嘴巴成勾状 鹰类灵兽 鹰类灵兽的蛋 有这么小的吗 王拔回忆着自己看过的 玉兽类书卷 只觉得有些熟悉 一时之间 却也看不出来 这只小鸟到底是什么品种 随手拿灵光浮测了下 结果倒是让他极为意外 竟然是二节上品 他有些惊诧地 看着眼前的小不点 刚刚覆出来的他 连眼睛都没有睁开 躺倒在草窝里 两只小爪子 左灯右灯 就是起不来 此刻随便一只小老鼠 跑过来都能把它给啃了 可谁能想到 这竟是一只和物猿王 相同品接的灵鸟 想到自己辛辛苦苦 将物猿王培育起来 却也只是和眼前这个小弱鸟 同品接 王拔也不由得一阵无言 想了想 他耐心地等待了一阵子 等他把肚子里的卵黄消化完 对王拔发出了启石声 他这才拿着一只 现抓的乳鼠 塞到小弱鸟的嘴边 不过哪怕是小乳鼠 对这个小不点来说 也实在是太大了 关键是 小弱鸟似乎对此 也丝毫不感兴趣 不是食肉的 王拔微微皱眉 鹰类灵兽 基本都是食肉的 打小便吃肉 如此表现 说明这只小弱鸟 恐怕并非是鹰类 他又拿了 鸡料给小弱鸟尝尝 然而小弱鸟张大了嘴巴 喊发出了杀猪般的启石声 却对送到嘴边的鸡料 一点兴趣也没有 这也不吃 这就让王拔苦恼了 眼看着小弱鸟的叫声 越来越微弱 微微思索了下 他想到了一个方法 当即便将自己储物袋里的灵米 抓了一把出来 法力一阵 瞬间便研磨成粉 之后又敲了一颗灵鸡蛋 但轻不要 只留了蛋黄 将汁混入了米粉之中 很快 一小碗粘稠的米汤便成了 这就是素食鸟类常用的奶粉 随后他稍微加了点温度 小心地用草管吸了点 之后 塞到了小弱鸟的勾嘴边 结果小弱鸟嘴巴刚碰到 迟疑了下 便立刻奔出的张大了嘴巴 脑袋犹如打妆剂一样 被这草管快速缩了起来 有用 王拔心中惊喜 不一会儿 一根草管里的西米粉 便被缩干净了 小家伙脖子处的素囊 也鼓了起来 简直比他身体还要大 懒洋洋地躺在草窝里 随即便发出了憨声 见到这一幕的王拔顿时 哭笑不得 微微犹豫 他还是将之收入了灵兽袋里 鼠地这边没有人在 没人喂食的情况下 小鸟恐怕很快就会被饿死 随后 他便走出木屋 将除了正在复旦的那些母鸡外的 其余灵兽们也都装了起来 也包括令西文夺舍的假食物 做完这一切 他便驾驭着飞行法器 往苍蓝城飞去 苍蓝城 城主府 看到王拔从空中飘然落下 城主刘耀东的脸上 连忙挤出笑容 见过身前辈 内心却是又惊又畏 之前跟随在对方身旁的经历 如今回想起来 就像是做了一场大梦一般 其中又透露出一丝难言的诡异 那段时间的自己 就如同着了魔 行为举止虽然并无不同 可所思所想 却都在这位身前辈身上 也正因为如此 刘耀东看到王拔 心中天然 便带着一丝敬畏 而王拔再见到刘耀东 倒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 他给对方植入念头 却也并没有害了对方 临走前 还留了一些练器禁单要给对方 反正他自觉对得起自己的底线 微微汗手 赵师兄人呢 赵 赵前辈前几日回来后 便一直在休市闭关 至今还未出来 刘耀东先是一愣 旋即反应过来 连忙道 心中却是震惊无比 他万万没想到 这位身前辈 竟然和赵前辈是同门 难怪两人看起来都不好惹 也不知这二人到底师出河门 竟都如此厉害 王拔文言倒也没有着急 点点头道 那就等等吧 随即道 对了 你之前说你知道这玲珑鬼市的 二层如何去 是真的吧 回前辈话 确实是真的 只是 刘耀东为难地指了指自己的喉咙 王拔理解的点点头 明白 心魔大事吗 无妨 只要稍后带我们进去便是 多谢前辈理解 刘耀东顿时露出了感激之色 王拔等待的时候也没停下 自己也修炼了一会 同时给小若鸟又喂了一顿奶 终于 半日之后 赵峰走出了修饰 很快便察觉到了王拔的气息 当即赶来 十抵九等了 赵峰脸上带着一丝笑容 似乎之前观摩物猿王杜杰 收获不小 王拔也发现 伴随着境界的提升 身为剑修的赵峰 气质却越发温和 犹如藏剑侠中 然而一旦出剑 却又锋芒毕露 汗若两人 不着急 我也是刚到不久 王拔笑着道 两人也没有多做逗留 随即便让刘耀东带路 前往玲珑鬼市二层的所在地 一路上 四周山脉 河流在下方飞快退后 偶尔遇到一些 气息渊深莫测的助击修饰 王拔也丝毫不惧 心中更是充满了 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没办法 有赵峰这个大粗腿在旁边 只要不是金丹真人 无顾面皮亲自出手 燕国之大 恐怕还真没几个人 能留下他们俩 他难得体会到了背后 有人抵气足的感觉 而在刘耀东的带领下 两人很快便来到了玲珑鬼市 在此地的分室 一番繁琐的手段后 两人总算是顺利 进入了玲珑鬼市中 按照曾经朱建义的说法 这属于玲珑鬼市的第一层 而想要进入第二层 自然便需要从第一层进入 刘耀东熟门熟路 在第一层中找到了鬼市管理者 随后说明来意 都签过心魔大事吧 鬼市一层的管理者 是个中年人 询问道 王八和赵峰都点了点头 赵峰在宋国时便进入过鬼市 早就签过了 当下中年人点头道 两位巨士筑机修士 已经符合进入鬼市二层的要求 烦请两位将这个拿好 这边请 你不符合条件 留下 中年人对刘耀东道 刘耀东道也不意外 只是面露为难地 看向王八二人 两人自然不会为难他 只不过 王八还是甩了一道阴神之力 留在了刘耀东的身上 算是以防万一 中年人递给了两人 各自一块入市令 随后便引路到了一处传送阵前 两位道友 进去之后莫要慌张 看脚底下 中年人眉头莫尾地 忽然叮嘱道 两人不明所以 中年人似乎也没有解释的意思 这一次 倒是不需要王八他们亲自调整阵法 而是由中年人 在传送阵阵文中 添加了一块块零食 很快 阵法的光芒便将王八和赵峰吞没 等两人睁开眼时 入目便是一片云雾缭绕 浓雾之中 看不见任何的东西 便是神石扫去 也只得方圆丈许的范围 唯独能看到 脚底下隐隐有一道 只是一般的黑色路径 王八顿时明白了 鬼是一层管理者方才化的意思 两人面路警惕 各自收敛气息 随即便小心地 跟着脚底下的指示 在浓雾中穿行 走了不知道多久 终于 浓雾渐稀薄 神石能够探查的范围 也渐渐变大 很快就察觉到了 有人在说话 走动 吆喝 两人互视了一眼 不约而同地加快了脚步 不一会儿 一座热闹 而富力堂皇的方式 便映入眼帘 许许多多的修士 行走其中 财卖 受卖 吆喝 一如凡间的集市 少了点烟火气 却多了点瑰丽玄奇 而触目所及 这些行走之人 竟无疑不是 外界极为少见的助击修士 甚至偶尔还能见到一些 气息恐怖的金丹真人的身影 二位道友 可是第一次来二层 在下不才 已经参加鬼市数十次 经验丰富 极为熟悉这二层的情况 若是道友想要了解 尽可问询 不远处 一个面白无虚的老者 笑眯眯走来 对王八和赵峰报 赵峰当即道 此地为何有这么多助击修士 王八也不由得好奇地 竖起了耳朵 然而让两人意外的是 老者却并没有开口 只是笑眯眯地搓了搓手指 自然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微微皱眉 多少零食 哼 在下收费不贵 只需一颗中品零食 便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赵峰闻言 玄机面不改色地 看向了王八 十点 你来附吧 我身上一块零食都没有 王八 你不是斩了无数魔修的吗 零食呢 不过他也不缺这一块中品零食 连忙掏出地给了老者 老者顿时喜笑颜开 月发热情道 两位真是天仙转世 大德复生 日月见之近俯首 天地欲之一举色 道友 还是赶紧回答咱们的问题吧 王八开口提醒道 哼 是是是 这不是许久没开张 这二层鬼市说是二层 狮子连通了整个燕国 十二座玲珑鬼市一层 燕国筑机散修 此地少说 也来了有两成 自然数目极多 王八闻言 也不由得吃惊 难怪此地竟有这么多筑机修士 不过这玲珑鬼市 敢将这么多筑机修士汇聚一堂 就不怕招来燕国宗门的窥视吗 他当即问出了这个问题 老者听到这话 却是颇为自信道 这玲珑鬼市的背景 可没那么简单 道友尽管放心 别说燕国宗门没这个胆子 就算加上旁边的宋国 劳国 乔国 估计也没有几个宗门 有这样的本事 王八闻言和赵峰对视了一眼 据是难掩金融 敢问这玲珑鬼市 到底是何根底 王八连忙问道 不可说不可说 老者却是只摇头 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不过 当赵峰收敛了温和气质 眯起了眼睛看着他的时候 老者却忍不住心中一提 只感觉 一股骇人的剑意 描定了自己 哪怕明知道 鬼市二层禁止动手 他也还是经不住有些紧张 慌忙解释道 这个其实 在下也不清楚 真的真的 在下绝不敢骗道友 在下只知道 昔日燕国第一大宗 镇灵宫里的那位 元英真君 曾亲自对玲珑鬼市出手 却也杀鱼而归 从此 在无宗门敢对玲珑鬼市出手了 王八文言 心中震惊 元英真君 居然都奈何表玲珑鬼市 天门教教主 据说也是元英真君 这么说的话 玲珑鬼市 岂不是也不惧天门教 当然也说不准 毕竟住激进的修士之间 差距都如此之大 就更别说 是元英真君了 但无论如何 玲珑鬼市 显然确实 如这老者所言 背景绝不简单 而这样的势力 费尽心思 建造了那么多鬼市 布置了重重传送阵 真的只是 为了方便散修交换资源 王八的心中 浮过无数念头 但又被他一一压了下去 就算玲珑鬼市 真的有什么谋划 他不过 是一个小小住机修士 也与他无关 反正他也只是 过来采买修行物资而已 两人随后 又问了一些问题 这个老者 倒是也不负 之不无言言无不尽 对王八和赵峰的疑问 一一讲解 没有丝毫不耐 对了 此次据说 还会有玲珑鬼市 三层的名额发放 二位若有兴趣 稍后可去那边瞧瞧 临走前 老者特意指了 指远处一座宫殿 两人点了点头 老者走后 赵峰便开口道 师爹 我就先去附近看看 有巫师和我的资源 咱们待会 就在那座宫殿门口前会合 王八连忙拦住了他 师兄你不是没有灵石吗 赵峰笑了笑 修行时缺少灵气 便把那些灵石都炼化了 不过 我这里 还有不少之前 那些魔修的储物袋 里面还有一些 魔修法器什么的 应当是能抵得上一些灵石的 王八这才点了点头 玄机想到了什么 连忙将自己储物袋里 为数不多的高纯度灵机精华 拿出来给赵峰 好东西 赵峰接过手看了看 随即一去又还给了王八 我的道区乃是神魂凝聚 用不上这些 王八文言 只好作罢 叮嘱道 师兄若是缺少灵石 可来找我 虽然他身上也不多 但可以通过灵机精华来换 放心 真需要了 我也不会和你客气 赵峰笑着道 玄机便走进了人群中 王八当即也在人群中穿梭了起来 不得不说 虽然玲珑鬼石二层的规模 远比不上宋 燕两国边境的宁霞鬼市 但这些摊位里 物品的质量却明显更高 没走多远 他便看到有人 在兜售二阶纪品攻击法器 而且品质极高 其上流转的宝光 让王八都为之心动 当然了 价格也十分感人 八百块中品零食 直接就断了王八的念想 又转了转 发现实在是看不完 而看到的那些让他心动的东西 也无一例外 价格大都超出了 他目前所能承受的范围 想了想 他决定还是按照自己来之前 做的规划进行 优先将自己最为需要的东西买到手 随即 他便找到了鬼石二层的管理者 管理者是一个虚发揭白的锦衣老者 恰好便站在那座宫殿前 身上洋溢的澎湃气息 让王八瞬间生起了一股如芒在背的感觉 好厉害 王八暗暗吃惊 一个鬼石的管理者 给他的感觉 竟然丝毫不比之前的令真羞弱 甚至危险性还要更强一些 显然对方也是借此威慑鬼市里的修饰 防止有修饰在鬼市中煽动 道友想要在此地摆摊 倒也简单 只需要付十块中品零食 便能在此地找个地方摆摊了 锦衣老者面带淡笑地回道 十块中品零食绝对不算少 王八虽然心疼 但也还是付了零食 随后便得到了一个令牌 此令牌能够隐秘修为 也可以改变容貌 摆摊结束之后 还要还回来 锦衣老者道 王八随即便找到了一个靠近宫殿的位置 随后便将灵机精华摆了出来 随后便在旁边的一块招牌上 写下了自己的需求 灵机精华可换灵食或以物异物 收购如下 第二丹田的修炼功法 一阶二阶灵火 与神魂相关的术法 谁属为主修的功法 玲珑鬼市二层 人流如枝 诸多住机修士们 在有些紧凑的摊位间 不时低下身子 小声询问 受益于人流的秘籍 王八的摊位前 也很快便有一位长相尚可的女修 好奇地问询了起来 这是灵食 皆由一阶下品灵机制成 效果堪比丹药 不过却没有单独存在 听到王八的讲解 女修顿时眼睛一亮 这倒是从未听说过 我能尝尝吗 王八犹豫了下 倒也没有拒绝 大部分散修士 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类灵食的 最多也就尝过灵米和灵酒之类 所以不知道也很正常 女修轻轻抿了一口 玄机惊喜地点了点头 还真是 虽然效力远不如丹药 但是却容易炼化得多 只要亮够 还真能比得上丹药 这盆灵机精华 要多少零食 王八犹豫了下 说出了一个 他觉得还可以的价格 这一盆40块中品零食 实际上 在玲珑鬼市一层的时候 他卖的价格 差不多是一盆30块 不过他想着 助击修士手头相对宽松点 价格稍贵点 应该也能接受 果然 女修听到这个价格 并没有多做还价 稍稍衡衡量后 便干脆地掏出了 40块中品零食 给了王八 很快又有人 看中了灵机精华 询问其价格来 价格贵了 一枚土圆丹 也不过才10块中品零食 这一盆顶多抵得上 三两颗土圆丹罢了 对方讨价还价 不过王八却丝毫不让 哼 你就守着你的烂货发霉吧 对方最终吃笑一声便走了 王八也不在意 做买卖 向来是一个 愿打一个愿挨 他总不能强迫人家买他的东西 况且 他总共也就炼制了10盆而已 卖完为止 他就不信卖不完 人来人往 没多久 王八这里便又卖出去两盆 想了想 他又把储物袋里那些 用不着的法器 俯禄 丹药 以及一堆用不着的杂物 全都丢在了摊位上 倒是又吸引了不少人 毕竟对于大部分修饰来说 这三者才是最常见的需求 也许是王八开的价格不高 很快这些杂物便一扫而空 王八的储物袋里 又多了三百多块中品零食 其中那件得自高真修的 二阶中品锤行法器 贡献了不少 只是让王八不太满意的是 他真正需要的东西 却一直没有消息 而人流却不知道为何 渐渐稀疏了起来 这让王八有些困惑 不是说 鬼师二层 持续半个月时间吗 怎么这么快人就变少了 旁边摊位上 之前一直忙碌的 独眼中年修士终于得空 也跺下来歇了歇 旋即颇有些自来熟的 和王八闲聊了起来 听到王八的疑惑 独眼中年修士 哈哈笑道 道友看来是第一次来 所以有所不知 这鬼师二层 每日都会有金丹真人 在鬼师里开谈讲法 只需要付些零食 便能进去旁听 这个时候 想必是有金丹真人开讲了 所以人流才会减守 等这位真人讲完了 人流自然便又多了 原来如此 多谢道友解惑 王八连连拱手 心中也不由得惊讶无比 这鬼师竟然还搞这一出 虽说是付费的 却也比一些宗门还要像宗门 反正他在天门教内 便从未听说 有交纳金丹真人讲课 当然也许有 只不过没有对左道修士开放而已 想到这里 他也顿时有些心仰难耐起来 成为修士以来 他几乎都是一人摸索 唯一在修行上指点过他的 也就是赵峰而已 还从未听过金丹真人讲课 当即 他便收起了摊位 和旁边的摊友说了一声 便顺着对方直给的方向走去 很快便看到了一处大院子里挤满了人 一位金丹真人高坐骑上 正舌惨莲花 只不过 王八却是一丝也听不见 这里面在讲什么啊 王八好奇地拉住旁边的一位修士问道 里面是玉籍真人 短短120年便迈入金丹境 自然讲的是 如何快速修行和破关了 对方似乎对此颇为熟人 王八文言心中一动 120年便能迈入金丹 这速度在散修之中 都却算是极为惊人的了 算下来 这位玉籍真人 几乎没有在瓶颈前停留太久 顺顺当当地便冲上了金丹境 对于散修而言 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 当下也不由得有些好奇 不过王八还是小心地打探道 这位道友 你怎么不进去 呵呵 对方却只是笑笑 也不解释 王八见问不出来什么 便去了院子门口 只花费了一块中品零食 顺利走进了阵法中 不过听了一会 王八就后悔了 也明白 为何刚才那人没有进来了 只因为这位玉籍真人鼓吹的 竟然是让修士尽可能地 服侍那些效果显著 但是单独也极多的丹药 甚至还建议多服侍几种 达到互相平衡 以毒攻毒的效果 这里面 为了证明自己的方法和理论 他还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丹药的成分 以及多种丹药一起服用后 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 不得不说 他的理论确实有理有据 也深得散修们的心 毕竟散修们限于条件 大都希望能用更便宜的丹药 达到更好的效果 而那些单独更重的丹药 价格自然比一般的丹药低得多 预计真人给他们提供了理论依据和信心 散修们自然欣喜若狂 而到了最后 最让王拔拍案叫绝的操作来了 预计真人高座到台 面露怜悯地感叹道 本真人也是从你们 这个时候过来的 不瞒诸位 本真人如你们这般修为的时候 心中也总是担忧着 服侍这些丹药 会不会影响了 日后成为原因真君 为长远记 这并没有错 可是咱们散修本就资质低下 朝不保夕 为宗门所厌弃 若是连眼前都顾不上 又如何能顾得了更长远的事情 况且 如今咱们燕国 应该是附近几个国家 恐怕都要迎来一场大变 预计真人目光迥然 你们听说了吗 就和咱们格勒乔国 徐国这两个国家的魏国 前些日子 被一方大势力给灭了 听到这个消息 底下修士们顿时一阵惊荣和喧闹 什么 请有此事 我怎么从未听说过 魏国 那可是不属于咱们燕国的国度啊 是什么势力干的 莫不是大楚朝 修行界起起落落 宗门被灭时属正常 可是国度被灭 那却是极为少见的事情了 尤其是在北方大燕 西方大静 南方大楚 中间大齐和东南大欧五大潮局势稳固之后 修士图成并不显见 但几乎没听过有灭国之事 并且 魏国虽说和燕国隔着两个国度 但偶有魏国那边的修士来此贸易 燕国对魏国倒也不算是完全不了解 也正因为如此 这些修士们才更加震撼 而玉吉真人却叹息道 你们不知道 不知道也正常 你们毕竟修为还不够 目光还无法从燕国这一余之地 放延整个修行界 据我所知 这方势力 名为万神国 起早就取代了昔日的东南霸主大吴朝 甚至大楚朝都在他面前 吃了不小的亏 如今势头越发凶猛 也许要不了百余年 这万神国便会往西 吞并了乔国 徐国 甚至是咱们燕国 到时候 宗门亲父 咱们这些本就不堪的散修 恐怕连烟国都待不下去 沦为无家之人 漂泊诸国 为天下人所厌弃 听到玉吉真人的话 院子里顿时一片寂静 除了少部分人外 大家都被玉吉真人所描述的未来 给震撼到了 百余年看似很久 可要知道 这里都是铸鸡修士 按照铸鸡修士的寿源 在座的不少人 也许都有机会看到那一天 王八 也忍不住心中悚然 他记得之前搜魂祭灵的时候 万神国似乎还没有扩张到魏国 不 距离魏国还有两三个国度 短短十年不到 竟然进展如此神速 这让王八第一次 真正认识到了香火道的恐怖 而他的心中 也不由地生起了一丝危机感 以万神国的扩张速度 根本要不了一百年 恐怕最多十年 就会来到燕国修士们眼皮子底下 而燕国 根据赵峰所言 距离陈国 也不过是隔了一个宋国而已 如此说来 这多二十年 香火道便会铺天盖地 占据大半个丰灵州 到了那个时候 纵然以封灵州之大 恐怕也无我容身之地 王八悚然动容 而玉吉真人 也忠于穷途笔现 露出了一副悲悯慈态 本真人知道 咱们散修皆不容易 所以本真人特意从一位丹师朋友那里 求取了许多效果拔群的丹药 本真人先说好 此丹药单独浓重 诸位谨慎采满 若有感兴趣者 可以去找本真人的弟子 顿时有一些已经心慌慌地修士 忍不住便去浇了灵石 而王八 也算是明白了对方的套路 单独浓重的丹药 正常修士根本不会买 丹师们一般也会 将知识做废丹处理掉 而经过玉吉真人 这一番巧舌如簧 加上扩大焦虑 顺利地就把这群散修 当作韭菜给割了 暗暗摇头 王八悄然退去 不只是他如此 也有一些明眼人 或是对临时向来敏感的人 也都悄悄离开了院子 这些人 大多看出了猫腻 却也没人敢于主动挑破 金丹真人面前 谁又能有这般的胆量 随着玉吉真人讲课的结束 方式里顿时又渐渐热闹了起来 王八也赶紧回到了原来的摊位 重新摆摊 不过经历了玉吉真人的这一波收割 王八明显感觉到 一些修士变得囊中羞涩 走到王八摊位上 纵然有助击后期修士 露出了心动之色 可问过了价格之后 却只能黯然离去 助击后期修士 连一盆40块中品零食的 灵机精华都买不起 可见其窘迫 预计真人的名讳 王八做了半天 也只卖了一盆灵机精华 正打算收摊去找赵峰 结果这个时候 又有一个看起来相当年轻的修士 看到了王八 售卖的灵机精华 微微顿住脚步 操着一口有些奇怪的口音问道 敢问道友 这灵机精华什么价格 40块中品零食一盆 数不还价 王八想都没想开口道 主要是寻价的人太多 还价的人也多 买的人却棘手 王八也懒得多费口舌 直接便堵死了别人还价的想法 果然 那个年轻修士 文言下意识 便露出了一丝窘迫的神色 正准备离去 忽然看到了王八身旁的招牌 眼睛顿时一亮 你这里收法术 王八文言也没有瞧不起对方 点点头 不过 我这也并非什么法术都收 最好是与神魂有关的 其次便是一些水属相关的强力法术 年轻修士却连忙道 我这有一门艳圣之术 这个可以吗 艳圣之术 王八文言微微一正 所谓艳圣之术便是一种 既可以用来阻断别人对自己的诅咒 反过来 也可以用来诅咒别人的术法 在修行界中比较少见 王八稍稍迟疑 随即开口道 可以先给我看一下吗 年轻修士倒也没有迟疑 在储物袋里翻找了一会 随即拿出了一枚玉剪和一张金纸 这是踏本 你可以看看 王八当即取来简单看了看 随即心中顿时惊喜 原来这门艳圣之术 真名为百命不魂众 并无具体品阶之分 在献祭一百个与受术者相同品级的生灵后 便能对受术者的神魂施加诅咒 这个诅咒并不一定能杀死对方 但却能缠绕在对方的神魂上 令其持续陷入种种负面状态 反之 如果受术者就是施术者本人 那么这道诅咒 反而会在施术者神魂上附着上一层防护 一旦有人试图攻击施术者的神魂 便会沾染上诅咒 陷入持续的负面状态中 总之 是一门一看就很激烈的验生之术 毕竟能搞定上百个和受术者同品级的生灵 却也无法杀死对方 简直就是亏到姥姥家了 可王拔却不同 只要占据了甲十五身躯的令真修 坚持播种 他很快便能收获一批二阶灵机 如此 他就能凑足一百个和他同级的生灵 给他的神魂增加一层防护 当然了 这就要辛苦令真修了 除此之外 通灵鬼秋品级不低 以其繁殖的速度 也能满足王拔的需求 不过看来回去之后 还得对这位令真修多上点心 王拔心中暗暗想到 这位道友 敢问可以吗 这时 这位年轻修士 有些紧张地问道 他也知道 这门法术实用性很低 低阶的时候还好说 到了助基期 这门验圣之术 便几乎派不上用场了 毕竟他尚哪去找那么多助基期的生灵 不过让他意外的是 王拔却是毫不犹豫地点头道 可以 说吧 便将一盆灵机精华 交给了他 年轻修士顿时大喜过望 不过在看到这么多灵机精华后 还是不好意思道 这实在是受之有愧 这门术法布置这么多 但这是我这里唯一能对神魂有效的 王拔却笑了笑 对方的诚恳 让他感到愉快 况且他觉得 一盆灵机精华 能换到如此契合他的术法 实在难得 所以他还是坚持道 没事 拿着吧 见王拔并不拘泥于此 年轻修士顿时感激地冲王拔笑了笑 多谢道友 随后便将记载着 百命毒魂咒的预解 交给了王拔 要不 我再给道友讲一讲 这门术法的注意点 迟疑了一会 年轻修士 还是有些过意不去 犹豫着开口道 王拔文言 倒是有些意外 不过对方既然拿出这门术法 显然是有所研究 当即笑道 这自然是最好 有劳道友了 哪里 年轻修士 便干脆坐在王拔的身旁 简单讲解了起来 王拔摊位上的生意一般般 左右无视 也便认真听讲 随后才发现 这位年轻修士 虽然看着年轻 可在术法上的功底 却颇为深厚 而且很有章法 并不像是一般的散修 王拔听了一阵子 都觉得收获不朽 虽然还未开始修行 百命毒魂咒 但心里却已然有了头绪 随后也说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很快 两人渐渐便互相讨论了起来 从验圣之术 到普通的法术 再到强力法术 越谈越是投机 无论是王拔 还是年轻修士 都颇觉眼界大开 而这位年轻修士 也无意中 透露出了自己的身份 杨道游 你是魏国宗门修士 怎么会 王拔满脸金色 不过旋即便想到了 之前预计真人的话 顿时恍然 显然 魏国被灭 宗门自然也不复存在 身为宗门修士的他 自然也只能流落他国 年轻修士 满脸苦涩 哎 万神国那些香火道修士 实在是太过惊人 我虽没有到前线 却也听闻 他们几乎是在短短三四年 便轻松覆灭一国 我宗修士 除了我等资质不错 被留下作为 宗门复兴种子的 年轻修士外 权宗皆参与了 对万神国的抵御 然而 金丹 原因 在他们面前 也终究难逃 难道就没有办法 阻止他们了吗 看着年轻修士 眼里的痛苦之色 王拔忍不住皱眉道 没有 年轻修士摇头黯然道 宗主曾说过 整个风铃舟 大楚内乱 大气气短 实难阻挡万神国的步伐 若真的有 恐怕也只有两个最有希望 王拔不由地好奇问道 哪两个 北方大燕 以及 西部大晋 大燕 大晋 王拔忍不住念着这两个名字 他对这两个国度所知不多 只知道 二者同属于风铃舟上的 五大霸主之二 陈国便是在 大晋朝的管辖之下 而燕国的宗主国 则是大楚朝 五大势力相互毗邻 各自占据了风铃舟的一角 达到了某种平衡 而如今 这样的平衡 显然已经被打破 并且 随着万神国的不断扩张 这样的失衡状态 将会越来越严重 而这也就意味着 风铃舟恐怕很快就会迎来一场 席卷五大势力 任何人都难以逃过的巨大变动 在这样的巨大变动面前 天门交这个在他眼里的庞然大物 比起他这个人来说 恐怕也大不了多少 一时之间 王拔也不禁有些茫然 就算是他费尽心思 离开了天门教 可风铃舟之大 他又该去哪 去大叶 或者大敬 年轻修士目录坚定道 临走前 宗主让我们逃往大叶 或者大敬 不过大叶乃是真正的魔道所在 对凡人不甚重视 动辄圈养奴役 但对咱们修士去极好 我最想去的便是大叶 其次是大敬 大敬道也不错 不过太过讲究规则 也太过重视凡人了 昔日曾有修士血迹凡人 被大敬的长生宗知道后 直接抓住了一宗之人 全部烹杀 手段之酷裂 比起大叶朝的原始魔宗 还要恐怖 王八文言 顿时将大叶和大敬 这两个名字记在心里 准备之后 找机会多多了解 若是真有机会 逃离天门教后 他说不得 也要去这两个国度中的 一个避难 两人又闲聊了一会 中间来王八这里 买灵机精华的 却少之又少 年轻修士 都忍不住提醒王八道 道友 你这摊位上 只摆放了这灵机精华一样 太过单一 又如何能吸引人过来 王八无奈道 我之前倒是放了一些法器之类的 不过都卖完了 实在是没什么可以卖的东西了 年轻修士顿时到 道友为何不效仿那位道友的做法 王八顺着年轻修士 指的方向看去 却愕然发现 有座摊位上 明明是在卖着俘虏 旁边却有一只猴子模样的灵兽 在上下作衣 其可爱模样 倒是引来了不少女修光顾 猴 这玩意 他也有啊 犹豫了下 他当即换出了物元王出来 只不过同时用玲珑鬼是给的令牌 笼罩住了物元王 让人完全看不出物元王的真实品阶 不过饶是如此 物元王一身荧光闪闪 不时有电光闪过的脉象 还是吸引了不少人围观 王八也顺利地 又卖出了两盆灵机精华 年轻修士健壮 也不再打扰王八 告辞离去 见这招确实有效 王八又召唤出了避水灵龟 二阶下品凤雨机以二 二阶下品黑雨机饼一 这几种要么是变异灵兽 要么是变异灵兽的后裔 就算是专攻御兽的修士 也多半没有见到过 十分稀罕 顿时又吸引了不少修士 很快 一位浑身静默在黑色道袍中 完全看不出面容的修士 以一道二阶灵火 木中火 换取了三盆灵机精华 慈火以木属法力催动 温和不烈 恰是适合王八用来炼制灵机精华 王八颇为满意 至此 灵机精华也已经全部受空 只剩下两盆灵龟精华 王八却是不准备再卖了 他还想拿着这个 这功法到底是什么价格 但有备无患总归是好的 于是改了招牌上的字 只以灵龟精华 来换取他所需要的东西 连续拒绝了几个 对灵龟精华感兴趣的 结果 由于无法提供王八需要的东西的修士后 王八的摊位前 也很快便没什么人了 王八也不太在意 从零售袋中取出了小若鸟 低头给小若鸟喂了点奶后 小若鸟便又养着小脑袋 憨然睡去 收起了小若鸟 一抬头 王八却发现 摊位前又多了一个客人 正好奇地叮悟猿王 这位客人看不出年纪 俊眉朗目 阖下微虚 一身寻常的淡蓝长袍 副手而立 其神态从容 气质悠然 似乎这世上任何东西 都不足以让他放在心上 让王八有些诧异的是 他竟然看不出对方的具体修为 当然 这也与对方刻意收敛了身上的气息有关 王八也不敢怠慢 连忙起身招呼 对方态度极好 小呵呵道 道友这灵兽 培育得倒是不错 王八文言笑了笑道 一般一般 道友是由我需要的第二丹田修行法门吗 然而 让王八失望的是 对方文言愣了愣 随即才注意到 王八招牌上的字 顿时露出了一丝倩然的笑 不好意思 我身上还真没有 只不过无意中看到 这只晋升了三次的班山员 有些见脸欣喜 见对方竟然一下子 道出了物源王的根底 王八不由地一惊 颇为吃惊地看着对方 心中知道 这次是遇上行家了 要知道三次晋升之后 物源王的外貌 和一般的班山员 已经出现了极大的区别 不光是毛发 乃至体型 身高 一些细节的部分 也都有着明显的区别 然而即便如此 对方却能一口笃定地 叫出物源王的本体 甚至清楚地说出了 物源王晋升的次数 足见其在玉兽之道上造一致深厚 当下王八也客气了许多 原来是玉兽一道的道友 失敬了 道友眼光如炬 实在佩服 对方文言连连摆手 哪里哪里 略有涉链 略有涉链而已 说着 他目光扫过摊位上的碧水灵龟 顿时又微微一愣 咦 这只灵龟 关其背甲 倒是有些形似顿甲巨头龟 可这头纹 却又有些像黄猴石龟 杂交品种 也不对啊 这两种杂交的话 按理来说 颜色应该不会是 这种碧蓝色 品节也对不上 黄猴石龟只是樊龟 顿甲巨头龟 也只是中品灵龟 可这只龟关其神态气势 却像是二阶下品 听到此人口中的喃喃自语 王八终于震惊了 全对 他竟然说的全对 对方唯一没有猜到的是 碧水灵龟 并不是直接由黄猴石龟 与顿甲巨头龟结合产生的 而是变异黄猴灵龟 饭桶 和顿甲巨头龟结合的结果 但这种变异的情况 任谁都想不到 所以对方没猜出来 也很正常 换作王八自己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恐怕也就只能做到 和对方差不多程度的判断 不过接下来 对方在看到凤羽姬和黑羽姬的时候 却明显有心梦了 因为他仔细思索了一番 却愣是想不到 和这两种鸡箱契合的品种 他忍不住看向王八 虚心请教道 道友 敢问这只灵龟 和这两种灵机 到底是什么来临 听到对方的疑惑 王八却闭口不言了 主要是初次见面 他甚至和对方都不太熟悉 而这几种灵兽 也算是他的诸多底牌之一 又如何能随意说出 对方此举 着实有欠妥当了 对方见到王八的迟疑 倒也很快反应了过来 一拍脑门露出了欠然之色 道友莫怪 在下一时心切 乱了规矩 随即想了想 自爆家门道 在下唐吉 行走八方 四海为家 对玉兽也有所涉猎 道友培育的这几只灵兽 在下确实从未见过 实在心仰 在下愿意邓道友以一册 玉兽卷 不知道有能否成全在下 说吧 他竟是直接递来了一本 才智奇特的书卷 王八有心拒绝 不过在看到这书卷上的名字时 却心中一动 玉兽卷 卷一 这是一整套书中的一本 王八心中暗暗吃惊 万寿房藏书那么多 可是成体系的 却一本都没有 几乎都是零零散散 各种前辈随笔 笔记 心得之类 最多就是给出入玉兽道的修士 编撰一本 含有基础知识的书卷 除此之外 很多书一整本下来 也找不到几个有用的点 饶食王八善于归纳总结 却颇有种十里淘金的感觉 有用也有用 就是找起来太难了 但这也正常 修士记忆的传承 本来大多数 就都是仰赖诗传深授的方式 真正靠书本成就的修士 少之又少 因此 修士们大多不太重视书卷 在宗门里 将玉兽之道 进行系统性梳理 并且形成文字的 自然也便极少了 即便是有 那也都是孤本相传 轮不到王八来简陋 也因此 原本他还想拒绝 瞬间就改变了主意 接过手来 随手翻了翻 便不由的眼睛亮了起来 好东西啊 可 倒有 摊位前的唐吉 忍不住咳嗽了一声 王八 这才如梦初醒 连忙点头道 好好好 我这就说 他心急于玉兽卷 当下一步迟疑 将几只灵兽 挨个如实讲解了一遍 当然 涉及到具体的能力 他则是一带而过 竟是变异灵兽 难怪 唐吉却是恍然 看向王八的眼神里 也多了一丝赞赏 变异灵兽颇为罕有 道有却能培育出来这么多 着实不错 哪里 运气使然 王八摇头道 当然 运气也是基于 大量繁殖的情况下 没有庞大的基数 变异这种极小概率事件 也很难实现 唐吉倒是并没有否定王八 忽然开口问道 若是灵兽并非自己亲手养大 与主人不契合 该如何 王八微微一愣 这是在向我讨论玉兽 他玄机自然而然地回道 那要看是什么种类的灵兽 不同的种类 自然有不同的做法 当然 无非都是布下灵兽圈 控食 树立等级意识 长期相处等等那几种方式 唐吉微微点头 玄机又问道 那白美鸟 若是想晋升二阶 血脉突破的材料里 缺了一味黄铜散 又该以何种灵料取代 王八不假思索 简单 用黄铜散意 再激发白美鸟血脉抵触 从而产生血脉波动 只要以白美鸟 最为厌恶的炭江果 或是大臭花 便能解决 那六目诸婆龙的三年之急 此事一耳 提无蛇 无故垂类 以通风目 五灵之 一连串或简单 或晦涩的问题 王八却几乎都是 立刻便给出了答案 随心所欲 无有至爱 唐吉都忍不住未知侧目 随即四世不信邪 想了想 又认真开口道 那豹文巨山规 若是想学会精细术法 又该如何处理 这个问题 倒是让王八细细思索了一番 豹文巨山规 是二阶上品灵规 天生图鼠 擅长图法 想让豹文巨山规 施展精细术法 要么强行改变属性 要么 当日夜 以混金沙相伴 你要改变它的属性 唐吉微微皱眉 这个办法 虽也能达到目的 但却并非上上之选 毕竟天生图鼠的灵规 却附加了精细属性 导致不伦不类 反倒是降低了 豹文巨山规的价值 不 最重要的是 将这豹文巨山规 置于地下熔岩之旁 以地煞火气冲刷 王八却是摇头道 嗯 唐吉微微一愣 忍不住眉头微皱 但玄吉 眼睛却渐渐亮了起来 火生土 土生金 土借火气 土吉而今生 以地煞火气冲刷 便能催发灵规 土系秉性 带道增无可增 便借兼具土金二属之 混金沙 因是利导 此时再授以精细术法 他仿佛真正认识了王八一般 仔细打量王八 目露其色 赞不绝口 道友只凭此法 五大朝之外 筑基修士之中 玉兽一道 恐怕少有人可比见 道友过誉 过誉了 王八连连摆手 他从来不觉得自己 真有什么玉兽的本事 能培育出这些便衣灵兽 一则运气好 二则也无非是仰赖寿元面板 顶多是与玉兽相关的杂书 看得不少 说起来 在东盛驻地这些年 万寿房的藏书 他已经看完了太板 可即便如此 被人如此夸赞 他心里也还是虚得很 但堂吉却摇头道 在下可没有半点虚话 在下游走诸国 自问也算得上见多识广 所见筑基修士之中 能如道友这般造诣的 确实是屈之可数 王八也只是笑笑 不太明白 这个在玉兽之道上 似乎也造诣颇深的堂吉 为何这般吹捧自己 不过就在这时 他忽然看到了不远处的宫殿 缓缓开起了大门 人流微微一致 玄吉立刻有一些修士 飞快往宫殿赶来 看起来似乎颇为极切 王八不明所以 就听到人群中有人在喊 快 咱们快过去 鬼市第三层的名额筛选 就要开始了 第三层的名额 王八微微一正 玄吉便想起了 之前刘耀东说过的 在玲珑鬼市二层之上 还有第三层存在 其吸纳各地玲珑鬼市的修士 同聚一处 热闹非凡 稍稍想想 只是一个二层 便已经汇集了 整个燕国的所有玲珑鬼市 第三层 又该汇集多少国度 只是略一思索 便觉得这玲珑鬼市 深不可测 远不是一般宗门势力 所能比拟的庞然大物 想到自己的第二丹田法门 迟迟没有消息 王八顿时便升起了 入第三层的心思 那里 说不定就能有自己所需要的 当下便准备和唐吉告罪一声 收摊去看看 能否得到进入第三层的名额 然而转头一看 却发现摊位前 竟是拥挤而来的人群 哪还见得到那位悠然独立 游戏人间的修饰身影 高人自是如此 虽然不清楚 对方究竟是何等境界 但王八颖颖觉得 对方气质超群 远非常人所及 胆叹了一声 他旋即便匆匆收起了 玉兽卷 卷意和摊位 往宫殿处赶去 他倒也想像这个唐吉一样 随心所欲地纵览这方世界 享受着修行带来的乐趣 可惜 世间如意之事十之一二 不如意识十之八九 也是修饰也不能免俗 人群拥挤 等到了宫殿前 他才恰好看到了赵峰 两人当即会合 而宫殿前 那位鬼市第二层管理者 锦衣老者环顾下方 面沉如水道 诸位 若是还这般拥挤 此次名额便当作废 声音不大 却恰好能够让所有人都能听见 人群立刻安静了下来 但同时 也有修饰似乎被锦衣老者的话给惹恼了 当即冷横倒 小白好大的威风 锦衣老者闻言 却面色一冷 目光立刻便看向了人群中的一位 气氛顿时凝重起来 这人却也不惧 主动便走了出来 气息宏大 原声莫测 金丹 是金丹真人 王八也忍不住侧目 趁着大家都在 忍不住使劲打量 毕竟平常可是很难见着金丹真人的 也没这个机会 能让他不用顾忌地直勾勾地看 这位金丹真人气息高远 周身散发着豪光 身形虽然看起来甘瘦 此刻排众而出 倒是颇有气度 不过很快 他的脸色就变了 天空之中 陡然落下了一道无形神念 犹如远古巨兽 将带着一丝冰冷 和森然的目光 垂落在他的身上 原因真具 这位金丹真人 心中巨震 原本在脸上的怒涩 顿时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却是一抹善笑 呵呵 方才是误会 误会 道友还请继续 继续 神念缓缓散去 金丹真人 这才松了一口大气 这些变化 围观的人中 也就同为金丹修士 能够看出一点门道来 其他的助击修士们 却大多只觉得 这个金丹真人 当真是虎头蛇尾 营养辣枪头 还以为能看得热闹 却让大家白期待了 王八道没有这么想 他距离这个金丹真人颇近 能看到 对方方才是真的打算闹一场的 既来了方氏 那便要遵守咱们的规矩 排好队 一个一个来 此次名额有十位 诸位还是有机会的 方才直面一尊金丹真人 锦衣老者却面不改色 神情淡漠道 连金丹真人上去都怂了 底下自然无人 再敢多说什么 人群之间也都客气了许多 生怕惹出什么事来 王八也不太清楚 这名额究竟是要如何筛选 反正跟着就是了 不过隐隐倒是听到有人在交谈 说什么金丹可以直接获取名额 剩下的几个名额 才是给大家抢的 王八顿时心中一动 目光扫去 果然就见到人群中 站着三个身影 四周修士 皆不敢靠近 三个金丹 也就是说 大家只能抢夺七个名额 王八忍不住便扫了一眼 正在排队的修士 七八十个人 而且各个气息浑厚 似乎境界修为都不低 王八顿时心里凉了一半 但到了这时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 继续排下去了 眼见着一个个修士 走进了宫殿里 很快 王八便走到了殿前 身为鬼市管理者的锦衣老者 扫了王八一眼 神情淡漠道 不符合条件 下一个 王八瞬间就愣住了 只是看一眼就知道 不符合条件 身后的赵峰 这时听到锦衣老者的话 也开口道 敢问道友 需要什么条件才行 锦衣老者听到赵峰的话 微微侧手看向赵峰 眼眸之中 漠然灵光闪动 很快 他的脸上便露出了一丝哑然 态度竟意外和善 耐心地向赵峰解释道 想要进第三层 最低的要求 便是达到住击后期 他现在连住击中期都不是 自然不符合条件 此言一出 赵峰也无话可说 王八听到这个要求 虽然有些不甘 但也无可奈何 师兄进去也是一样 赵峰自然是符合条件的 很快也走进了宫殿里 不一会儿 排队的人群 除了极少数 如王八这般不清楚情况的 基本上都进了宫殿 这第三层 到底有什么特殊的 为何这鬼是如此正重 交易的人 不是应该越读越好吗 王八和周围的修士聊了起来 聊的过程中 他忍不住 便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呵呵 道友一看 便是第一次来 有一位双耳 极尖容貌奇特的修士笑道 不是第一次来 绝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 王八见状 对方卖着关子 当即从储物袋中 取出了几坛灵酒 便和几人喝了起来 喝到憨处 对方也不再藏着掖着了 解释道 这第三层 可不光是买卖东西的地方 其中据说有封灵州上的 诸多物产 消息 还能借鬼市的传送阵 前往诸多国度 当然 听说这个价格十分高 连不少金丹真人都承受不起 除此之外 第三层还有诸多鬼市自营的店铺 里面的法器 丹药 俘虏皆是珍贵无比 不过最重要的 却是 一旦入了这第三层 便算是玲珑鬼市的贵客 只要躲进这玲珑鬼市 等闲宗门也不敢闯进来抓你 说吧 言辞之中带着一丝感叹和遗憾 可惜啊 咱们连这座宫殿都进不去 竟还有这般待遇 王八惊了 但随即便满是遗憾 它修为太低 只有住击前期 连最低的要求都没达到 也不知道 这玲珑鬼市 能否挡得住神魂咒杀之术 不然若是躲进玲珑鬼市 求得庇护 说不准也能保得一阵安宁 大不了熬个几十年 等入了金丹 不惧咒杀之术再出来 可惜这样的事情没有如果 你也不用太遗憾 你真当住击后期 就这么好进来 长而修士只要头到 天真 这鬼市 说是放出来十个名额 可实际上 除了金丹修士准保准能进外 其他的名额 每次都是招不满的 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要求 反正九成九的住击后期修士 都被刷了下来 最终能以住击后期的身份 进入第三层的 反正每次最多 也就三四个而已 王八文言 倒是心里确实舒服了些 也不知道 这次能有几人得到这名额 王八随即感叹道 嘿 我数过了 这次进去的人 除了三位金丹外 共计有82人 待会只消算下 有几人没有出来 便知道了 长而修士得一档 王八文言也不再多想 难得有机会和其他修士交流 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当即便聚起酒杯 来 咱们走一个 没多久 果然就见到有修士面带 失望地走出了宫殿 很快 第二个 第三个 每出来一个 长而修士就会在旁边数一声 到了第八十声的时候 长而修士摇头道 看来这次更少 而让王八有些紧张的是 赵峰到了此刻 依然还没有出来 看来师兄有希望 王八的心中又是高兴 又是羡慕 说不羡慕是假的 毕竟一旦真的得到了 玲珑鬼是第三层的名额 光是能得到玲珑鬼是的庇佑这一点 就让他十分羡慕了 这名额什么时候才能确定 王八问道 那不一定了 有的时候很快 不过有的时候 却可能到了方式关闭也未结束 你有朋友还没出来 一位修士随口问道 王八点点头 顿时引来了一起喝酒的几个修士的 惊诧和羡慕的目光 泽泽 那这位你可要巴结好了 以后多半有希望成为金丹修士 王八闻言倒是没什么感觉 毕竟在他看来 以赵峰如今的天资 迈入金丹真的 也就是时间问题 又等了一阵子 结果宫殿还是没有开放 灵酒虽然储物代理还有 不过王八也不太想喝了 便和几位临时凑到一起喝酒的修士告辞 重新回到之前摆摊的地方 这里距离宫殿不远 赵峰若是出来 他也能第一时间看到对方 将招牌挂好 随后将灵规精华摆出来 灵兽就不放出来了 反正也没什么东西可慢 随着时间的推移 依旧没有人能拿出第二丹田的法门 他也渐渐不抱什么希望 打算再等一会 若是还没什么人 便干脆收摊 去别的摊位上瞧瞧 说不准也能捡到个什么漏子 当然 可能性不大 也就是了 估摸了下时间 他又把小若鸟给摸了出来 果然就见他的宿囊 变得别别的 当吉便又给他喂起奶奶 直到小家伙宿囊再次胀满 他才将小若鸟放回去 一抬头 竟又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站在摊位前 唐道友 王八忍不住面路诧异 唐吉笑着点点头 反正也没什么事 正好走到这边 就又想和道友 聊聊玉兽方面的事情 王八文言倒也不排斥 自学了那么久的玉兽知道 他的确也想和别人交流一番 印证自己的所得 他干脆便取出了 还剩下的灵酒 邀请唐吉坐下 唐吉微微一愣 玄吉也不在意形象 洒然坐在了王八旁边的地上 两人一边小拙 一边畅谈了起来 这一次 唐吉倒是没有再刻意 给王八提问题 而是单纯交流起 培育灵兽的一些细微操作 甚至还说了一些 王八之前从未设想过的培育方法 王八顿时大受启发 隐隐间对提升 甲十五和甲十六品阶 有了新的思路 也因此 王八和唐吉的交流中 他也不再故意隐藏 将自己在玉兽方面的所思所想 以及诸多总结 除了部分最核心的东西外 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 这些竟是道友总结出来的 唐吉眼中充满了震撼 惭愧 平日里不是修行 便是豢养灵兽 闲暇之余 也就这个能够聊以自愚 王八笑道 可惜了 道友若是身在名门大宗之中 凭此抵运 必定是游龙入海 亦飞冲天 听到唐吉的话 王八的眼里 也不由地生起了一丝向往 他倒是也想 若是他身在一个顶级宗门之中 不会像天门教这般 以祭灵迁做威胁的 他的日子 想必要好过得多 可惜使眼命眼 唐吉忽然疑惑道 对了 申道友为何不去试试入这鬼市第三层 听说 只要入了这第三层 会有不少好处 道友若是运气后 加入这玲珑鬼市 也说不准 鬼市第三层 王八闻言却顿时笑了 将方才那个长耳修饰到他的话 原封不动地搬了过来 道友一看 便是第一次来 我刚才便去过了 看到那位鬼市的管理者了吗 便是他亲口和我说 想要进入这第三层 最低要求都是助击后期 我连最低要求都达不到 又如何能入得了第三层 王八说完 却发现这位唐道友 表情似乎有点奇怪地看着自己 不禁有些疑惑 难道他哪里说错了 可没错啊 他记得那个老头 当时确实说的 是要助击后期才能进的 不过唐吉很快便恢复了笑容 似带深意的 道友要不再去试试 说不定现在去 又不一样了呢 贪位前 王八看着唐吉似有深意的笑容 心中顿时一震 旋即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 袭上心头 难道他是 他忍不住看了眼对方的年轻模样 又转身回头看了看 还在宫殿前的锦衣老者 别说 你还真别说 还真有那么一点像 唐吉自然是猜不出 王八心中此刻所想 见王八似有所悟的样子 也不掩藏了 指着宫殿前的老者 笑着道 去了之后 你便和那位说 想上百问楼 他便知道该如何做 啊 王八顿时知道自己是误会了 不过见对方一脸笃定的样子 心中也有了点底气 主要是方才与唐吉的交谈之中 他也多少察觉到 此人见识之广博 远超他所想象 其身份必定不一般 这样的人 也实在是没有必要动弄他 况且 有的人相处一辈子 你也未必能看得清他的本性 可有的人只是初次见面 你就知道 此人值得相处 唐吉 给王八的感觉 便是后者 想到这里 王八也不由地 升起了一丝信心 当然了 这也只是一次 获得第三层名额的机会 能否把握得住 还要看你自己 唐吉提醒道 随后便不再多言 王八闻言 认真的拱手行礼 多谢道友 说吧 他便起身收起了摊位 不过抬头在想和唐吉说话时 却发现对方竟又消失了 他甚至丝毫都没有察觉到 这便是高人哪 王八暗暗感叹 但若非高人 又如何能给指顶王八出一条路来 虽然不清楚 对方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才特意给了他这样的机会 但此次机会难得 王八也不愿错过 当下便大步走到宫殿前 锦衣老者守在宫殿外 目光扫过王八 认出了他 表情淡漠 语气也不甚客气 足下又有何事 感受到对方的冷漠态度 王八反倒是有些犹豫起来 这个唐吉 不会是在逗他吧 但事到临头 王八也只好抱拳行李道 道友好 在下想上百问哦 嗯 锦衣老者听到王八的话 不由地微微一愣 认真地打量起了王八 随后双眸之中 亮起了一道灵光 显然是在施展某种灵木之术 只是看完之后 他依旧是有些不太敢确信 没看错啊 的确是住击前妻 可这 这不合规矩啊 想了想 他忍不住追问道 是谁让你去摆问楼的 王八也实话实说 是唐道友 唐 我明白了 锦衣老者闻言 面容烧迹 微微汗手 旋即念动法觉 很快 宫殿便打开了 进去吧 多谢道友 王八连忙客气失礼道 锦衣老者却侧过身去 摇头道 莫要辜负他期待便好 见对方态度 依然是不冷不热 王八也没有自讨没趣的想法 当即便走进了宫殿中 宫殿外 长耳修士无意中看到王八 走进宫殿的身影 忍不住面露震惊 然而再看去 宫殿大门已然闭上 仿佛刚才看到的 只是幻觉一样 哼 宫门关上 王八立在宫殿中央 出乎王八的意料 偌大的宫殿内 没有别的东西 只有一座传送镇 传送镇旁 有一个牌子 写着百炼楼三个字 一个年轻修士走了过来 询问道 足下可准备好了吗 王八连忙道 在下要去的 并非是百炼楼 而是百问楼 百问楼 年轻修士有些诧异地 看了眼王八 随即开口道 那你跟我来吧 说着便转过身 往宫殿深处走去 王八跟在后面 很快便来到了一处偏殿 偏殿之中 赫然也是一座传送镇 镇法旁边 同样也有一块牌子 百问楼 王八不由得好奇道 敢问道友 这百炼楼和百问楼 有什么区别吗 若是擅长斗法攻杀 可去百炼楼 若是擅长修士百艺 便可去百问楼 年轻修士平静地回答道 多谢解惑 王八客气道 确定去百问楼吗 年轻修士问道 确定 王八毫不犹豫道 哪怕不是因为唐吉的告诫 他也不可能会选百炼楼 自己不过才助其前妻 斗法也不是自己擅长的 当即 他便踏入了传送镇中 带到他从传送镇产生的 眩运中睁开眼睛 才愕然发现 自己竟然真的站在一座 只有七层的楼前 四周一片漆黑 有若无尽的虚空黑暗 唯有这座七层楼 玄妙莫测 散发着盈盈光芒 显然 所谓的百问楼 它真的是一座楼 似乎感应到了王八的到来 塔楼门飞无风自动 悄然大开 王八犹豫了一下 察觉到自己身上 无论是储物袋 还是零售袋 都能正常使用时 他这才稍稍安心些 随即小步走进了门中 让王八意外的是 若木便是两个蒲团 一个空着 另一个也是空着 王八环顾四周 发现除此之外 便在无他物 甚至连上下楼的楼梯 也没有 仰头看去 也只能看到一片 普普通通的屋顶 思索一番 他坐在了其中一个蒲团上 而就在他坐上蒲团的一瞬间 另一个蒲团上 顿时悄然浮现出了 一道老者虚影 即便是虚影 当王八 看向老者的眼睛时 却不由地被对方眼中 萦绕的无尽星辰所震撼 而他的耳边 也响起了一道 苍老却又充满了道义的声音 百问楼 每层皆有百问 只要回答正确达到九成 就算是闯过 而闯过前两层 便可得到玲珑鬼市 第三层的名额 两层 也就是说 要回答两百个问题 每层都要达到九十个 才算是通关 可是 到底是什么问题 王八心中尚在疑惑 苍老的声音 便已经再次在他耳边响起 本楼有丹道 福道 气道 傀儡道 玉兽道 灵直道 你可选择其中一项 王八终于隐约明白 唐吉为何会让他来百问楼了 对方显然是觉得 他在玉兽之道上 有可能会通过 虽然不知道对方哪来的信心 但他还是 立刻做出了选择 我选择玉兽道 善 老者虚影微微点头 随即在两人之间 悄然浮起了一道水墓 水墓之上 赫然出现了一个鸟窝 母鸟正在孵蛋 而公鸟则是到处寻找食物 并将食物带回来 日升日落 斗转心仪 王八看着看着 却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不过他还是耐心地等待了一会 但看着水墓中 迟迟无法将鸟蛋孵化出来的画面 王八最终还是忍不住了 这样如何能孵化得出 伴随着他的声音响起 水墓上画面顿时一致 而老者虚影 也不由地看向他 这一瞬间 王八只觉得自己的身上 仿佛有漫天星辰压下 太干了 承受着对方带来的压力 王八勉强伸手 指着鸟窝四周 这里 这里 土质干红 多半是因为火属灵气 长期淤积导致 这种环境下 雏鸟在蛋中过于缺水 导致鸟身与蛋膜粘连 以雏鸟的体力 很难脱离蛋膜 也就无法破壳而出 所以 最简单的办法 便是帮助雏鸟直接破壳 老者微微汗手 第一题 答对了 水墓落下 又重新升起 王八这才恍然 原来答题已经开始了 而且 并不是他想象中的 拿张试卷就开考的那种 当下立刻摒弃名神 这一次 水墓上又出现了一头狼 面对一个个 隐藏在水墓画面里的问题 虽然有些极为隐蔽 可王八却还是一一挑出 并且对老者提出的问题 回以精准的答案 没办法 他看过的各种 与预售相关的杂书 实在是太多了 虽然这些杂书 有用的知识点不多 但是记录的各种情况 却千奇百怪 应有尽有 往往也记录了这些杂书作者 对于这些情况的思考和总结 王八有时候 都把这些杂技当做看 但在此刻 却都派上了用场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王八都记不清楚 自己到底 回答了多少问题 一直到水墓消散后 不再生起 王八还有些茫然 恭喜你 全部答对 第一层通过了 老者面容始终都没有什么变化 只是略微带着一丝 不易察觉的笑意 似乎对王八的表现 还算满意 王八文言 反倒是有些猛 都答对了 一个都没错 这不大可能吧 你确定是真的 这种感觉 就像是一直作弊的人 忽然凭借自己的能力 考了满分一样 非但不会感到惊喜 反倒会觉得不敢置信 不过愣了愣 王八又忍不住看向老者 不是说第一层通过了吗 怎么没有什么变化 第二层的发问人 还是我 所以不需要再上去了 还是在这里 似是看穿了王八的想法 老者悠悠道 王八文言顿时无语 也不知道 这楼海岛成七层 究竟意义何在 不过 他也慢慢回过了位 看来 这百问楼的问题 也不是那么难 又或者 我对玉兽知道的掌握程度 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差 当然 他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 虽然不算差 但应该 也谈不上多好 果然 接下来在回答第二层的 第一个问题时 他便第一次遭遇了困境 风禄在血脉突破 近升三阶的时候 该以何种办法 才能降低雷阶的威力 百问楼 盘坐在蒲团上的王八 在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顿时就愣住了 因为这道题 赫然涉及到了 他的玉兽知识盲区 三阶 没错 受益于万寿房 那些不太受关注的 大量杂书 以及王八自己 搜罗来的一些书籍 王八在灵兽领域 的确称的上市 博文强记 学富武车 再加上 他有大量的灵机 灵规等灵兽 用来做实验 以验证自己的猜想 可谓是积累了 丰富的实操经验 此外 灵触这个职业 也间接让他 对灵兽的身体结构 特性了若执掌 三者结合之下 他在玉兽之道上的造诣 哪怕没有寿源面板 在助基修士 乃至金丹修士中 也称得上是独树一帜 所以 即便是和唐吉之众 一看便知道 身份地位并不一般的修士 在一起谈论灵兽 也丝毫不漏惬意 甚至许多观点和见解 能让唐吉都为之赞叹 但唯一不足的是 万寿房的藏书 受限于历代掌房的修为水平 基本上都只涉及到了 一阶和二阶的灵兽 至于涉及到三阶的书卷 本就稀少 即便是有 也早都被掌房掌老汁儿 中之地收起来了 哪里还会放在藏书里 以至于王八对 一阶二阶的诸多灵兽习性 外貌 近生原理等等 若反掌观文 对三阶灵兽的了解程度 却和一般助基修士 差不了多少 就比如 这个什么封路 他听都没听过 当然 一些原理性的东西 并不会因为品阶的提升 而发生本质的变化 所以 在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王八立刻便想起了 他之前唯一操作过的 班山园杜结这个案例 只不过 当初班山园杜结的时候 他所设想强化班山园 进而变相降低雷杰难度的办法 实质上并没有成功 因为雷杰 也随着班山园的强大强大了 这就意味着 强化灵兽 以减轻雷杰的思路 并不太可行 那就只有一条路了 硬消 王八左思又想 最终给了一个 他都觉得不太靠谱的答案 而不出意外 进入第二层的第一题 王八便答错了 老者微微摇头 眼里难得的略过一丝诧异 似乎为王八答错这道题 感到可惜 正确答案是 风鹿的羽翼 本就具有屏蔽雷霆之效 因此 只需要采集风鹿脱落的羽毛 让风鹿自己将这些羽毛 插在自己的身上 便能降低雷杰的威力 可惜了 这道题 应该是第二层里最简单的一道 老者难得开口说了这么多 王八听到老者的话 倒也没什么感觉 毕竟 这本 就是他的真实水平 风鹿长啥样 他都没有见过 第二道题 水墓再次升起 这一次出现的 竟是一只班山猿 而且还是 颇似乌猿王那样的天生猿王 他似乎一心想要变得强大 不断地打熬自己的肉身 四处寻找灵气充盈的环境 以及食物 画面飞快地演变 这只班山猿 在一番魔力 并且度过小天雷劫后 终于顺利地突破到了二阶下屏 只可惜 这之后不管他如何努力 一直到这只班山猿死去 他也再没有晋升过品阶 而问题也自然浮出水面 如何让一只 已经完成小天雷劫后的班山猿 突破二阶下屏的种族极限 看到这个问题 王八乐了 这个他熟啊 当即便将物元王的成长过程 稍稍修改后 直接复述了一遍 老者听完之后 看向王八的目光里 微微露出了一丝一色 方才第一题那么简单 他都能错了 可这道题在第二层中 难度算得上是前三的 他却眼都不眨就解决掉 这样的反差 着实让老者有心摸不着头脑 很快便是第三题 第四题 老者却是越问越心惊 他愕然发现 第二层里 许多在他看来 足以难倒金丹修饰的问题 这个后生都轻松解决 其老练程度 让他一度以为 眼前这个后生 是哪个御寿门派的金丹长老 故意跑过来扮嫩的 可反而一些极为浅显的问题 这个后生 偏偏又显得一无所知 一转眼 又一道问题 是关于三街厄云虎的产载的时候 容易难产 该如何解决 这在老者看来 完全是送分体 结果王八还是答错了 老者停止了发问 充满了遗憾地看着他 王八一愣 旋即也反应了过来 面色稍稍有些失落 第二层 我问了九十六道题 你答错了十道 可惜了 老者微微叹息了一声 虚影随即渐渐消散 原地只剩下一只蒲团 百万楼的大门 也已经再度打开 王八心中虽有些失落 但也没有并太过影响到内心 毕竟从一开始 他便觉得自己 顺利通过的可能性不大 方才的回答 他自觉也已经是拼尽全力了 而一些涉及到三街灵兽的知识 他见都没见过 所以 真的是无从下手 如此情况 纵然失败 也无话可说 唯独让王八有些遗憾的是 自己距离获取名额 竟然只差了四道题 这确实是让他觉得 有点恶心的地方 哪怕全部会 也比差了四道题 却能通关来得好啊 至少不会那么不甘心了 当然 他还觉得有些对不住 推荐他的唐吉 呼 走吧 收拾好心情 王八也不再纠结 大步便离开了这百问楼 踏入了传送镇 很快 王八的身影 便消失在了传送镇中 从宫殿里走出来 出乎王八意料的是 身为鬼师二层管理者的 锦衣老者 竟主动对他点了点头 王八不明所以 不过很快便想起了 在百问楼中的遭遇 略有所思 当即也回忆笑容 不过也没什么事情可聊 随后便告辞离去 看着王八淹没在人群中的身影 锦衣老者身旁 悄然走出了一道淡蓝人影 赫然便是唐吉 只是让人诧异的是 四周众多修士 却好似完全无人看到他的存在 他悠然走到锦衣老者的身旁 神情放松 唯有看到王八的身影时 眼里才经不住 略过一丝遗憾 只是错了几道无关紧要的题目 哎 太可惜了 只怪那些老家伙们 抱着规矩死不松手 不然 其师兄那一脉 说不定要不了百余年 便又能添一个内门弟子了 锦衣老者 闻言却是面露金融 忍不住道 师叔祖 此人我已侗玄墓观看过 虽说根基似乎颇为浑厚 但也当不得 您这般看重吗 相较之下 如今正在百炼楼的那个剑修 倒是潜力更大 哼 如何当不得 唐吉被徒孙当面质疑 却并未恼怒 反倒是沈笑道 我看你那栋玄墓远未练到家 锦衣老者顿事不服道 师叔祖何以见得 就凭你只看出了 这小子根基浑厚 却没看出 他乃是天道筑基这点 唐吉摇头道 锦衣老者听到这话 却顿时一正 有些难以置信 他 天道筑基 怎么可能 我都不是 你不是那太正常了 你们这一脉 并不在乎这些 唐吉挥挥手 不在意道 但其师兄那一脉可不是 这小子既擅长培育灵兽 虽是散修 却又是难得的天道筑基 正适合跟着他 可惜老家伙们 都太不知道变通了 听着唐吉的话 锦衣老者 却似乎还沉浸在 王八进士天道筑基的震撼中 不应该啊 一个散修 他哪来那么多零食 行了啊 眼红什么 不是天道筑基就不是呗 顶多结单的时候 比人家少一门天赋法术 单品到不了圆满罢了 无妨 不用在意这些小细节 唐吉却哪壶不开提哪壶 笑眯眯道 锦衣老者 顿时忍不住 面色一黑 要不是眼前这人 是他的师叔祖 要不是自己打不过 他真的忍不住想 当然 也就是想想 真要是 被那些老家伙们 知道他有这样的想法 恐怕直接就要刑罚伺候了 说回正事 让你待在燕国这里 便是让你尽力搜罗可用之人 别整天黑这个脸 之前若不是我在这 那个金丹修是真要对你动手 你亏不亏 唐吉正色道 锦衣老者闻言 倒是不以为然 不过是散修金丹 我就算拿不下 也可借方室内的阵法 轻松镇压他 唐吉却顿时被锦衣老者 蛮不在乎的态度给气着了 镇压 镇压个屁 满脑子打打沙沙 干脆让你去堵大洪水去 锦衣老者顿时不吭声了 堵大洪水 疯了他才去 三大周都没堵住 他算哪根葱 我告诉你 百炼楼那个剑修 那是块好苗子 这燕国分是往前推 五十年才一域的好苗子 你可别给我带你们那一脉去 把人给整傻了逗 唐吉脸上的悠然脱俗都没了 气道 还有 管好你的臭脾气 你师叔组 我可不是每次都能过来帮你的 尤其是周边你几个师叔组们 最近都要回去树植 把我给拴在 那给他们看着 你可别惹了什么强人 免得我救援不及 你自己送了性命 锦衣老者闻言 勉强点了点头 唐吉很快便又恢复了之前的悠然从容 行了 不说了 我先走了 说吧 便悄无声息地 消失在了锦衣老者的身旁 而这一切 却依然没有人能够发觉 王拔又摆了两天的摊位 可惜让他失望的是 他所期望的第二丹田的法门 却迟迟没有线索 最终 他实在是等不下去了 干脆收起了摊位 将整个鬼市绝大部分摊位 都逛了一遍 到时又收获了一些 之前没有遇到过的灵兽 和一些杂七杂八的书卷 普通但却实用的术法 灵质种子等等 除此之外 他还筹集到了一些材料 这些材料 是他这几天琢磨出来的 能够帮助甲十五和甲十六 这两只灵机进阶的血脉突破材料 加上之前 他从白羽那里混过来的材料 他有八九成的把握能成功 不过他并没有急着走 因为赵峰还没有出来 而且 第二丹田的法门 也还是没有进展 他也只能抱着一丝希望 重新又把摊位给织起来 同时在摊位后面坚持修行 以及观月 御寿卷 卷一 不得不说 这本书倒是让他收获匪浅 又拓宽了 他一些培育灵兽的思路 唯一遗憾的是 这本书虽然知识点不少 但大多都是王八已经知道的 他更想看到 卷二 卷三 只不过 自从王八上百问楼失败后 他便再也没有见到过堂吉的身影 也完全不知道该从哪搞到后续内容 看来多半是就失望了 想到这些 王八也不禁微微有些失落 尽管两人交涉不深 但对方的气度 却颇令他心折 辜负了对方给的机会 王八也很难不会产生心理波动 但他很快便收拾好了心情 又等了几天 到了闭室的日子 王八叹息地收起了摊位 第二丹田之事 看来此次是真的没指望了 然而关键是 赵峰到了此刻 却也依然没有走出来 王八也有些着急了 忍不住找到了鬼师二层的管理者 锦衣老者 敢问道友 我师兄何时才能出来 锦衣老者闻言 脸上却是难得的露出了一丝笑容 你放心 他天字不错 运气也颇好 在百炼楼中收获不小 还得到了咱们鬼师一位高层的青睐 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笔资源 只等他离开百炼楼后 便可以开始着手杰丹事宜了 杰丹 听到对方这么说 王八微微惊讶 不过旋即倒是想起之前 赵峰便说过 他已经到了住基金的极限 只等养魂朱近生 他便能更进一步 当下心中 也不由得为赵峰感到欣喜 以两人的关系 赵峰强大 他也多了一根大粗腿 这自然是大好事 当下道 若是师兄出来 道友可否代为转达一句话 老者倒也没有拒绝 王八当即留下了一句话 让赵峰结束后去找他 只是正当他准备回去的时候 锦衣老者 却又忽然叫住了他 道友捎带 玄吉转身进了宫殿中 王八不明所以 但还是耐心等待了一会 没过多久 锦衣老者便走了出来 手中捏着一枚玉剪 递给了王八 王八接过玉剪 有些疑惑 敢问道友 这是 唐吉说 这是你之前通关百问楼一层的礼物 另外 他希望你有朝一日 能够亲手培育出金丹灵兽后 再来鬼市找他 到时 他会亲自将第三层名额 交给道友 老者面带微笑道 唐道友果知是玲珑鬼市的人 王八倒是没有什么意外的感觉 不过 礼物 莫非玉兽卷的后续 他有些疑惑 好奇地将神识灌注其中 愣了愣后 他玄吉便忍不住 面露极度惊喜之色 混云二级弓 是第二丹田弓法 剑韬驻地外围 属地之中 木屋里 王八盘坐在墓床上 看着手中的混云二级弓 御剪 心中仍然有些难以回过神来 他本 已经对获取第二丹田的弓法失望 甚至觉得 这样的弓法 多半是不存在 否则偌大的鬼市 数百上千号铸鸡修士 怎么可能一个人都不知道 却没想到 离开鬼市之前 偏偏从唐吉这里 得到了已经不抱希望的这门弓法 由于是玉检原本 因此 他没有花费什么时间精力 便顺利地学会了 他也明白了 这门弓法的特殊性 严格来说 这门弓法实际上是俯修性质 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 便是于人体肉身或是器物中 另辟一道负丹田 而丹田中的灵根属性 是根据容器的属性来决定的 第二步 给这个负丹田另寻一门弓法 从炼器一层起步 一直到柱基圆满 这里有一个点 容器只能承载更低一层的修为 也就是说 想要承载筑基圆满的负丹田 便需要至少三阶极品宝物 第三步 遗嘱丹田将已经达到圆满禁地的负丹田吞并 一举壮大至极限 由此 便能奠定前所未有的魂后根基 未来在结丹之时 亦会有种种异象 比如 哪怕不是天道筑基 也有极小的可能性 于结丹之时 获得一道天赋法术 此法术乃是天地授予 只要在此方天地之中 便能随意施展 机无消耗 原来天道筑基的好处 得等到金丹之时才能体现 王八这才恍然 难怪他觉得自己天道筑基之后 除了法力气旋更稳固些 法力更纯粹些外 也没有发现什么特殊之处 他还以为 所谓天道筑基 也不过是以讹传讹 现在想来 还是吃了见识少的亏 而预见中 不光讲授如何修行此功 对于负丹田的容器选择 以及功法的选择 也给出了几种不同的方案 一种是弥补五行之缺 此界修士 之所以推崇灵根越少越好 乃是因为天地灵气寓意匮乏 以至于修士的寿源 也随之受到了影响 几乎很难 真正达到理论中的状态 譬如筑基 按照上古时期的记载 筑基修士 往往能够达到寿300 但如今的筑基修士 也就能活个200年左右 修士这100年的差距 断了不知道多少四灵根 五灵根修士的金丹之路 也因此 修士大多以灵根单一为优 境界提升为先 但五行之道 乃是天地互生之根本 修士只修其中单一一道 虽然前期提升得快 但到了原因之后 却还是要弥补之前亏欠的部分 而这门 会员二级宫 创立的本来目的 其实也便是为了后期 能够弥补五行灵根之缺 以成武德之体 方有机会 踏入更高境界 当然 并不是说 五灵根就是好事 当前的大环境 五灵根修士 注定连筑基都很难达到 就更不用说 是在重修一个负担田了 这就涉及到一个衡量的问题 所以 当初化掉火灵根 倒也不算是坏事 当然 这也还是带来了一些麻烦 单一的精灵根容器 本就不易获得 而今 火灵根双属性容器 就更难得了 而容器的选择 还有其他的方向 第二种 是走一灵根路线 所谓一灵根 便是诸如冰灵根 风灵根 雷灵根之类 极为罕见的灵根属性 这类灵根不在五行之中 所以也就无所谓 什么武德之体了 一路满过去 照样可以有机会 问顶更高境界 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之骄子 但 这类灵根由于过于极端 其本身修行之路 也处处栽解和诸多限制 便如冰灵根 修为越高 便越容易影响周围天地 据说大燕巢有一位女宗主 所过之处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便连门下弟子都不太敢靠近 因为一个不注意 就会被冻伤 其他一灵根 也多是如此 如此招摇 完全不是王八的风格 当然更主要的是 傅丹田想要修炼一灵根 会对本来的五行类灵根产生冲突 他就算是想修炼 也不太容易 第三种 则是为一些根基薄弱之辈 量身打造 主丹田是什么属性的灵根 傅丹田也一样 如此两者叠加 无论是天赋秉性 还是法力根基 都比之前壮大了不少 如此突破金丹的希望 也就更大 这也是之前赵峰和他说的思路 反复权衡了一番 王八便做了决定 他选第一种 这其实也不需要想太多 一灵根他多半是不会选择的 和他性格不符 而他乃是天道助击 根基之魂后少有人急 加上有寿元面板在 他也不用太担心 成就金丹的问题 只需要按部就班修行就好 所以 一方面能够弥补灵根之缺 一方面又能保证 日后境界平稳提升 他压根都不用选 不过 金 活二属性的容器上哪找去 虽说这副丹田容器的选材 极为宽松 哪怕是法器 灵兽 灵财 丹药等等 都可以作为负丹田的容器 可是毫无疑问 容器的属性越是纯粹 品质越高越好 既然准备已知作为根基 他当然会选择能力范围内最好的 不过 我的首要目的 却并不是这个 而是为了借助英石虫母虫 隐蔽我的神魂气息 这么说的话 我只需要找一个过得去的容器便好 等之后不需要了 再重修一道负丹田便是 负丹田与修士既有关联 也可以舍弃 虽然会付出一些代价 但这样的代价是可以恢复的 所以王八觉得自己的思路应该能行得通 想到这里 王八又反复回顾预见中的内容 确定自己将这混元二级功 完全记在心中后 他这才走出了木屋 属地里 灵机 灵规 以及班山员们 或是在进食 或是在玩耍 物元王则是一如既往地打坐修行 让王八有些意外的是 他能感觉到物元王周身 引有极为少量的灵气 被他主动炼化进身体里 灵兽修行之法 他竟然自悟了修行之法 王八面露金色 虽然还很微弱 也极为粗糙 粗糙的甚至都谈不上是修行之法 不过这却是无疑是最适合物元王的 也是高深修行法门的初始 一直以为他整天打坐只是习惯 没想到 还真的被他捣不住东西来了 也没有打扰他 只给他留了一些灵果之类的 设于二阶上品灵兽的天然威压 倒也没有班山员敢来偷吃的 而除此之外 王八又去看了那只被假食无宠性的 一阶极瓶母灵机 他还在孵化中 而且让王八满意的是 他已经能察觉到鸡蛋中跳动的生命了 王八想了想 把假食无从储物袋中放了出来 看到假食无眼里刻意隐藏起来的灵动质感 王八暗笑了一声 也没有戳破的意思 随即以阴神之力进行了微操 之后 他便转身回到了木屋里 配置起了用于假食无和假食六 进行血脉突破的材料 上次失败了 这一次 他的把握倒是增加了不少 叮 检测到宿主后代的生命迹象 检测到宿主后代的品阶分别为一阶极品 二阶下品 宁已获得寿元加三十天 宁已获得寿元加十天 刚被放出来没多久的令熙文 猛然间瞪大了机眼 呃 当然 机眼瞪大也还是那么大 但这完全是无关紧要的事了 令熙文的心中只觉得一阵震撼 是真的 这个什么多子多夫系统 竟然是真的 身后代 真的能增加寿元 这种事 着实是太离谱了 可此刻令熙文却只感觉到一阵从未有过的狂喜 他之前还心痛于殷石虫母虫 被那个该死的魔修夺走了 可现在看来 殷石虫母虫 那根本就是不值一提的垃圾 不光需要小心翼翼地将子虫伪装成丹药 蒙骗那些炼器修饰服下 之后还要努力平衡子虫的反补速度 防止殷石虫母虫做大后反噬 担惊受怕 如履薄冰 而这个什么系统 只要自己勤快点 多光顾些母灵机 就能收获海量寿元 只要自己慢慢熬下去 早晚能够把这个魔修给熬死 生死边缘游走 又能活多久呢 想到这里 令熙文只觉得心中快累顿消 心情为之一场 在看向那些母灵机时 都觉得分外动人起来 嗯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令熙文立刻警觉地甩了甩头 当下找到了 那只被他宠信过的母灵机 仔细贴近感受了一番 果真在两颗鸡蛋里 感受到了与他血脉相连的感觉 呸 哪有什么血脉相连 老夫是金丹真人 不是鸡 令熙文鸡脸发黑 连忙远离了母灵机 随后看了看周围的其他母灵机们 稍微犹豫了下 看了看四周 确定那个该死的魔修 没有再看他 他这才瞅准了一只 二阶下瓶的母灵机 跳了上去 后翼品阶越高 能得到的寿源越多 他自然要挑个品阶高的母灵机 木屋里 王八悄然收回了目光 嘴角带着一丝笑容 很好 看来他已经渐渐开始适应了 两天后 鼠地里多了不少产蛋和孵蛋的母灵机 王八大概看了眼 一阶灵机下的蛋 兽精的整体比例大概在六成左右 而二阶下瓶灵机下的蛋 兽精比例明显下滑 只有两成不到 但王八您可要这两成不到 毕竟 一只二阶下瓶灵机的价值 能抵得上数百只一阶下瓶的 其炼制出来的零食 效果也绝对比一阶灵机要好 可惜的是 王八没有二阶灵厨器具 单瓶包抄借给他的一阶灵厨器具 很难处理好二阶的灵机 看来有机会 还得找个炼器师帮忙炼制一套 王八默默盘算 不过他和天门教的炼器师并不熟悉 自己用的法器 也大多直接从方式中买来 不像是一些讲究的修士 会特意花费重金 请炼器师专门定制一套 弃合自己的法器 先看看吧 反正 暂时他的二阶灵机也不多 等甲十五多多播种 将二阶灵机的数量提升起来后 他再炼制也不迟 而灵机血脉突破材料 也已经配置完成 但还需要几日醒制 趁着这个功夫 王八开始修炼 混元二级弓 为了保证不浪费材料 他便干脆拿那些 没有受精的鸡蛋进行练习 在鸡蛋中 另造负担田 需要耗费的法力 神魂都很少 对自己的负担不大 即便失败了 也无妨 但是他却明显感觉到 甲十五看他的眼神里 充满了怒火和杀意 尽管他藏得很深 但王八还是敏锐察觉到了 但王八并不慌张 他早已在对方的神魂中 留下了暗手 用以保证自己的安全 几日后 血脉突破材料 终于顺利省致成功 王八便抓来了甲十五和甲十六 对他们开始了培育工作 相比于兽源突破的简单 血脉突破在流程上 伴随着零售品阶的提升 而逐渐繁琐起来 甚至有些步骤 看起来都极为血腥 反正他在做完这些事情之后 能清晰地感觉到 甲十五眼里 对他流露出来的恐惧 王八并不在乎甲十五的感受 而是仔细地每日观察着 甲十五和甲十六的反应 状态 并且详细记录 之后再要提升甲十五和甲十六的品阶 也有迹可循 而终于 十日之后 王八看着手里的灵光符 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终于顺利晋升了 两支幻影机 全都二阶上品了 而相比于王八的欣喜 甲十五的内心却是充满了复杂 这些日子 他备受折磨 再加上之前这个魔修动不动就掏他的鸡蛋 还在他面前搞碎掉 所以他对这个魔修已经忍无可忍 甚至已经开始谋划 如何借刀杀人 除掉这个魔修 然而 在感受到身体里忽然勃发的力量 以及察觉到自身品阶的提升 乃至于伴随着进阶 而自然提升的几十年寿源之后 他却顿时沉默了 好像 这个魔修也不是那么一无是处 虽说突破的过程 有些血腥惊悚 但结果至少是好的吗 这么一想 每天压压母灵机 然后坐等魔修给自己提升品阶 似乎 也不是那么难以接受 尤其是想到对方 辛辛苦苦忙碌了好久 却给自己做嫁衣 令熙文的心里一下子就平衡了许多 嘿 非得榨干你这个魔崽子 令熙文暗暗道 对于王八拿他的鸡蛋 也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起来 王八当然不清楚令熙文的想法 他迫不及待的 便促成了甲十五和甲十六的交配 过了几天 便看到了甲十六趴在几颗蛋上 王八看了眼 发现只有一个蛋 是寿金蛋 尽管如此 他也颇为期待 两只母本都是二阶上品的灵机 其产下的后代 多半也是二阶上品 再经过寿源突破 会不会达到极品灵机呢 而就在这颗蛋 即将孵化出来时 这一日 王八忽然察觉到 天门雾令的震动 他忍不住取出一看 随即脸色便沉了下来 天门教子令我一月之内 必须参与前线 对香火道愚孽的交战 成树 已经培育出了极品灵机 木屋中 王八面陆陈寅 他还记得 白语之前曾说过 成树即将培育出二阶极品灵机 一旦培育成功 陆元生便会选定 其作为唯一的培育灵机之人 同时撤销 对王八以及其他擅长 预售的修饰的优待 而天门雾令突然下达任务 让他一个月之内 必须前往前线 与香火道交战 甚至连 所谓的三次机会 都直接无视 显然 天门教和香火道的交战 已经到了如火如荼的地步 甚至让天门教 直接网顾自己定下来的规则 而这也同样意味着 成树已经顺利地培育出了 二阶极品灵机 这个成树 在培育灵机方面 倒是确实厉害 对于此人 虽未谋面 但王八也不得不佩服 他自问自己 这些年 也认真钻研了许久 可即便如此 他甚至以兽元面板 和血脉突破相结合的方式 至今也只培育出了 二阶上品的灵机 而对方却能在同样的时间里 培育出二阶极品 孰高孰低 自现分小 王八对此 也只能表示福气 回想起唐吉 对自己在玉兽之道上的推崇时 自己还暗暗得意 如今他只觉得汗颜 看来这次出阵 恐怕是躲不过去了 王八目录无奈 悬疾小心翼翼思索了起来 不过 相比起七八年前时 如今的我已经是助击修士 且也掌握了一门强力法术 再加上物元王和甲十五 甲十六 嗯 遇上助击前期的香火道修士 应该没问题吧 嗯 应该没问题 那么 助击中期的香火道修士呢 王八也不太确定 他至今也只和一个高真修交过手 不过 对方是散修 实力说实话 很一般 在王八看来 完全无法代表助击中期的真实战力 如此说来 他只要不碰上助击中期 以及网上的修士 应该没什么问题 不过 现在却是回不去了 传送阵前不久刚开放过 只能再等个二十来日 趁此时间 倒是要想想该如何提升下战力才是 想到这里 王八按盘算了起来 对于正常修士而言 二十来天的功夫 不过是转眼即逝 压根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但是王八却不同 至少如果是修炼普通法术的话 他倒是要快得多 想到这里 他思索了一番 便将已经授了一圈的甲十五 和物元王收了起来 甲十六由于要孵化鸡蛋 所以无法离开 不过有物元王和甲十五也足够了 反正他此行 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很快 他便驾驭着飞行法器 出了三大险地后 便一路往南 直奔燕国宗门须离宗所在 当然 他并不是要去须离宗 而是要去须离宗下面的方式 飞了约末半天 他便看到了一座 圆形斗拱状的高台 高台之上人烟稀疏 偶尔有修饰落下 亦偶尔有修饰飞起 其上建筑倒是零次致笔 井然有序 王八当即在方式前落了下来 许是察觉到了 王八身上助击修饰的气息 立刻便有修饰从方式中飞起 拦在了王八的面前 其人身形魁朔 身上毫不掩饰地 散发着助击中期的法力波动 面对王八 微微行礼 态度不冷不热道 道友有礼了 在下报安 天为蓄力方式总管事 王八顿住身形 倒也没有梦望 抬首行李克气道 在下身符 一届散修 往日速在苍蓝城附近盘踞 来此乃是为了采买一些资源 三言两语便主动将自己的根脚和目的 都道了出来 报安道未必会信 但闻言也是展颜一笑 原来如此 我见道友面生 道友应该是第一次来吧 不若就由在下为道友引路如何 王八面容微致 玄疾却默然笑了起来 如此便有劳道友了 对方的意思已经很明显 进方式可以 不过必须要他亲自陪着 虽然不太乐意 但王八一时之间 也找不到更合适的地方了 其他鬼市 要么不在开放之时 要么层次过低 唯有这蓄力方式 虽然也是针对炼器修饰 但据说也不乏二阶宝物售卖 两人当即便落在了方式里 不知道有欲要换取何物 道友不要误会 在下只是想帮道友快点找到 报安笑呵呵 似是无意道 王八虽觉这般勾心斗角 着实不耐 但毕竟身在以坑人著称的 虚离方式 还是不得不虚语为一道 无他 乃是寻找一些功法 二阶法术踏本 研究一番 以验证所学 踏本 听到王八这个回答 报安倒是有些诧异 但玄即便反应过来 这个身符道友 恐怕嘴上说看踏本 实则还是意在 预见原本或是其他资源 只不过担心被宰 才故意这么说罢了 这也是许多第一次 来虚离方式的修饰 惯有的想法 对此 报安的反应 只有两个字 呵呵 以为刻意掩饰自己的目的 便能免得被宰 可惜他们没想到的是 整个方式里 压根就没有便宜的东西 不过报安心里 倒是也稍稍放下了心 既然如此在乎 是否会被宰 那么对方多半不是过来闹事的 只要不是来闹事 那都好说 身为方式的总管事 他的责任重大 经营好坏无所谓 反正都少不了他那一份 可方式若是出了事 那他这总管是生涯也就到头了 到时候 哪还有这么好缩挂油水的地方 所以对于任何一个 看着脸上的助击修饰 报安都严正以待 宁可惹得这些修饰不愿再来 也要保证方式的安稳 如今自觉已经察觉出了王八的意图 报安的笑容也顿时收敛了些 看来也是个老实修饰 他心中很快便将这个身符 归类到了老实人一类 这类修饰 最是好容念 目光无意中 扫到王八脚下的 二阶上品飞行法器 微微一顿 老实知道有个地方 必然能满足身道友的需求 还请道友不令指点 王八虽然不知道 对方态度忽然转变的缘由 但这对他来说也无关紧要 战事将近 能买到合适的术法 才是关键的 当即开口道 报安于是便领着王八 穿过了几道人烟稀疏的街巷 最后来到了一处门面 颇为高大的店铺前 这可是咱们方式最大的书方 道友请进 刚一进去 报安便大张旗鼓道 老掌柜 快来快来 今日来照顾你生意了 王八见状 眉头微皱 不过也并未说什么 哟 请是报总管来了 店铺掌柜的声音远远传来 随即一到身影 这才快步从里面走过来 随时休士 却满脸富泰 更像是凡间的傅家翁 见到报安和王八 顿时刻记起的行李 随即笑眯眯道 报总管大驾光临 小店蓬闭声辉 报安却是大手一挥 不耐道 你声不声辉不要紧 这是我至交好友 若是在你这看上 什么御检原本 你可得给我个面子 做个优惠 老掌柜原本老菊一般的笑容 顿时僵在了脸上 玄机露出了为难之色 总管 不是咱不舍得做优惠 主要是这御检内的功法争议 可都得请人出手克制 这功本 报安健壮双目一瞪 怎么 有问题 老掌柜健壮 顿时闭上了嘴巴 面带无奈道 也罢 既然总管都这么说了 在下无论如何 也要给您这位好友优惠一些 您不妨先看 看是否有合适的 嘿 你这别的不说 品类倒还算齐全 不然我也不会带我好友来此 是是是 二位先看 先看 老掌柜似乎也是被 报安给整得无可奈何 也只好无奈点投到 报安玄机 却是转头笑眯眯充 王八悄然使了个眼色 似乎短短时间里 便和王八成了 极为亲近的朋友 王八见此 隐隐有种颇为熟悉的感觉 但他也并未说破 而是自顾自在书方中翻倒了一番 此地倒还真有二阶法术和功法 找了半天 报安督等得有些不耐时 他才慢悠悠地从书方中 指了一枚预检和几张金纸 报安目光扫过王八手里的预检时 顿时暗暗冷笑 还真被他猜对了 真是天真 真以为拿那些踏本 就能掩饰他 真正想买那块预检的真实目的了吗 恐怕待会还会表现出 被预检可有可无的态度 想借此谈价 可惜 他扫了一眼老掌柜 老掌柜顿时心领神会 走上前去 面露惊讶道 哟 身前辈选了这么多踏本啊 可可 修行一门法术略有所得 所以特意买一些踏本回去 再研究研究 王八笑着道 听到这话 老掌柜和一旁的报安 却都不由得暗暗冷笑 什么样的法术 需要以二阶护身法术 二阶身法类法术 二阶木属法术做参考 连借口都找不好 显然 这个身符 真正在意的 便是那唯一的一块预见 报安忽然瞪眼看着老掌柜道 你可一定要 给个特惠价啊 老掌柜眼珠子一转 玄机满脸堆笑道 报总管放心 您都这么说了 这五张踏本 便看在总管的面子上 给身前辈一个特惠价 二十块中品零食如何 贵了 再便宜一点 报安却是只要投 见王八在旁边 似乎欲言又止 连忙按住王八道 你放心 这种踏本我知道 利润大着呢 有得谈 老掌柜见状 面露难色 总管 我这已经让利了 总不能亏本吧 你亏什么 这踏本什么成本 我还不知道吗 无非是一张特制的 抗金纸罢了 这玩意不同品质 几块 几十下品零食一张 一抓一大把 报安连连冷笑 很快 二十块中品零食 便在报安的努力下 被押到了五块中品零食 此外还追加了 几张二阶法术的踏本 老掌柜如丧考笔 似乎忌惮于报安的威势 不得不点头 而就在这时 老掌柜却像是方才注意到一般 拿起王八之前挑选出来的那块玉剪 连忙到 差点把这块玉剪给忘了 无妨 不知道这门法术是什么价格 王八不动声色 老掌柜看了眼 玄机有些体贴到 这门法术可能要贵些 需要五百一十三块中品零食 前辈 王八目光微宁 贵你不能便宜些吗 报安在一旁冷不丁道 老掌柜这次 却是直摇头道 这可真便宜不了 成本是真的高 不像是踏本 不行 哪怕成本再高 报安却不依不饶道 总管 实在不是小的不给您面子 是真的不行啊 要不这样 我给您某个零头 五百一十块 太过抠嗖了 报安瞪着眼道 至少得丢把十块 中品零食也抹掉 这真的 若是不行的话 咱们就不买了 报安忽然开口威胁道 说着 还侧过头 给王八一个镇定的表情 示意让王八信任他 王八看着对方的表演 一时之间 也不知道该做何表情 而报安的话 似乎真的拿捏到掌柜的弱点了 老掌柜面露无比为难纠结之色 还试图挣扎 总管 前辈 在下是真的没办法再降了 报安正要顺势开口 却胡听道 那就算了 遇见 我就不要了 我就要那些踏本 五块中品零食是吧 给 王八力索地掏出了零食 椅子排开 放在了柜台上 旋即便收起了几张拓本金纸 转身离去 这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 让报安和老掌柜 都不由地愣了愣 眼见王八就要离开了书房 报安心急之下 顿时忍不住喝道 慢 王八身形微顿 转过身来 面色平静 报道有有何指教 你 报安话语微致 不过他毕竟 也是混迹方式多年的老油子 到了此刻也反应过来 显然这个自己看中的大肥羊 早就看出了自己的意图 隔着将计就计 顺水推舟呢 顿时也不再维持虚假的融洽 冷笑道 阁下占了这个便宜 便想就这么走了 那就原价好了 我再给足下十五块中品零食如何 王八却是反问道 报安顿时一夜 他在这方势力骑在散修头上 作威作福惯了 来此大多是胆小怕事之人 一般的助击散修遇上他 看在其背后的须离宗粪上 也都自认倒霉 鲜少遇到过王八这样的 当即冷哼道 我不和你废话 要么交出从我方势力 抢走的二阶飞行法器 要么就掏个五百块中品零食 把这块玉洁买下 否则莫怪本总管 哼 一只散发着冰冷气息的巨大灵机 冷冷从灵兽袋中跳了出来 充满了冷酷 暴躁和淡漠的双眸 很快便落在了报安的身上 这一刻 本想着吓唬吓唬对方 炸几百块中品零食 或者是一件二阶极品飞行法器的报安 只觉得错愕无比 心中意涵 十二阶上 上品零售 你 你 报道友 书方门口 王八悠悠地看着报安 你待如何 书方门口 王八立在门前 目光幽碎地看着报安 身前 贾十五虽然比之前些日子 明显销售了不少 但其身上的二阶上品气息 却不减反增 尤其是锐利的机会 犹如利次一般的鸡爪 都让人见之忍不住心寒 虽是最常见不过的灵机 却赫然给人一种 极度危险的感觉 报安旁边的老掌柜 已经冷汗层层而下 本以为只是配合总管捞一笔 谁曾想 陡然局势 就变得如此紧张 无望之灾 无望之灾啊 两个铸鸡修士交手 未必会摧毁整个方式 但他这书方 却是很难保住了 不光是书方 还有他这条小命 而报安也有些起火难下 他原以为 眼前这个老师修士 也会如之前那些修士一般 被他轻易动和拿捏 乖乖掏出零食破财消灾 这才人由贪念生起 然而他万没想到 一个铸鸡前期的散修 竟然一下子拿出来 一只二阶上品的灵兽 堪比铸鸡后期 虽说限于法术 法器 俘虏等手段 灵兽往往比同皆修士要弱 可再怎么弱 二阶上品 对付他一个住基中期的修士 也是颇有优势的 特么的 这种层次的灵兽 不是不让随意卖的吗 哪个混账卖给他的 报安忍不住心中暗骂 燕国市面上能够买到的灵兽 顶天也就二阶中品 一来是因为更高品质的灵兽 除了一些显地外 都早已被修士们搜刮干净了 就算想卖也没得卖 二来 这种品质的灵兽 除了那些不具备战斗能力的 在金丹真人不轻易出动的情况下 已经算是层次极高了 大部分势力都会在第一时间拿下 同时约定俗成 不会让散修得到 相比于法器 俘虏必须要修士使用 才能发挥效果 灵兽的主动性和灵活性 却高得多 谁都不愿意 平白冒出个不受控的存在 当然也会有极少数幸运而会得到 但那毕竟是少数 只是报安想不到的是 他就遇上了这么一个 好在他虽然贪心 但毕竟坐镇虚离房室很久 遇到这般情况 心念电转之下 略显僵硬的脸上 却是连忙尽力 挤出了和善的笑容 道友 我要说这是误会 你肯定不信 见王八目光悠悠 报安只能硬着头皮道 但我说真的 这真是误会 既是误会 在下可以走了吗 王八低沉反问道 自然是可以 报友尽可自辩 报安心有不甘 却也如是重负 二届上品灵兽 他应付起来 虽然有些捉襟见肘 可是万一处置不当 毁了方式 那就是大罪 到时候 一旦追究起原由来 少不了他的责难 而且 既然已经知晓 此人不易拿捏 纵有贪念 他也只能立刻收起 正常而言 这些散修 看在虚离中的威势上 也只会见好就收 这才是他能屹立 在此多年不倒的原因 说到底 这个位置上 谁能不犯错 但他身后的宗门 却给了他足够多犯错的机会 而王八也没有多说什么 一袖一挥 贾师武便被收入零售袋中 随后 整个人便消失在了书方门口前 老掌柜连忙快步 走到书方门口前 仔细张望了一番 随即连忙跑到报案身旁 师伯 人已经走了 咱们要不要跟宗门那边知会一声 找到这散修的落脚处 到时候 啪 老掌柜被报案的一个巴掌 打得头晕转向 今天发生的事 我要是在外面听到一个字 报案目光阴沉 老实人好欺负 也可以这么玩 可这个散修 动辄便换出零售 那是好欺负的样子吗 况且 真当宗门是他开的 他说啥就是啥 老掌柜满心委屈 不是你自己拉着人家过来的吗 自己受了委屈 偏还在晚辈身上发火 但见到报案欲要杀人的面孔 也胆战心惊 慌忙道 是 是 见涛驻地 蜀地 四周古墓如荫 王八飞身落了下来 看了严蜀地的阵法安然无恙 留守的灵机也一如往常 点点头 随即便将物元王 贾石屋等灵兽都放了出来 回到木屋 王八这才稍稍放下心来 这次外出 确实是有些张扬了 明知须离东方是坑人 却还带着二阶极品飞行法器过去 对于一个住击前妻的散修身份来说 还是有些太过显眼 也太容易引人窥视 下次还需注意点 另外 察觉到不对的时候 就应该主动离去 避免事情发展到方才那种情况 回想刚才差点发生的冲突 他的心中在自省的同时 却也莫名有种刺激的感觉 看来还是之前憋久了呀 王八察觉到内心的微妙情绪 无奈摇头 他毕竟也是人 哪能真的做到 始终谨慎小心 对方本来就不比他强多少 又把他逼到那种程度 他也确实没能按捺下去 况且当他察觉到报恩的心思时 再想抽身也已经不易 本还打算破财消灾 不过一听到 那个什么老掌柜说的500块零食时 他就知道此事难以善了 左右衡量了一番 他最终还是做了一个 看似违背自己寻常做事风格的决定 直接激化矛盾 当然 他也是有一定把握的 一来这报恩虽是宗门修士 但给他的感觉 比昔日的高真修 也只是稍稍强了一些 有贾师武和无缘王在 他倒是并不畏惧 唯一可虑的是 方氏里 还有其他蓄力宗的高阶修士 但对方既然是此地的总管 就算修为不是此间最强 想必也是靠前之人 王八就算敌不过 以二阶极品飞行法器的速度 也能及时离开 二来 这报恩一开始便对王八如此警惕 显然是害怕王八在方氏中闹事 如此说来 方氏既是其平视 也是其弱点所在 只要这报恩媒 完全被贪念冲昏脑袋 他就不敢 和王八在方氏里动手 顶多也就拿其背后的宗门压他罢了 这些 王八在当时就已经衡量清楚 虽然没有实诚把握 但事上之事 哪有这么多实诚把握的 衡量清楚后 便果断出手 果然 结果就如王八所猜测的那样 当他叫出假失误 展露出了足以威胁对方的能力时 这个报恩的态度 立刻便转变了过来 甚至任由其离去 也不敢有所动作 这就是修剑 甚至比凡俗中人 更加赤裸裸的现实 经此一事 王八也越发感觉到 散修的艰难 离开天门教后 还是要想办法 加入大势力 不管是散修 本来便极为艰难的处境 还是不远的将来 香火道的清洗 这般的日子 也不知道何时是个头 王八摇摇头 唏嘘的同时 也有些遗憾 他本来还想在蓄力方式中 找一位炼器师 帮助炼制一套 二阶灵厨专属法器 可惜鲍安这个事情发生后 他是不打算再去蓄力方式了 这件事也只能暂时各执 不过好在此行的主要目的 倒也顺利达成了 得益于鲍安的努力 王八到手了 十来种法术的踏本 除了一些白送别人 都不要的积累法术外 算下来 也有七八本值得学习的法术 包括一门 二阶强力防御法术 云水六花杖 踏本 一门普通二阶身法类 书影横斜 踏本 除了云水六花杖 由于是强力法术 需要采集六种水鼠毒杖 才能练成外 其他法术 王八总共也就花费了 一百多年寿元 便顺利掌握 不光是这些 之前他在玲珑鬼师二层时 买到的一些法术 同样也被他以寿元消耗的方式 掌握了 短短十余天 他便掌握了将近二十种 各式各样的法术 当然了 除了原本就掌握的 金风玉露绝外 这些法术里 没有一个强力法术 不是他没买到强力法术的踏本 或者原本 而是这些强力法术 所需要的资源 大多极为稀缺 要么便被宗门垄断把持 哪怕是在玲珑鬼师里 想要凑齐练成二阶法术的资源 也得要看运气 不过普通法术也有 普通法术的用处 他们不占用法力 也不会改变法力的性质 补充起来较为容易 而不像是强力法术 兽源消耗的能力 倒是可以缩短这样的过程 但同样也需要充足的资源 来补充才行 不过 金风玉露绝有个好处 他的部分水属法力 已经完全转化为了玉露法力 即便消耗完后 也会自动凝聚 倒是比起一般的强力法术 要省事得多 而在他修炼法术的这些天里 甲十五和甲十六交配后产下的鸡蛋 也已经孵化出来 被王拔以兽源进行了突破 同时给王拔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和一个不是太好的消息 好消息是 兽源突破之后 这只灵机竟然出乎王拔的意料 极为顺利地突破了 它本就是二阶上品灵机 这番突破之后 赫然达到了二阶极品 而不是太好的消息是 这只灵机是攻的 而且很可惜 是普通的肉机 并非是具备战斗能力的幻影机 这就意味着 它既无法成为甲十五配种的对象 也无法在战斗方面体现价值 尽管灵气充沛的惊人 但眼下没有二阶灵楚法器 以普通的烹饪方式做的话 未免又太过浪费 明明品阶级高 却偏偏给王拔一种鸡肋的感觉 倒是甲十五在看到了自己的儿子 短短十余天 便发生了进阶后 羡慕的眼睛都红了 倒是让王拔上了心 对他来说 甲十五的品阶越高 其繁衍出来的灵机品阶也就越高 所以他接下来在灵机方面 最主要的培育方向 便是帮助甲十五 持续进行血脉突破 而灵龟方面 倒是不太用得着他担心 前几天观察 他发现 再进行兽源突破 说不定这一批 便能出现二阶中品的避水灵龟 除此之外 通灵鬼丘的繁衍 则是让王拔充满了惊喜 那十条二阶上品的通灵鬼丘 又产下了不少的卵 而二阶下品的通灵鬼丘 如今的数量 已经到了三百多条 王拔衡量了一下 最终从中取出了 一百条二阶下品的通灵鬼丘 取一百条与受数者相同品质的生灵 此生灵越强大越好 可振 陷阱 王拔按照《百命独魂咒》中记载的方法 迅速在虚空之中 明刻献祭阵法 此法既能在他人身上落咒 也能给自己的神魂 增加一层防护 很快 一百条二阶下品的通灵鬼丘 便被一股无形力量 以极为诡异的姿势 固定在了半空中 旋即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虚空之中 似有火焰生腾 冰雪倾腹 刀刃加身 无数的劫难虚影 犹如泡沫般起伏明面 而一条条通灵鬼丘 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得干枯起来 鬼丘幽冷的眼球 渐渐干扁 黑洞洞的眼窝 齐齐地盯着王拔 似乎是要将杀死他们的人 死死鸣刻静在记忆中 即便坠入无间地狱 很快 这些鬼丘 就变成了一具巨皮包骨 随后化作了灰烬 坠落到了地上 无声无息 成了 百命独魂咒 施展成功的这一刻 王拔的神魂 陡然间生起了一丝难言的惊悚 他只觉得自己 仿佛被一个充满了恶意的存在 盯上了一板 邪义 残忍 冷酷 恶毒 这世间一切的负面词汇 用以形容这样的存在 都显得词穷 而他的神魂 就仿佛被这样的存在包围 神识沉入灵台 他隐隐看到阴神府妙语之外 竟附着了一层 无法形容的 充满了无数负面情绪的阴暗黑色 这些阴暗存在 哪怕是看一眼 都让他觉得心中毛骨悚然 甚至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他隐隐感觉阴神府妙语 似乎都缩了缩 这咒术 真邪门 王八看着妙语外的阴暗黑色 心中充满了忌惮 他还是第一次接触这种咒术 确实与正常修士的法术体系 有明显不同 至少他完全没有看明白 通灵鬼丘是如何死去的 但与此同时 他也莫名多了一丝安全感 毕竟香火道修士 擅长神魂之道 对上这些人 神魂方面多一重守护 活下去的机会 自然也就多了一分 施展了 百命独魂咒后 王八又花费了几日 熟悉了法术和法器 以及俘虏 灵兽 一起磨合了一番 而很快 回归东圣驻地的日子 也终于到了 见涛驻地 传宋阵前 天还蒙蒙亮 便早已立着一个个 练气净修士的身影 这些修士中 有的是身着红黑袍的天门教修士 有的则是左道修士 轻微分明地立在了传宋阵的两边 只是 不管是左道修士 还是天门教修士 面色都不太好看 他们都是天门教特意保留下来的 有着不同价值的修士 各自有不同的才能 但大多在战斗方面并不擅长 然而到了此刻 却都不约而同地 收到了天门物令的消息 命令他们 必须前往东圣驻地 参与对香火道修士的反击 尽管天门物令的措辞 似乎显得天门教占据了优势 但大家都不是傻子 连他们这些后方修士 都不得不派上前线 天门教的情况到底如何 大家大致也心中有数 如今左道修士 一个个人心浮动 若不是碍于神魂气息 被纪灵迁录下 一旦逃走 愿被视为叛教 恐怕此刻早已有人逃走了 哪怕是那些天门教修士 也同样有人暗怀心思 只是在纪灵迁的威慑下 无人敢于将心思道出 但在无意的对视 和相顾善效中 却都能看出彼此的心虚 包抄也同样身在其中 身为修行界中内极为稀少的灵厨 尽管教内需要灵石的人不多 但分到他这里的修士 还是有一些的 也因此 借着给这些修士炼制灵石的时候 他也从中得了不少的好处 多年苦修 如今也只差一步 便能达至炼气十层 在如今剑掏助地留守的 左道炼气修士中 也算是靠前的存在了 因此 身边倒是围拢了不少人 都在和他攀附着交情 约定到了东圣助地后 便跟在他手下讨活 身为灵厨 虽说也不是战斗 但相比起 他们这些稍单练拱 画质泼墨的修士来说 经常接触血腥的包超 无疑已经是其中翘楚 更能获得他们的信赖 包超道也应付自如 置身于往日不太瞧得上 他的修士人群中 挥斥方求 谈笑风生 丝毫不见往日处理 零售时的邋遢行丑 只不过谈笑中 他却不时地抬头 看了看远处 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 包道有这般平平望去 莫不是在等哪位昆修 有自视和包超关系 清静地修士 调笑道 然而让此人意外的是 包超的脸上 却陡然沉了下来 道有还是莫要胡乱开玩笑 有些话可不能乱说 此人脸上顿时有些挂不住 呵呵 道有说笑了 周围修士也连连打圆场 然而 包超却是完全不给面子 面沉如水道 好叫道有知道 包某等的是位助击前辈 若是在听到你胡言乱语 莫怪包某不认你这个朋友 文婷此言 打圆场的人顿时便不说话了 刚才开玩笑的修士 也不禁暗自有些后悔 刺激嘴贱 如今情形 若是能得到一位助击修士的庇护 那可胜却无数狐朋狗友 这些道理 大家都拎得清楚 很快 负责传送阵的修士终于就位 传送阵也在他们的主持下 开始运转起来 教内修士们 大多都急匆匆坐着传送阵走了 他们毕竟是教内弟子 与不少高阶修士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如今自然急着赶往东盛驻地 一来打探消息 二来也是找找关系 避免自己被真的安排到了最危险的地方 而左道修士中 一些或是有能力 或是擅长拉关系的修士 也都早早踏上了传送阵 包抄倒是没急着走 天门调理 由于他灵厨的身份 固然也认识一些助击修士 但却都没有和那位来得亲近 毕竟 对方跟着自己学习灵厨知道 两人也算是半个师徒关系了 当然 包抄倒也不敢真提 只不过 以他多年看人的经验 却是觉得 与其抱那些不太熟悉的助击修士的臭脚 随时有可能被一脚踹开 倒不如跟在那位身边 好歹对方看起来不像是那般人 只是让他失望的是 等了大半天 连跟在他周围的修士 都有几人按捺不住离开了 他却仍然没有见到那位的身影 奇怪 不应该啊 我前两天还去给他送灵料来着 包抄心中困惑 但眼见着周围修士们 看向他的隐晦的怀疑之色 微微犹豫 他只好满怀失望地带着重修士 也踏上了传送阵 半日后 黄昏 一道身影 匆匆落在了传送阵前 一身看起来并不出奇的普通法袍 面容也同样平平无奇 只是却给人一种安宁平静之感 正是王八 他倒没有忘记时间 只不过 由于碧水灵龟门下的一批灵龟蛋 终于孵化出了一批新的龟苗子 他忙着盘点 最终才来晚了些 还好 不算来得太迟 王八微微露出庆幸之色 随即也便和其他后来的修士们 一起踏入了传送阵中 东圣驻地 方式传送阵 伴随着一阵剧烈的灵力波动 一群修士从传送阵中走出 旋即便各自飞向了不同的方向 王八置身其中 倒是没有急着走 神石一扫 面容却不由地微微凝肃了几分 不远处的石洞居里 上次是石室九空 如今却已经几乎看不到避着的洞府 木楼居里也变得翘无声息起来 灵水独院倒是由于灵气浓郁 被修士们占据 但也一片寂静 似乎都在忙着修行 方式比之前又拓宽了不少 人烟却更密集 高阶练气修士并不显见 甚至也不乏助机修士的身影 然而在方式的上空 却仿佛笼罩了一层 无法形容的阴影 气氛压抑得可怕 东圣驻地这边的香火道 竟然已经如此肆虐了吗 感受到东圣驻地的压抑气氛 王八心中不由地暗暗吃惊 心中也不由地担心起步缠来 当下也不再停留 心面一动 整个人便已经飞上天空 不一会儿 便在南湖湖畔的养鸡场前 落了下来 让王八心中一惊的是 养鸡场旁的灵田里 除了还保留着一部分的 壁火灵江国外 灵里竟然一根不剩 全都被种上了 各种各样的灵植 这些灵植都有个特点 那便是开满了 各式各样的灵花 以王八的目力 一眼便看到了花谱之中 不断飞舞着的百香风 让他松了一口气的是 花谱虽然百花齐放 可灵植却都紧紧有条 下方并没有长出什么杂草 显然种植的人 每日都有打理 极为上心 看到这些 王八心中原本还不太着急 此刻心情 却不由地迫切地想要 见到不缠 他忍不住快步 走到了养鸡场大门前 随意掐绝后 便推门走了进去 入木便是平整的 没有一丝杂草的地面 灵狐腾 依旧只长出了 那短短的一节 黑金桃树 则是越发粗壮 巨大的树棺 笼罩了小半个养鸡场 树上长满了黑金灵桃 要不了多久 这些灵桃便会熟透 而木屋正安静地立在那里 王八忍不住 快步走了进去 屋内陈设 一如他离开之前 然而让他失望的是 屋里并没有不缠的身影 他又去了木屋的后面 水池边 却都没有找到不缠的身影 一个让他忍不住 心中提起的念头 漠然浮起 师妹 已经被征集去前线了 这个念头府一升起 便让他顿时焦急了起来 身为灵职师 布缠专注培育灵职 虽说由于 有地脉之气育养的缘故 其肉身远比一般的修饰 要坚韧得多 可真到了前线 却扛不住一个 炼器高阶修饰的几下攻击 即便王八之前 给了布缠不少法器 俘虏已做防身 可真上了前线 也根本不够看的 他连忙取出一张传音符 准备发给白语 却在这时 他心中一动 默然回首 大门推开 一道靓丽的身影 从门外挽着花篮走了进来 看到王八的一瞬间 微微错愕 旋即水波一般的双眸中 浮起了惊喜之色 师兄 你回来了 来人 正是布缠 两人忍不住拥厉良久 师兄 你也是因为天门乌令 才回来的吗 布缠忽然正开怀抱 面色凝重地问道 王八点点头 布缠的脸色 顿时更加难看了起来 前段时间 已经有一批修士 来东盛柱地这边 结果没多久 就被那香火道修士正原化 扫灭了大部分 其中领队的助击修士都死了不少 师兄你这次回来 恐怕多半就是顶这些人的缺 王八文言不禁皱眉 这正原话如此厉害吗 之前不是说 见魔道的烟运能够拦住对方吗 烟运被他们设计中了埋伏 虽说侥幸逃了出来 可如今也是伤了根基 正在叫中修养 布缠摇头道 师兄此次回来 恐怕极为危险 说着 他小心地从储物袋里 取出了只有八掌大小 散发着一箱的珠红蜂蜡 这是师兄 王八借过手来 却无意中摸到了布缠手上的粗糙 他当即心中一动 握住了对方的手掌 却只看到原本的仙仙御手 如今竟布满了一个个 难看的黑点和浮肿 这是 王八目光微正 旋即想到了什么 连忙又抓住了布缠的另一只手 布缠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往回缩 却哪能躲得过王八 两只手全都被王八握在了手中 两只手上 布满了大大小小被折伤的伤口 轻轻一触 即便布缠极力掩饰 王八却还是察觉到了 他手掌一颤 这都是被百香蜂折的 王八忍不住问道 布缠见掩饰不过去 只好点头 这些百香蜂不太听话 不过现在我已经掌握了技巧 用起刮刀代替手 还有开香接腹部的时候 先接圆点的 有时候喷点水 也能防止被折 对了 最有意思的 灵菜花流蜜的时候 他们就不折我了 听着布缠一点点 说着养风的经验和教训 王八一时间 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 他只能轻轻捧住布缠的手 静静地陪着他 听着他说话 不过 这些疯辣应该不够吧 可惜了 这里的灵田土质 不适合养灵花 再享受这么多疯辣 可能要明年了 布缠充满了遗憾道 王八却摇摇头 认真道 先歇一些吧 回头我去方式里配些解毒药 百香蜂的伪针有毒 所以你的体质 都迟迟没有恢复好 布缠先是恍然 随即却拒绝道 此刻还不是歇着的时候 再过几日 咱们都要上前线去 必须趁着现在再采集一波 师兄放心 我一定会尽快收集到足够的疯辣 王八却说无果后 也不再劝了 布缠虽然看起来柔柔弱弱 但他知道对方 一直都是敢作敢为 雷厉风行的性格 一旦认定了方向 没有达成目的前 绝不会停止 哪怕是他的劝说也一样 他并不是自己的附属品 所以 两人并没有闲聊太久 布缠便又挽着花篮 去外面忙碌了起来 身符也不知道如何了 最近一个月 已经好久没有发来传音符了 布缠忙碌中 忽然想起来什么 忍不住和王八道 王八文言心中虽有些担忧 一时间却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况且此刻 他更关心一件事 如何才能让布缠 免于上前线 说真的 一旦两人上了前线 他着实是没有把握 能够保证布缠安然无恙 毕竟天门雕那么多修士 都杀鱼而归 他又算得了什么 所以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布缠 躲在住地里不出去 如此 他一个人 不管是战是逃都要灵活许多 有二阶上品飞行法器在 一般修士 还真不一定能追上他 可问题就是 连他都被派去了前线 布缠又如何才能免于外出 思来想去 王八最终还是 只能带上几坛黑金灵桃酒 去血骨殿找上了白羽 然而让王八疑惑的是 白羽并不在血骨殿 你找白师叔 白师叔前些日子 被调网路长老挥下去了 要找他老人家 那你只能去前东殿 前东殿 就是东守边王 那个地方 血骨道修士指点道 王八感谢了一番 稍稍犹豫 最终还是提着灵酒 去了所谓的前东殿 却惊讶地发现 这里赫然便是上次陆元生 检验他们御寿修士的地方 仍旧是一幅破破烂烂的宫殿 可门口却厚着不少住击修士 几乎都是天门教教内修士 看到王八这样一个住击的左道修士 都不由得纷纷投来关注的目光 不过在察觉到王八身上 被刻意收敛的气息后 却都又各自收回了目光 王八客气地请殿外人魁守卫 通报了一声 让他意外的是 没过多久 他便得到了人魁守卫的智慧 主人命你进去 主人 王八面色不变 心中却不由地提了起来 前东殿里 能让这些人魁守未尽称为主人的 肯定不可能是白羽 那么这个人的身份 自然也就呼之欲出了 可是他想不通 明明自己是来找白羽的 对方召见自己 又是什么意思 但看到周围人投来的目光 王八也只能硬着头皮 跟着人魁守卫 一步一驱地走进了幽黑的宫殿入口 越过一段寂静的玄关 他很快便看到了宫殿里的情况 不远处站着几个助机修士 似乎正在汇报着什么 白羽赫然变位列其中 看到王八走进来 除了白羽黑洞洞的眼窝 似乎目不斜视外 其余几人都扫了王八眼 但很快便又纷纷收回了目光 王八目光微移 很快便看到 在宫殿当中上手处 坐着一尊气息玄妙高深的修士身影 其身着黑衣 面容俊秀 犹弱翩翩少年 正是如今天门教中教主之下第一人 心静金丹长老陆元生 看到对方的瞬间 王八汗毛直立 眼睛都忍不住 有种刺痛感觉袭来 他连忙恭敬地低下头 耳边却还是传来了 殿中几位修士汇报 以及陆元生做决策的种种声音 东南有香火到三街恋神修士坐镇 虽说其畏惧长老在 而不敢轻易出手 可有他的支持 那立沧海却是不小的麻烦 我们这边无人能治 还有郑元化此人阴险狡诈 咱们多次布下的陷阱 皆被其识破 另外四大宗那边演 东南方向便交给图生到的朱子吉霸 他虽比不上烟运 但倘若杀性一起 却也差不了多少 西南 多拨一些 其他 听着店里众人的声音 王八不敢表现出丝毫的不耐烦 立在角落里 一声不吭 又过了一阵子 店中的修士们 似乎都得到了陆元生的安排和指示 纷纷告退 店里很快就只剩下陆元生 白宇和角落里的王八 以及一众人魁首位 白宇也正要走 却忽然被高坐在上方的陆元生喊住了 白宇 你留下来 是 长老 白宇听到陆元生的声音 宫颈的点点头 旋即便站在了一旁 苍白的脸骨上 看不出任何的情绪 陆元生也不在意 目光居高临下地 扫过角落里 有些局促不安的王八 声音旋即在宫殿里悠悠响起 我记得不错 你应该叫王八是吧 是 是 长老 晚辈王八 王八连忙从角落的阴影处走出来 恭敬行礼 王八 陆元生念了一声 然而接下来的话 却让王八瞬间心中一冷 哼哼 上次 你对我还算有用 我没杀你 这次 我还是想你死 你应该没什么遗憾可言吧 明明是商量的语气 却充满了无可智慧的霸道与兵王 王八禁不住心惊肉跳 哪怕是他早有心理准备 却也没有想到 陆元生居然如此直接 甚至是毫不掩饰对自己的恶意 不过对于一位金丹真人而言 一个寻常铸鸡修士 恐怕也确实无需 他费什么心思 一言而绝生死 无非如此 王八心中飞快掠过无数的念头 一咬牙 他便在心中瞬息间 便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在陆元生有些意外的目光中 他连忙躬身再次行礼 态度诚恳到 长老若欲杀晚辈 晚辈无言以对 只是临死前 还想献给长老一样宝物 宝物 宫殿上手 陆元生从意外的情绪中回过神来 嘴角随即露出了一丝玩味的笑容 我想你死 你去送我宝物 长老厌恶王八 自是王八做得不对 但王八对长老的敬意 却唯有此物能代表 王八却依旧是恭恭敬敬 看不出有任何一丝的其他情绪 陆元生紧紧盯着王八 眼眸微眯 我要杀你 你也不恨我 恨 但王八只恨自己 做得还不够好 难以入长老的眼 长老惊天伟地之才 王八恨不能追随左右 若能死于长老手中 亦算是得偿所愿 王八的回答 显然是恶心到了一旁的某人 黑洞洞的眼窝 忍不住看向了王八 哪怕脸骨上 没有一丝血肉肌肤 却也能清晰地感受到 白羽心中的震撼 世间竟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便是陆元生 也被王八的回答给惊了一下 俊秀的脸上微微哑然 凉韭菜摇头的 世间之大 果真是什么人都有 只要长老愿意 王八做什么样人 皆是可以 王八连忙接到 面色诚恳地 让一旁的白羽 都忍不住 一度有些自我怀疑 和王八比起来 自己身为陆长老的左膀右臂 是不是太过自我 太过艰滑了险 而陆元生静静地盯着王八 忽然笑了起来 开口道 你很好 不过我还是想你死 看到你 我就觉得不舒服 你既然对我如此忠诚 不如你便直接自枪吧 笑容之中 带着一丝难言的残忍和冰冷 然而 让陆元生再次压抑的是 王八闻言 随即便从腰间取出了一支灵兽袋 恭恭敬敬地将之整理好 放在了面前 玄吉毫不犹豫 直接便抬手凝聚法力 拍向了自己的脑袋 陆元生微露冷笑 静静地看着 他还真不幸 这个王八会真的自强 举凡修士 哪怕明知道敌不过 也会奋起一搏 而白羽连鼓上 虽看不出情绪 那双黑洞洞的眼窝 却也紧紧看向了王八的方向 带着法力的手掌 很快便在陆元生惊异的目光中 几乎没有丝毫迟疑地 猛然拍中了王八自己的脑袋 陆元生甚至都没来得及阻止 嗡 一道法器宝光 在王八额头处 陡然亮起 王八一脸猛地放下手 玄机恍然道 长老恕罪 晚辈忘了 有法器自动护体了 晚辈这就卸去法器 说吧 直接便将一件 二阶中品防御法器 丢在了一旁 抬手便毫不迟疑地 拍向了自己的脑袋 看得一旁的白羽 都忍不住张大了和谷 这个王道友 他是跟自己有仇吗 然而这一次 王八却无论如何 也拍不下去 金丹真人的强大法力 轻锋便隔空拦住了 王八的手掌 与此同时 法力一卷 将王八面前的灵兽袋 卷了回去 宫殿上手 陆元生轻轻打开了 手中的灵兽袋 随即眼眸之中 浮起了一丝难掩的金色 甚至经不住坐直了身体 郑重地看向王八 二阶极品灵机 你也培育出来了 王八态度恭敬 就仿佛之前 主动自枪的事情 从未发生过一般 认真地回复道 是 就在天门误令 还未传达下来前不久 晚辈恰好在 剑掏助地附近 搜罗灵机血脉突破的材料 可惜没能及时回到 东盛助地回报 陆元生眯起眼睛 看向了白羽 白羽心领神会 当即便发送了一道传音符 很快 便有一道传音符又飞了回来 白羽迅速看完 随即冲陆元生点了点头 得到肯定答复的陆元生 这一次看向王八的眼神里 终于多了一丝 从未有过的证实 从一阶上品灵机开始培育 短短十年不到的时间 便能将之培育成二阶极品 这等能耐 他身为曾经的 东盛宗外门大弟子 虽然并没有涉猎御寿之道 可耳闻目染之下 也清楚其中的含金量 可以说 哪怕是在东盛东万寿房 便属其中弟子乃至长老 能够做到的 也不出三人 即便是不久前 同样培育出了 二阶极品灵机的成数 也同样相形见处 毕竟 这个王八在此之前 还只是一个练器进修士 两者进阶差距极大的情况下 培育出二阶极品灵机的时间 却相差仿佛 足以证明了 王八在御寿之道的天赋 所以这一刻 陆元生第一次动摇了 杀 还是刘 而王八仿佛完全察觉不到 陆元生心中的波动 仍旧低着头 攻声道 晚辈在培育灵机的过程中 也逐渐发现了培育的规律 晚辈相信 只要材料足够 最多不超过十年 晚辈应该 便能触摸到三阶灵机的门槛 三阶灵机 听到王八的话 白宇的呼吸 都不由得急促了些 三阶 也就是金丹 那可是 他一直求而不得的境界啊 王八竟然有希望 能够培育出那等层次的灵兽 而陆元生虽然稍好一些 可同样也是面露金融 三阶看似比二阶极品多了一点点 可两者之间的差距 却有若天壤之别 若王八真的能培育出三阶 登 登 登 陆元生的手指 在座位上忍不住轻点 他心中的天平 已经渐渐开始倒向了另一方 杀王八 只是发泄心中的情绪 而留下王八 或许能在未来的某一天 陆元生似乎想到了什么 眼眸中闪过了一丝冷意 但随即便被隐去 而与此同时 他也隐隐洞悉了 王八如此行径的目的 想了想 他忽然开口道 白宇 你先回去 白宇微微一愣 不明所以 但还是在看了眼王八后 离开了宫殿 而没有白宇在 整个宫殿里 也只剩下了王八和陆元生两人 至于那些人魁守卫 在金丹真人的法力下 他们什么也听不见 看不见 说吧 你有什么条件 此地再无他人 陆元生冷冷地看着王八 王八却还是态度卑微而恭敬 晚辈岂敢向长老提条件 见王八依旧是如此态度 陆元生却思索了一下 漠然开口道 你是不想去前线 玄机不等王八开口 陆元生却直接道 这个你就不要想了 助机修士去前线的事情 乃是教主亲自定下 每一个助机修士的名字 教主都亲自乐选 所以我也没办法 帮你从前线脱身 至少 在和五大宗的战斗结束之前 王八闻言 心中一沉 教主亲自乐选的 尽管王八觉得 其中也许有问题 但对此 他也早有心理准备 当下也不再掩饰 长老 晚辈道旅 只有练气八层 不知可否免去晚辈道旅 去前线之事 陆元生微微思量 玄机便干脆地点了点头 可以 这个事情我可以做主 只不过 罢了 你告诉我 最快多久能培育出三界灵机 王八见陆元生语言不详 却也不知其中含义 随即信口道 十年之内 应该可以 不是应该 我要一个肯定的 九年 王八当即道 九年 他应该能逃出去了吧 陆元生微微沉吟 倒是并不怀疑 在他看来 以王八的天赋 若是在自己的支持下 花费九年时间 确实是有不小的可能性 培育出金丹灵机 玄机点点头 不再多说什么 度过此劫 便好好在筑地养灵机 随即就把那只二阶 极品灵机 又扔了回来 是 达成了协议 王八很快便告退离开 只留下陆元生 静静地坐在宫殿中 目光闪动 三阶 应该足够了吧 王八的身影 飞快掠过下方的山河 方氏 很快 便在他极为熟悉的 南湖湖畔落了下来 不缠正在灵天里忙碌 看到王八回来 连忙走了出来 关切道 师兄 白前辈怎么说的 王八笑了笑 并没有说出具体的情况 防止让他太过担心 还不错 你应该可以不用去前线了 不缠却并没有他预期中的高兴 而是立刻敏锐地 察觉到其中的问题 我不用去 那师兄你呢 王八微微摇头 看了眼四周 不缠意识到了什么 连忙和他一起走进了养机场里 神石散开 防止被人窥探 住机修士上前线的名额 乃是教主亲自定下 没人能够改变 所以我必须去 你也不用太担心 正好可以在住地里 继续采集培育百香风 走进了养机场 王八这才面露无奈倒 不缠听到这话 虽然还担心 但并没有如凡俗女子那般 沉溺于无助 担忧 焦虑的情绪中 反而飞快点头道 我明白了 不过咱们这里不太合适 种植这些灵花 我再想想办法 看看能不能提升产量 嗯 这些你来筹划 若是缺少了什么 便和我说 王八当即到 出于担心 他又给不缠留了一套 他当前能够使用的 一阶极拼法器 和一些对使用者 要求不高的二阶服录 以及王八从几个鬼市里 获取的一些灵植种子 灵植师的杂书 灵石等等 之所以没有给二阶法器 是因为二阶法器 对炼器进修师的法力负担很大 短时间 用用还勉强 时间一长 自己就先垮了 不缠也没有故作推让 收下这些东西 便又没有丝毫停手地 回到灵天忙碌了起来 王八见此 也回到了木屋里 心中忍不住回忆起方 才在前东殿里遭遇的惊险 陆元生对他充满了恶意 这是他早就知道的 只不过这几年 他为其培育灵机 本以为对方早就大度地忘却了 毕竟身为金丹真人 眼界宽宏 实在没必要这么不顾身份 为难一个助击晚辈 却没想到 他刚刚失去了优待 对方便立刻抓住机会 迫不及待地遇要置他于死地 完全没有半点金丹真人 该有的矜持和气度 其心思之难测 反复无常 犹如毒蛇般英诀 令王八忌惮无比 若非这次无意中撞上 他无论如何 都不想靠近对方 但好在 再是心思难测 对方也毕竟是修士 是修士 便很难克制自己 对修行资源的占有欲望 自己以二阶极品灵机为证 证明自己培育灵机的本事 再以三阶灵机为二 即便是陆元生 看来也没能够抵挡得住这样的诱惑 伴随着修士的资源日益匮乏 三阶零售 往往也有价无市 极为稀少 当然 若没有他之前那般 没有丝毫底线的吹捧 和看似凶险的自枪 无法勾起陆元生的好奇心 恐怕也得不到这样的机会 只能说 这些年在东圣宗 天门教的经历 让他多了不少应变之能 但这样的事情 可一不可再 王八绝对不想再体会 第二次这种无力感 九年 哼 他一刻都不想在这待下去了 也不可能真的在这里等上九年 甲十五这边繁殖效率大大提升 他凭借自己在近期内 培育出三阶零基的可能性 也随之大涨 只要培育出了三阶零基 他便可以找上玲珑鬼市的堂吉 他没有忘记 对方曾借鬼市二层的锦衣老者 许诺自己 一旦培育出三阶零售 便可以得到 进入鬼市第三层的资格 从而能够得到玲珑鬼市的庇护 在解决了季灵谦的问题后 纵然天门叫横跨五国 却也未必能找到他的宗景 之后 再徐徐徒之 不管是去北方大雁 还是去西边的大境 都要从容许多 想到这里 王八缓缓吐了一口气 清空了脑中 所有方才因为路原生 而兴起的种种杂念 随即从储物袋中 取出了不禅忙碌了许久 才采集到的百香蜂蜂蜂 开始尝试制作起托神竹 托神竹乃是一抹落宗门中 用以确认门下弟子安危的宝物 每一个弟子在入宗之时 都会被采集极少的神魂点燃托神竹 与季灵迁 其实本质上并无两样 只不过季灵迁 只需要采集神魂 溢散出来的气息罢了 唯一的不同在于 正常的宗门 都不会以此为要挟 而天门教却偏偏相反 想来也是因为 天门教的高层清楚 磨到教派弟子的凝聚力差 且人员成分复杂 故而才采取了这种无脑的办法 托神竹 以百香风的疯辣为竹身 以跳鬼珠 蛛丝碾成灯芯 以神魂点燃 便可经久不息 疯辣的品质不同 点亮的时间也不同 少则十余年 多则持续上百年 此间 除非神魂的主人身语 神魂消散 不然会一直亮着 跳鬼珠并不难寻 王八之前在鬼市的时候 便已经买到了不少蛛丝 足够他尝试很多次 但百香风的疯辣 却极为有限 王八也必须小心炼制 也许是因为风辣品质较低的缘故 王八炼制出来的托神竹 很快便化作了一滩蜡水 失败了 王八倒也并不气馁 又接连尝试了几次 终于顺利地做出了两根 只有半个指头大的托神竹 虽然样子难看 但对于王八来说 用作验证想法的实验 也足够了 他随即便从那只 被殷石虫子虫寄生的 一阶上品灵归身体里 截取了一道微弱的神魂之力 以法力将之对准 其中一根托神竹竹心放下 刺了 灵归的少许神魂 落在竹心之上 瞬间亮起了一团微弱的火光 但很快 让王八意外的是 火光刚刚亮起 便旋即熄灭 我做的蜡烛有问题 王八连忙检查了一下 却发现托神竹并无一样 难道是因为殷石虫子虫 屏蔽了神魂的原因 他的心中 立刻就跳出了一个猜测 想到就做 他当即 又从一只一阶下品的灵归身上 采集了少许的神魂 点中了另一根托神竹竹心 托神竹很快便亮了起来 小小的竹焰 微弱而稳定地亮着 王八随即便捏碎了一颗尾翅圆丹 将其中的殷石虫子虫 以法力读入灵归体内 不一会儿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托神竹竟忽然熄灭了 有效 真的有效 王八心中大喜过望 殷石虫子虫 真的可以完美屏蔽神魂 连托神竹都完全察觉不到 这也意味着 采集神魂量更少的寄灵签 也多半察觉不到被殷石虫子虫 隐藏起来的神魂 好宝贝 这殷石虫当真是好宝贝 王八心中震撼 对于此虫 饶氏 他在玉兽一道 钻研颇深 却从未听说过 当然 灵虫种类复杂 有人甚至专门研究灵虫 令其独立于玉兽一道之外 王八不清楚 也很正常 所以他也并没有深究 反正证明了 这殷石虫对他有用便可 既然殷石虫真的有用 那么第二丹田的修行 也必须要提上日程了 如今 却是缺少了一样合适的 第二丹田承载物 只要找到了第二丹田承载物 他便能以 会员二级法 在其中开辟第二丹田 之后 将殷石虫母虫练化 置于第二丹田里 只不过 殷石虫母虫乃是二阶极品灵虫 一般承载物内开辟的第二丹田 恐怕不一定能够承担得了 同时 第二丹田 估计也至少要达到助激进 才不会被殷石虫母虫的灵力给挤爆 这么说的话 至少还需要一件三阶宝物 之后 将这第二丹田 修炼至助激进 这两步完成后 我便有希望解决激灵迁的问题 王八心中 思量着 后续要做的事情 不过好在 他如今已经是助激修士 三元合一 神丸弃足 想要将第二丹田 修炼至助激进 却是要容易得多 只是 想要获取一件三阶宝物 王八忍不住摇头 三阶宝物 岂是这么容易获得的 但这也是他唯一能够摆脱天门教的机会了 忙碌完 王八忽然一拍脑门 随即连忙将灵兽袋中的一个毛茸茸的小家伙放了出来 正是王八之前孵化出来的小弱鸟 近两个月的成长 小家伙已经从一只秃毛小弱鸟 长成了一只奶黄的小呆毛 个头不大 王八一只手便能握住 披着一身奶黄羽翼 两颊处各有一个红彤彤的腮红 头顶上的一小撮呆毛 犹如天线 时而竖起张开 时而收起贴着后脑勺 目光清澈而愚蠢 充满了好奇 着实可爱 王八原本紧绷的心情 也不由得随之舒缓了一些 随手取出一套喂奶的工具 轻轻敲了敲勺子 小家伙便一个机灵 嘴巴和两爪并用 力索地爬到了王八的手掌上 没错 明明是小鸟 却不爱飞行 能走绝不飞 随即便做出锁食的姿势 嘴巴张得老大 往勺子上凑 咦 这是什么鸟 忙碌完回来的不禅推开门 就看到了王八手中的小家伙 顿时眼睛一亮 忍不住便凑了过来 手指轻轻地扶了 扶小家伙脑袋上的那错呆毛 小家伙却浑然不在乎 一门心思地缩着勺子里的奶 应该是玄凤 鹦鹉的一种 不过品节却对不上号 王八解释道 雏鸟的时候 它还分不太清 不过如今 它的羽毛已经长得差不多了 王八自然也认出了小鸟的根底 外形酷似昔日 脚弧道人在 幻晴笔潭中提到的玄凤 当然 名为玄凤 石为鹦鹉 只不过外形美丽 而以其为鸣罢了 虽有灵性 却并不入品节 说白了 其实也不过是繁俗鸟类 而这只小鸟却不同 赫然是和物元王一个品节 只是单从外表看 却完全看不出来 所以 王八也不太确定 它到底是什么品种 玄凤 不常看着小家伙 奶黄奶黄的可爱模样 心都快要化了 甚至抢过了王八手里的勺子 自己来喂它 头也不太低问道 取名字了吗 还没 要不师妹你来取吧 王八笑着道 他软糯糯的 不如就叫糯米团子吧 布缠想了下 便想出了一个名字来 那就听你的 就叫他糯米团子 王八大手一挥 同时便将糯米团子 交给了布缠来喂养 他忙得难以抽身 布缠未免寂寞 将糯米团子 交给布缠来喂养 也多少有个陪伴 布缠自是喜不自胜 小心地将之抱在怀里 爱不是手 看到这一幕 王八也不禁露出了一丝笑容 不过这样偶尔的闲暇 也极为少有 王八很快便又忙碌了起来 最新一批孵化出来的 碧水灵龟 终于在王八存入兽缘后 顺利突破到了二阶中品 王八计算了下 碧水灵龟的繁衍 算是极为稳定的了 从二阶下品开始 培育了差不多三代 才终于在兽缘突破的情况下 顺利晋升为二阶中品 由于孵化周期长 以及适时的交配时间 差不多花了五年左右的时间 而新生的二阶中品 碧水灵龟 王八特意用二阶攻击类型的 俘虏测试了一下 七体表的防御力 已经能够无伤扛住 普通的驻击后期修士的进攻 不过相比于其在身体上的 惊人防御力 碧水灵龟在神魂方面的抵抗力 就显得逊色了不少 但王八也已经很满意了 耐心地和这些新生的 碧水灵龟玩耍 为时给他们搓背 这些家伙 可是他替死神通的最佳绑定者 为了能保命 辛苦一点也是值得的 不过他也并没有把 之前绑定的二阶下品 灵龟杀掉 毕竟即便是二阶下品的 碧水灵龟 防御力也能勉强勾得上 驻击后期 就这么杀掉 实在可惜 时间在王八的忙碌中 就这样飞快流逝 又过了几日 他终于收到了 天门礁上层对他的安排 令驻击修士王八 协同20位练器进修士 前往东南洛兰山 布置阵法 东盛驻地 通往外界的唯一关口处 原本的一些山壑 已经被法术寸压平 形成了一片巨大的空地 不时有修士往来 今日又是天门教 集中派发任务的时候 不少修士在得到指令后 都已经赶来此地 炼器进修士 占据了绝大部分 而王八也收敛了气息 置身其中 他的天门物令里 收到了消息 让其在特定的时间 抵达此地 之后 便由玄机到的修士 分配人手给他 他自然不敢违背 置身人群 由于特意收敛了气息 周围的炼器进修士 也完全察觉不到 他是助机修士 修士间的交谈 也就并没有背着他 也不知道 这次会被分配到 哪位真修手下 希望能配到厉害点的 有修士既是期待 又是紧张到 听说这次徒生到的 那位也会参与 若是能分到他手下 那可就妥了 你是说 朱子吉朱真修 他可是战力榜上前五的存在 战绩标饼 不过他手下的名额 估计早就被那些 教内修士给占了吧 一旁的修士插话道 然而 有修士闻言 却忍不住摇头笑了起来 倒有此言诧异 修为强 实力强 可不代表跟着他真的 就安全了 须知 这徒生到讲究的是 置之死地而后生 连朱真修都要陷于死地 就更不用说 咱们了 没看到这朱真修 队伍里的修士 每次回来人数 都少得可怜吗 没错 我也这么觉得 倒有语气看战力榜 还不如看看幸存榜 那个榜单 才和咱们相关 又有修士忍不住指点道 修士们各自分享着 他们看好的筑机修士 以及不看好的人 这时 却有一个声音忽然响起 客气道 那个 诸位可有榜单吗 能否也给在下一关 几人顿时朝声音的来源处看去 就见一个看起来并不出奇 但眉宇之间 却给人一种安宁质感的修士 正对着众人拱手而笑 他极为客气地补充道 若是需要临时换取 在下也愿意给 顿时便有修士心中一动 正要开口 其中一个豪气的修士 却已经大手一挥 不过是些许公开的消息 大家都是左道修士 何须临时换取